第551章笋扬之音 一个拳头大小的深红色的圆球 里面亮起了一点黑色的光芒 那一点黑色的光芒让丁浩感觉到如此的熟悉 心中一想 便知晓这黑点便来自于上次那海皇宗的弟弟千丈的几个黑白小点之一 从义曼彤的口中 丁浩知道这个黑点 应当便是来自于魔界的某人的神势 凭空穿越了一个大陆之后 才硬是返回了西大陆 不过丁浩自然不会表露出来 依然是诧异之极地望着冯德莲 疑惑问道 这东西怎么在冯老手中 有什么作用 难道他便能够知晓我身在何处不成 轻声一笑 冯德莲深深地看了丁浩一眼 然后便将一曼彤所说的 关于这些黑点的莱莉述说了一遍 不过关于远古的传说 包括先魔两界的莱莉等是却闭口未提 等冯德莲说完之后 丁浩露出了一个无比震惊的神情 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冯德莲手中的 那个黑点 惊呼道 这个难道便是 点了点头 冯德莲露出了一丝恭敬的神情 和蔼道 若是论辈分来算 他便是我师尊 现在我已经让澳天派人搜索合适的寄宿体 以便让他老人家机体修炼 听他这么一说 丁浩导师真的有些震惊了 心中思量了一下 开口问道 即是如此 这么秘密的事情你为何会告诉我 更何况当初海皇宗弟弟的状况 按理他应当更加清楚啊 摇了摇头 冯德莲叹息一声 道 他神是穿越空间裂缝 一到哪儿又与盗门的几人站了一站 双方都没有力气去窥探旁人 只有以最后的神念呼唤我们 然后便无意识地顿到了指定的地点 等候我们的接引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冯老为何会如此地在意那些人的落脚之地呢 丁浩再次问道 这次仙魔两界到达的几屡神念 魔界只有四人 而仙界却有五个 若是能够提起知道仙界的那些家伙落在何处 只要先前一步寻到他们 将那屡神念打散 便能够杜绝很多事情的发上 我们摩门这边也能占据主动 冯德莲两眼翼翼 张口道 看着冯德莲的样子 丁浩也是异常心动 不过心中略意思索 便疑惑道 既然他传训给你 那下来的五个仙界的人 自然也是传训给最强横的道门三宗了 即使知晓他们现在在道门三宗 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摇了摇头 冯德莲青笑道 若是真的如此 我也便不会多说了 五人当中的确是有三人肯定到了道门三宗 不过另外两个来人并不属于道门三宗 他们所处的门派在修真界应当已经没落了 只要知道他们身在何处 不愁不能将他们灭绝 听他这么一解释 丁浩也终于知晓冯德莲的意思 可惜自己的确是无法帮助 毕竟当初自己根本一无所知 只顾着快些离开了 于是微微一叹 丁浩开口道 虽然我也有心助你 但目前的确无能为力了 听丁浩这么一说 冯德莲微微一笑 和气道 我和你说这么多 一方面是看看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另外一方面便是将这些事情告诉你 希望你这些时间留意一下 若是我所料不差的话 那两人所在的位置 应当不会离你们太远 心中一动 冰浩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 口中淡淡道 原来如此 我定然会留意的 点了点头 逢得莲笑呵呵道 如此最好 你便回去吧 以后我们两宗还需经常联系 有些事情已经乱了 我们更需抱在一起 才能抵御将来风暴的冲击 了然地笑了笑 丁浩神情自然地飞身 从云彩内落下 电闪般朝着冯欣然所在的楼阁内飞去 一路至上没有惊起任何人的注意 这一去一回 总共只花费了丁浩一刻钟的时间 等丁浩返回之后 冯欣然慵懒得全曲着身子 正酣睡正熟 嘴角挂着甜甜的笑意 似乎正做着什么美梦一般 看着冯欣然这个样子 丁浩悠然而生一种莫名的情愫 似乎觉得自己陪伴他的时间的确太少了 从两人一开始相遇 到现在确定关系 一直都是冯欣然采取主动 若是没有正经事 自己从来不会来炼狱魔踪寻他的 的确冷落他不少 一想到自己现在合体出奇的修为 已经到达了杜杰奇的实力 以后虽然是否飞升还没肯定 但两人的实力却越拉越远了 虽然炼狱魔君冯傲天 已经意识到了两者的差距 也极力地试图提高冯欣然的修为 甚至现在连炼狱魔踪的一些事情 都开始交给冯欣然处理 以便能够将两者的差距拉大 但是以自己的进步速度 根本就不是冯傲天所能够预料的 心中这么想着想着 丁浩心头涌上了一个主意 无极魔宫虽然不能直接传授冯欣然 但是自己却可以通过旁的方法 来提高她的实力 这样一方面能够让她修炼健身 有着自保的能力 另一方面也可以安逢欣然 与冯傲天两妇女的心 对于自己也只有一处没有坏处 想到这儿 丁浩微微一笑 拍了拍熟睡的冯欣然 不过冯欣然感觉到是丁浩以后 身子微微扭了扭 但依然是懒洋洋的拳着不管 嘿嘿一笑 丁浩大手一晃 已经抚上冯欣然身体上 最为敏感的几个区域 渐渐的 虽然浑身已经动也不动 冯欣然的身体上 已经慢慢地泛起了一丝陀红 就连她的呼吸也慢慢地急促起来 一边促暇地笑着 丁浩一般更为放肆地失为 渐渐的 冯欣然圆润光滑的两条白腻大腿 已经如水蛇一般开始 卷向了丁浩的腰间 两眼虽然紧紧地闭着 但冯欣然浑身的动作与着力 已经说明了她心中的想法 哈哈一声大笑 丁浩反身将冯欣然压至腰下 用手将冯欣然的两双心眸睁开 等看到的她两眼当中 荡漾着汪洋般的春情后 便一举深入其中 半想 冯欣然身子一阵强烈的痙磷 张口惊呼道 你 你这是做什么 闭嘴 把这些真元全部按照 采阳补音的功法吸入体内 其他的不要多问 丁浩冷恒一声 吩咐道 一炷香的功法 气喘唏嘘的冯欣然两眼金光乍现 双瞳如心魔一般闪亮 就这么直直地盯着丁浩 开口问道 你为何用邪功 将那些真元堵入我的体内 这对于你的身体损耗可是极大 欣然虽然修为低违 但自保并没什么问题 你为何这么做 唯唯一笑 丁浩开口道 这些真元对于我来说 所起的作用不是太大 但却可以让你的修为报尽 这段日子我在断魂山上待着 会再次度给你几次真元 多余的事情你不必过问 这事情除了你我以外 谁都不允许说 就算你父亲也一样不准多说 他若是实在怀疑 你便说我给予了大补的丹药 你可明白 听丁浩这么慎重地说出这么一番话 冯欣然点头道 你让我不说 我便不会告诉任何人 但是这样做对你的伤害可是极大 不行我要把这些真元还给你 否则对于你修为不利的 摇了摇头 丁浩合一而起 正儿八经道 你不必担心 我自然有办法提高过来 不过是多花费一些功夫而已 我只是浪费一些时间 却可以让你突破一两个境界 怎么说也是值得了 听丁浩这么一说 冯欣然半信半疑地望着丁浩 眼中除了疑惑以外 便只剩下浓得划不开的情意 半想才开口道 真的吗 你不是欺骗欣然的吧 点了点头 丁浩肯定道 自然是千真万确 拿着 这是三科习神丹 你修炼当中若是感觉修为与心境不符 有走火入魔的症状的话 立即服下一粒丹药 我刚刚度到你体内的真元 你全部练化以后应该能够突破一个境界 不过千万不可贪图速度 要一点点来 你可明白 知道了 人家知道你对欣然最好了 冯欣然一副花痴样 依偎着丁浩道 轻轻地将冯欣然推来 丁浩接着吩咐道 你好好在这儿修炼 我到另外一个地方修炼一下 你爹爹问起的话 就说我到外面修炼了 不日便会回来 话罢 丁浩不带冯欣然答应 便离开冯欣然的厢房 向着断魂山外面飞去 打算将刚刚度入冯欣然体内的真元 找人补充回来 第552章三足金屋 对于有着无疾魔功在身的丁浩来说 只要花费点时间吞噬 想要得到源源不断的真元简直易如反掌 刚刚两人欢好之后 丁浩度入冯欣然体内的真元 不过相当于一个分神后期者的浑身真元而已 但是就这么多的真元 也足够冯欣然突破一个境界了 更多的真元 丁浩生怕冯欣然的身体一时承受不起 所以便打算分多次来实施 既然一部分的真元度给了冯欣然 丁浩自然需要找些修真者补充一番 断魂山上目前参加魔门盛回的高手虽然不少 不过上次丁浩见过了冯的连之后 知道自己在断魂山的一举一动 恐怕不小心控制的话 难以逃脱他的窥视 尤其是在这的敏感的时候猎杀几个高手 更是不太明智 所以才不得不把目标抛向了断魂山的周围 以丁浩乘坐逆天魔剑的极快速度 千里只要顺息可制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丁浩硬是冲出了断魂山的范围 把猎杀的目标放在了更远的区域 一座不知名的深谷内 丁浩依照着自己强横神势 感应到了两股不弱的气息蕴含其中 于是丁浩进入谷内之后 便隐秘身形 往那两处气息的缓缓接近 等到丁浩靠近之后 才发觉这两人并不是一路 分别是一道一模 都是合体出其修为 看两人的样子 似乎并不知相得数百丈的区域内 同时隐秘了另外一人存在 这个时候 两人身形鬼祟 渐渐地往两人中央的一个旗鼓大树接近 这个大树枝叶枯黄 高耸醋十丈 干枯的枝干布满了一个的小孔 细看的话会发觉有着淡淡的红光一亮一亮 卷在丁浩左手臂的八赤紫蟒 此时竟然没有受到丁浩的吩咐 硬是孤龙依下飞去 沿着地下的茂盛的灌木丛 渐渐地往那当中的大树游动而起 原本打算立即下手 先趁机干掉一个的丁浩 这个时候一件八赤紫蟒的异动 不由地立即愣了愣 身形也同时止住 不由自主地将诧异的目光 抛向了潜伏这两个高手当中的旗鼓大树上 每次八赤紫蟒出现这种异动 总是不会没有任何理由的 对于这一点丁浩自然是心知肚明 这次八赤紫蟒擅自行动 肯定也同样有了发现 于是丁浩反倒不着急动手 掩齐骑鼓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一声似兽非兽似鸟飞鸟的尖利叫声 猛地从当中那个旗鼓的大树上面发出 大树那些不满着的细孔 作然亮起了璀璨的红光 炙热的温度 也随着洋溢了四面 几乎在尖叫声响起的同时 原本隐秘在周围的两个一道一魔 同时腾空飞去 朝着旗鼓大树的顶部飞去 魔修者手中拿着漆黑如布 却不满亮丽铁片的网状法宝 道修者手中提着一个深红的口袋般的法宝 也同样不甘落后 只有刚刚不听丁浩使唤的八赤紫蟒 这个时候也同样化为了一道利剑一般 树地一下从旗鼓大树上的深孔内钻入其中 一时消失的无影无踪 又是一声尖烈的叫声 整个旗鼓大树的那些小孔内红光暴射 犹如树内蕴含了一个烈日一边 将大树照耀的一片灯火通明 就在差异无比的时候 随着尖烈的叫声 从旗鼓大树的顶端 出现了一个浑身炙热通红 尖烈的口中喷着火苗的三足小鸟 小鸟的两眼犹如最亮的红宝石一般 全身的毛发通红 闪耀着火焰的光彩 整个样子从远处看起来 变像一个燃烧着的太阳一般 观望当中的丁浩一箭小鸟升空 心中便是一跳 暗道竟是上古传说中的神鸟三足金屋 三足金屋据说乃是烈日之子 天生便有着焚烧一切的能力 对于火焰的操纵力 可以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即使普通的修真者 面对与三足金屋也同样占据不了什么便宜 只看现在三足金屋浑身赤红的颜色 丁浩便知道这只三足金屋 恐怕有了不下于五千年的道行 单独一个合体出奇的修真者面对他 若是没有点庞的手段 根本就无法取得任何的便宜 再看了看那两个飞速朝着三足金屋 略取的一道一模 看了看他们手中的法宝 丁浩立即知道这两人果然是早有准备 他们手中的法宝明显是特殊炼制过的 看样子就是为了防备三足金屋的滔天火焰 事实果然如此 三足金屋一见两人飞来 昂天一声尖利的叫声 顿时在他的周围布满滔天的火焰 炙热的火焰将空气烤得一阵吱吱的声响 深谷内的温度也是急速的飞升 除了当中他刚刚飞出的那个旗鼓大树外 周围的一些茂盛植物 枝叶立即枯黄然后水分退进而死 不过两个飞掠而来的一道一模 却同时抖动其手中的法宝 两件法宝一晃 鼓荡着的大风猛地飞起 硬是将漫天的火焰吹出了一条通道 随后这两人不知使用了什么方法 浑身猛地寒气逼人 两眼贪婪地朝着三足金屋飞去 就在这个时候 硬咬两人不在意的时候 又有一条黑线一般的存在 猛地从下面的那个旗鼓的大树中窜出 直溜溜地展开了六指围形的肉翅 向着他们蜿蜒飞去 身为八赤子盲主人的丁浩 一见八赤子盲已经动身 自己当然也不甘落后 黑黑一声低沉的怪笑 整个人化为一团飘忽不定的灰色的武器 犹如自然景观一般 朝着交战的一鸟两人晃荡而起 或许这一鸟两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交战了 从他们彼此的熟悉程度 丁浩便看出都是各有打算 一道一模虽然准备得妥妥当当 但是三足金屋身为上古异兽 也同样不是省油的灯 眼见两人飞来 三足翩翩飞舞的同时 满空的火焰层层叠叠地涌现 而他的本体反导式隐溺在漫天的火焰当中 一时半刻导式并不能看出他到底在哪儿 正是如此 失去目标的一道一模 一边寻找着三足金屋 一边不断地抵御着漫天的火焰 但就在这个时候 自私自立的贪性同样曝露无遗 竟然还不忘互相攻击 以打击对方 以丁浩的身体强度 根本无需借助于任何的寒属性法宝 靠近这漫天的火焰虽然感觉身体微微有些不适 只要不被三足金屋漫天的火焰切身的粘上 倒也并没太大的问题 八尺子蟒原本也有着炙热的属性 所以游走在火焰飞舞的虚空 只如一个红色皮链般 并没任何的损伤 刚刚丁浩一时无法制止八尺子蟒 但现在接近之后 立即便用心神安抚了八尺子蟒的暴动 没有让他爆起展露出来 免得将三足金屋瞬间惊跑 就在己方各怀鬼胎的时候 身在漫天火焰当中的三足金屋 再次尖利的一声鸣叫 两团深红色的火焰 犹如两个滚动的火太阳一般 从漫天通红的火焰当中飞出 瞬间便飞向了交战的一道一魔 仍然站得如火如荼的两人 一见烈日般的火球袭来 瞬间停止了互相的攻击 同时暴退了几丈 抖动起了手中的法宝 浑身立即森寒如尖兵一般 全力抵御找火球的侵袭 两道光芒从手中射出 同时落入了烈日一般的火球当中 一阵火星子乱射 火球四分五裂的化为片片火焰 向着他们劈头盖脸的砸了过来 就在两人手忙脚乱抵御的时候 刚刚一直隐秘在火焰当中的 三足金屋猛地显现出来 朝着离他较为接近的 那个魔修者飞速的撞去 此人一见三足金屋朝着自己 飞速撞来 口中低骂了一声死畜声 一边将砸来的片片火焰打散 一边迅速地飞退 就在这个时候 丁浩猛地用心神通知的八尺紫蟒 一人一蟒瞬间行动开来 原本以丁浩的实力 这一道一魔 包括三足金屋都同样不被放在眼里 似乎没必要藏头落尾 不过丁浩抱着一网打尽的想法 一道一魔自然要杀死将真元吞噬 而三足金屋则是打算活捉下来送给冯兴然 所以唯恐一鸟两人逃脱 才前任到现在 就是为了寻找最为合适的时机 第553章一网打尽 八尺紫蟒晃晃荡 虚空当中仿佛扶平一边 蜿蜒地朝着三足金屋 与那个魔修者飞去 而丁浩一闪如电油长空 煞时便落在了那个应付滔天火焰的 盗修者的身后 逆天魔剑都未取出 便食指指盲如绳索一般缠来 以丁浩的实力 原本就远远超出此人一个地步 再加上还是刻意地偷袭 几乎立即便着手 盗修者只觉浑身一紧 尚未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 而便在也动弹不得 另外一边 仍然在争斗着的一鸟一人 怎么也没有想到 有着另外一个凶兽潜伏着 直到八尺紫蟒几乎快要 缠上那个魔修者的右脚的时候 那个魔修者才涂地感觉到不对劲 不过低头一看 只是一条普通的小蛇 倒也并没真正地放在心上 因着对于一条会飞的蛇 感觉有些古怪 这个时候还是猛地一脚跺下 试图将八尺紫蟒踩成粉碎 就在这个时候 三族金屋导师一声尖叫 反倒放弃了那个魔修者 急速地躲避开来 异兽毕竟是异兽 即使他离八尺紫蟒 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但已经能够感觉到 八尺紫蟒强横的气息 与凶残的暴力 不过三族金屋虽然 避开了八尺紫蟒 与那个魔修者的攻击 但却躲避不了丁浩的追击 已经将那个盗修者 浑身真元吞噬后的丁浩 身形犹如利剑一般 迅速地朝着三族金屋飞速而来 至于那些漫天的火焰 在丁浩两手的紫燕燃烧下 以极寒之气完全冲散 加上丁浩强横之急的肉体 根本就无法对丁浩有什么伤害 刚刚诛灭了那个盗修者 从他的手中得到了 那个口袋般的法宝 这个法宝看样子乃是 专门囚禁三族金屋所准备的 虽然品质并不高 里面倒是可以避火 所以丁浩毫不客气地据为己有 口袋一张 一阵阵鼓动的裂风吹拂四面 抵挡出一条直道 可以让丁浩更为快捷 迅速地接近三族金屋 另外一方面 眼见着三族金屋突然离开的 那德摩修者 还正在诧异之时 徒弟心头传来了一丝警讯 低头一看之下 害得魂飞魄散 连声惊叫起来 原来就在这个时候 八尺子芒已经显出了 庞大凶残无比的神情 一团漆黑腥臭扑鼻的黑气 已经将它给完全地包围 这人从天到尾准备的东西 都是为了对付三族金屋而已 自然没有什么必读的法宝能够抵挡 于是黑气侵入体内之后 心中暗叫了一声不好之后 一阵眩晕涌入脑际 下一刻便瘫软下来 再也没了力道 八尺子芒将此人独捣之后 血盆大口一张 已经将他整个身体吞入其中 以子芒几十丈的身躯 这个魔修者被吞入之后 连一片突起都看不出 三族金屋这个时候只顾亡命而逃 再也不敢像刚刚一样 还有功夫戏弄那两个捕捉者了 丁浩浑身强横的气息 让三族金屋感觉到一丝抵挡的可能都没 但是借助羽逆天魔剑的速度 整个修真界能够从丁浩手中逃出的强者 可谓是屈指可数 无论三族金屋再怎么不顾一切 依然是无法躲避得了丁浩的追击 最终手中的那个口袋一摇 便把三族金屋收入其中了 刚刚站定不多久 八尺子莽庞大的身躯 也出现在了丁浩的身后 两个紫红的拳头大小的眼睛一转 张浩便把刚刚那个魔修者吐了出来 自得笑了笑 丁浩自然也是毫不客气 立即着手把这人的浑身真圆吞噬 看到八尺子莽眼巴巴地 看着自己手中的三族金屋 丁浩笑了笑 开口道 这东西可不是给你吃的 话罢 丁浩好言安慰了八尺子莽几句 便带着囚禁了的三族金屋 往断浑山的方向飞掠而起 从丁浩离开段浑山 直到现在返回总共不过花费了一天的时候 而原定的摩门盛会 还有一些时日才算是正式的召开 所以丁浩也并不着急 到了冯欣然的厢房以后 发觉里面并没有人 于是丁浩走出向不远处 助手的两个女童吩咐了一声 让他们将冯欣然换回厢房 自己则是在房内开始布置起来 以三族金屋的火焰能力 与冯欣然所修的功法正好相合 再加上冯欣然的手中 有着自己当初帮他收到的赤阳宝球 凭借着冯欣然的气息 与赤阳宝球收复三族金屋 应当不是什么问题 不过三族金屋乃是烈日之子 万一收复的过程桀骜不循 放出滔天火焰焚烧起来 在这个时候 炼狱魔宗徒弟成了一片火海 自然是万万不妥 所以丁浩便打算先行布置一番 等丁浩布置完毕 过了一会儿的功夫 冯欣然便返回了厢房 与他一同前来的 环有他的老子冯傲天 两人尚未进入厢房 便能够感觉到里面的温度 明显飙升起来 诧异着一入厢房 那种炙热的感觉更为强烈 不过炼狱魔宗绝大多数 修习的都是火炎之力 尤其是冯傲天与冯欣然两人 自然更是苦修火工 对于炙热的温度 不但没有一丝的不是 反倒感觉到异常的舒心 眼见冯傲天与冯欣然 同时进入厢房 丁浩导师微微一愣 手中拧着一个火光闪耀的口袋 起身朝着冯傲天 微微行了衣礼 开口呼道岳父 点头呵呵一笑 冯傲天欣慰地望了望丁浩 然后诧异地指了指丁浩手中的口袋 不解问道 你这里面装得适合物 为何我感觉温度异常的炽热 望了望冯欣然 丁浩微微一笑 开口道 帮欣然寻了一个小玩意 免得我不在的时候 他一人无聊 听丁浩这么一说 冯欣然喜滋滋地笑了起来 赶紧跑到丁浩的身旁 探守便打算将口袋打开 看看丁浩送了什么东西给自己 还没等冯欣然动手 丁浩赶紧制止了冯欣然的动作 几乎是同一时间 一声尖利的鸟鸣声 也从丁浩手中的口袋发出 这声鸟鸣声一起 冯欣然更是喜不自禁 雀跃笑道 还是一个活物啊 快点打开看看 到底是什么鸟儿 呵呵 摇了摇头 丁浩虽然从三族金屋的尖利鸣叫当中 感觉到了他对于冯欣然的欢喜 依然是觉得要小心谨慎 三族金屋不同与八尺紫蟒 乃是极为有灵性的异兽 虽然理所当然的对修炼火工的冯欣然有着好感 但也不得不防他乃是故意为之 李先取出赤阳宝球 然后运转功法后把火球送入口袋当中 丁浩轻笑一声 开口吩咐道 对于丁浩的话语 冯欣然一向是没有任何的意见 立即将炙热的赤阳宝球取出 运转真元后 一个火红的太阳被他放进了丁浩手中的口袋当中 一声声尖利的鸣叫声 不断地从丁浩口中的袋子内发出 仔细听了两声以后 丁浩嘿嘿一笑 然后把口袋递给了冯欣然 开口道 这次就是你不要他 他也会一直缠住你了 冯欣然接过丁浩手中的袋子 刚一打开后 便发觉一个金光闪闪的火红的小鸟 口中闲着自己的赤阳宝球 欢快的一声接着一声的鸣叫起来 原本尖利的鸣叫声 竟然变得清脆悦耳 丁浩嘿嘿一笑 开口道 他倒是是食物啊 连叫声都这么讨喜了 冯欧天眼见三族金屋一出 眼珠子瞪的老大 今生道 五千年道行的三族金屋 你小子从哪儿收来的 这三族金屋到了欣然的手中 可是能够大大的提高欣然的实力 而且对于欣然以后的修炼也同样有益 你能不能再多弄几个来 就算是一千年道行也行啊 冯欣然此时看看这三族金屋 现在已经欢喜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只顾着美滋滋的傻笑不已 丁浩对冯欧天翻了一个白眼 开口道 这种传说中的上古异兽 你以为遍地都市啊 如果那么好找 你们炼狱魔宗早就圈阳起来了 单笑了两声 冯欧天不管丁浩的白眼 对着冯欣然和矮道 欣然你这次可是走了好运了 这只三族金屋的实力相当于一个合体初中期的修真者 有了他在身边 爹爹也可以放心不少了 此时冯欣然傻笑着猛点头 两眼内全然都是三族金屋的影子 根本就不再管冯欧天与丁浩说些什么了 第554章风扑涌起 冯欧天好笑的忘了忘冯欣然 摇了摇头后对丁浩道 你这一路前来 可是与剑魔宫的时风寒一道的 点了点头 丁浩道 不错 路上刚好碰到了剑魔宫与赤城宗之人争斗 原本打算袖手狂观 没想到被他们给察觉出来了 丁浩一边笑着说 一边将事情的经过简略地说了一遍 等事情说完之后 才思索了一下反问道 据说一路上前来断浑山的门派 不少都遭受了莫名的袭击 怎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冯欧天缓步走到一个椅子旁 坐下之后沉吟了一会 才正色道 这次以我摩门三宗为主的摩门圣会 我原本就知道蛮不过有心人的在意 至于那些门派路上遇到的阻碍 倒也在意料之中 听冯欧天这么一说 丁浩一想炼狱魔宗 竟然通知了那些西大陆知名的门派参与此事 加上一路上个宗高手聚集断浑山 也知道想要瞒住到门根本不太可能 想到这儿 再次出口问道 那些门派的高手聚集在断浑山上 门内实力自然减弱许多 你说到门三宗 这个时候会不会趁机分而破支 先一步下手 点了点头 冯欧天开口道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不过前来断浑山的那些门派 过来之前便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 更何况每个门派也不会将高手全部聚集到断浑山 尤其是这个时候到门知晓了我们的聚会 也应当开始商议对策 应当不会突然下手 淡然地点了点头 丁浩看了看旁边喜不自禁 仍在与三族金屋兮兮的冯欣然 开口问道 到了此时 还有多少门派没有到齐 看样子岳父这次真的是要大干一场了 爽朗的一声大笑 冯欧天开口道 自然如此到了现今就算我们魔门隐忍不发 道门也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现在除了天杀魔宫与三个门派位置以外 西大陆上得了台面的势力 基本已经都聚集到断浑山了 这几日可是把我给忙了个焦头烂额啊 黑黑一笑 丁浩正打算开口 徒弟一声凄厉之极的尖叫声 从两人所在乡房的北侧几百丈的区域传来 丁浩与冯欧天两人面色同时一变 故事一眼后骚然飞起 直朝着尖叫声传来的方向飞去 那种尖叫声 明显乃是人在临死之间 因极度恐惧而不由自主地发出 这个时候 令狱魔宗上各宗汇聚 虽然时不时地也有纠纷产生 导师还真没那个不开眼的门派 敢于在这个时候如此不适大体 所以丁浩与冯欧天都是异常的惊讶 借助与逆天魔剑的快捷速度 丁浩先冯欧天一步到达了声音传来的地方 出乎丁浩意料之外的 尸体的旁边另外站立了几人 直指点点的低声交谈着什么 皱了皱眉头 丁浩仔细地打亮起了四周 此处乃是一个小亭子 四面有着假山遮掩 亭子下面乃是沉浸的泉水咕咕流淌 面前的尸身表面没有任何的伤疤 脸上露出惊惧之极的神情 似乎临死之间见到了多么恐怖的事情一般 冯欧天在丁浩一个呼吸后达道 两眼闪耀着强行压抑的怒气 将四周扫了一眼 看了看周边的几人 不由得对着一个旁边炼狱魔宗的弟子问道 怎么回事 那个炼狱魔宗的弟子 被冯欧天一问倒是吓了好一跳 慌忙拜下呼道 禀报宗主 弟子也不知晓 听到声音后到这儿一看 便发觉林长老已经生死 周围并没看到旁人 深吸了一口气 冯欧天摆了白手 对着周围的几人看了一眼 然后开口道 这是炼狱魔宗定要弄清楚 敢于在这个时候下此毒手 明显是不把我们炼狱魔宗放在眼里 平时小打小闹也变罢了 这次竟然图下毒手 无论是那个门派所为 炼狱魔宗定要追究下去 话语一落 冯欧天右手一扬 立下那人的尸体凭空拂起 看了看丁浩一眼 冯欧天开口道 跟我来 就在这个时候 又是一声惨嚎声响起 声音一出 众人心中都是一颤 不由的慌忙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飞去 炼狱魔宗西南方五百丈 同样的一个老者 直挺挺地躺在一块石墙旁 满脸的恐惧与不可思议 一样的事情 同时发上 而且只有一会儿的功夫 如此状况不由地让冯欧天气的瑟瑟发抖 面目涨得通红 看样子似乎其得不起 再次强行压抑住心中的怒气 炼狱魔君冯欧天猛地深吸了一口气 环视四周后 对那些炼狱魔宗的弟子吩咐道 你们通知所有宗内的长老 与各派的贵客 加紧防护 这边的事情也向他们述说一番 请和邪宗与飞云宫的宗主 前来一时大殿一叙 贵岛一地的炼狱魔宗的弟子 听宗主吩咐了 全部低头称是 陆欧的话一个字没见 瞬间便四散开来 朝着八方顿去 眼见圣怒之下的冯欧天 还能保持理智的 首先想到后面的防御 丁浩暗道确实无愧一宗之主 就算心情在暴怒 也并没立即丧失理智 便与魔君冯奥天看了丁浩一眼 开口道 你去欣然啊 带他一起到义士大殿来 这两人可都是合体骑的高手 没有任何反抗的便瞬间生死 这事情太过诡异 看样子不是简单的私逗可以解释的 我担忧欣然的安危 尤其是他现在欢喜之极 定然没有多大的警觉 听冯奥天这么一说 丁浩面色一变 连招呼都没打一声 身形便在原地消失不见 旁边几个其他宗派的高手 一见丁浩来无影去无踪的身躯 都是一副震惊的表情 弄不清丁浩的身份 好在冯欣然并没有什么事情 等丁浩到了厢房之后 发觉他依然还在与三族金屋 稀稀地开心着 似乎刚刚刚的一声惨叫 根本就未曾听见一般 冯欣然看到丁浩进来之后 喜滋滋地挽着丁浩的臂弯 笑呵呵道 臭小子 算你有点良心 这三族金屋你从哪儿得来的 你出去一天 便是为欣然去捉这只鸟儿吗 摇了摇头 丁浩神情淡漠 开口道 不是 这三族金屋也是我一时巧遇罢了 别说那么多了 我们一起到你们炼狱魔宗的意识大殿吧 这次可出事情了 此话一出 冯欣然戴眉一皱 将手中的三族金屋放到自己的肩膀上 看着丁浩疑惑道 刚刚人家也听到了一声惨叫 难道真的发生了什么大事不成 点了点头 丁浩神声道 这次乐子大了 一下子死去了两个合体骑的高手 而且连死在谁的手中都没弄清 你爹爹担心你的安危 便让我前来带你一同前往意识大殿内 一听如此大事 冯欣然也收起了笑容 正色道 既然如此 我们便快快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人如此大胆 竟然敢于在我们炼狱魔宗内吐起伤人 实在是吃了雄心抱子胆了 正打算离开的丁浩 两眼盯着冯欣然肩膀上的三族金屋 开口道 以他散发的热度 我们导师并没什么大碍 旁人就难以忍受了 你还是将他收起吧 丁浩这么一说 冯欣然导还没说什么 三族金屋反导师喳喳地叫了两声 满时的炽热煞时退去 通红的三族金屋身体上的光芒退进 只剩下瓶长的金色 轻移一声 丁浩惊讶道 这畜生倒是灵性不凡 比起我的八赤紫蟒聪明不少 不像八赤紫蟒就知道一味的杀人放火 婉儿一笑 冯欣然朝着丁浩白了一眼 笑嘻嘻道 有什么样的主人 便有什么样的灵兽 我的小金可聪明了 我说什么他都能听得懂的 摇了摇头 丁浩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丁浩相信若是真的站起来 三族金屋根本就不是八赤紫蟒的对手 八赤紫蟒天生暴力成性 凶残残暴歹毒无比 虽然平时看起来并没多大的趣味 可一旦战斗起来 他便变得异常的聪明 对于丁浩来说 能够自己带来帮助的八赤紫蟒 虽然灵性不高 但却比三族金屋使用的太多了 走吧 我们也去看看 这段时间你要小心点 最好不要胡乱地走动 或许因着某门的聚会 一些不该来的人也聚集到了断魂山了 丁浩一边说道 一边带着冯兴然 往炼狱魔宗的意识大殿行去 第555章一波又起 等丁浩与冯兴然两人 来到了炼狱魔宗的意识大殿之后 才发觉里面人声鼎沸 似乎颇为热闹 异异的双眸扫了一眼 丁浩察觉到除了炼狱魔宗的几人以外 还有剑魔宫的石风寒也在其中 另有两个老者面孔有些陌生 不过看面色铁青 似乎异常的愤怒 冯奥天大大咧咧地坐在上席 两眼明丽地望着地下的两具尸体 看到丁浩与冯兴然两人从门外进来之后 眼睛才为显一丝柔和 朝着丁浩点了点头 冯宗主 我们和邪宗与飞云宫 两个长老莫名惨死在炼狱魔宗 无论如何你们都要给葛交代 两个陌生面孔当中的和邪宗前兵咬牙怒声道 点了点头 冯奥天吸了一口气 道 前宗主息怒 这事情发生在炼狱魔宗 的确是我们炼狱魔宗防御不足 不过两位应该知道 一般人想要猝不及防地将两位长老朱杀 根本就不太可能 前来断浑山的门派虽然不少 但以本宗的了解来看 有这种本领的屈指可数 还望两位宗主给本宗一些时间 他们浑身没有一点伤势 只是内部全部破坏成江湖一般血疙瘩 看样子似乎连原因都未来得及出窍 这种死法的确大为可疑 飞云宫的公主沈毅沉吟了一下 开口道 沈毅这么一说 前兵也涂地哑声 只是看着前面的一具尸体 露出了悲痛的神情 摆了摆手 冯奥天开口道 两位宗主还是先且把尸身收回吧 本宗定然会将此事弄清楚 给予你们两宗一个交代 沈毅前兵两人 见冯奥天这么说 也没再故意刁难 各自带着自己门内长老的尸身 离开了义士大殿 直到这两人离开之后 炼狱魔宗冯奥天 才有些困惑地望了望身旁 冷峻如岩石一般的石丰寒 开口询问道 石宗主怎么看待此事 石丰寒闭目坐在哪儿 背脊挺直得犹如山峰一般 而听冯奥天的询问 才张开了淡漠的两眼 漠然道 看样子有些人 并不希望我们这次 盛会顺顺当当的举行啊 有能力猝不及防 诛杀这两人的人物 莱克当中只有区区几人 我们见魔宫的陆广前辈 无疾魔宗的丁浩 除此之外还有三五人 丁浩与你在一起 导师可以排除在外 剩下的导师都有了可能 不过以本宗来看 这些人都应当没有动机下手才对 丁浩想了想 左右看了两眼 发觉并没外人 而时封寒应当对于 炼狱魔宗的实力也心知肚明 便没有顾忌地问道 岳父 你们炼狱魔宗的那些老前辈 难道就没有察觉出什么不妥吗 按说这种事情 他们应当能够有点踪迹可寻才对 深深地看了丁浩一眼 冯奥天摇头道 最近有一件大事徒弟发生 此时倒是没有闲功夫顾及到这儿 不过我已经与他们沟通过 下次再有异状 并能察觉出蛛丝马迹来 这么一说 丁浩心中立即明白 冯奥天口中的大事 应当便是魔界穿越虚空来人的事情 估计这件突然事件的发生 已经将冯德莲的精力花去大半 其他一些散摩实力不及冯德莲 根本就不能像冯的连一般神士遍布整个断魂山 不能够即使察觉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纷扰的嘈杂声 徒弟从殿外转来 正在气头上的炼狱魔君冯奥天 猛地抱贺一声 外面怎么回事 还没等外面传来回话声 面容煞白 发血凌乱的天杀魔宫的恨地长老 硬是直接闯入大殿 看到冯奥天与石峰寒两人都在这儿 恨地面色一喜 立即道 冯宗主石宗主 我们天杀魔宫来人 在断魂山北部八百里处 被罗浮宗浮云祠等人布阵困住 还望冯宗主立即派人来怨啊 此话一出 冯奥天原本快要到口的怒斥猛逼顿住 再看了看恨地的狼狈样 不由惊呼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交集当中的恨地 原本的凶恨与残暴荡然无存 凌乱的长发披肩犹如疯子一般乱晃 口中只顾喝道 这些路上在谈 若是池上一步 我们天杀魔宫的损伤将不堪设想啊 我的师父包括我们公主权在其中 耽误不得啊 恨地的模样 让冯奥天立即意识到事情的确不同寻常 虽然现在断魂山已经一团乱麻 但是天杀魔宫公主的安危不得不顾 既然罗浮宗能将天杀魔宫之人布阵困住 实力定然也是不弱 此时正值多事之秋 冯奥天脑子及时转动 不断地思考着什么 三个呼吸的功夫 冯奥天对着身旁的一个门人低声吩咐一声 等那个门人迅速离开后 才抬头望着石丰寒 歉意地唯唯一笑 开口道 看样子还需要麻烦你们建魔宫一下了 有本宗之人与你和陆广前辈 再加上丁浩一起 咱们迅速去解救天杀魔宫的通道 不知时宗主意下如何 石丰寒自然知道若是天杀魔宫真的出了大事 对于魔门三宗来说 这种损伤将是他们难以承受的 所以连想都没想 石丰寒立即开口同意 道 见魔宫义不容辞 我们魔门三宗抵御道门多年 一损皆损 断然不能出了差池 本宗立即吩咐一声 马上我们在断浑山的山脚下会合即逝 话语一落 石丰寒朝着炼狱魔君冯奥天微微行了一礼 然后电闪一般消失在殿内 冯奥天一声叹息 苦笑地望了丁浩一眼 开口道 这次我们聚会早知有那么多事情发生 便再见魔宫天杀魔宫举行多好 眼见冯奥天在这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 丁浩也不得不佩服一下 若是换了自己身处此位 能不能做到冯奥天的这种地步 还当真说不准 岳父应当已经料到 这次盛会的举行 不会那么的顺顺当当 真可一点事情不发生 我还会心中忐忑啊 丁浩淡然一笑 开口道 那是因为事情没发生在你们无极魔宗身上 若是现在遭遇事情的乃是你们无极魔宗 我看你还怎么笑得出来 旁边的恨地心急如焚 眼见冯奥天与丁浩两人 还能谈笑风生 不由暮色出口道 嘿嘿一笑 丁浩看着许久未见的恨地长老 心中导致多了一丝莫名的情绪 当初自己第一次参与聚宝宗的大会的时候 便曾经见过恨地一面 不过那个时候自己只是一个无人认识的小人物 而恨地在自己的眼中 便是高不可攀的神一般的存在 现在在见恨地当真是恍如格式 合体出奇地修为在丁浩的眼力 已经变成了激乐一般的存在 身份上面两人也有着天壤之别 恨地并没有什么变化 变化的只是自己 现在恨地在自己的面前 就算有着怒气与抱怨 也不敢止高气昂地随意吆喝了 就在丁浩心中遐想之时 刚刚那个离开的炼狱魔宗的门人 又重新返回殿内 朝着炼狱魔君冯奥天行了一礼之后 功声道 禀报宗主 一切已经吩咐下去 点了点头 冯奥天雄伟的身躯猛地长身而起 望了身旁的焦急的恨地一眼 开口道 走吧恨地长老 你前面带路 我们先到山脚会合 立即去解救你们天杀木工 冯奥天这么一说 早已等不及的恨地连谢谢都未说 立即便飞身而出 朝着殿外飞去 冯奥天看了看丁浩与冯欣然两人 眉头一皱 思量了一下后才开口道 欣然要不要留在山上 摇了摇头 丁浩开口道 无妨 山上也不一定安全 在我身旁不会有什么事情 点了点头 冯奥天也不多说什么 瞬间飞身而起 直朝着殿外飞去 唯唯一笑 丁浩探手抓住了冯欣然的玉璧 笑着开口道 你有觉沙漠正在身 现在又得了三足金屋 应当没有可以轻易地动你 现在你体内真圆澎湃 只有心境跟上才能突破 这种场合多精力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你爹爹宝贝你 但这种做法却不一定对你有利 乖巧地笑了笑 冯欣然兮兮道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咯 爹爹老了 现在估计还打不过你了 若是全听她的话 估计我到最后连食欲双那丫头都不如呢 此话一出 丁浩哑然失笑 开口道走吧 你爹爹吃了一个轮回果 以后的进阶应当彼时风寒与独孤极灭圣上一筹 随后两人化身为锋芒一边 只朝着断魂山的山脚下飞去 打算与炼狱魔宗与剑魔宫的人会合 然后解决天杀魔宫的被困之人 第556章49件 蔚蓝色的苍穹如深海明镜 澄清亮丽的色彩广袤无垠 断魂山脚树木最为茂盛楚 几个人影垫在最高大的一棵绿树上 正张目四望 丁浩带着冯欣然 并非最后到来 因着快捷如电闪般的速度 虽然起步比恨帝冯傲天慢了一拍 但却同时到达此地 丁浩两眼明视四面 看到剑魔宫的石风寒与纳红面辽路广 已经先行一步到达 除此之外 还有炼狱魔宗的丑猛周云两夫妇 包括一个闭幕盘坐在树根的老头 只是扫了这个老头一眼 丁浩便知道定然乃是炼狱魔宗的老怪之一 三杰散魔身上的气息 根本就瞒不住丁浩的窥视 就在丁浩两眼迥异地望着他的时候 心神感应之下老头也抬头扫了丁浩一眼 看到窥视自己的乃是丁浩以后 僵硬的面容上反倒还挤出了一丝笑意 并朝着丁浩点了点头 诧异之下 丁浩微微浅身 汉手行了一礼 虽然并未多说什么 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尊敬 丁浩感觉或许是一方面因为冯德莲的缘故 另一方面也是此人感受到了自己的实力 所以此人才会对待自己如此客气 否则以炼狱魔宗的傲气 加上这人的修为 恐怕根本就不会看上自己一眼 逢傲天一到此地 立即朝着这个老头走去 到了他的面前后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然后才开口道 廖爷爷 怎么劳动您老人家出来了 廖千两眼一翻 黑眼珠吞去 白森森的眼帘一片杀气 口中不咸不淡道 他妈的罗浮宗吃了雄心抱子丹了 竟然敢到断魂山附近惹是生非 老子这次非把他们那些兔崽子的鸟毛拔光不成 廖千此话一出 丁浩心中一乐 按道这廖千倒是一个妙人 这么一把年纪还这种脾气 年轻的时候恐怕更是无法无天 再仔细观察了一番 发觉不但是炼狱魔君逢傲天 就连剑魔宫的陆广时风寒两人 看向廖千的目前都是又惧又喜 恨帝的表情更是古怪 见到廖千出现先是松了一口气 然后才提心吊胆的行了礼 战战兢兢道 有廖千辈出面 这次我们天沙魔宫定然无恙 廖千斜了恨帝一眼 口中一声冷恨 道小兔子倒是会说话 不过废话还是少说 跟老子快些前面带路 若是迟了一步 老子保证你头上剩下的几根鸟毛一根不剩 恨帝头发细细落落 原本便不茂盛 尤其前额一块更是寸草不生 一直以来因为恨帝的凶险与残暴 谁都不敢在他面前说他头发的问题 这廖千倒好 一见面就是小兔子照来 还吆喝着要将人家剩下的不多的头发拔光 不由得让丁浩心中一惊 暗道恐怕要坏事 但是令丁浩大叠眼镜的是 原本难缠的恨帝 只是露出了一个苦涩之极的笑容 替话没有多说一个 直直的朝着北侧飞去 看他那种慌张焦急的速度 也不知担忧天沙魔君独孤即灭的安危 还是惧怕廖千会说出更为不堪的话语 一箭恨地飞出 廖千节节怪笑着腾空而起 一股急热的高温带着肆意的杀气 猛地四散开来 廖千话为了一道火柱倒是消失不见 而刚刚几人所处的参天绿树 却霹雳啪啦的熊熊燃烧起来 原本处于其中的丑猛周云 包括剑魔宫的石峰寒陆广两人 都是狼狈地拍打着一道身上的火焰 赶紧朝着恨帝所在的方向飞去 膝带着冯欣然的丁浩 目瞪口呆地看着发生的一切 暗道这撂千果然了得 真可是谁的感受都不顾忌 不但是天沙魔宫的恨帝 剑魔宫的石峰寒陆广 就连自己门派的丑猛周云也同样如此 直到炼狱魔君冯傲天的一声轻呼出口 丁浩才带着冯欣然 并排与冯傲天行在一起 沉吟了一下 丁浩还是恶然道 岳父 这个廖前辈果然乃是一个妙人 冯欣然也是瞠目结舌 愣愣地望着冯傲天 开口道 爹爹 我怎的从来没有听到过你提起廖爷爷的事情啊 一直豪迈无边的冯傲天 露出了一个苦涩无比的笑容 摇了摇头道 料前辈原本不是我们炼狱魔宗的人 后来因为一个和我们炼狱魔宗的一个前辈相好 才入了我们炼狱魔宗 正是如此 虽然帮了我们炼狱魔宗不少事情 对于宗内的规矩却是从来没遵守过 整个炼狱魔宗 除了他妻子的话语外 根本就没人能够约束得了他 一直以来他都在四处游历 没想到这次竟然倒返回断魂山 还正好碰到这回事 也不知是福是祸了 这么一说 丁浩愣了愣 原本有着一肚子的话语想问 最终摇了摇头 什么都没讲 冯欣然导师并没什么顾忌 噼里啪啦的一堆疑惑问出 可是冯傲天煞时远远冲出 却一句没有回答 也不知故意为之 还是忙着赶路 气得冯欣然横横着要丁浩快些追上 一刻钟以后 丁浩带着冯欣然 来到了乌矮浮城的天茜深谷内 天茜深谷三面环山 三座高峰将山腹收缩成三角形 远远看来把山谷衬托得仿佛一个斜着的尖锥 等丁浩到达之后 才发觉中央三面山峰柱 插上了簇十把品质不一的飞剑 眼睛细细的扫了一圈 没错了一下才知道刚好是七七四十九把 其中绝对多数为中下品飞剑 插着飞剑的岩石上 刻满了几个六角星般的凹槽 里面嵌入了六块中品金石 七七四十九把飞剑柱 每个都是六块中品金石围绕着 从远处看来亮丽的光芒闪耀在乌矮当中 犹如云彩内九天星辰一般 不过靓丽的飞剑中央的区域 现在却是布满了步步的凶险 从四十九把飞剑当中 一道道的剑芒射出 将山腹中央变成了一片光与影的地带 那些寒芒远远望去 犹如水底的鱿鱼一般 密密麻麻的在其中急速飞掠 组成了一个密集无比的区域 因着飞剑的品质与炼制的方法不通 由金石之称的射出的剑芒的颜色也不尽相同 四十九把飞剑射出的光芒五颜六色七彩缤纷 将那片区域交割成最为鲜艳也无比残酷的兄弟 其中四个额弹形状的钢罩 在那片区域的正中央 一团团的魔器翻搅着 比挡着四面射来剑芒 丁浩眯着眼睛一看 便发觉其中有着天杀魔君独孤极灭 上次在火焰山碰到的七杀真人恨苍生 还有恨地的哥哥恨天 加上另外一个不知名的天杀魔宫的合体出奇的长老 四人身在其中 不断地抵御着四面八方狂涌而来的剑芒的连绵冲击 其中七杀真人恨苍生实力最强 但是却要分神照顾着徒人恨天与另外一个门内的长老 显得尤为忙碌着急 天杀魔君独孤极灭 俨然也已突破 此时已是合体后期的修为 两眼赤红色杀气冲天而起 虽然同样不断地抵御着四面的攻击 但却显得游刃有余 看样子似乎还在考虑如何冲出阵法而去 至于罗浮宗人 现在都在天权深谷上面 与先且一步到达的廖千等人站成了一团 罗浮宗除了丁浩见过一面的浮云子以外 剩下的几人一个都不认识 但是看了一眼之后便发觉实力不凡 与廖千交手的乃是罗浮宗的一个二截散仙 不过看样子抵御廖千的攻击显得异常的吃力 廖千现在浑身杀气冲天 硬是成了一个火人一般 仿佛上次丁浩所见的三足金屋一般 他的周围已经被一片深红如血液一般的滔天火焰充斥 根本就看不出他现在的模样 罗浮宗杜杰中期的浮云子 现在正与红面聊陆广交手 两人都是度过一次天节的杜杰中期的高手 导师显得势均力敌 谁也不能奈何的了谁 与剑魔石锋寒交手 乃是一个合体中期的老者 这人身材矮小 手中却掌控着一把通体碧蓝色的扩剑 与他的矮小身躯配在一起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非常的不和谐 虽然看起来无比的吃力 但躲避之间扩剑摇摆不定 将下面沉浮的雾气吸入箭体 刹时会顿形消失 导让石锋寒一时无可奈何 丑猛周云夫妇包括恨第三人 对付一个貌美如花 看起来雍容华贵的妇人 那妇人也同样合体中期 以一抵三之下 老也站得有模有样 一时肩不落下风 若是不算突然赶到的丁浩 与冯奥天妇女 现在摸门这边虽然占据了上风 但却也没取得绝对的优势 第557章云海滔天 丁浩与冯欣然两人 来到了冯奥天的身旁 唯唯注视了一下四面 丁浩便开口问道 岳父怎的还不动手 有头看了丁浩一眼 冯奥天指了指下方7749把非箭不成的箭阵 出口道 我知道你对于各种阵法也有所研究 你可有破解下方箭阵的方法 丁浩一愣 凝视了下方一会儿 随后摇了摇头 开口道 这种箭阵我也不太了解 但我想只要将根本的7749把非箭剔除出去 此阵自解 点了点头 令狱魔君冯奥天开口道 不错 但是三面一山 中央箭盲纵横交错 除非穿越中央箭盲密集的区域 才有可能将阵法破去 三方的山峰下了磐石符 岩石山峰都是坚硬若铁 也不能打通山腹去破坏箭阵 确实有些难办 唯唯一笑 丁浩开口道 既然战时无法破阵 那就先行将罗浮宗的人诛杀 我看天杀魔宫的几人 应当还能在剑阵内支持个一时半刻 这个剑阵乃是以非剑与金石为阵眼 等那些金石的灵气全部退进 此阵自然也能解开 看样子 罗浮宗不过想要消耗天杀魔宫几人的真元 打算等阵法一涅捡便宜而已 丁浩这么一说 冯奥天便点头道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走吧 我们便将罗浮宗的这几人留下 看他们还如何捡便宜 话语一落 冯奥天身形如电 迅速地朝着争斗当中的几人飞去 丁浩看了一眼旁边的冯欣然 开口吩咐道 一见有敌人朝你冲来 立即即出绝沙魔阵 其他你什么都不要怪 冯欣然也知道这种争斗 他根本就插不上手 所以听见丁浩吩咐 便乖乖地点了点头 笑嘻嘻道 知道了 眼睛一扫 丁浩已经盯上了和陆广正在交战当中的浮云子身上 立天魔剑猛然落入手中 化为一道黑色闪电般 迅速地朝着浮云子飞去 陆前辈 我来助你 黑色电芒当中 徒弟传来了丁浩的大笑声 随着丁浩声音的响起 一道人影已经提剑朝着浮云子杀去 与浮云子争斗的势均力敌的红面辽陆广 一听到丁浩的叫喊声 微微露出一丝欢容 原本剑魔宫的绝技魔剑千叠显得更为犀利 只见以红面辽陆广为中心 千百把飞剑的影像 带着滚滚的灵力气息 快如流星闪电一般朝着浮云子射去 远远望去陆广就像一个开屏的孔雀一般 从满身溢出千百道飞剑 即使以丁浩的眼光 也只能看出千百把飞剑如同流星一般真实存在 硬是不知那把飞剑是真实的剑体 那些是飞剑通过剑芒演化而成 但是不管是真实的飞剑 还是剑芒演化而成 这千百把如孔雀开屏般的飞剑 都带着犀利森寒的气息 只要浮云子挨上一记 都不会好受 浮云子一剑陆广徒弟发飙 也是心中一颤 尤其是剑道丁浩神情宁丽 凶神一般的提剑而来 更是立即全身戒备 罗浮宗的云海滔天爵也同时从他的手中使出 只见下方屋外沉浮的雾气 随着他手中飞剑的一个剑爵的欲动 那些原本稀薄的雾气猛的凝聚在一起 从下方瞬间飞腾而上 将他完全照入其中 以他为中心周围食杖的空间 彻底的成了一片白茫茫的浓雾 根本就不看清里面到底有着什么 而且那些白茫茫的浓雾极具翻腾着 犹如海中凶猛的波涛一般 不断的将四面八方的雾气吸入其中 罗浮宗的云海滔天爵即使在没有雾气云彩存在的时候 也能够通过真元转化而成 不过这么以来将极大的损害自己的真元 但如果像现在一般 周围便有着浓浓的雾气存在 那只需一点真元 便能够借助于天地间的云气雾气 而形成独特的攻击 这次罗浮宗将剑阵布置在这么一个雾气沉浮的区域 更是能够将罗浮宗法觉的威力发挥到最大 看样子很是下了一番心血了 从陆广身上飞射而出的千百道飞剑 煞石便全部落入雾矮翻腾的云涌当中 几声叮当的声响发出之后 那些千百道飞剑咬无声息 随后一道电芒仿佛在雾气当中形成 煞石一闪而现 迅速地从云涌当中 落入了红面辽陆广的手中 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从正面提剑冲向云涌的叮号 身形如同玻璃破碎一般 凭空的快快消碎不见 反倒在云海后侧步远处 停留了另外一个神情冷烈的叮号 刚刚丁浩已久幽鬼魅觉的幻身变幻 让虚体前面引路 本体则是鬼鬼祟祟的落到浮云子的身后 丁浩本打算偷袭给浮云子一集 但最后看到在云海滔天绝之下 浮云子已经消失不见 反倒在他原本所在的区域 形成一片激荡的云彩 性性然的丁浩只能暂且停下 不敢贸然深入其中 红面辽陆广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面前的丁浩破碎不见 还当丁浩受了什么攻击 然后一见面前云海后面 丁浩神情冷烈地盯着身前的云海 立即翻了翻白眼 知道丁浩原本打着什么心思 不由暗骂臭小子果然没安好心 自己也是暗自警惕 看了面前的云涌一会 丁浩冰冷地笑了笑 开口道 导要看看你能躲到何时 话语一落 丁浩手中的逆天魔剑 猛地开始溢出了缕缕的黑气 犹如烽火狼烟燃起一般 滚滚浓烈的魔气 从逆天魔剑当中 煞时将丁浩浑身裹住 向着那极具翻腾的云涌飞去 诸神灭天绝第一世捆天溢出 魔气浓黑如墨 与罗浮宗的云海滔天绝形成的 白茫茫的雾气相比 刚好是一黑一白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触地 两股黑白之气终于相遇 伴随着吱吱的声响 竟然有屡屡电芒 从两者接触的区域发出 到了这个时候 修为的高下 立即成为了最为直接的反应 只见黑色魔气所过之处 吱吱的电芒闪耀着 将原本几具翻腾的滚滚云雾 硬是逼迫的不断的后腿收缩 一寸寸的慢慢的重新退了回来 原本诸神灭天绝 便是无疾魔宗不转之密 也只有宗主才有资格三言 虽然只是第一事而已 但以丁浩比浮云子更强一筹的实力使出 自然可以凭着蛮横的力道 将他死死的压制下去 不过那些白色云海虽然节节败退 从天前山谷的下方硬是继续涌入了更多的凝聚抵御 看样子一时半刻之间想要破去云海的防护 恐怕也不太容易 就在这个时候 红面聊陆广哈哈一声大笑 爽朗开口道 云海滔天绝果然了得 不过浮云子你也不必得意 我在家一把风吹吹 导要看看你还能抵御多久 话语一落 如孔雀开平一般 从陆广的身上再次形成了千百道飞舰 不过这次陆广并未将这些飞舰射出 反导是两手连连旋转着 操着这千百道飞舰成了一个椭圆形 更是缓缓地旋转起来 一开始千百道飞舰转动较慢 倒也并未开出什么 慢慢的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急 这千百道飞舰硬是形成了一个大风车一般的模样 呼呼的立风猛地从四面形成 从那椭圆形当中猛然吹出 向着前面的云海刮去 一时间立风笑笑 肆意的对面前的云海吹拂着 将那些凝聚而成的云涌 撕裂的四分五裂 云涌在两边的夹脊之下 终于由方圆十丈大小的区域 缓缓地收缩成五丈 而且还在两边的攻击之下 更为快捷地收紧 至于天前山谷下面的雾矮 到了这个时候凝聚的速度 已经远远赶不上两边的破坏的速度 最终一声爆喝声响起 浮云子的身形从那五丈大小的云涌当中 猛地冲天而起 只见百丈高空处 此时浮云子面色通红 细喘吁吁 看样子即使倚仗着四面的雾矮云气 比喻丁浩与陆广的联手攻击 还是吃不消 真元的损耗似乎颇大 毕竟陆广一人 便能够与他占个不上不下 加上实力更胜一筹的丁浩 若非仗着罗浮宗的云海滔天 觉得神奇和周围地势的优越 恐怕落败富商早已发生 喘息当中的浮云子 正打算看看下面两人的动静 徒弟心线警觉 猛地提剑转身 冷眼注视身后 不知何时起 明孝着的丁浩已经近在咫尺 更是毫不客气的开始出手攻击了 第558章脱皮骂街 浮云子全神戒备 两眼炯炯的一杀不敢离开丁浩的身躯 可即使如此 依然是无法把握住丁浩的踪迹 原来就在瞬间 明明只是一人的丁浩 树地幻化成了几道人影 九幽鬼魅诀从丁浩修炼至今 到现在总算是大成 能够发挥出九葛虚身了 九葛丁浩出现之后 从四面八方朝着浮云子围来 先不谈今天的杀气涌来 光是这种一涌而上的气势 就将浮云子吓了一跳 浮云子自然知晓飞略而来的九人 只有一个才是丁浩的本体 其他八葛虚像根本就不足为惧 可知道归知道 眼睁睁地看着九葛丁浩杀来 硬是分辨不出葛真假 无奈之下 浮云子只好使用最为愚笨的方法 他手中的飞剑一抖 仿佛云彩在剑体内流动一般 朗朗乾坤下 几朵飘浮不定的云朵 受着剑决的牵引 硬是呼呼地飘来 朝着四面飞射而来的九葛丁浩砸来 感觉到那些云彩的异动 丁浩也不觉心中一惊 按道这罗浮宗的功法的确是有些鬼门道 不过刚刚丁浩看到红面辽陆广破解云海滔天绝的方式后 心中也涂地明雾 知道以大风席卷云彩 乃是睿智的破解之道 因此此时一剑几朵云彩飘来 也不再使用诸神灭天绝蛮干 同样手中逆天魔剑飞舞 灵力的刚风树地狂飙而起 将那些漂浮而下的云朵迪当一空 到了这时 丁浩因着本体出手 也将真假幻象曝露出来 浮云子这时看到丁浩的本体破去云朵之后 不退反镜 手中的飞剑凝聚成体链一般的光芒 直朝着丁浩射来 冷恒一声 丁浩逆天魔剑脱手而出 带着一团耀眼的夺目寒光 树地便迎向了浮云子 而空手的身体却在原地凭空消失 连一点气息的波动都未留下 这个时候的浮云子 虽然明知是有蹊跷 消失的丁浩肯定暗中偷袭 但现在逆天魔剑已经迎来 也只能先行一拼 匹炼荧光的飞剑与逆天魔剑一碰的时候 浮云子心中立即暗呼了一声不对 原本一剑斩下之后 没有任何的金属撞击的声音发出 反倒是犹如披在空楚一般 凝目似望之后 才发觉那把飞掠而来的逆天魔剑 也不过是影子一个 心中大惊的时候 身后一股撕裂苍穹的气息猛低涌入 想都没想 手中的飞剑没有停顿 立即往后面迎去 一剑脆绿色的薄甲也猛然显现全身 哐当这次倒是发出了一声金属护疾的声音 不过伴随着撞击声的 乃是浮云子猎切的身形与右臂的鲜血淋漓 呛亮着不由自主的往前飞奔了几步 在浮云子的面前 出现了一块金银如镜剑般的冰块 看着冰块里面反映的丁浩凝笑的影子 浮云子立即知道刚刚显现的逆天魔剑的影子 便是因为这冰块倒影而成 此时浮云子手臂经脉爆裂几根 虽然暂时用真元抑制了鲜血的涌出 不过又必注定无法再次欲动剑绝 眼见深厚的丁浩凝笑而来 不远处的红面撩路广也同样急速赶来 浮云子一声长笑 朝着下面七七四十九把飞剑不成的阵法飞速掠去 就在浮云子一声长笑响起后 仍然在与魔门这边交战的罗浮宗的一帮人马 全部弃下了手中的对手 也与浮云子一般 纷纷落入左侧一个武装大小的区域 罗浮宗的一帮人马落下之后 不知使用了什么手段 那片区域纵横交错的剑芒 全部消失不见 四十九把飞剑似乎硬是把那块区域当成了景区 虽然还在肆虐的攻击着当中的一片空间 但唯独那一片区域漏了过去 刚刚还在激烈争斗的魔门众人 一剑徒弟发上了这么一番场景 都是恶然愣在当场 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众人还在诧异的时候 那炼狱魔宗的廖千徒弟破口大骂起来 妈的 打不过就逃 有种别钻进那狗窝 出来继续站啊 廖千一边骂着 一边从上空直往那片罗浮宗人所在的区域猛扑浓潭 一点都不像一个修为有成的绝顶高手 反倒和最为无赖的泼皮一般 不过他口中的吐出的浓潭 却硬是带着风雷之势 端帝是是若流星又快又狠 就是还没落到那块区域 便被上面剑阵扫荡的匿急剑芒给轰的湮灭 虽然易口口的浓潭 并未对罗浮宗的那几人造成损耗 可这种侮辱却让里面的一帮自诩为先锋道骨的高手弄得脸色苍白铁青 尤其是夹杂在其中的那个端庄高贵的美艳妇人 更是气得浑身瑟瑟发抖 指着廖千想要说些什么 但却硬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语 丁浩对于廖千的作风感觉到极为的诧异 不过显然丁浩还是低估了廖千的厉害 眼见那个美艳的妇人指着自己 廖千节节一声怪笑 开口道 小婊子 浪蹄子 指着老子做什么 有种上来啊 让老子陪你好好耍耍 接下来一番不堪入耳的辱骂 烟花爆竹一般从廖千的口中喷出 就这一会的功夫 从廖千的口中 说的那个美艳的妇人似乎人尽可夫 与站在哪儿所有的罗浮宗的高手都有染一般 浮云慈等人气的差点不顾一切的再次冲杀上来 尤其是那个被骂的体无万夫的美艳妇人 不知是刚刚受伤的缘故 还是承受能力不佳 硬是在众人的面前 眼睁睁的昏了过去 摩门这边众人也都是目瞪口呆 刚刚一番大战位将盗门众人放倒一个 就凭着廖千的一番三言两语 便硬是将一个合体中期的高手气昏过去 这种事情倒是让众人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好 就连一向泼辣刁蛮的冯欣然 在廖千这番激扬的话语当中 都是羞得满脸通红 呸了一声便远远的逃开了 直到那个罗浮宗的美艳妇人晕倒之后 廖千才住嘴哈哈大笑着 洋洋得意的来到冯奥天与丁浩站立的区域 斜了旁边面色古怪的丁浩与冯奥天一样 廖千撇了撇嘴得意道怎样 老子厉害吧冯奥天干巴巴的咳了两声 脸色犹如被踩扁了的癞蛤蟆 有一下没一下的点着头 至于丁浩也是干笑了几声 一本正经出口赞道 廖老果然了得佩服佩服 走到丁浩的身边 大力的拍了拍丁浩的肩膀 廖千得意的哈哈直笑 一点不觉羞耻 洋洋得意道那是自然 老子年轻的时候嘴皮子功夫可比一身修为更为了得 老子看你对眼你想不想学 啊小子天资愚钝 恐怕难以发挥廖老嘴功万分之一二啊 丁浩哭笑不得 看了看冯奥天的眼色 只能奉承道 廖千结结一声怪笑 还打算说些什么的时候 旁边的冯奥天赶紧出口问道 廖老你看这见证可如何破解 我们总不能这么耗着吧 此话一出 廖千抠了抠鼻子 然后猛地打了个喷嚏 一副心满意足极度舒爽的样子 看到远远走来的冯欣然 笑呵呵道 这个老子心情一好 就鼻子痒容易打喷嚏 说到这儿 廖千又看了看下面的剑阵 若无其事道 这是罗浮宗的九曲八弯流云剑阵 此阵一出 不等四十九把飞剑与金石的灵气耗尽 根本就不会停止下来 若要破阵只有深入其中 就连罗浮宗自己人 也同样不能在其中任意遨游 只能在那左侧的一个区域停留而不受攻击 否则天杀魔宫的几个家伙早已死光光了 听廖千这么一说 众人都被勾起了兴趣 逢奥天愣了愣 开口道 廖老对于这九曲八弯流云剑阵这么清楚 定然知晓破阵方法了 既然如此 我们便下去把此阵破去 将天杀魔宫的通道救出 恨地到了这儿 看到天杀魔宫的几人无恙后 已经安定了许多 现在这么一说 更是面露喜色 朝着廖千便是一百 开口道 还请廖前辈快些出手解救我们天杀魔宫 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 廖千听了这些话 两手一摊 摇头道 我可不知如何破阵 这些都是我老伴告诉我的 要不然我何必浪费口舌一顿臭骂 早下去杀这帮鸟毛了 他这么一说 众人都是露出失望的神色 暗自叹息一声 只有丁浩神情淡然 徒弟出口道 我进去试试吧 第559章身陷其中 几人听丁浩这么一说 两眼立即投射到了丁浩的身上 逢奥天看了看丁浩 疑惑开口道 你刚刚不是说不知该如何破阵的吗 点了点头 丁浩笑着说道 我从外面自然是看不出什么 廖老也说了只有深入其中 或许才能找到破阵的方法 最不计也是陷入其中 等那些非见晶石的灵气耗尽 此阵自然解除 我想我定然能够支持到那一刻 冯欣然对于丁浩的信任 已经到了几乎盲目崇拜的地步 听丁浩这么一说 笑嘻嘻道 那你就快些下去 把这破阵给弄掉吧 朝着冯欣然唯唯一笑 丁浩抬头看了看练狱魔君冯奥天 只见冯奥天略为思绪了一番 展颜笑道 你去试试也好 对于你的实力 我还是相信的 廖千面露一色 惊诧地望着丁浩点了点头 随后便结结一阵怪笑 道 小子有种 不愧和老子一样是能够取 练狱魔宗女子的人物 丁浩听他这么一说 又是哭笑不得 实在不知他是赞扬自己 还是自吹自擂 眼见众人都没有意义 丁浩两眼异异的 从上面朝下方看了一会 最终纵身一跃 往下面七七四十九把飞剑组成的剑阵落去 刚刚因着罗浮宗的浮云子 不断地聚集云雾应战 下面原本就不太密集的雾气 变得更为稀薄 因此丁浩这一飞落而下 众人都是看到清清楚楚 就连那左侧罗浮宗几人的惊诧脸庞 也同样是表现得明明白白 依着丁浩的意思来看 破阵的方式其实极为简单 这四十九剑才是剑阵的核心 只要将这四十九把飞剑摧毁 这剑阵自然立刻解除 正是如此 飞落而下的丁浩 乃是看紧了一块山崖五把飞剑所在的区域 往那边极为接近之后 才飞身落下 不过还没等丁浩靠近 便觉心中不好 一股翻脚的大力涌来 以丁浩的修为竟然都压抑不住 煞时便吸入剑芒纵横的区域当中 一入其中 心中的感觉更为古怪 只觉自己仿佛深陷在泥沼当中一般 而且这种泥沼似乎还是一个巨大的漩涡 一股股的拉扯大力不断的扭动着自己的身躯 仿佛千百双无形的小手 硬是抓着自己一般 原本静在咫尺的五把飞剑 只要一击便能破坏 可是真缘问乱不堪 却硬是使不出力气 就这么硬生生的被无形的大力拉扯着 眼睁睁的离那五把飞剑越来越远 反倒和天杀魔宫的几人越靠越近了 刚刚离那五把飞剑近在咫尺的时候 丁浩真缘问乱 只要有几道剑芒扫来 立即便会中招 可奇怪的却没有任何一把飞剑袭来 但随着离那儿越来越远 浑身的真缘才从错乱当中又恢复了平稳正常 可就在这个时候 漫天的剑芒也如浪涛袭案一般蜂涌而至 五颜六色的剑芒 嗖嗖的带着撕破天穷的灵力 肆意的四处乱射 一煞肩便有十几道指朝着丁浩袭来 好在这个时候 丁浩浑身的真缘算是恢复了正常 心神移动后 一个深黑如墨的刚照即出 逆天魔剑飞扬而起 将那些洗面而来的剑芒尽数破解 这么一来 丁浩一时间陷入僵局 四面八方的剑芒如连绵不绝的僵水 一波波的不断的冲击着身在其中的丁浩 仿佛无穷无尽一般让人穷欲应付 就这么渐渐的 丁浩一步步的来到了天沙魔君独孤即灭的身旁 独孤即灭还是老样子 两眼之内闪耀着凶残狠绝的寒光 浑身虽杀气内敛 但无论如何韬光养晦也无法压抑得住 看到丁浩接近自己 独孤即灭面露一色 不由出声道 想不到时隔多年 丁小哥已经成了一方霸主 人生的境遇之奇妙 莫过于此啊 听独孤即灭这么一说 丁浩哑然失笑 摇头道 独孤前辈可有破阵的方法 一直待在这儿也不是办法啊 雄伟的身躯一个踏步 四面袭来的剑芒啪啪连连爆裂 独孤即灭从容的来到丁浩的身旁 环顾四面道 正法方面我也不太擅长 现在穷于应付 只等他飞剑灵气好境 自然便能解除 原本我们还担心到时 会被罗浮宗趁着真元损耗巨大暗散 现在既然你们已经到了 自然也没这方面的担忧了 所以迫不破阵其实并无关系 听他这么一说 丁浩心中略意私负似乎也的确如此 但一细想又觉得不妥 若是这样的话 以罗浮宗的等人的眼光 应该不会看不出如此近况 明知道占不上便宜 应当一开始看到廖迁等人到来 就离开远离这个是非之地才对 何苦还留在这儿 等丁浩将自己心中的疑惑说出之后 独孤即灭点头道 这点我也想过 不过一时之间也不甚明白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罗浮宗玩什么花样我们便拭目以待吧 默然点了点头 丁浩想到自己刚陷入阵法的异样 不由的向独孤即灭述说了一番 询问为何产生如此异状 不过还没等独孤即灭开口 那七杀真人恨苍生杀的一下落在了身旁 阴沉沉道 这阵法你越是往外围靠近 受到的吸扯力越大 浑身的真源也紊乱不堪 一身的修为便无法使用 不过靠近外围之后 附近飞剑的灵气全部用来吸附与混乱你的真源 自然便没有闲暇的时间再行射出飞剑伤你 不 丁浩一愣 然后嘿嘿一笑 开口道 也就是说靠近外围 一身的真源便无法使用 若要靠近外面 只能屏障自己本身的力道了 七杀真人恨苍生英智的面孔诧异的忘了忘丁浩 开口道 不错 不过你高兴什么 我能感觉你小子实力现在图飞猛进 连我都看不出你真正的实力如何 但是修真者哥哥都是练气仕途成仙成魔 没了一身的真源还能顶葛屁用 这话一出 丁浩只是微笑不语 天杀魔君独孤即灭却是悚然动容 不可思议的忘了忘丁浩 又看了看七杀真人恨苍生 吞吞吐吐道 真人 他实力竟如此了得 面色一正 七杀真人恨苍生有些尖色的点了点头 肯定道 不错 话语一落 七杀真人 七杀真人面色一变 低声骂了一句 瞬间又从两人的面前消失不见 下一刻 丁浩便看到他出现在恨天的面前 出手帮助恨地抵御周围的剑王的攻击 看那恨天萎靡不振的样子 这么长时间被剑王的冲击 浑身的真源已经损耗的厉害 如果不是其中有着七杀真人的照应 恐怕早已抵御不住 被满空的剑王射成了烂柿子了 七杀真人恨苍生虽走 可天杀魔君独孤即灭惊骇的双眼 还依然在丁浩的身上游来游去 一边扫视着丁浩 还一边惊呼道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啊 黑黑一笑 丁浩淡然自若 然后两眼环顾四周 看到西侧有两把飞剑 靠得最为稀松 不由心中移动 便挪动着身子 缓缓地往那个方向移动 烂天的飞剑依然无穷无尽一般涌来 丁浩每走一步便要抵御周边促使道剑王的飞射 刚刚走了几步 徒弟灵光一线 总觉得这种场景似曾遇到过 脑子一响后 不由心中移动 微微一笑 又掌手清楚 一个金光闪耀的铜镜缓缓地溢出 原本巴掌大小的阴阳宝镜 随着丁浩的心意猛地变大 煞石成了五六丈大小 悬浮在丁浩的身旁连连晃动 一团璀璨的黄芒闪耀 阴阳宝镜的镜面涂地成青如湖水 几道向着丁浩飞射而来的剑王 被丁浩操纵着阴阳宝镜迎上 因是全部落入了阴阳宝镜当中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那些剑王射入镜面之后 阴阳宝镜毫发无伤 只是镜子闪过一道水纹般的淡淡光线 随后只是一股更为凌厉的剑王 猛地从阴阳宝镜里面溢出 折射着涌入满空的剑王当中 一阵霹雳啪啦的爆破声 在丁浩的耳边连连响起 明目一看才发觉 从阴阳宝镜内射出的那道剑王 连连冲破了虚空促十道剑王 带着他们一同爆裂开来 一见如此一变发上 上空的冯傲天羽陷入阵法内的天沙魔宫 众人都是面露亚然之色 而罗浮宗几人则是面有惊惧 一声不断地交谈着什么 丁浩则是哈哈一声大笑 扬声道 看来这阵法也并不难破嘛 第560章还施笔身 就在丁浩话语一落之际 又有数十道的剑王肆虐而来 不过有了刚刚阴阳宝镜的一次变化后 现在丁浩却是心中大定 按照丁浩原本的打算 只是想要屏障着自己身体的强横 纯粹以肉身的强硬 来生生闯到刚刚自己所见的目标处 先把那边的两把奚落的飞剑破去 然后以那边为中心 渐渐地将整个剑阵破去 七杀真人恨苍生虽然并未说错什么 普通修真者并不注重肉身的修炼 可旁人并不代表丁浩 丁浩本身因无极魔宫特殊的吞噬作用 对于修炼者的肉身修炼便异常的重视 后来又修炼了百变门的断体术 更是在百变门的圣地 经过了一番体魄的极度锻造 丁浩肉身的强大恐怕在目前的修真界 当真没几人能够抗衡的了 刚刚一入其中 之所以连连暴退 乃是因为一方面猝不及防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自己 根本就不知这阵法的奥妙 一直都是以浑身的真元带动全身 最终因着真元的问乱 反倒是身受其害 束手束脚的不能发挥出 自己肉身的强横优势 丁浩对于自己的体魄有着绝对的自信 相信仅凭着肉身的变态强横 便能够破掉这个阵法 不过脑海灵机一动之后 才想到阴阳宝静的妙用 于是用来一试 倒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静然奏效 肉身的强横对于自己来说 乃是绝对出乎旁人意料之外的优势 这一点既然能够不曝露出来 自然是最好不过 所以一见阴阳宝静起了妙用 丁浩立即停止了前进的步伐 反倒是又往天杀魔宫那边靠去 虽然现在还无法对于阴阳宝静了解透彻 但丁浩却已经可以熟练使用 只见丁浩一边往剑芒最为密集的天杀魔宫那边聚集 一边用心神操纵阴阳宝静 将那几丈大的阴阳宝静 舞动的连连晃荡 原本应当射向丁浩的满空剑芒 在阴阳宝静的转动之间 尽数被他炼入镜面之内 随后一道道更为灵力强盛的剑芒 又从阴阳宝静内射出 将天杀魔宫这边周围的剑芒全部绞碎 突然之间 天杀魔宫这边因着阴阳宝静的长兄 所面对的剑芒压力骤然松了一半 让那忙碌四处抵御的七杀真人恨苍生都松了一口气 而天杀魔君独孤极灭更是两眼光芒闪耀 看着不断飘荡在丁浩的身旁 发出耀眼光芒的阴阳宝静 诧异无比道这是什么法宝 竟然如此了得 丁浩微微一笑淡淡道阴阳宝静 这么一说七杀真人恨苍生阴沉的点了点头 道好一个阴阳宝静 上次火焰山一行 好处全让你小子一人给占尽了 黑黑怪笑一声丁浩道 哪里哪里在下福运身后确实占了一点便宜 不过和你们天杀魔公的财大气粗相比 还是远远不及啊 话语一落之际 丁浩不等两人开口 真人涌入阴阳宝静当中 将原本只有五丈大小的阴阳宝静的体型 硬是在变大一倍 四面八方的射来的剑芒 在这个庞大的镜面收敛之下 一道道全部涌入了镜面之中 独孤即灭几人眼见如此一变 知道丁浩定然有着大动作 因此全部将注意力放在了突然变化的阴阳宝静之上 一时间导师并没继续问其他什么话语 练入了近百道剑芒的阴阳宝静 一个刁钻角度的变化 镜面倾斜之后 一道熊腰粗壮的七彩剑芒 犹如怒龙升天一般 只朝着那左侧方位 还在指指点点的罗浮踪迹人射去 刚刚丁浩一直操纵着阴阳宝静 不断地搅碎周围的剑芒 便是要试试宝静的准性 当丁浩完全可以熟练使用之后 立即便毫不犹豫地将攻击的目标 对上了那几个安然无恙指指点点的罗浮踪人 粗壮的剑芒术已出现 上面的冯欣然便雀跃的咯咯叫嚷着好看 廖谦也是一声喜喝端地了的 冯傲天时风寒包括陆广七杀真人很苍生 一件阴阳宝静还有此妙用 都是心中复杂 暗暗嫉妒丁浩这小子上次在火焰山的时候 从自己等人的手中讨了便宜 说不定当初自己聪明点 这威力无穷的阴阳宝静指不定就落在自己的手中了 长龙一般的粗壮剑芒袭来 刚刚还从容不迫的罗浮踪众人 都是面色一荒 赶紧手忙脚乱地抵御起来 那个罗浮踪的二截伞仙与浮云子两人 站立在最前方 手中法觉变动 将天欠深谷内残留的雾气全部凝聚起来 组成了一片浓的化不开的雾气 向着袭来的粗壮剑芒迎去 突然一声暴响 漫天的雾气飘飞不见 那阴阳宝静内发出的五颜六色的粗大剑芒也消失不见 浮云子两人猎切地推了两步 那个二截伞仙倒好些 只是微微喘息了一下 浮云子则是膝盖一弯 差点失态倒下 一声狂笑从丁浩的口中发出 丁浩连呼了三声妙妙妙 妙妙 丁浩还真的没想到 阴阳宝静吸收了四面舌来的剑芒之后 据成衣鼓射出 竟然能够达到如此大的威力 最妙的是自己不需耗费一丝一毫的真元 而罗浮宗的几人也无法改变阵法内剑芒的走势 只能被动的抵倒 辛辛苦苦耗费了七七四十九把非剑与大量金石的剑阵 到现在反倒成了丁浩手中的凶器 还用来对付起来自己 这种郁闷憋屈 只把罗浮宗的几人气得快要吐血 到了这个时候 无论是上面的炼狱魔宗的冯奥天等人 还是深陷阵法内的天杀魔宫的独孤即灭等人 都知道这阵法在丁浩的手中 已经不会再有任何的作用 反倒成了制约罗浮宗的凶器 果然 丁浩自得满满哈哈大笑着 嘲讽道 各位不要着急 这才是第一步而已 只要非剑金石的灵气不好劲 你们便继续应对吧 话语一落 那十丈大小的巨大的阴阳宝镜 在此一个旋转 将虚空当中射来的百道剑芒链入镜面当中 随后依然是摆放到刚刚的那个角度 又是一条五颜六色的巨龙从阴阳宝镜内窜出 咆哮着向那浮云子几人冲去 如果说刚刚还是金剧的话 那现在几人的面容已经是面如死灰了 罗浮宗几人眼见又是一道巨大的剑芒 带着毁灭天地的气息涌来 互相看了一眼之后 溃然叹息一声 全部腾空而起 向着上空飞掠而去 一见这几人终于弃阵而逃 再也不守着那乌龟壳般大小的一块地方防御 丁浩哈哈大笑 讥讽道 怎的不继续挡着了 如此见阵这么了得 竟然成了在下手中的凶器 当真是出人意料啊 此话一出 我们众人都是轰然大笑 其中笑得最为大声的当事冯欣然与廖千两人 身在上空的冯奥天等人 早已在上面守着 一见罗浮宗的几人飞掠而去 全部起身迎上 不过两边实力相差不大 再加上丁浩又深陷其中 罗浮宗之人一心逃跑 这几人倒也阻碍不住 只能远远的朝着西方追击而去 到这个时候 上空便只剩下了冯欣然一人 还在笑嘻嘻的看着丁浩 雀跃的大呼小叫着 让丁浩用阴阳宝镜 快些将四面的剑阵破去 哈哈一笑 丁浩眼见冯奥天等人 追击着罗浮宗的众人已经消失不见 而且天杀魔宫的几人 虽然已经压力大减 还在耗费着真元抵御着一两道漏掉的剑芒 便欲动着阴阳宝镜 吸收了几道剑芒之后 猛逼朝着最近的一把飞剑射去 通隆隆一声暴响 那把飞剑连同周边的金石 全部暴碎看来 这剑阵说来也奇怪 如果不屏障阴阳宝镜 众人的剑芒一发出周边武藏范围 便石沉大海一般无声无息 似乎也只有从那些飞剑内射出的剑芒 才能不受任何的阻碍 否则以独孤及灭与恨苍生的修为 恐怕所有的飞剑都已经被破去了 一旦找到了正确的方法 这九曲八弯流云剑阵的破解便易如反掌 随着一声接一声的爆响发出 七七四十九把飞剑 在被破去一半的时候 整个九曲八弯流云剑阵造成的奇妙区域便完全消失不见 剩下的那些飞剑金石 则是被冰号毫不客气的收入储物戒指当中 虽然这些飞剑品质只是一般 但是二十几把飞剑也是异常的可观 导致让丁浩也算不大不小的发了笔小财 第五百六十一张坦底经变 九曲八弯流云剑阵一被破去 天杀魔宫的众人都是深吸了一口大气 除了天杀魔君独孤即灭与七杀真人恨苍生气喘吁吁有有余力外 其他两人看样子已经累得虚脱 搭拉着脸皮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 冯欣然瑟的一下便落到了丁浩的身旁 喜滋滋的望着丁浩探手道弄几把飞剑给我玩玩 嘻嘻 微微一笑丁浩随意取出了五把刚得到的飞剑扔给冯欣然 扭头看了独孤即灭与恨苍生一眼 开口道两位前辈是否先且返回炼狱魔宗闭关挑戏一番 摇了摇头天杀魔君独孤即灭两眼胸光耀耀 道本宫上有余力还是去前面看看吧 七杀真人恨苍生没有二话 只以行动做了回答 马赶一般的身躯一收一缩 瞬间便朝着刚刚逢奥天等人离开的方向窜去 一见七杀真人恨苍生 先行一步离开 独孤即灭对着身旁的恨天两人道 你们真元损耗巨大 无意一起前去 先且隐秘踪迹 在附近找一出咬无人烟的地狱将真元恢复 然后再上断魂山去 恨天两人自然知道自身的状况 现在要是过去 不但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还反倒是累赘一个 现在真元损耗巨大 不立即恢复过来 对于自身的修为也有害处 所以没有任何犹豫的便点头顿走 安排完了门下两个长老的去路 独孤即灭扫了丁号一眼 道我们也去前方看看 这次罗浮宗到底搞什么名堂吧 恩了一声 丁号挽起冯欣然 欲动一天魔剑 向着刚刚炼狱魔君等人消失的方向飞掠而去 半想 丁号等人在一个水潭的上空 看到了剑拔弩张的对持着的两方人 其中除了刚刚离开的罗浮宗一帮人外 还看到了中途见过一面的赤城宗的几个高手 另外一边 炼狱魔君冯奥天等人一字排开 加上刚刚赶到的丁号与天山魔君独孤即灭 按理来说倒是魔门这边占据上风 不过独孤即灭与恨苍生两人真缘损害剧烈 若是真葛站起来 恐怕实力要大打折扣 从罗浮宗多了一个风姿潇洒的英俊中年人上 丁号心中略意私负 便料到这人或许也是同恨地一般 乃是请援军去了 难怪刚刚罗浮宗等人会有恃无恐了 看样子屏障的便是这行人了 只是出乎丁号意料之外 为何那赤城宗也会在附件 上次赤城宗与剑魔公等人相遇而战 据剑魔时封寒猜测只是偶然相遇 倒非赤城宗刻意而为 这才没多久的功夫 没想到赤城宗竟又摸到这耳 倒让丁号感觉有些古怪了 丁号看着两边互相注视 却都有所顾忌只是小心防备着 于是带着冯兴然走到了 炼狱魔君冯奥天的身旁 低声问道怎么回事 看是丁号发问 炼狱魔君冯奥天扫视了他一眼 便开口道我们追到这儿的时候 便发觉赤城宗的一行人 都在水潭上面站着 似乎都注视着水潭 不知道搞什么把戏 等罗浮宗几人赶到之后 他们倒是并没立即动手 我看他们眼神硕硕的不断注视着水潭 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便没有贸然攻击 唯恐在像天杀魔公一般 陷入了他们的阵法当中 听炼狱魔君冯奥天这么一说 丁号仔细观察道门众人 还真的发觉这些人 有意无意的老是对着水潭 漂来漂去 的确是有些可疑 天杀魔公独孤即灭与七杀真人很苍生 到了这儿后 与冯奥天点头示意之后 当即便服下一粒丹药 在虚空悬浮着恢复真元 对于周围的情况视而不见 以求短时间能恢复多少实力算多少 池峰寒与陆广两人 也是面带疑惑的看着下面的水潭 同样不敢轻举妄动 大料千皱着眉头 两个眼睛似乎星辰光芒闪耀一般 低头看着下面的水潭一副默然的表情 心中一动 丁号也不多说什么 神是煞时放开 落入了水潭当中 触地 丁号心中吓了一跳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水潭 竟然有着好几股神念在不断地游走 其中有料千的一股神念 还有对面的那罗浮宗二节散仙的一缕神念 除此之外 似乎还有一股赤城宗的散仙的神士 三股神念互不往来 一副井水不犯河水的样子 都只是在水潭底部摇曳着 窥探着潭底的状况 丁号神是只是转了一圈之后 便将两百张大小的潭底游览了一圈 整个水潭最底部 当中一片两张大小的区域异常的奇妙 丁号的神念由探到哪儿以后 硬是无法穿越 看不清楚里面到底有着什么东西 感觉犹如梦中景象一般模模糊糊 就在那不大的区域 除了丁号的神念之外 另外三股神念也是不断地游动着 似乎想要弄清楚哪儿到底有着什么 可是这三股神念虽然比丁号的强大一些 依然是没有作用 很快的 廖千的神念先行放弃 丁号眼见无能为力也同样收神入体 就在离开之时 丁号感觉到罗浮宗的那个二节散现的神念同样收回 感觉到有人窥探 丁号扭过头去 看到廖千用不可思议的目光望着自己 不由的露耻微微一笑 自己既然能够感觉到廖千的神势 以廖千这方面比自己高出一节的境界 理所当然也同样发掘了自己的状况 神是离体原本乃是散现散魔砖有的奇功 一般人根本无法领悟与修炼 廖千怎么也没想到 丁号竟然能够掌握这种功法 而且看样子修炼的时日还不浅 古怪之急的摇了摇头 廖千按道这小子浑身神秘秘 果然有些手段 难怪无极魔宗能够这么快从魔门崛起 渐渐的已经有了到魔六宗的实力 赤城宗的那个散现在坛底做什么 丁号微微一笑之后 开口对着廖千问道 刚刚四股神念当中 有着赤城宗散现的气息 只是那个散现并不在对面悬浮着 丁号清楚的知道那人就在坛底 不过并不能感应到他确切的位置与目的 所以便开口询问廖千 廖千翻了翻白眼 摇头道 你问我 我问谁去 反正他在坛底肯定不会干什么好事 你还别说 这水坛当真有些鬼门道 他这么一说 丁号也是表示同意 越发不敢贸然行动了 只是谨慎地注视着对面的道门众人 心中一时急剧地思考着 冯奥天对于廖千与丁号的莫名对话 感觉到微微有些奇怪 忘了忘那了千 随后扭过头来 沉吟了一下对丁号道 怎么回事 耸了耸肩旁 丁号笑了笑 道 我也不知怎么回事 反正坛底有古怪就是 冯奥天笑骂一声 开口道 臭小子 这还用你说 老早便看到这坛底有些不对劲了 要不然依着我们这边的实力 与对面又势均力敌 不到最好的关头自然不会硬拼下去 按照正常的情形 这两宗之人 现在早已应该远远离开才对 又怎会还留在这儿 嘿嘿一笑 丁号开口道 我真不知什么状况 你要问便问廖前辈吧 或许他能知晓一点也说不定 丁号说着说着 徒弟面色俱变 抱贺一声道 或许我知道什么原因了 他妈的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廖千也是悍然变色 神情猙獰道 跟我来 赶紧下坛底 将那的老怪物先毁了再说 否则日后定然是一大祸害 话语一落 廖千与丁号两人 赶紧往水坛底波落去 一副心急如焚杀气冲天的样子 逢奥天等人数地愣住了 但是一听两人大吃一惊 然后不顾一切的便要飞掠坛底 知道形势肯定是无比的危机 于是互相看了一眼 想也没想的便同时向水坛内冲去 盗门那边 一见丁号与料签开始行动开来 也同样一点都不敢怠慢 护士一眼之后 全部取出手中的法宝 开始着手拦截某门几人的下坛 原来就在刚刚一瞬间 丁号猛地感觉到那坛底 溢出了一丝颇为熟悉的气息 那种气息便是上次在海皇宗底部的时候 面对那些刚刚穿越屏障先魔两界的人物的强横无比的气息 这种强大的神念即使是已经损耗了十之八九 那种压迫感依然无法忘却 不趁着他没有找到寄宿体的时候 先行把他毁掉日后定然成为最为难缠的对手 第562章坛底一战 一时间在水坛的上空一波波的交集轰暴声此起彼伏 这些人都是西大陆最为顶峰的人物 各个修为都是不凡 一方乃是为了强行冲入坛底 将下面那仙界来人的神念彻底摧毁 以防留下后患 另外一方 历经万苦才到达此地 就是为了护住那旅神念离开 已被在后面的争斗当中占至上风 自然也同样不甘功亏一愧 只见原本晴朗无垠的天空 不知是受着众人的影响还是天气奏变 突然 黑压压的乌云 一道道闪电犹如龙蛇游走 在众人的上空徘徊浮动 一根根簇杖的水柱 从水潭内涂涂涂的升起 又在纵横的剑芒 与法宝的光芒照耀下土崩瓦解 周围的天地灵气 因着里面散仙散磨的交战 急剧的往这而汇聚 带动着百兽急奔 仙草枯黄 一波波的立笑声 如夜宵提名一般刺耳 整个水潭上空 因着众人的交战 都煞时拼尽了全力 而显得的地狱有些紧迫 促使道人引在闪电中嗖嗖的游走 仿佛一个个鬼魅般训捷 丁浩树一飞出 那罗浮宗的浮云子便直朝着自己冲来 或许是因为已经调习了一会 浮云子的实力有所恢复 现在面色显得也不太苍白了 刚刚在丁浩的手中连连吃憋 以这种心高气傲的老怪物 自然是不甘受入 怎么也要对丁浩以牙还牙 报仇血恨了 那七杀真人恨苍生 与浮云子虽有着解不开的大恨 不过恨苍生也是心中有数 知道自己真人损耗太过巨大 若是真格与浮云子站起来 恐怕凶多吉少 一见浮云子竟然先行找上了丁浩 狠狠地瞪了他两眼之后 便另外寻了一个对手 这次在行交锋 丁浩的目的自然不是打算与浮云子死战 最重要的还是避过浮云子 到那坛底将那个仙界的来客的神念彻底摧毁 刚刚丁浩神游坛底的时候 便感觉到里面有着赤城宗那个散现存在 中央一块连自己的神念都无法穿透的区域 定然是那个仙界来者的神念所在 按照丁浩的猜测来看 这屡神念定然不是盗门三宗的前辈 反倒是另外两个不知名的来者 或许是现在他们所在的门派已经没落或是殒灭 便只能选择此地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赤城宗的那个散现可能正与下面的那个仙界来客沟通 打算将他远离此地 帮阻到门三宗对付魔门这边 一想到将来或许要多一个强横的对手 丁浩自然心急如焚 卯足了净出手 一开始便是两手紫红魔燕宝出 一紫一红两道手臂粗细的蛟龙 从他左右手溢出以后 便迅速地搅缠在一起 凶残地向着浮云子轰去 手提逆天魔剑 丁浩身形犹如半空中的闪电 在乌云压顶之下 在虚空当中竖影竖线 但方向至始至终都不离浮云子左右 魔剑上面煞起冲天席地 滚滚的黑气里面似乎有着无数的冤魂在哭泣 浮云子刚刚已经与丁浩交过手 自然知道丁浩看似年轻 其实难缠之极 若非一口恶气实在难以咽下 浮云子怎么都不会选择丁浩这个对手 眼见一条长龙 带着惊人的凶器扑来 龙身尚未接近 极寒极热的气息却扑面而来 不有的心中一惊 捏着剑绝 手中飞剑往下方的水潭滑了一条直线 哗啦一声巨响 下面一块簇十丈的水面 仿佛面纱一般被掀起 疼得一下便飞起了一个四方形的十丈水墓 这个时候 丁浩子红魔艳角缠而成的蛟龙 也正好钻了过来 碰的一声 水墓树地瓦解 蛟龙去世只被阻碍了一下 然后继续朝着浮云子冲去 面色微微一变 浮云子冷恒一声 再次捏了一个箭绝 只见天空当中的滚滚乌云 仿佛受着它箭绝的牵引 瞬间同样的凝结成一条乌黑色云龙 恶狠狠地朝着紫红魔艳化成的蛟龙撕咬而去 云海滔天绝在这个时候 这个乌云遮天的天气里面使用 又同样让它收到了奇效 实力瞬间重新提升了一分 两龙都是气态所化 这么一个撞击之下 身躯都是片片化为了虚无 全部消失不见 随着两龙的消失不见 就连明明应当冲杀过来的丁浩 也是突兀的无影无踪 原本还谨慎地捏了葛剑绝 打算抵御丁浩雷霆一级的浮云子 勇然间发现目标不见 心中一惊后 大呼了一声不好 赶紧往水潭底部前去 趁着两龙之间的撞击 漫天虚空煞时出现一片稀薄的淡雾 将两人之间的虚空扮演住的时候 丁浩雷霆的一击勇然止住 随后借助雨逆天魔剑的高速 与自己九幽鬼面绝的神奇 在原地留下了一个幻体之后 本身却直朝着水潭底部冲去 不过还未到坛底 丁浩便看到那赤城宗的散仙 面带自得满满的笑容 手持一个椭圆形的鸭蛋大小的圆石 兴冲冲地往坛面飞去 一看着赤城宗散仙的笑容 丁浩立即知道他定然已经取得了 那个仙界散仙的神念 看那个椭圆形石块的怪异 便让丁浩坐实了肯定 不再多想 海水当中丁浩手中的 逆天魔剑猛地亮起的紫光 如一道飞石的紫色流星一般 猛地朝着那赤城宗的二截散仙射去 全冰魔焰绝中的冷焰涌入逆天魔剑当中之后 逆天魔剑亮起了淡紫色的光辉 魔剑所过之处 极度深寒的冷气 将周围的潭水凝结成冰 而且随着逆天魔剑的前行 原本只是几张大小的冰块 已经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几十大小的金银冰龙 那淡淡发着紫光的逆天魔剑 就像金银冰龙的龙巾一般 给冰龙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寒冰之气 将周围的潭水全部聚在其上 赤城宗的那个散仙 刚刚还笑容满面 一开始看到一个几张大小的冰雕射来 还露出了一丝不懈的笑容 等到这个冰雕凝聚成龙形 并且越聚越大 最终化为了一个百张大小的小山般的躯体 戏带着冰窟一般的寒气与毁灭的威势冲来 将他面前的去路完全封死之后 他原本面色上的不屑笑容 已经变成了苦涩之极的比窟还难看的笑意 因刚刚一时间的大意 他并没立即躲闪 等到冰龙成形紧在咫尺的时候 想要躲避却已经来之不及 匆忙之间 他左手食指上的一个板指 被他猛地脱手飞出 那个板指一出 瞬间形成了一个圆滚滚的绿色小球 就在板指快要迎让冰龙之时 涂地上千道极细寒芒 从那板指内嗖嗖的射出 全部朝着丁浩逆天魔剑所画的冰龙撞击而去 一时间霹雳啪啦的声响从冰龙身上发出 那些极细的寒芒无间不摧的直接伸入到冰龙当中 一个接一个的爆裂开来 最终一个百丈的冰龙 那些脚缠着的尖冰化为了快快 硬是被那板指内射出的寒芒尽数回去 眼见一急失效 丁浩也是有些诧异 倒是没料到这个赤城宗的二截伞仙 竟然手中一个板指 也能够有着如此大的功效 顿绝道门三宗果然不同凡响 丁浩 武林波与你拼了 竟然连我杜姐准备的法宝都毁于你手 反正杜姐无望了 今日死也不放过你 还在丁浩诧异的时候 那赤城宗的二截伞仙林波 劈头散发已经气得失去理智地扑了过来 原本还有些疑惑的丁浩 听林波说那个板指竟然是他度结准备的 立即知道为何会有那么大的威力 看到他失去理智地冲来 更是感觉心中倡议 哈哈一声大笑 求之不得 丁道友 不要硬拼啊 还是先行离开这儿吧 此事事关重大 千万不要逞一时之勇啊 就在这个 罗浮宗的浮云子 终于从上面赶到 人还没出现 焦急的声音已经远远的传来 直到声音落下之后 浮云子才出现在丁浩的面前 等看到丁浩右手拿着的那个鸭干大小的石块后 立即喜行于色道 咱们快些离开吧 以你今日之功 你们赤成宗自然会耗尽全力 再次帮你收集材料炼制一个杜结的法宝 千万不要做傻事啊 这么一说 凌波虽然还是怨恨的看着丁浩 但是已经停止了动手 愣了愣后 点头整了整衣冠 笑笑道 不错 话语一落 再次看了丁浩一眼 便与浮云子往谈面上飞去 第563章浩然凌波 这个时候 以赤成宗凌波二截散现的实力 再加上一个旗鼓相当的浮云子 丁浩一时间也有所犹豫了 不过当看到这两人没有多说什么 已汇聚起来便打算立即离开 不由的按下决心 就算不死拼两人 也定然要阻碍一会了 冷恨一声 丁浩道 想走 哪有那么容易 话语一落 右手一样 逆天魔剑猛壁重新落入掌中 纵身飞行 只朝着上方的两人追击而去 刚刚那招之所以奏效 乃是因为凌波大意之下 并没有看出真正的威力 但现在在同样使出 肯定不能够取得满意的威力 毕竟凝聚潭水城尖兵 原本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百丈冰龙的行程更是需要及格呼吸的时间才可以 两人有了防备之后 并然不会隐生生的抗衡 以逆天魔剑带动百丈尖兵化成的冰龙 这便是山岳一般的庞大重量 速度上面自然难以兼顾 更何况刚刚是从山往下冲击 有着重力的帮助 现在两人在自己的头顶 这一招再次使出 只是平白的耗费自己的真援而已 因此这次丁浩冲上去之后 还是以食指的图灵魔指为主要的进攻手段 一道道幽幽的黑色纸芒 仿佛潭水中最为歹毒的毒蛇一般 不断的游动着朝着两人咬来 林波浮云子两人 似乎早知丁浩不会这么轻易的让自己离开 相识一笑之后 回身同时出手 两把飞剑舞动了一下 各自挥出食道凌厉的剑气 划破了流水的阻碍 准确无比的与食道指芒相遇 啪啪啪时声暴响 丁浩急速飞升的身躯一阻 闷横一声后便凝致的原地 林波浮云子两人 同时一个猎切 但煞时稳住 没有任何的停留 身躯再次加速 直朝着檀面飞去 刚刚一碰之后 丁浩倒是在两人的合力之下 还占据了一丝上风 不过也是感觉气血浮生 若非身体强横无比 恐怕一口鲜血便要喷发而出 正是因为这么一个硬碰 丁浩便更是不打算继续强行阻拦 毕竟两人虽然实力弱于自己 可是一个联手 这实力便徒增许多 如果自己与他们拼个重伤 倒非自己所愿了 想了想 丁浩不再出手 但却是如同鬼影子一般 远远地掉在两人身后 打算冲出檀面之后 与摩门众人联手 再次拦截几人 在清澈透明的檀水底部 丁浩眼睁睁地看着浮云子与林波飞了出去 不过虽在坛底 丁浩依然是看到红面辽陆广气下手中 那两个罗浮宗的对手 朝着这边扑了过来 原本红面辽陆广的对手 便是那个曾被料千妻的 几乎昏了过去的中年美妇 不过除了他以外 还有那个英俊潇洒的中年人 那两人看样子乃是双修的道理 可惜虽然有着一套合集之术 毕竟修为与红面陆广有着极大的差距 就这么半课中的时间 这两人都是面色萎靡 嘴角溢血 看样子受伤已经不浅 若非红面辽陆广 徒弟气下对手向浮云子两人飞去 恐怕再过个半课 这对夫妻就要生死此地了 一见有人帮助自己 刚刚便寻找着机会的丁浩 再次哈哈一声大笑 猛地从坛底冲天而起 就在丁浩飞向那个赤城宗的凌波的同时 从丁浩的左手臂 已经迎风飞出了八赤紫蟒 随着八赤紫蟒的遁出 小时一般的体型瞬间扩大千百倍 几十丈的体积猛地展现 一声古怪的咆哮怒吼后 张牙舞爪地朝着那两个已经负伤的夫妻袭去 这两人刚刚死里逃生 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喘息一下 便看到一个庞然大物恶狠狠地冲来 不由地立即惊慌失措 再次凝神迎战 若非这两人已经在红面辽路广的手中受了伤 丁浩还真不敢让紫蟒现身 毕竟八赤紫蟒现在才进化到六赤 相当于合体中后期的实力 如果他们是实力顶峰期 很难保证八赤紫蟒不受伤害 红面辽路广 在先前便已经通过撂迁破口 知晓了事情的危机 那边人人都有了对手 只有自己最为轻松 而且又离坛底最近 一见这浮云子与赤城宗的二截伞仙冲去 当即应是下定决心 放过了几乎快要在自己手中生死的一对夫妻 两个合体中期的高手 与一个仙界下凡可能成为顶峰的来人相比 数清数众路广自然还是分得清的 原本心中还有些担忧的路广 一见潭水当中丁浩的身躯飞出 立即心中一松 知道有丁浩在 肯定便不会吃亏 丁浩一冲出坛面之后 右手提剑 左手黑色电芒缠绕 一团团黑色磨气凝聚 随后一个电芒内敛 散发着冲天煞气的头大的黑日般的圆球显出出来 末日东升功法随着慢慢的去粗取经 加上丁浩身躯的变态 已经渐渐的体现出来超绝的威力 黑色要日电芒缠绕 犹如一个个小蚯影在其中游动 毁灭的气息带动之下 只朝着纳赤成宗的丁浩冲去 虽然比起刚刚百丈冰龙显得小了许多 但其中蕴含着的能量却一样的惊心动魄 不过现在丁浩在也不敢小看丁浩的实力 这次早已提心吊胆地应对起来 赤成宗浩然凌波剑绝捏起 手中的飞剑剑体上面荡漾起了一圈圈的水纹 一股股的浩然之气凝成水线一般 水线亮丽如水银 带动着飞剑朝着黑日轰去 凌波的师尊收他未途的时候 便将他的名字改为凌波 传授了这赤成宗的威力无穷的浩然凌波剑绝 他师尊虽然杜绝身死 但凌波天资非凡 现在经延这剑绝多年 已经能够将这个剑绝发挥到不可思议的威力 只见那浩然凌波剑绝发出 凌波飞剑的剑体周围流动着的水银一般的细线 在虚空当中扭扭曲曲 竟然最终变成了浩然凌波四个转体银色大字 四个银色大字呈四角的图形 不断地旋转着 就以这种古怪图形的方式 直朝着黑日之球撞击而去 轰隆隆一声暴响 四个转型大字四分五裂 丁浩的末日东升所化的黑球 也成了千百个萤火虫一般的黑点 挥洒在潭水之中 丁浩身形纹丝不动 但是凌波却一口鲜血喷出 实力的差距之下 即使浩然凌波剑绝在过其妙 依然无法抵御这种硬碰硬的一击 哈哈一声大笑 丁浩狂道 留下储物戒指内的鸭蛋时 否则你只有死路一条 丁浩面露羞脑焦急的神色 最后叹息一声 道罢了 为了盗门的能占据先机 也只有如此而为了 话语一落 丁浩原本便有些苍白的神色 更是白的犹如脖指一般 两腿之间作然抱起了一团血雾 浑身一个哆嗦 凭空消失不见 如此变故 让丁浩愕然愣在了当场 没想到丁浩为了保存 那个仙界来者的神念 硬是用赤城宗分波逐流 当中自残双腿的保命仪式 就这么生生的脱离了战圈 刚刚在谈底的时候 丁浩已经逼迫的他将杜杰奇 准备抵御天杰的法宝使了出来 现在为了顿出此地 又再次自残双腿 若是没有意外 下次杜天杰的时候 便是他的死骑了 丁浩的瞬间顿去 也将交战当中的众人 同样惊讶了 因着他的离去 继续战斗下去 似乎也没了必要 现在交战的两方 摩门实力虽然占据了上风 不过却也并不好说 若是人人都像 林波这样被逼的狗急跳墙了 恐怕摩门这边 也要吃不了兜着走 到最后真个拼了个两败俱伤 大家通通完蛋 估计这是谁 都不能承受的了的 果然 到了现在 道门众人不再逗留此地 渐渐的聚集在一起后 一边还在抵御着众人的攻击 一边缓缓地脱离战圈 几个摩门众人 眼见赤城宗的那几人双目尽赤 隐隐有着同归于尽的征兆 也不敢再过分地紧逼 林波这一走 即使再站下去 也没有了什么意义 众人都是心中有数 就这么缓缓地将各自间的距离 越拉越远 最终在道门众人的呼啸远离声中 此次风波算是暂时平息了下来 第五百六十四章 新风作浪 道门众人一走 摩门这边那些真缘损耗巨大的几人 都立吉韵公调席 就连丁浩也不例外 冯欣然不知从何时起 也来到了丁浩的身旁 连连拉扯着丁浩的壁堡 还问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件天大的事情 除了三宗的宗主 于几个门中得高望重的老怪物以外 就连天杀魔宫的恨天恨地两人都不知 冯傲天也是同样没有告诉冯欣然 因此不明事情真相的冯欣然 立即感到兴趣无限 不断地缠着丁浩询问到底是什么原因 才使得众人大动干戈 丁浩远远望了炼狱魔君冯傲天一眼 等看到冯傲天汉手微微点头之后 才将大致的情况向冯欣然低声说了一遍 等丁浩说完之后 冯欣然大呼小叫 看样子受到的冲击不小 无比诧异的更是叽叽喳喳的说歌不停 半想 众人微微调息了一下 便重新聚集在一起 丁浩环顾四周 发现天杀魔宫的几人最是狼狈 独孤即灭与恨苍生 原本在阵法内真元便损耗了大半 到了这儿后又接着一战 此时面色苍白 看样子还要过些十日才能完全恢复过来 冯傲天沉吟了一下 看了看众人一眼 才审声道 今日之事已经算是占据了便宜 首先赤城宗的凌波 下一次天杰没意料的话必死无疑 罗浮宗的浮云子也同样受了点伤 恐怕短时间内无法出来活动 剩下的几人比起我们 应当还要狼狈许多 廖谦白眼一番 气呼呼呼道 妈的 当真未料到那凌波 竟然自费两腿跑路 这老小子为了那该死的上界之人 竟然连苦修千年的修为都不要了 实在是迂腐的可以 剑魔时封寒冷酷的面容一动 徒弟出声道 既然这罗浮宗与赤城宗出现此地 肯定乃是为了这潭水底部的那人神世而来 这么一路上我们见魔宫与赤城宗相遇 包括天杀魔宫遇到罗浮宗 恐怕都只是巧合而已 既然罗浮宗与赤城宗出现于此地 身为领头羊的清一宗的一帮人 为何没有到这儿呢 按照清云宗一贯的作风 理当不应错过才对啊 他这么一说 众人都是一愣 然后独孤即灭开口道 先借下来五人 其中三人身处在道门三宗 这一位现在又被罗浮宗赤城宗接走 那清云宗会不会寻找另外一位去了 毕竟清云宗的实力庞大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 当真不该不出现于此地了 此话一出 众人都是同声附和 同时认为他的猜测应当正确无误 上次面见冯德莲的时候 冯德莲所说剩余两人应该在三州一岛附近 现在一个到了这儿 明显说明他的推测也不一定正确 这么一来 剩下一人到底在哪儿 谁都说不清楚了 众人各怀心事地商谈了一番 料千不耐道 行了行来 有什么事情回去再讲 最近断魂山也不太平 我们这么一帮人全部离开了断魂山 万一山上再出现什么岔子 那乐子就大了 听他这么一说 炼狱魔君冯奥天 才想起来在炼狱魔宗内 还不明不白的死了两个人 一愣之后赶紧开口道 不错 独孤兄远程劳累 正需要到断魂山上歇息恢复 独孤即灭听了千这么一说 知道断魂山上肯定也出现了什么事情 但是冯奥天既然没有多说 独孤即灭便也不好多问 尤其是现在真元损耗剧烈 到断魂山调息恢复才是最紧要的事情 于是一行人全部长生而起 不再继续地逗留下去 浩浩荡荡地便朝着断魂山而去 断魂山山脚下 上次丁浩等人聚集所在的那个参天大树旁 丁浩徒弟止住身行 对着炼狱魔君逢奥天开口道 岳父你们先行回山 我徒弟想起有些事情要做 等惠儿再返回断魂山 正在飞行当中的炼狱魔君逢奥天 身行徒弟一个凝滞 疑惑的忘了丁浩两眼 唯唯点头道 你自己小心一点 早点办完事情快些返回断魂山 可别耽误了大会的举行 唯唯一笑 丁浩安然开口道 岳父放心就是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而已 你带着欣然一起离开吧 刚刚还打算赖在丁浩身旁不走的冯欣然 听丁浩这么一说 立即气鼓鼓道 哼神神秘秘的肯定不干什么好事 书贵说 冯欣然还是乖乖的离开了丁浩的身旁 跟随着炼狱魔君逢奥天一起 朝着断魂山的方向飞去 半想等到这帮魔门众人全部离开之后 丁浩盘坐在参天大树的一处之夜上 淡淡道 出来吧 这次留下记号找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烈日之下 树荫处一片有黑的影子扭动了一下 浑身隐秘在暗处的影子暗影骤然出现 弓声开口道 飘渺哥得知了几样消息 或许丁宗主有用 暗影奉上面的命令 特来禀报丁宗主 点了点头 丁浩审声道 什么消息 暗影隐秘在树荫出 整个人若有若无 如果不是那处的树荫连连扭动 根本就看不出任何的端倪 不过丁浩今日的神势修为已经略有小层 即使闭幕也能感觉到暗影浑身光影纠缠 身体上裹住一个宽大的黑袍 连人带头全部裹在袍子里面 这个时候 暗影垂首低沉道 星云宗五名高手 包括一个二截散仙反婉白 三截散仙沐云 加上门中三名合体出奇的长老 目前已经到了三周一岛附近 近日来行踪不定 不知所为何事 刚刚还在琢磨着青衣宗怎会没有行动的丁浩 一听暗影这么一说 立即便反应过来 当即神情一阵 开口道 你们缥缈个仔细注意青云宗的行动 并帮我把这些事情告诉毒魔王一函 让他斟酌处理 若是我所料不差 应当是这么一回事 接下来 丁浩便把刚刚才发生过的事情 大致的向暗影述说了一番 暗影听罢之后 才惊呼一声道 此事果然非同小可 暗影一定会将这件事 以最快的速度通知飘渺个 与你们无几魔宗 说到这儿 影子暗影微微停奔了一下 然后斟酌道 这件事情要不要透露给魔门三宗知晓 听暗影这么一说 丁浩微微一愣 然后明白过来 徒弟出声问道 你是否对于我们两宗的事情有些了解 不错 从见魔宫哪时开始 暗影便知晓了自己的使命 上面的吩咐是让暗影将丁宗主 当成暗影的第二个主人对待 影子暗影沉默了一下 开口道 点了点头 丁浩微微一笑 开口道 原来如此 这样也好 你们飘渺个就把这件事情透露给魔门三宗知晓吧 他们也应当出点力才对 我们与你们飘渺个的关系 不能让他们知晓 所以本宗开口的确不合适 暗影明白 这件事暗影带会定义最快的速度去办 暗影声音低沉 恭敬地说道 看了看那阴暗的处的影子一眼 丁浩沉吟了一下 再次出声问道 除了这件事情 还有旁的什么事情要说 根据飘渺阁的来的消息 冤龙殿的殿王 应当已经到了断魂山 不过殿王千变万化神出鬼没 我们飘渺阁也只能知晓他到了断魂山 至于身在何处 化身为谁也是察觉不出 上面至晓丁宗主与殿王的恩怨 让我通知万事小心 千万不要莫名找了他的道 暗影依然声音低沉道 心中一动 丁浩冷恒一声 道 好一个殿王 难怪最近莫名其妙的事情这么多 原来是他来到了断魂山 我早该知道他隐秘这么久 也该出来作怪了 殿王修为无比强横 若论个人实力 恐怕断魂山无人能及 再加上他身化万千 如果刻意偷袭的话 当真是防不胜防 上面正是知道这点 才让暗影将这个消息告知丁宗主 希望丁宗主存个防备之心 暗影提醒道 点了点头 丁浩冷静道 很好 有你们飘渺个支柱 很多事情都省了我的功夫 以后若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 暗影遵命 若无他事 暗影便退下了 暗影恭敬道 丁浩轻恩了一生 暗影无声无息的消失不见 自己也飞身而起 向着断魂山飞速飞去 第565章 聚宝宗人 等丁浩回到断魂山时 天杀魔宫与剑魔宫几人 都已经各自回到战居地休憩了 冯欣然带着丁浩 直接来到了一处隐蔽的楼阁内 楼阁四面有着几个炼狱魔宗的弟子守卫着 外面还布置了一个隔音的阵法 进入其中之后 丁浩才发觉里面除了炼狱魔君冯奥天之外 还包括不久前建国的廖谦 丑猛周云夫妇 另外还有几个炼狱魔宗的长老 冯奥天眼见冯欣然带着丁浩进入 朝着两人微微点了点头 右手指了指旁边空着的两个位置 淡淡道 那边坐 冯欣然莫不作声 带着丁浩来到了右边 与丑猛周云两夫妇坐在了一块儿 丑猛看到丁浩醒来 还冲着丁浩咧嘴黑黑笑了笑 四面观察一眼 丁浩发觉整个楼阁虽然布置 并不多么富丽堂皇 不过却显得异常的肃穆 在自己与冯欣然没来之前 炼狱魔宗的几人 应当在商议要试 看那冯奥天面色不好 丁浩便知道估计还没弄清楚 到底是谁在炼狱魔宗内逞兄 楼阁内的谈话 因着丁浩与冯欣然的到来 只是微微中止的一会 在丁浩两人落座之后 又开始商议起来 果然不出所料 冯奥天现在的确是 为着前两日徒死的两人困惑 只见他不解的摇头道 以本宗对来人的理解看 目前断魂山上 应当没有谁会与和邪宗飞云公 有着如此大的仇恨 而且还敢不顾我们炼狱魔宗的反复强调 硬是做出如此令人法指的事情啊 冯奥天这么一说 屋内众人都露出思索的神色 一个比一个困惑 各个都露出愁眉苦脸的表情 只有那个廖谦 一副老神在在毫不担忧的模样 坐在哪儿身体不正 时不时的动上一动 半想之后 廖谦眼见众人没有一人大化 有些不耐道 动手之人修为自然不弱 除了几个门中带着绝对高手的门派外 旁人根本就没实力下手 虽然因着特殊的事情 宗内一些人没有留有断魂山上的事情 不过能够做到这种连一丝蛛丝马迹都没的人物 整个断魂山都找不出几个 唯一不解的便是 出手之人的动机来自于何处 廖谦这么一说 其中多人附和 口中连连称是 不过一个个都说不出什么有用的讯息 丁浩左右观察了一番 知道若是自己不开口给冯奥天提示一番 恐怕就算他们想破脑袋也不能找出了合理的解释 目前冤龙殿既然已经出手 以自己与殿王的恩怨早晚都有一番争斗 丁浩也不愿意他破坏断魂山上的聚会 心中略为思量的一下 丁浩抬头涂地出声道 岳父 我心中倒是有一个猜测 或许能够对你们的这件事有所启发 正眉头紧皱的冯奥天 听丁浩这么一说 唯唯一笑 两眼闪耀着意义的光芒 盯着丁浩和声道 本宗知道你小子神通广大 鬼主义也是不少 反正你也不算外人 有什么猜测不妨书来听听 正了正身子 丁浩见没一名 环顾四周后 才审声道 刚刚我之所以停留在山脚一会儿 便是因为与一个朋友有约 这个朋友刚刚告诉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我觉得或许与断魂山的两条人命有关 什么事情 冯奥天问道 冤龙殿殿王 已经在几日之前 来到了断魂山上 依照电王化身万千的百变数 若是化为那两人身旁清静之人 在徒弟下手的话 恐怕那两人猝不及防下身死乃是完全可能的事情 丁浩宁重道 这么一说 冯奥天面色大变 蒲珊一般的右手微微一拍 整个椅子便他无意识地拍成鸡粉 轰然洒落一地 不错 若是电王真的到了断魂山 这两件事便有了合理的解释 好一个冤龙殿 本宗还正在诧异他们最近怎么没了动静 原来是殿王亲自到了断魂山 这也难怪 上次舌头魔怪在断魂山的时候 被我们炼狱魔宗所伤 仇恨早已埋下 冯奥天一声冷哼 点头道 丁浩 冤龙殿电王可以生化万千 这是怎么一回事 廖谦听冯奥天说完之后 诧异地询问丁浩 屋内众人 除了冯奥天冯欣然两妇女以外 其余众人也都是同样疑惑地望着丁浩 丁浩一愣 这才想起来电王的这件事情 似乎自己只对冯奥天两妇女提起过 其余众人还都不太清楚这件事情 不等冰浩出言解释 冯奥天已经开口道 冤龙殿原本的门派特殊 有一种功法可以改变自己的相貌与气质 成为任何一个他所见过的人 此话一出 屋内一片喧哗 就连廖谦都是大呼小叫 连连称呼这功法奇妙 而且看廖谦的样子 似乎对于冤龙殿的殿王 也是非常的好奇 就在屋内一片喧哗之际 门外徒弟走来了一个炼狱魔宗的弟子 到了屋内之后 他畏惧的看了众人一眼 眼睛落到丁浩的脸上 多看了那么一下 有什么事情 冯奥天眉头一皱 无悦的看着面前的那个门人 开口问道 这个门人悚然一惊 连忙叩拜而下 畏惧道 宗主恕罪 是聚宝宗的招财长老有事 诧异的轻移一声 冯奥天面带疑惑 微微摇头道 这聚宝宗的招财找我什么事情 导师有些古怪 本次聚会又没请聚宝宗之人声语 他道这儿做什么 不 不是 这个炼狱魔宗的弟子 吞吞吐吐吐道 眉头一皱 冯奥天不耐道 不是什么 没看到这儿商议要是吗 让他在外面等候着 这人一愣 慌忙摇头焦急道 招财长老不是求见宗主 他说 他说要找无极魔宗的丁浩啊 不 冯奥天呆住了 然后爽朗一笑 摇头道 倒是本宗自作多情了 柳头看了丁浩一眼 冯奥天笑着问道 你小子什么时候又与聚宝宗勾搭上了 果然是有些手段啊 上次是飘渺阁 这次是聚宝宗 你小子怎的比本宗还要忙碌 摇头苦笑 丁浩也是大感莫名其妙 不解道 聚宝宗的人 怎会过来找我 当真是莫名其妙 我们无极魔宗应当与聚宝宗连一点瓜葛都没有才对啊 听丁浩这么一说 冯奥天一愣 问道 你也不认识招财 肯定的摇了摇头 丁浩开口道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我去看看吧 你们继续谈 该说的我也说了 留下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话语一落 丁浩起身向着门外走去 冯欣然一见丁浩动身 也同样站了起来 不过看到冯奥天的眼神后 一呆后又气鼓鼓地默然坐下 丁浩并非炼狱魔宗的门人 自然不受炼狱魔宗的规矩约束 更何况以丁浩如今的身份 与炼狱魔宗的关系的亲密 这话说初后都不用等冯奥天同意与否 满怀疑惑地走出这个楼阁 一面看到一个身材矮胖 两眼黄都一般 满脸堆着虚假笑容的一个合体出其修为的中年小胖子 聚宝宗的富有 在整个修真界都是名声赫赫 当初丁浩第一次参与聚宝宗的拍卖大会的时候 便已经下定决心要狠狠勒索他们一笔 没想到时隔多年 自己还没开始着手行动 这聚宝宗之人倒是先一步找上了自己 看着面前那个笑容满面 快不赢上来的小胖子 丁浩冷漠望着他 开口问道 你便是你聚宝宗的长老招财 连连点头 小胖子露出一副谄媚的笑容 呵呵道 不错 不错 比人正是招财 九仰丁宗主的大名 今日一见果然是仪表不凡 的确无愧魔门巧楚 是有避逆天下的霸气 雅然失笑 丁浩面对着这种人 还的确难以拉下脸来 摇了摇头以后 才不解到 据我所知 我们无极魔宗应当与你们聚宝宗并没任何的往来 不知招财长老找我做什么 贼媚鼠眼的四处望了望 招财笑了笑后 低声道 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 比人能否找个安静的地方 与丁宗主单独商谈 微微一愣 丁浩暗到自己到了断魂山以后 一直便与冯欣然住在一起 倒是并没自己的房间 看看了旁边的那个炼狱魔宗的弟子 丁浩张口道 我的房间在那人 那个门人听丁浩问起 不由的嘿嘿一笑 开口道 姑爷请跟我来 你的房间就在小姐的楼阁旁边 我带你去 点了点头 丁浩看了旁边的招财一眼 便跟着这个门人走去 第566章生意破裂 半想 一处用红瓦堆砌而成的楼阁之内 丁浩与聚宝宗的招财 坐在堂屋内 手中攥着一个三足茶杯 两眼平静地望着招财 淡淡地问道 招财长老找我何事 现在可以说了 招财两个小眼珠子咕噜一转 四面又看了看 确定无人偷听后 才是快笑着开口道 比人代表聚宝宗 想要和丁宗主谈一笔生意 不 丁浩原本正坐的身子 往身后的椅子内一躺 举背凑到嘴角一鸣 笑眯眯的望着招财 道 有意思 聚宝宗竟然找起本宗做生意来了 到底是什么生意 能让招财长老出面 只要对双方有益的事情 本宗自然会好生考虑 招财面带虚假的笑容 微微摇晃着手中空了的茶杯 低头思量了一下 才看着丁浩道 实不相瞒 比人看中了丁宗主手中的阴阳宝镜 这次比人本是路过断魂山 听旁人说起了丁宗主前几日用阴阳宝镜 破解了罗浮宗的九曲八弯流云见证 因此比人才突起此念 不知丁宗主能否割爱 摇了摇头 丁浩断然道 不能 一边肯定地给予了招财答复 丁浩一边疑惑不已 没想到这招财的消息竟然如此灵通 这才发生没多久的事情 他竟然已经知晓 不过心中细想一下 也立即释然了 毕竟上次一战的时候 我们三宗的促食人都在哪儿 无论是谁嘴角不严密 都有可能说出这事情 招财被丁浩坚决的一声不能 弄得唯唯一争 看招财的样子似乎略为有些紧张 只是一顿后 又急忙出声道 为何不能 丁宗主应当知晓我们聚宝宗的财力 阴阳宝镜虽然不凡 但我们聚宝宗绝对出得起价格 再次摇了摇头 丁浩冷恒一声 道本宗早知道你们聚宝宗才大气粗 每个聚宝宗的弟子 即使修为不精 但各个都是手中有着不菲的物品 但是阴阳宝尽起非凡品 现在已经与本宗炼制的心神合一 若是强行从身体内剔除与你交换 对于本宗的修为将有着不可估量的损伤 说到这儿 丁浩微微一顿后 更为森冷的望着聚宝宗的招财 浑身杀气犹如食指一般的向着招财涌了过去 冰冷恒道 更何况 你当本宗缺少什么 有什么东西是本宗的不到的 套套杀气犹如绝体的江水 让招财感觉自己仿佛身处在一片冰雕之内 浑身连一丝温度都没有 不由自主的瑟瑟发抖 嘴唇打仗无法话语 只能两眼恐惧祈求地望着丁浩 从鼻息中吐出一声冷哼 丁浩整个人又懒洋洋的自顾给自己珍满了一杯酒 刻意爆发的杀气立即消失的无影无踪 招财只觉自己突然又从寒冬腊月到达了阳春三月 拘谨地晃动了一下僵硬的身躯 露出了一个苦涩的笑容 望着丁浩道 到底要如此 丁宗主才肯割爱让出阴阳宝镜 丁浩两眼熠熠 只盯着招财深深地望了几眼 然后微微一笑 长身站立起来 笑呵呵开口道 阴阳宝镜没有半点可能让给你们 若是没有踏实 招财长老就请回吧 此话一出 招财显得更为着急 但是丁浩已经将话说绝了 而且以丁浩的身份 说出这种话以后 便意味着没有改变的可能了 只见招财在堂屋的当中 矮胖的身子脚步如飞地绕着一个椅子连连转着圈 一边转着圈一边还喃喃自语 口中咧喃着一些丁浩听不懂的话语 半想 招财身子猛逼一指 朝着丁浩局深一拜 开口道 彼人不打搅丁宗主了 先行告辞 不过彼人 不是 我们聚保宗不会放弃此事 等彼人与本宗宗主通报之后 必然会再次来找丁宗主洽谈此事 话语一落 招财也不带丁浩多说什么 圆滚滚的身子快速地离开了丁浩的房子 出门以后立即向不远处炼狱魔宗的一个门人 话语了一番 飞快地朝着外面飞去 摇了摇头 丁浩按道真格是莫名其妙 看样子这招财打自己阴阳宝境的主意 恐怕并不是为了个人 而是因聚保宗的原因 否则招财到最后的时候 不会说聚保宗不会放弃此事 就在丁浩打算回房歇息的时候 娇艳的冯兴然 已经迎面而来 笑呵呵地盯着丁浩左看右看 然后才摊开修长的手掌 开口道 拿出来看看 聚保宗的招财 到底和你交易了什么 略为一愣 丁浩笑着摇头道 没有 惊呼了一声 冯兴然但没可爱的一咒 摇头道 不可能啊 聚保宗若要找某人 定然是有生意要做 依着聚保宗的作风 一般都是有了把握之后 才会这么做 生意做成乃是 八九不离十的事情 你怎会什么都没 嘿嘿一笑 丁浩淡淡道 生意没有做成 他想要我手中的阴阳宝镜 我自然不会交易给他 聚保宗虽然财大气粗 但我们无疾魔宗 也并不差什么东西 听丁浩这么一说 冯兴然没开眼笑 笑嘻嘻嘻道 也是啊 你个臭小子 把泰玄宝藏都抢去了 现在也是一个土财主 自然是不稀罕聚保宗的东西了 走走走 我带你到你们以前 无疾魔宗的地方去玩 反正现在大会还没举行呢 原本正打算回屋 好好研究一下阴阳宝镜的丁浩 看着冯兴然兴致盎然的模样 最终还是没有多说什么 被他硬拉着离开了炼狱魔宗 半想 原本无疾魔宗后山的寒潭楚 失去了逆天魔剑潭水 现在温度适中 淡淡的水雾漂浮在潭面 周围刻意植满了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 山上一个葛修炼所用的炎洞依旧 毕竟这儿现在由女子修炼所用 整个地方被打理的干净整洁 一股花草混合的香味 一直在整个区域内四处游动 让人闻知觉的心旷神怡 丁浩与冯兴然两人 所在的地方乃是寒潭偏僻一角 乃是便是丁浩带着冯兴然 以仗着神通顿入其中 一路上没有惊动任何人 到达此地后丁浩神有此处 选了一个偏僻的所在 与冯兴然并肩坐在一块大岩石上 两人赤脚伸入下方的潭水 有一下没一下的悠闲晃着脚弯 半想冯兴然望着丁浩 悠悠一探道 真想时间变定在这儿 永远不要游走 李茫茫路路从没有一刻停息过 兴然一人在断魂山 有时也是很寂寞了 丁浩看着冯兴然 一时争在哪儿 不知该说什么好 最终张了张嘴 窥然叹息一声 摇了摇头 什么都没有说 我知道你现在修为超凡脱俗 前几日更是看到你 竟然比那个赤城宗的 散仙凌波还要厉害 欣然没有你聪明刻苦 与你的差距越拉越大 按照你这种速度 恐怕要比欣然早几百年飞升而去 每当欣然想到你会飞升而去 留下我一人在修真界 便觉得心中很闷 冯欣然翘脸抬起 信眼迷离的寒情望着丁浩 吐露了一直深满于心底的话语 点了点头 丁浩手臂一缠 涌着冯欣然道 这些我早已想到 这些日子我帮你输送功力 帮你捕捉三足金屋 便是希望你能够修为跟进 希望三足金屋陪着你 你会不太烦闷 有些忧怨的白了丁浩一眼 冯欣然气呼呼道 你还知道啊 这些年来 我们两人在一起的时间 总共加起来也没有半年长 你每次闭关可都不止半年长啊 而且你个无情的人 每次还都不允许人家找你 每次我去看你都要先斩后奏 都不敢通知你 生怕你会拒绝 手中无意识地绕着冯欣然的披肩长发 丁浩苦涩道 还不是担心你麻 我实力低违 你又喜欢整日的惹是生非 我以前恐怕保护不了你啊 笑嘻嘻地扬了扬眉头 冯欣然得意道 那你现在无疾魔踪实力强横高手如云 就连你现在都能与散仙相抗衡了 这下应当没有顾忌了吧 恶然愣了愣 丁浩再次摇头 叹道不错 看样子的确如此 可你想想我们现在的对手是谁吧 眼见冯欣然愣住 丁浩唯唯一笑 开口道 算了 这些便不要多想了 将自己的修为提高上去才是真的 你放心吧 以后的事情奇妙的很 你平行凝神 我再次帮你输送一点真元 过些日子 我会想办法帮你解决心境不稳的问题 乖巧的点了点头 冯欣然正了正身子 开口道 好吧 第567章恶魔被击 一个时辰之后 丁浩再次传了少许功力 到了冯欣然的体内 前段时间内 已经传功一次 一直到今日冯欣然也没能够完全消化 这次再次传功之后 丁浩才知道冯欣然的身体状况 与自己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 再加上她的修为低违 短时间之内根本就无法吸收完毕 正是如此 为了防止冯欣然会因为心境修为不服走火入魔 丁浩不敢急于求成 只能一点点的来 通过阴阳调和之道做完这一切以后 冯欣然欲体泛红 浑身慵懒的模样媚态惊人 初为人妇的风韵看起来 让冯欣然更是荣光焕发 整个人精气神都似乎提高了不少 与他在寒潭边细雨了一番之后 丁浩在等候冯欣然稳固住了修为心境后 便与他依然按照原路 无声无息地离开这儿 往山顶炼狱魔宗行去 回到炼狱魔宗之后 两人徒弟发觉似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路途当中几个炼狱魔宗的弟子 都是神色慌张 行走之间来去匆匆 仿佛急着做什么事情 遇到一些其他踪害的门人 看向丁浩的目光当中 京剧当中带起猜忌 被丁浩一叮之后 全部一惊之后慌忙逃离 但是在丁浩两人的背后 还是在低声议论不休 见眉一皱 丁浩心中疑惑 看了看四面众人的眼神 不动声色地对身旁的冯欣然开口道 我们这才离开一会儿 似乎发生了什么对我不利的事情 冯欣然也是看出了一些 微微愣了愣之后 才低笑道 能有什么事情会对你不利 这些人还真是莫名其妙 看你的目光又是畏惧又是担忧 不知他们心中想些什么 冷恒了一声 丁浩不屑地冷笑道 管他们想什么 若是想要惹我 嘿嘿 我定然不会给他们好脸色看的 这儿是段浑山的炼狱魔踪 你是我冯欣然的男人 谁敢在这儿惹你 冯欣然听丁浩这么一说 两手插腰 刁蛮地扫了旁边的众人一眼 一副护短的模样 点了点头 丁浩轻声道 这倒也是 走吧 还是找你跌跌问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 咱们这么心中瞎想 还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行三人 行色匆匆地直朝着丁浩与冯欣然两人飞掠而来 这三人全部身穿青黑色滚金边的道袍 道袍的左胸上面绣着一个蓝色的半月 当前一人合体中其的修为 一缕长须垂在胸前 高冠树发体态修长 两眼当中一一发光 眼珠子转动之间若仔细观察 会发觉眼眸和他左胸的图形一般 是一个蓝色的半月牙形状 正值当年的模样 看起来阴镜当中带着一股邪气 在他的身后 是一男一女两人 男的肩宽体壮两三落腮胡粗长 看起来阳刚味十足 合体出奇的修为 鼻子身材妙慢 看起来端庄大方 雍容高贵 凹凸有致的将宽大的道袍都撑得鼓鼓壮壮 同样也是合体出奇的修为 一行三人相貌虽然各异 但神态都是一样 满脸的怒气与记恨 目光直射像神情冷漠的丁浩 瞬息间 三人堵在丁浩与冯欣然的面前 前面那得两眼如月牙一般的英俊中年人 望着丁浩深吸了一口气 开口问道 你便是丁浩 恶然愣在当场 丁浩只觉莫名其妙 点了点头后 开口回答道 不错 本人正是丁浩 三位是何人 找在家所为何事 昂天一声冷笑 这人笑声冷若冰渣 森寒道 自然是找你报仇 话语一落 此人两手之间 突然出现两把 变蓝色的月牙般的法器 这两样法宝闪耀着 盈盈月光般朦胧光辉 月牙法宝 镶嵌了许多不知名的玉石 组成了许多古怪的图形 看起来荡漾着不凡的灵气 观圣天谷主 这是什么一回事 丁浩似乎与你素不相识 为何第一次见面 便要兵哥相见 冯欣然一见他徒弟取出手中的法宝 不由皱眉惊呼道 听冯欣然一声称呼 冰浩便知道当前那人乃是摩月谷的谷主 月摩观圣天 摩月谷据说乃是摩门三宗以外 最为强横的一个门派 只是摩月谷所在的区域是偏僻的极北大漠之地 平时很少与其他宗派来往 不过据冯奥天所说 这个门派实力的确不凡 而且因为很少与人交往的缘故 就连道摩六宗都不知晓这个门派真正实力如此 但是冯奥天曾经告诉过丁浩 这个门派当中已知的散摩 便有二三节两个 基本上就连摩门三宗 都肯定的认为这个摩月谷 乃是除了摩门三宗以外的最大势力 不过现在有了无极摩宗 导师让他们猜不出那边的实力会更强一点了 因着摩月宗与无极摩宗相隔太远 冯奥天导师从来没想过两宗会产生纠纷 也没有多少什么 不过冯奥天曾经说过 若是没有必要 就连摩门三宗都不会轻易招惹这个门派 光从这一点上面 便可以看出摩月宗的实力的确是非同小可 也正是如此 就连一向刁蛮任性的冯欣然 这次见到月摩观圣天如此对待丁浩 都出奇地拦截下来 打算先问个清楚明白 冯小姐本人受妖儿来断魂山 和丁浩一样身为炼狱魔宗的客人 虽然本人知道丁浩与你们炼狱魔宗的关系不浅 但是敢于出手诛杀本谷门人 无论他是谁 本人定不会轻饶 希望这件事冯小姐不要多管 月摩观圣天 眼见冯欣然出口 深吸了一口气 对着冯欣然开口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丁浩一直和我在一起 怎么会诛杀你们摩月宗的门人 我想观谷主一定搞错了 冯欣然一愣之后 徒弟慌张地呼道 摇了摇头 岳母观圣天自服地冷笑道 本谷主知道冯小姐与丁浩的关系 为了他隐瞒这事也是理所当然 说到这儿 观圣天语气一顿 然后深吸一口气 一字一顿道 但是本谷阳长老亲眼所见 难道是假的不成 随后观圣天右手一指丁浩 对着身旁那个粗壮大大汗喝道 杨雄长老 你告诉本谷主 可是亲眼看到是他所为 杨雄两眼无比记恨地望着丁浩 斩钉截铁的暴声道 就是化成挥我也认的 就是他丁浩杀了本人妻子小凤 恨恨地点了点头 岳母观圣天再次怒笑一声 咬牙切齿地对着冯欣然道 冯小姐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难道是本谷长老杨雄污蔑他不成 这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你听我解释冯欣然神情交集 慌忙开口道 右手一抬 观圣天摇头道 冯小姐不用解释了 所有的解释在事实的面前 都不过是事后虚假的谎话而已 不是这样 真的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说 冯欣然急得都快要哭了 不断地出口道 欣然 你退下 什么都不要多说了 丁浩冷酷地将冯欣然拉住 扯到了自己身后的不远处 丁浩 丁浩 你不要与他们斗 你明知道有人故意害你 你难道还要故意上当不成 冯欣然虽然被丁浩硬生生抓住 依然是不依不饶地连连惊呼 面色一脸的焦急 暴力凝利的神色 慢慢地在丁浩的脸上涌现 最终一声低沉的暴喝 将冯欣然无力地解释打断 住口 让你不要多说便不要多说 好好站在哪儿 不准乱动 什么都不准干 听到没有 冯欣然慌忙地不断摇头 满脸的京剧无奈沮丧悲伤 最终话为了委屈担忧的汪汪泪水 可他即使如此 依然是没有动上一分 即使他明知丁浩做的是错的 也不想违背丁浩的话语 转过头来 丁浩面上凝利暴力的样子 将魔月谷三人吓了一跳 两样冰冷地望着三人 丁浩浑身地煞气冲天而起 一字一顿道 事情不是我做的 你们信也好 不信也好 但是想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拿我下手 可别怪本人不留情面 画到这儿 丁浩看了看周围聚集的几十个魔门众人 面容扭曲猙獰犹如是血的魔兽 开口报贺道 冤龙殿殿王 我知道你就在这些人当中 很好 今日算你狠 这事情我记住了 来日你冤龙殿 定会毁在我本人手中 再次将冰冷的目光 定在魔月谷的三人身上 丁浩两眼凝利 大吼道 来啊 只要你们出手 本人定会让你们三人立即死在当场 什么狗屁实力超绝的魔月谷 就算魔门三宗顾忌你们 我丁浩照样杀得你们血流成和尸体如山 第568章不计后果 月魔观圣天怒极返校 哈哈狂声道 好很好 原本听人说无极魔君丁浩狂妄 今日一见才知果然是名不虚传 比诛杀了我们魔月谷的人 反倒像是我们魔月谷做错了似的 旁人怕你丁浩 怕你的无极魔踪 哼 但我们魔月谷可不拒你 话语一落 观圣天反倒瞬间平静下来 手中一对月牙形状的法宝兰汪汪的 在他两手之间竖地旋转起来 血债必须血长 现在便以你兵浩的鲜血 来祭拜本古生死之人 观圣天两眼如刀子一般看向兵浩 但语气却出奇的平静 两个蓝色月牙 荡漾起一波波的光滑 缓缓向着丁浩射来 月牙法宝一动 整个空间骚然一景 冰浩突厥刚刚的朗朗晴空消失不见 原本悬浮在头顶的烈日也突兀的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乃是两轮挥洒着皎洁月光的弯弯月牙 吵吵嚷嚷的围观之人 也是同样的从自己的眼前消失不见 环顾四周以后 冰浩发觉自己身处在一望无际的茫茫荒原 入眼的广袤天地一片荒凉孤寂 一股深沉的寂寞空虚的感情慢慢的从心底浮现 望着头顶悬浮着的两轮弯弯的月牙 丁浩只觉自己乃是世上最为悲伤之人 突然涌入极强的倾诉感 想要将自己心底隐藏着的所有酸甜苦辣吐露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在萌萌的月光当中 一股清凉的悠悠清光 从自己的头顶洒落至全身 抬头一望 不知何时起清明顶已经悠悠升起 一圈又一圈的清光 仿佛荡漾着的水纹一般 从清明顶缓缓地照耀在自己的身上 刚刚心中涂地涌入的乱七八糟的负面情绪 被清明顶的清光依照 煞时便消失的无影无踪荡然无存 浩渺的无比杀气 树地从丁浩身体溢出 原本无边无际的周围虚空 如镜子破碎一般一簇簇的爆裂消失 最终丁浩环顾四周以后 才发觉自己依然身处在某门众人的围观之下 吵吵嚷嚷的声音又再次落入了耳机 面前不远处的月魔观圣天 两眼珠紫橙蓝色弯月的形成 和悬浮在上空的法宝一模一样 只是他嘴角一缕鲜血 却不自觉地溢了出来 丁浩小心月魔或神咒 远处的冯兴然 一见丁浩已经与月魔观圣天站了起来 立即出言提醒 既然丁浩下定了主意 冯兴然也不再顾忌魔月宗的实力 开始毫不犹豫地出口帮助丁浩 就算明知道丁浩做错了 还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丁浩这边 听冯兴然提醒 丁浩才知道刚刚月魔观圣天所用的 乃是魔月谷绝技月魔或神咒 月魔或神咒必须要借助与魔月谷谷主手持的 代代相传的法宝月灵之柱 才能发挥出来 月魔或神咒是一种奇妙的攻击方式 依照法宝月灵 与施工者的月魔或神咒 直达攻击者心灵最为脆弱处 将施工者与对手同时 带到一种纯粹以意志力的较量之战 最终输着魂魄不存天地之间 这种比斗和双方的修为深浅无关 纯粹是一种极为奥秘的功法 月魔观圣天正是知道丁浩的修为精深 所以一开始便使出了这种功法 打算以自己数百年的坚定心境 将丁浩彻底击垮 只是他如意算盘虽然打得响 却并没料到丁浩身怀一宝 才等他刚刚施工 没有真正的进入状态 便被徒弟打断 最终反倒是自己受了点轻伤 刚刚一幕 落在不明真相的旁人眼中 只是觉得莫名其妙 看得更是大惑不解 他们只是看到月魔观圣天 两眼诡异地望着丁浩 将两个月牙法宝照住丁浩 就那么一动不动的低声轻呼着什么 而丁浩则是瞬间面线呆至疾苦的模样 然后一道清光从丁浩的头顶洒落而下 丁浩浑身猛然一颤 对面的月魔观圣天则是身躯一阵 一缕鲜血便不由自主地溢了出来 就在众人犹在互相议论的时候 丁浩已经神念犹变全身 将身体的每一处状况都载载细细的看了一遍 等确认身体无恙之后 丁浩才煞气冲天 如厉鬼一般猙獰的盯着对面的三人 口中低呼道 我丁浩从来不是甘于逆来顺手之人 既然观谷主不顾本人劝告强行出手 那么今日你们摩月谷三人必然要全部生死此地 话语一落 丁浩凝笑着一步步的往三人走去 每走一步浑身的杀气便凝聚一分 咚咚的沉重脚步声 不断地深深地冲击着对面三人的心灵防线 就连观战的魔门众人 都涂地绝的四面压抑无比 大一声声咚咚声 如同肋骨一般敲击在自己的耳边 将自己的耳膜震得一阵嗡嗡乱响 月魔观圣天三人 眼见丁浩满脸煞气 在他的周围浓烈的煞气形成了淡灰色的团团飓风 正在肆意地狂乱舞动 一步步的接近所带来的压迫感 只让三人难过几呼要吐血 身体僵硬仿佛关节灌了牵一样重 到了这个时候 月魔观圣天三人 才知道丁浩的修为可怕 据传丁浩能够与散仙相战而不落下风的传闻 现在才让他们相信的确是真的 扑月魔观圣天一口血剑喷出 血剑带着凌厉之极的气息 只朝着缓步醒来的丁浩面门上射来 就在观圣天一口血剑喷出之后 身后的两人只觉身体一松 刚刚的不是僵硬感似乎从来都没来临过 两人互相望了一眼 同时露出的悲愤的神情 口中同声抱喝道 谷主我们来助你 话语一落 两人从月魔观圣天的身后猛地射出 不要命的直朝着丁浩冲来 不过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接近丁浩 便被丁浩周身杀气形成的巨风吹拂的身体裂出道道的血口子 仿佛用几把利刃划过一般 这两人充实也是同时在虚空当中一个凝制 下一刻浑身鲜血淋漓 以更为快捷的速度被巨风横抛出去 扑通一声叠落在观战的魔门人群当中 惊起了一大帮人的大呼小叫 到了这个时候 魔门观战的众人 望着丁浩的目光 已经全部变成了惊讶畏惧 似乎全部重新认识了丁浩一般 一些原本认识丁浩的人物 则是口中不断的惊呼着不可思议等等话语 仿佛怎么也没想到丁浩真正的实力 竟然已经强横如斯一般 爹爹怎么还不来啊 我都派了五个弟子去请他 应该也要来了才对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冯欣然一边愁眉苦脸的看着丁浩与魔月谷的众人交战 一边口中不断的急呼道 这个时候 丁浩神念当中感应到了 炼玉魔宗似结散魔冯的莲的窥探 想都不用想 丁浩便知道冯的莲神念至此 定然是劝告自己不要继续弄下去 心中一定 丁浩整个人脑子一空 自己神是紧闭在一角 拒绝与冯的莲交流 干脆便来葛不闻不听 徒弟 丁浩面色平静的诡异 就这么一步步的网月谋观圣天走去 口中淡淡道 早和你说过 让你不要惹我 你偏偏不听 今日你们三人生死此处 能怪得了谁呢 悦魔观圣天两眼阴冷的回望丁浩 自知自己绝非丁浩的对手 不过眼见丁浩一步步的走来 确实并不慌张 反倒同样平静道 本人乃是炼玉魔宗的客人 在这个地方我不信你敢出手杀我 如果你杀了我 魔月谷绝对和你无疾魔宗不死不休 炼玉魔宗也无法向前来此地的诸位魔门同道交代 丁浩 快些住手 有话好好说啊 此时炼玉魔君冯奥天 于那天杀魔君独孤即灭 见魔宫的石峰寒三人 终于从远处赶了过来 尚在半途当中 炼玉魔君已经大声喝道 就连独孤即灭与石峰寒两人 都是同样的大呼小叫 连连劝阻丁浩不要冲动行事 一丝得色从月魔观圣天的脸上显现 冷笑一声 月魔观圣天猛地大喝道 你敢在这儿杀我吗 二话不说 丁浩面带暴力很多的神情 逆天魔剑携带着滚滚浓烈之极的杀气 魔剑徒弟抱起了猝食杖的寒芒 将地面裂开了一道幽深的裂缝 一剑朝着月魔观圣天之批而来 到了这个时候 刚刚还自负满满的月魔观圣天 瞬间露出了恐惧绝望之极的神情 似乎临死都想不到 为何丁浩敢于如此无所顾忌 不计后果的出手诛杀自己 第569章一波三折 月魔观圣天想逃 但手足冰冷浑身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杀气 今天的一剑斩下而无能为力 就在所有人 包括丁浩与观圣天自己 都认为他必死无疑的时候 出乎意料的 丁浩这剑竟然斩在了空出 原本月魔观圣天站立的区域 出现了一个有黑醋石杖的篝祸 两座红瓦楼阁轰然崩塌 所有的瓦片化为了粉末般的颗粒 如细沙一般流淌满地 丁浩一剑之威不但将围观的众人震住 就连匆忙赶来的炼狱魔君三人 都是看得择舌不已 没料到丁浩真实的实力 竟然已经如此惊人 驱空百丈 炼狱魔宗似杰散魔缝的脸 护着月魔观圣天三人 看着丁浩和声道 这事情错不再磨月谷 他也是看不清事实的真相 事情可不要越闹越大 月魔观圣天站在冯德莲的身旁 浑身不但动弹不得 就连口唇都被紧紧地束缚住 连一句反对的意见都无法发出 只能两眼怨恨地望着丁浩 丁浩面色出奇的平静 看着虚空当中的冯德莲 又忘了忘急匆匆地赶到自己的身旁 不断劝告着自己的冯傲天 最终沉浸得略一点头 语气平淡之极道 今日到此为止 但若是磨月谷之人想不开 希望冯老不要怪在下心狠手辣 冯德莲深深地看着丁浩 微微笑了笑 然后才开口道 我心中有数 但你可不要故意惹是我 默然点了点头 丁浩没有多说什么 掉头向着冯欣然走去 一红弯月 在昏蓝的夜色当中骤然显现出来 清凉的月光皎洁如水影一般飘渺虚幻 但却仿佛来的早了点 万月清零明亮 圆盘一般急速游动 在九天之上涂地一个长笑 随后急速的从千百丈的虚空猛然飞落而下 不好 便与魔君逢傲天 包括天沙魔君独孤极灭 与见魔宫的石峰寒三人 同时抬头望天低呼一声 好一个无极魔宗 好一个丁浩 真当我们魔月谷无人了 湖南天空处的皎洁弯月 低空飞速飘下后 才看出乃是一个浑身亮着蓝色月光的枯瘦老者 这老者面色阴灸 身材高大但却瘦的皮包骨头 宽大的手掌上仿佛没有任何血肉的鸡爪 闪耀着蓝汪汪光芒的透明两手 能看到一根根粗大的骨头 正在缓步往后飞行的丁浩 顿足回过身来细细的打亮着老者两眼 冷漠的点了点头 审声道 你是何人 丁浩一眼看出 这个阴灸的老者 乃是魔月谷的三节散魔 不过还是出言询问 本人魔月谷邝天庆 前来为本谷谷主讨个公道 邝天庆两眼望着丁浩 一字一顿道 邝兄 这事情不简单 能否容我解释一番 去空百丈的炼狱魔宗的冯的脸悠悠一叹 出声道 邝天庆回过头来 朝着上空的冯的莲公身一拜 出口道 多谢冯道友对于本谷谷主的庇护 本人不是是非不分之人 知道这事情的确有蹊跷 但是事到如今 即使明知有错 我们魔月谷也骑虎难下 不得不与丁浩算一算账 还望冯道友明白 冯的莲愧然一叹 摇了摇头之后 才开口道 我知道邝兄不是是非黑白不分之人 只希望邝兄与丁浩一战后 不要将这事情升级为两宗不死不休的厮杀 毕竟这原本便只是一个误会 你们双方其实都只是被人故意陷害而已 旷天性恶然一愣 沈圣道 冯道友放心就是 本人千岁的年龄 不会如此没有分寸 无论如何 不会做出一些与大事不利的事情来 海皇宗千丈深处内 其中之意乃是摩月宗的故人 摩月宗自然知道此间的厉害 但请冯道友放心就是 面色唯唯一争 冯的莲随后恍然大悟 呵呵笑道 难怪难怪 即是如此 我便真正放心了 话到这儿 冯的莲扭过头来 笑呵呵的看着丁浩 出口问道 你总也要给个话吧 默然点了点头 丁浩冷静道 我心中有数 好吧 我便不再多管 抱天你们也不必阻拦了 只要让他们换个地方就行了 不然炼狱魔宗妃被拆了不成 冯的莲笑着开口 话语一落 整个人凭空消失不见 只留下正在哪儿的月魔观圣天三人 冯的莲一走 旷天庆阴沉的望着丁浩 一句话没有多说 最终和来时一般 飞升而起后成了一团圆月 朝着炼狱魔宗外面飞去 冷恒一声 丁浩自然同样不甘示弱 取出逆天魔剑 如一个淡淡的阴影一般 跟随在旷天庆的身后 向着炼狱魔宗的外面飞去 突然发生的变化 将观望的众人惊动目瞪口呆 两个超凡入胜的绝顶高手的出现 那股崇山峻岭般的无上气息 已经震撼的他们呆呆的不知该说些什么了 这些前来炼狱魔宗的门牌当中 虽然也有些门中有着散魔的存在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未曾亲眼见过 这些人曾隐约听说过炼狱魔宗有散魔的存在 但却一直不敢肯定 到了今日发觉之后 才终于明白散魔的气质根本就不用猜测 只要往哪儿一站 你便能深切地感应到 最为令他们诧异的 还是丁浩的表现 怎么也没料到突然崛起的无疾魔宗 流星一般在到魔界闪亮的丁浩 竟然真的有着与年龄截然不同的实力 就是面对着传说当中的散魔 同样是毫不畏惧 敢于直面挑战 这种作风在魔门这种强者为尊实力至上的众人心中 立即掀起了一番轩然大波 不过还没等他们多想 率先反应过来的魔月谷谷主观圣天三人 火速地朝着丁浩两人离开的方向飞去 炼狱魔君冯奥天 向着身旁的几个门下弟子交代了一番 和其他两宗的宗主一样 同样飞速掠起 一手带着冯兴然 朝着炼狱魔宗的外面奔去 那些反应过来的其他魔门众人 只是微微愣了愣 然后便见到几大巨头全部闪人 徒弟各自欢呼了一声 一个葛如吃了烈性春药一般 兴奋无比的你追我赶 全部朝着外面冲去 只是片刻的功夫 刚刚还人影冲冲 吵吵吵嚷嚷的这片区域 已经鸦雀无声 只剩下熙熙落落几个炼狱魔宗的门人 按照冯奥天的吩咐 愁眉苦脸的望了望四周 尽心尽责地分散开来 哪儿也不能去 爹爹 我一共派了五人去寻你 怎么那么久才到 如果你早一点赶来 恐怕就能避免这件事发生了 飞行当中 冯欣然不满地对着冯奥天嚷嚷道 苦涩地笑了笑 冯奥天解释道 那五人半途当中 便不知不觉被杀了三个 大殿王果然是心思甚密 为了生怕我们发觉 其实早已暗自留意了一切 直到丁浩与月魔观圣天站了起来的时候 我们才听到这边传来的惊天吵嚷声 虽然以最快的速度赶来 但哪儿知道已经慢上了一拍 点了点头 冯欣然开口道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刚刚殿王肯定就在附近人群当中 难道以太爷爷的本事 都不能察觉出殿王的身份吗 废话 如果能够知道谁是殿王 这事情就没这么复杂了 虽然爹爹早知道这次聚会肯定不会那么容易举行 但是还没料到中途竟然有着那么多的事情发生 便与魔君逢傲天叹息一声 摇头无奈道 另外一边 剑魔石风寒与天沙魔君独孤即灭飞在一起 独孤即灭两眼血丝若隐若现 望了望身旁冷然若铁的剑魔石风寒一眼 开口询问道 师兄认为这两人谁会赢 石风寒默然回望了独孤即灭一眼 沉吟了一下后 道丁浩 惊呼一声 独孤即灭两眼当中的血丝更重了 亚然问道 丁浩 本宫承认他的确实力不俗 但你觉得他真的能够胜得了三节散魔矿天庆 点了点头 石风寒默然道 看下去便知道了 道现在我也看不出丁浩真正的实力为何 反正每次见他 他都在进步当中 或许今天能够知道他到底到达了什么高度 恶然愣了愣 独孤即灭两眼闪烁 若有所思道 这种进步速度太过匪夷所思了 实在让本宫难以相信 但又不得不信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持风寒凉眼猛地射出璀璨如寒星般的光辉 但瞬间又恢复平静 最终声音低沉道 我知道魔界之人下来 让独孤兄想起了什么 但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今日的无极魔宗 乃是我们魔门必不可少的一份子 在以后的争斗当中 也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否则今日四节散魔逢的连变不会出现 你当炼狱魔君逢奥天真正 什么都不知道吗 他心中比谁都雪亮 丁浩这小子行事有份寸的很 他心中也是明白 有些事情提起来 对于谁都没有好处 包括我们两宗也是一样 天杀魔君独孤即灭伴响不语 最终重重一探 逼沉道 我们这是在玩火 同样叹息一声 时风寒摇头道 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选择 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 能否在最终打开中大路 占据最为有力的位置 无极魔宗乃是关键的关键 你我明白 冯奥天兵号同样明白 独孤即灭点头 神情复杂道 不错 第570章无所畏剧 断魂山西兰 临近血沙中的一处尖刀般的山峰上 月光皎洁如白雾青纱 轻浮着阴阴山峰 丁号神情冷漠 逆天魔剑提在手中 两眼平静目视邝天庆 神情阴灸的邝天庆 两眼当中神采奕奕 如同月光一般闪耀着亮丽的色彩 望了望悬浮在两人头顶的这轮弯月 邝天庆阴陈道 本人已经百年未曾与人动手 没想到今日竟然会与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一战 面色冷酷仿若磐石 丁号语气平淡 道 从我进入修真界开始 我的命运便不允许任何人左右 无论是谁 只要敢于惹我 我定然要让他付出代价 你不用在我面前以老卖老 我在这儿等着 等众人到来之后 看你到底能不能为摩月谷挽回颜面 话语一落 丁号干脆盘膝闭目坐下 逆天魔剑平放在盘区的两腿之上 默默的运弓挑席 事到如今 丁号虽然明知双方乃是误会一场 就连邝天庆也已经心中明白 但为了各自宗派的颜面 这一战绝无避免的可能 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 毫不顾忌的将摩月谷三人重伤 已经让摩月谷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这个时候 颜面已经高于了一切 即使是误会也不能停手了 更何况丁号认为自己没错 是摩月谷谷主观圣天没有将自己的警告放在心上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片刻之后 浩浩荡荡的一帮人 陆续到了这儿 地面空中 四面八方都被那些前来的人影占据 只在两人所处的山峰处 留下了一片两百丈的空间 就连临近的血煞宗与依附与炼狱魔宗的几个小门派 也都闻讯赶来观战 一时间隙大陆魔门高手 知名的大半人马都已经出现 刚刚不曾出现的炼狱魔宗的了千 见魔宫的红面辽露广 天杀魔宫的七杀真人恨苍生等人 在这个也都出现 不知何时其已经站立在冯傲天三人身旁 月魔观圣天感到之后 左右看了一眼 两眼闪烁了一会 最终飞驰到邝天庆的身旁 将自己的法宝月灵取出 递给了邝天庆 低声道 邝老用月灵逗他 丁号手中法宝繁多 而且都不是繁品 此战我们摩月谷绝不能输 希望邝老为了本谷的声誉 千万不要推迟 邝天庆的诧异地抬头望了观圣天一眼 沉吟了一下 默然点了点头 道 谨遵谷主之令 话语一落 邝天庆拿起了观圣天地给的两片蓝汪汪的月灵 起身站立起来 冷恨一声 丁号同样长身而起 激笑道 观谷主导是好气魄 你就不怕我将你们代代相传的月灵回去 月魔观圣天愿独地望了丁号一眼 恨恨地点了点头 最终反倒平静的一笑 开口道 你若是有这个本领 本人自然会更加钦佩于你 哈哈一声狂笑 丁号张扬道 那你看着便是 一声狂笑后 丁号神情骚然冷若尖兵 浑身浓烈的杀气直冲久消 一团团的灰褐色飓风 因浓烈的杀气自然形成 凌厉地将丁号周身区域内的岩石草木瞬间摧枯拉朽斑绞成鸡粉 邝天喜原本落在手中的飞剑被他收入储物戒指内 左后两手各持了一片荧光闪耀的弯月 两眼紧紧地盯着丁号 一瞬也不敢放松 只有亲身面对丁号的时候 他才真正地相信传言对于丁号的评价不虚 那些年轻气盛 不过合体齐的修为 不足百年的修真时间 这些误导般的说法对于邝天慶来说都是虚假 只有现在丁号展现出来的强大气息 与爵士高手的惊天气势才是最为让人信服的 这种山岳一般的庞大气息 岂是合体齐的高手能够拥有的了的 邝天慶给予丁号的感觉同样强大 仿佛面对着深不可测的大海一般 有种不知到底真正实力为何的错觉 不过丁号虽然看不出邝天慶的深浅 但却知道他修为乃是三节散魔 按照这个标准来看 丁号还是有自信将狂天请鲨鱼而归的 因吸收了战魂的原因 丁号现在只要杀星一起 那些控制不住的杀气便名为实质外溢 根本就无法控制的了 反复使用后 丁号摸索出一点门道 浑身杀气与自己强横的肉体结合 能够在自己的周身形成一簇簇的微型巨峰 虽然战时还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可气势方面看起来却是非常的强悍 一瞬间 丁号身躯不紧不慢 朝着邝天慶逼去 浑身的杀气凝成巨峰 锁过之处一片飞沙走石 岩石破裂树木成粉末 地面刮起一道道的裂缝 手中的逆天魔剑透体有黑 冒着滚滚的魔艳 衬托着丁号凝丽的面容 当真如地狱最深处的魔神降临凡尘一般可怕 即使以旷天慶千年的修为 也不得不感慨丁号实力绝对是他有生以来 遇见过的最为可怕的对手之一 皮包骨头的晶莹双手 如灵活一般亮起了绿光 将皮肉内的骨骼衬托得怪异莫名 众人能够清晰地看到 从他的五指之间 一丝丝的绿色油丝般的光芒 缓缓地度入了两个月牙形状的魔月骨质宝月灵当中 树地 一些顶尖的高手 感应道断浑山天地灵气开始反常地从四面八方飞速卷来 疯狂地开始涌入那月灵当中 不断吸收着庞大天地灵气的月灵 真的与丁浩在刚刚的幻境当中看到的一般 仿佛成了两弯清凉明亮的月亮 眼见随着月灵吸收的天地灵气越来越多 一股诡异莫名的气息骚然从旷天庆的身上显现出来 丁浩微微一愣 瞬间不再停留 身影直接跨越了空间 影子还停留在原地 真身已经来到了旷天庆面前 逆天魔剑术一扬起 便是无边无际的魔器遮天盖地 诛杀灭天绝地一世捆天煞世出现 无边无际的魔器如一波波的巨浪般 朝着那旷天庆涌去 刚刚还反常向着旷天庆狂涌而入的天地灵气 被这股魔器一冲 瞬间便如被冻僵了的鱿鱼一般凝质不前 浓墨一般的乌黑之色 瞬间以冰号为中心开始向着四面八方蔓延 魔器所过处所有的东西全部静止 仿佛一个黑色的凶兽张开了血口 将所有的物事吞噬了一般 明亮的月光被这股黑暗魔器一冲 立即显得有些暗淡 亮丽的月光洒落在那片黑暗魔器上 背影生生的阻碍住 连一丝一毫都无法射入其间 旷天庆眼见黑暗魔器蔓延所过处 一切都瞬间静止 就连天地灵气都如同被困在笼中的鸟儿般 不有的心中一惊 暗呼一声豪霸道的功法 旷天庆一丝犹豫都没 瞬间带着月灵远遁开来 等避过黑暗魔器的席卷之后 手中的月灵骚然闪现一片寒芒 猛地射向下方浓墨般的黑暗魔器当中 没任何声息出现 犹如一滴水落进大海之内 没有惊起什么波澜 甚至连一丝响声都未曾发出 如此变化 江旷天庆再次震惊了一番 暗暗感慨幸亏刚刚躲避的及时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身在黑暗魔器的丁号 却清晰地看到那道月牙般的寒芒 射入黑暗魔器当中 硬生生地行了一仗之后 才被困天给阻碍住 只是寒芒落入其中之后 任何的声息都会被困住 包括声音也是如此 所以旷天庆什么都感觉不到 眼见旷天性剑机的快 硬是躲别了这一招 丁号也不由得暗叹 这些老怪物果然都不是异于对付之辈 魔剑一阵翻角 漫天的黑暗魔器 被逆天魔剑如长津吸水一般 一下子全部吸吮进去 就在丁号抬头打算再次攻击的时候 面色微微一愣 三轮弯跃出现眼底 其中两轮带着魔一般的气息 瞬间在自己的眼中无限的扩大 排山倒海般强大气息 从两轮弯跃上溢出 只如两座山峰朝着自己压来一般 让自己心中难受无比 等到自己想要躲避的时候 又徒弟发觉浑身如被摆跟绳索捆住一般 每动一下都需要使出全部的力气 第五百七十一张蜜月魔印 那两轮弯跃清零凝重 攜带着无与伦比的气息直射而下 挥洒而弱的光芒照耀在自己的身上 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僵硬 触地 清明顶自动溢出 悬浮在丁号的头顶 刹时一片青芒显现 将皎洁的月光尽数挡在丁号的身体之外 枉然间 一直束缚住自己身体的力道全部消失不见 丁号浑身一清后立即提剑微微一退 随后心神一动 散发萌萌清光的清明顶 从天灵盖上顿出 化身为一模一样的魔鹰 急速地向着那两轮弯月飞速而去 魔鹰与丁号一模一样 只是冷酷的面容上多了些黑色斑斑点点 看起来仿佛长满了麻子一般 只有丁号知道那些黑色的斑点 乃是被清明顶束缚住的九十来葛战魂 这个时候跟随着清明顶的气息 在丁号的全身鼓动着 魔鹰乃是极为特殊的存在 不受肉体的阻碍 随着丁号的心念猛然成为猝食杖的巨人 眉心楚清明顶的围形图案 射出清光照住全身 巨龙一般的大手指朝着迎面撞来的两个巨大的弯月抓去 如此变化出呼吁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怎么也没料到丁号一退之间 盛行在原地动也不动 但一个十几丈的一模一样的巨人便猛然显现出来 更是让他们跌破眼睛的是巨人模样的丁号 竟然敢于直抗两轮弯月的挤压 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从巨人模样的丁号嘶吼的口中传来 如一记闷雷轰下 无比伟岸见说的身躯一个摇晃 两手硬是将山月般庞大的弯月拖住 顺势一抬之后 两轮弯月骤然飞向天际 只是这么一个轻微的动作 将整座山峰弄得轰隆隆的一片瘫线 巨人般丁号站立的两脚柱 已经出现了两个有黑的簇杖宽的凹口 哗啦啦的碎石四处翻滚 将周围区域所有的树木植物尽数迪当一空 原本观望的众人 只当这巨人一般模样的丁号 不过是丁号幻化的虚项而已 直到现在天崩地裂的威势出现 彩木凳口呆丹若木鸡的如傻了般 就连练与魔君冯奥天包括旁边的廖千几人 都是面面相许 一时间心中除了震惊差意外 简直无法形容内心的感受 廖千看了看旁边的冯奥天 开口苦笑道 这小子实在是太出人意料了 如果不是他与旷天庆一战 谁能知晓他竟然有如此实力 昂头一声嚎笑 冯奥天乐道 如此最好 他实力越强 我们摸门以后成事的可能才越大 说到这儿冯奥天也是苦笑摇头 道老实说 本宗也是到现在才知道 丁浩竟然已经有了如此强横的实力 看样子本宗当真是老了 竟然眼睁睁的看着这小子从原应其不到 一步步的到达这个境界 真是想起来就叫的汉颜啊 冯奥天这么一说 旁边的剑魔石锋寒与天沙魔君独孤即灭两人 也都是面面相去摇头苦笑不已 实在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了 魔鹰算是丁浩的身外化身 本来便不受肉体的限制 再加上魔鹰的身体也乃是以清明顶为影子铸造 更是变得无比的诡异 这招化身巨人的方法 还是丁浩从百变魔君软薄向哪儿的道起发 眼见两座小山般的弯月压下 而无奈使出的 直到两个月龄变化而成的弯月被抛飞天际 丁浩也是心情易松 赶紧以心神操作魔鹰 将巨人般的魔鹰瞬间变小 最终成为清明顶的样子 从自己的天灵盖再次落入身体之内 刚刚一集之后 丁浩真元损耗不小 这种极多耗费真元的招式使出 虽然突然取得了奇效 可却不能长久的支撑住 不然不等旷天庆出手 就这么干耗下去也吃不消 魔鹰回归体内之后 胖派的无穷力量重新充满了四支百脉 丁浩仰天一声力笑 笑声穿金碎石般锐利 将一些修为低微的观战之后 震的耳骨轰隆隆乱响 甚至有些人耳磨一血 身为丁浩攻击对象的 旷天庆只觉脑海一震 如雾雷在脑子同时爆轰一般 将百丈虚空处的他震的一起裂窃 身躯微微摇晃了一下 魔鹰射魂乃是魔门当中 一种已尖烈的笑声攻击对方 心神的招式 一般只有出其不意的时候 才能受到奇效 这种最为基本的攻击方法 从真元澎湃的丁浩口中笑出 即使以旷天庆的修为心境 也在一瞬间被惊住了 等到旷天庆瞬间 稳住自己的体魄 面色阴沉的寻找丁浩的时候 立即发觉丁浩就在面前 正满脸的凝笑扬 扬着暴力无比的图灵模指 嗖嗖嗖醋石道夹杂着 极度邪恶气息指芒 树地一闪而逝 旷天庆瞬间便感应到了 石道指芒上蕴含的霸道气息 想都不敢多想的立即抽身而退 两手挥舞之间 晶莹剔透如冰雕一般的 荧光闪耀的两手 奇妙无比的不断的变化着手印 一个接一个的荧光闪耀的圆弧 如绳结一般纠缠在一起 组成了几个神秘莫测的图案 最终几个图案重重叠叠 竟然化成了一扇敞开的 灵光闪闪的灌门 门中绿色灵光闪耀着 不知到底蕴含了什么凶险 但是石道图灵魔指的指芒 却被这扇徒弟出现的大门 给尽数的吸入其中 随后绿色灵光闪耀的大门树地合上 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只是丁浩的一击却已经落空 丁浩一声冷哼 诧异的望了望那依然悬浮在面前的 那扇灵光闪耀的灌门 两眼光芒闪烁 嘿嘿道有意思 这便是魔月谷的蜜月母印吧 今日我导要看看是不是如传言一般 有着吞赋化解杀招的不适功效 话语一落 有黑的逆天魔剑一点黑芒闪现 一股无比邪恶残暴的气息 猛地从逆天魔剑上溢出 仿佛沉睡万载的凶兽苏醒了一般 无边的凶魔暴力之气从逆天魔剑里面滚滚四溢 瞬息间 呈千上百点黑芒从逆天魔剑的剑体浮现 这些黑芒犹如嗜血千年的魔兽一般 猛然挣脱了剑体的束缚 全部从剑体上面飞出 欢呼雀跃着力笑嘶吼 发出吞噬万物般的誓言 唧唧喳喳地朝着那扇由蜜月魔印变化而成的灵光闪耀的怪门欢快地飞去 这些黑芒或是聚成圆弧 或是一簇簇的成为弯月 再或是演化成死神镰刀般的怪异模样 伴随着一阵阵的鬼笑利吼 那些黑芒不断地组合成几百种复杂的图案 一无反顾地全部涌入了蜜月魔印造成的怪门之内 这便是诸神灭天觉奇傲无比的鬼图 所展现出来的诡异现象 上千点黑芒涌入灵光闪耀的怪门当中后 丁浩原壁盘坐下来 就这么蒸蒸的闭幕着 逆天魔剑在头顶画出一个接一个的图形 而丁浩的面孔也是无比的凝重 似乎费力庞大一般 在这个时候 只要邝天庆把握机会 瞬间赶到丁浩的面前而给予丁浩死命一击 这一战便能立即尘埃落定 可出乎众人意料之外的 百丈高空的邝天起 徒弟浑身瑟瑟发抖 面色也是煞白如指 悬浮与虚空的身躯遥遥欲坠 凉眼死死的盯着下方蜜月魔印造成的那扇灵光闪耀的大门 双手不要命的坐着各种手印 一个接一个的荧光闪耀的圆弧 源源不断的从掌心涌现 疯狂的涌入那扇怪门之内 众人怎么也没料到 形势会陷入这种僵持之中 各个都是无比惊讶 既敢开魔月谷果然无愧魔门少有的强派 蜜月魔印的神奇让他们都在暗暗思索 若是换了自己可有破解的办法 另一方面 对于丁浩层出不穷的魔宫更是震惊莫名 似乎没有料到丁浩在功法的神奇上一点不逊色魔月谷 暴力邪恶似乎还要更胜一筹 只要是明眼人 都能够看出号称能够吞话破解任何攻击的蜜月魔印 在丁浩的这一鬼迷的一招下 并没有占据到任何的上风 否则旷天庆便不会连一丝余力都不能抽出 还会露出如此疲惫的神色了 但是月魔观圣天三人抬头仰望虚空当中的一红弯月 却是显得自信满满 似乎认定旷天庆稳胜了一般 第572章无穷魔艺 丁浩一招鬼图发出之后 成百上千道黑芒涌入蜜月魔印造成的那扇荧光之门内 立即便感应到千道黑芒进入了一片死级的虚空 鬼图造成的黑芒不同于普通攻击 乃是与丁浩完全心神相合的 借助与千道涌入其中的黑芒 丁浩仿佛清零其境 能切身的感应到无穷无尽的束缚力从那个空间发出 在那个荒凉的空间之内 一阵阵的束缚力纠缠住任何有形物质 直到慢慢的将伸入其中的攻击拖死为止 一般的攻击 只要落入其中之后 由那扇荧光闪耀的灌门 将攻势与攻击者之间的联系瞬间切断 随后一式攻击没了攻击者的真元支撑 一会儿的功夫便会被那个空间内无穷尽的束缚力消磨掉所有的灵气 但丁浩这招鬼图发出的黑芒 却是有着奇妙无比的作用 与丁浩根本就是心神相通的 那扇荧光闪耀的灌门 无法阻碍丁浩与黑芒的联系 一波波的真元从丁浩的身体内溢出 根本无需借助灌门的媒介 全部疯狂地涌入那千道黑芒当中 千道黑芒有了丁浩源源不绝的真元补充 一个个欢呼雀跃 在这个荒凉孤寂的空间 发出一声接一声的暴力嘶吼 抵挡着一波波束浮力的困索 一时间 曠天庆才煞时猝不及防之下被惊骇的魂飞破散 原本还当刚刚兵号白费心机 直到感应到蜜月魔印造成的空间的异动后 才真正的心神慌乱 蜜月魔印造成的这个空间 同样与它心意相通 一直以来它都是通过那扇大门为媒介 将闯入其间的公式化解 这次图逢一变 立即想到了蜜月魔印的不足之处 据自己的师尊所说 若是蜜月魔印内有攻击可以 受着攻击者的真元源源不断的补充 那这招已经算是破解 不过若是攻击者的真元没有自己的雄厚 还是可以通过死号来拖垮对方的 邝天庆自然不会认为自己苦修千年的真元 还比不上丁浩才数百年修为的真元 于是毫不犹豫的立即破釜沉舟的使出了印浩的功法 落在观战众人眼中 只见盘坐在山顶的丁浩 与奥利虚空百丈的邝天庆的中间 那扇荧光闪耀的怪门忽地急速膨胀 忽地猛然缩小 不断的扭曲变化着 看样子里间似乎有着天翻地覆般的异变 丁浩现在面容猙獰 周身一股股灰暗色的小漩涡围着它急速旋转 它所在之地一片飞沙走时 身下被漩涡激烈旋转造成了一个个不断变身的洞穴 头顶的逆天魔剑黑芒一亮一亮的 随着丁浩的心念不断地御动着 为刚刚发出的千道黑芒提供着远远不绝的真元支撑 隔着一扇门的旷天庆 傲然力在虚空 由开始的不断地变化着手印 到现在不但要变化着手印操纵密月魔印变化而成的那扇怪门 还开始将刚刚从月魔观圣天手中得到的两轮月灵抛向九天 突然之间落在众人的眼中 周围昏暗的区域末地变亮了许多 这是因为天际多了两轮弯月的缘故 才让四面的场景显得更为明亮可见 这两轮由月灵幻化而成的弯月 悬浮在真正的月亮与矿天庆之间 随着周围明亮的增加 一波波水文般的月华 从真正的月亮之上撒下 这些水文般的月华仿佛受着法宝月灵的吸引 所有的月华尽数被两个月灵法宝吸收 最终一道道银色的光芒 从两个月灵法宝之上 朝着矿天庆的天灵盖直观而下 哈哈哈哈 在众人都是惊讶无比的时候 徒弟从月魔观圣天的口中传来了一声狂笑声 眼见众人都望着自己 月魔观圣天潇洒的一纸虚空当中的 两件月牙般的法宝月灵 自得道 月灵身为我魔月谷的传戴法宝 除了能够将魔月谷的功法的道提升之外 还有着可以直接吸附月光来助战的作用 现在到了这种僵持比拼真元高下的时候 有着月灵支柱提供着月华的真元为己用 本股旷劳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丁浩的惨败乃是无可避免之局 能否保住性命便要看他能不能早点认输 抽身而退了 听他这么一说 众人都是窃窃私语 望了望天空悬浮着的两个月灵 再看看那一道道银色的光芒灌入旷天庆的身体内 原本还要摇晃晃的旷天庆 不但身躯已经稳住 就连煞白的脸色都有了一丝红润 众人不由地相信了月魔观圣天的话语 就连一直对丁浩信心十足直达癫狂的冯兴然 都首次露出了一丝幽容 不由地看着四面 又看了看神情扭曲宁丽的丁浩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在冯兴然的心中 丁浩自然是战无不胜的 不过今次一战况天庆借助与法宝月灵支柱 明显是占据了点优势 听观圣天的语气 若是不早些认输的话 丁浩可能有着性命之忧 这个时候冯兴然开始心情复杂了 练狱魔君冯奥天与身旁的廖千护士一眼 都是露出了一丝担忧之色 廖千两眼闪烁了一下 低声道 要不你去阻止他们继续斗下去吧 丁浩这小子实力虽然超凡 可比拼真元原本就不应该 现在还被邝天庆借助法宝占据了便宜 如果真的如观小子所说 这可真不就得不偿失了 沉吟了一下 令狱魔君冯奥天面色凝重 但最终却微微摇了摇头 开口道 再看看吧 你看丁浩虽然现在似乎落在下风 可还没到真正犹禁灯窟的地步 以丁浩这小子的心性 不会看不出现在的不妙 既然他现在坚持下去 必然是另有屏障 我对他绝对有信心 更何况你当他旷天庆 敢在我们断魂山上诛杀丁浩 哼 若是那样的话 他们摩月谷恐怕真的要走到头了 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了千道 或许吧 毕竟这小子身上神秘的地方颇多 如果真的能在他身上出现奇迹 我倒是一点都不会惊讶 至于旷天庆 嘿嘿 我让他也不敢拿丁浩怎么样 毕竟他也是知情之人 就连那不明所以的月魔观圣天 刚刚都出言提醒了 明显是想要丁浩自动放弃 另一边 天沙魔君独孤即灭与剑魔石峰寒两人 也在低声的商议着神吗 独孤即灭两眼血丝连连 直盯着焦灼状态的丁浩两人 口中低沉问道 你看丁浩这小子能支撑多久 有头看了独孤即灭一眼 石峰寒罕见的露出一丝怪异的笑容 摇头低声道 不是丁浩支撑多久 我认为丁浩不一定会输 独孤即灭一愣 不解的望着石峰寒 开口道 哦 石峰为何如此认为 两眼紧盯着丁浩 石峰寒摇头道 不知道 纯粹是一种感觉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之际 一直垂手臂目的丁浩 猛地微微抬头 睁开了一双诡异邪恶莫名的双眼 左眼深红几欲低血 看起来只剩残暴凶爵 邪恶到了极点 右眼深紫色 仿佛一朵紫色模样不断地跳动着 看起来诡异莫测 给人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 随着丁浩两眼的睁开 一股无比浓烈的杀意 如惊涛骇浪般冲击着四面八方的一切 原本离丁浩靠近的一帮魔门众人 只觉从心底深处涌入了一种无比的恐惧 如深渊深处的魔王 用心红的舌头舔着自己的脖颈斑 给自己一种随时都会伸手易出的错觉 几个原因其的修真者 被这股浓烈的杀气一冲 当时便涂地浑身一软 瘫在了哪儿七孔流血 原因都在颤抖着 眼看着再不离开便要活不了了 那些师门长辈 一边咒骂着丁浩 一边赶紧带着门下弟子远远的避开 就连自己都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天魔力笑从丁浩的口中发出 整个断魂山每一处区域都被这声魔笑之声充斥 一股嗜血的极度杀戮欲望 随着嘹亮的魔笑之音 从众人的心底深处苏醒 一瞬间 所有观战的众人 似乎都有些心浮气躁 想要大肆撕裂摧毁面前的一切 心中的魔性隐隐都被激发出来 就在形势几乎将要难以预料的走向惨况的时候 徒弟 一声悠扬的钟声 从断魂山的山顶炼玉魔宗后山深处响起 清脆的钟声仿佛敲击在众人的心底深处 安抚着众人心中躁动嗜血的欲望 原本差点压抑不住心中魔性的诸位观战之人 被这钟声后一阵 全部从紊乱的心境当中惊醒 一些自问心性不稳的魔门钟人 惊慌失措之下再也不敢停留在这儿观战 纷纷四散地离开 放弃了继续观战的念头 第五百七十三章破宝而胜 一道霓虹伴随着悠扬的钟声 从断魂山顶炼玉魔宗所在飞出 须与间便落定在炼玉魔君逢奥天羽撂迁之间 霓虹散去 显露出一个风姿绰约的美妇 美妇一身翠绿色的干净烈落的衣裙 树一到达此地 二话不说的便狠狠地瞪了旁边的廖千一眼 原本桀骜不询 一向谁的账都不卖的廖千 被这个美妇一瞪 竟然干笑一声 露出一个谄媚的笑容 嘿嘿道 美玲啊 你怎么也出来了 廖千的夫人乔美玲对廖千翻了个白眼 环顾四周后 最终落定在丁浩的面色 开口惊呼道 他便是丁浩 旁边的冯奥天听乔美玲询问 微微失礼道 不错 这便是丁浩 刚刚若非乔前辈以终生相合 恐怕围观的诸位魔门同道 当有一些人控制不住心魔 而陷入狂暴之中 到那个时候后果真格是难以想象 点了点头 乔美玲也是心有余悸道 一确如此 我倒是没有料到丁浩竟然如此可怕 若非我正好在断魂山上 听到这魔音扩散即刻以终生混淆了 否则还真的无法收拾了 这还是丁浩无意识地散发出的魔音 如果他乃是有心为之 利用魔音射魂的功法施违 恐怕就连我都难以将这魔音拦住 望了望丁浩现在的模样 令与魔君逢奥天面现担忧之色 疑惑询问道 丁浩刚刚可是走火入魔了 乔美玲摇头 断然肯定道 无相 虽然与入魔的征兆很像 但他的意识应当是清醒的 刚刚的魔音扩散乃是无心之举 应当不是他的本意 不然不会一听道钟声响起 便立即停止了魔音的嘶吼 原来如此 真可不知这小子在做些什么了 冯奥天听乔美玲这么一说 才放下心来 两眼疑惑地望着山顶如魔神一般的丁浩 就在这个时候 丁浩两眼珠又再次恢复了有黑深邃 头顶尼天魔剑依然是滚滚转动着 丁浩的右手掌心内 却涂地一个黄光闪亮 金光闪耀的阴阳宝镜煞时 从丁浩的手心显现 随着丁浩的右手一指 阴阳宝镜瞬间向着天际飞去 片刻后便出现雨框天庆 与他的两个月牙法宝月灵之间 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笑意 丁浩摇指天际的右手微微一个旋转 那阴阳宝镜随着丁浩的动作 涂地黄光大圣 此时虚空当中的景致当中是奇妙绝伦 两个月牙法宝月灵吸收了月亮的月华 那撒落而下的银色光辉 本该是落境旷天庆的身体之内 可因着阴阳宝镜的出现 那一波波的银色光辉 反倒禁数被阴阳宝镜给吸吮其中 上次面对罗浮宗的见证时的情形 再次在冯奥天料谦等人眼中显现出来 只见吸收了银色光辉的阴阳宝镜 镜面上如银翼流动 整个阴阳宝镜绽放出塞比月亮的光芒 随着丁浩右手掌心的连连变动 阴阳宝镜不断地调整着方位 然后一道粗壮的水银色的光芒 直从阴阳宝镜的镜面内射出 向着悬浮在上空的其中一个月牙般的法宝月灵射去 八大一声 这个月牙般的法宝月灵骤然破碎成满空的繁星点点的银色光点 如同最为绚烂的烟花 尽情绽放着短暂的美丽 如此变化将刚刚认定丁浩会输的一帮人惊得目瞪口呆 尤其是月魔观圣天 面色犹如被踩了一脚的烂柿子 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就在丁浩调整着方向 打算让阴阳宝镜继续攻击另外一个月牙法宝月灵的时候 旷天倾铺地吐出一口鲜血 手忙脚乱地连连变化法觉 在电光之间迅速地将那个月灵收起 同一时间 一团更为绚丽的爆破 从蜜月魔印造成的那扇怪门发出 满空的黑点伴随着五颜六色的光亮 如银河深处一次空间陨灭 各种奇异的光芒带着惊天动地的气息充斥四面 一个接一个的古怪爆裂声不断发出 最终一切的一切都烟消沉散 月光如水照耀在硝烟的战场 丁浩猙獰的面容不见 现在平静地犹如一潭死水 雄伟的身躯从盘膝而坐的姿势长身而起 远远望去显得说不尽的阴尾不凡 反观邝天庆 此时嘴角鼻孔同时一血 脸色苍白没有血色 正呆呆地看着手中那只剩下一个的月灵 仿佛突然之间苍老了许多 丁浩神情复杂地看了看不远处的邝天庆 一句话没有说 身躯猛地飞到天际 将阴阳宝镜收入右手掌心内之后 瞬间朝着炼狱魔宗的方向飞去 丁浩一走 这边立即被纷纷嚷嚷的争论声充满 每个还留在这儿观战的人物 都是魔门当中一顶一的强者 眼见丁浩竟然最终改变劣势 硬是将魔月谷的三节散仙战败 全部都是神情复杂无比 一个个心中不知想些什么 其中最为苦涩的莫过于魔月谷的谷主观圣天 原本自信满满以为必胜的一局 不但输了格底朝天 连谷内代代相传的法宝月龄 都被损坏了一个 到了这个时候 岳母观圣天才想到丁浩开战前说要将月龄回去 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做到了 除了苦涩无比之外 岳母观圣天还得去安慰明显受了打击的邝天庆 逢奥天与廖千巧美龄几人面面相去 一时不知该如此是好 半想后 最终巧美龄微微叹息一声 开口道 我去何况天庆谈谈吧 毕竟这事发生在我们断魂山 虽然并非丁浩的错 可这事情 哎 只有冯欣然乐滋滋的 摇头晃脑道 这样也好 丁浩实力越强 对我们炼狱魔宗才会更有利 毕竟他可是欣然的男人 自然不是凡人可比 愁眉苦脸的冯奥天两眼一亮 微微一笑 对料千开口道 或许还真的不是坏事 呵呵 即使魔月谷心有芥蒂 因着魔界来人的吩咐 应当也会心中有数 为了开启中大路 他们还真的不敢拿丁浩怎么样 非黑 料千唯唯一愣之后 也是点了点头 开口道 话虽如此 不过魔月谷丢了这么大的脸 这次聚会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即使不敢诛杀丁浩 但是拿无极魔宗的门人泄恨 倒是有可能发生 这么一说 冯奥天面色一沉 点头道 看来必须要我们魔门三宗一同出面 与魔月谷的人谈上一谈了 就算为了大事也好 说我偏谈也好 反正要劝魔月谷打消此面 就在冯奥天与廖千两人 正在商议要如何处理此事的时候 天沙魔君独孤即灭与剑魔石封寒两人 从远处行了过来 持封寒一到之后 便审声道 这事情有些麻烦 毕竟月灵乃是魔月谷代代相传的法宝 还是谷主的身份象征 现在就这么被毁了一个 我怕魔月谷会不顾一切的报复无极魔宗 持封寒这么一说 冯奥天与廖千户是一眼 了然道 本宗也正在担忧 持封可有什么好的办法 皱了皱眉头 持封寒两眼硕硕的看着冯奥天 徒弟出声道 我可没有什么办法 若是冯宗主有什么提议 不妨说来听听 我想以目前的状况 只要有用得到我们建魔宫地方 本宫却不会推迟旧事 暗自低骂了一声后 冯奥天神色如常 哈哈一声爽朗的大笑 开口道 那就当我们炼狱魔宗与无极魔宗 欠了你们一个人情 本宗是这么想的 只有我们三宗一起给魔月谷施压 才能让魔月谷打消报复无极魔宗的想法 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见魔时封寒与天沙魔君独孤即灭互相一眼 同时微微一笑后 时封寒开口道 冯宗主既然这么说 我们见魔宫自然愿助你一臂之力了 独孤即灭两眼一转 也是含笑点头 道 天沙魔宫自然与你们两宗共进退 呵呵一笑 令狱魔君冯奥天点了点头 开口道 即是如此 我们便过去与月魔观圣天旷天庆等人谈谈旧事 尺丰寒两人点头同意 跟随在天沙魔君冯奥天的身后 朝着那灰头丧脸倒霉透顶的魔月谷几人走去 第五百七十四章妙用五边 断魂山后山 白云浩渺 激进五无声 入眼白茫茫的雾气扩散四方 触地 一道雄伟的身躯骤然落下 仰望白茫茫的云彩 出口地喝道 冯老 丁浩特来求见 上空的云朵一阵悬动 半想 从其中传来了冯德莲的柔和声 上来吧 身形陡直的一窜 丁浩瞬间如利剑般射入头顶的一簇云朵之内 注视着面前慈眉善目的冯德莲 丁浩公声唯唯行礼 道 拜见冯老 看守点了点头 冯德莲唯一笑 柔声道 没想到你小子发起火来 是六亲不认 谁的账都不卖啊 现在你把魔月谷的正宗至宝月灵回去一个 你倒是安然而退 可苦了傲天他们 还要为你小子绞尽脑子的想办法弥补 淡然一笑 丁浩玩耳道 回去便回去了 魔月谷谷主观圣天是非不分 连一丝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如此狂妄自大 即使比起魔门其他两宗的宗主还要更胜一筹 若是是如他所愿那还了得 你小子 冯德莲抚须摇头微笑 柔声道 说吧 你离开哪儿 立即直奔这里见我 到底是为了什么 面色一正 丁浩宁众道 我急匆匆地敢来找你 乃是因我寻到了殿王的踪迹 不 冯德莲立即露出了无比慎重的表情 两眼神光电射 如夜空当中一道闪电游过 让他整个人立即变得精神百倍 冯德莲双眸直直的盯着丁浩道 怎么如此肯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丁浩也不答话 右手一摊 从掌心内溢出了阴阳宝镜 转过身来 与冯德莲一线而立 将阴阳宝镜对着自己一照 随后阴阳宝镜黄光闪耀后 被放大成人形 镜子里面除了丁浩的模样以外 还在身体内隐隐显现出了丁浩原因的样子 两个人形一大一小 都在镜子里面停留着 我刚刚才发觉 阴阳宝镜的照耀下 随着我的心意变化 可以照出一个人的身体内的原因 在与矿天庆一战的时候 阴阳宝镜排空吸收月灵转化的月滑时 阴阳宝镜调整角度 惊鸿一贴之下看到了一目奇特的景象 有一个人内在的原因 竟然与面容是两个模样 电王百变数神奇莫测的确非凡 但我认为他再怎么改变外在的相貌 也无法将他本体的原因一样变化过来 丁浩面色凝重 将原因唯唯到来 冯的脸悚然动容 面容一阵后惊呼道 不错 那人定然是电王无疑 你将他的面貌样子告诉我 我立即着手安排 这次断魂山我们聚会 因此人的存在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我们炼羽魔宗会让他后悔此次赶来断魂山 点了点头 丁浩面现名笑 冷声道 逢老行动之际 一定要告诉我一声 若论仇恨 我比你们与他还要深 这次若非他刻意挑拨 我与魔月谷也不会闹出这么一档子事情出来 也好 多你一人也多了一份力 我会尽快安排好 否则那电王不知又换了什么身份 你刚刚一站真元损耗不小 有没有受到什么伤 冯德莲问道 摇了摇头 丁浩笑着答道 多谢冯老关心 真元的确是损耗不小 不过我无时无刻都在恢复当中 电王现在化身的那人 在和邪宗那边一个门派内 腰间盘着一个墨浴纽带的便是了 此话一出 冯德莲并目不语 须于肩辩睁眼笑道 我已经看到他了 你先回去歇息一下 这事情我需要立即安排 过一回我会传讯于你 点了点头 丁浩起身唯唯一败 笑着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我便等候逢老的好消息了 穷健的身躯一扭 丁浩从悬浮与虚空的云朵内纵身跃下 迅急地朝着自己所在房间行去 刚刚一站之后 丁浩对于阴阳宝镜又有了新的认识 到目前为止 原本自己认为公用不大的阴阳宝镜 已经连番的向自己证明了他的价值 阴阳宝镜不但可以搜寻极天七宝 似乎还能寻找到其他的天地灵物 不过这只是丁浩的感觉 并不能真正确定 另外一个最大的发现 便是阴阳宝镜能够将一些特殊的攻击纳入镜面 然后重新反射出去 这一点最为有用 不但驻丁浩破去了罗浮宗的见证 这次与阔天庆的一站 也是多亏了这个公用才能化险为夷 最后一个发现 就是刚刚的照耀下 不但能够显出人的身体 随着自己的信念连子府原因都一样无所断行 这一点平时没有大用 可现在应用到电王身上 那当真是实用到了顶点 和阴阳宝镜同属与七宝之一的清明鼎 同样是带给了丁浩颇多的惊奇 首先一点清明鼎能够护主 尤其是在出现迷惑心智的攻击时 清明鼎的作用简直无与伦比 所有的魅功患禁或神的功法 一落在自己的身上都会被清明鼎自动以清光敌荡掉 另一方面 清明鼎的功法与魂炼神更是不得了 不但可以将魂魄类的东西炼化 还能吸收入鼎内 壮大自己的神念修为 这一点真正是鬼迷莫测 让人无法想象 相比较七宝的逆天魔剑 至今除了速度超级快以外 似乎并没展露更大的功效 这点便让丁浩百思不得其解了 按理说逆天魔君乃是 集天七神当中最为强横的一个 他的逆天魔剑绝对不止 这么点功效才对 至今没有经线更为特殊的功用 不知是自己实力不济 还是没有发觉的原因 但丁浩总觉得逆天魔剑肯定不止这点功用 从逆天魔剑到手之后 丁浩总觉得逆天魔剑并未真正的被自己收服 有几次自己身处险境的时候 逆天魔剑会涂地爆发出无穷的威势 一瞬间便能将自己的危机化解 就是这一点都让丁浩无法理解 至今没弄懂怎么回事 正是因为如此 丁浩才肯定逆天魔剑肯定另有玄机 只是自己还未能发觉而已 回到了自己的住所以后 丁浩盘膝坐在床上 从储物戒指内掏出了几粒还原单放入口中 开始闭目挑戏恢复真元 以丁浩目前的修为与神念 都不用在门前布置什么阵法隔绝外人 整个断魂山上目前虽然高手如云 但是想要接近自己门前还不被发觉的人物却是没有 就连殿王前来寻觅自己 只要身处在自己实障之内 自己定然察觉得到 所以才不需布置什么 一个时辰后 丁浩含笑睁开双眸 两眼明亮如繁星 没想到一次运功挑席 竟让丁浩从合体初期突破到了合体中期 虽然这种进步不会让丁浩的实力增加许多 但没有吞噬旁人的真元 只是在与旷天庆的一战后畅快淋漓地突破到合体中期 还是让丁浩感觉到无比的惊喜 当然这也和丁浩日积月累的吞噬真元 又吸收了轮回国有着关系 现在丁浩真正的实力其实依然不如绿袍独魔等人 只是借助了进化了两次的血鬼江 才能避逆天下立于超然之地 即使现在再次突破 实力的进步依然是微弱 只有血鬼江的进化 才能让丁浩再次提高一大步 不过到了如今 血鬼江想要进化 就好比让八尺紫莽从六尺进化八尺一般 那不是一个男子能够表达的了的 这根本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窃 想要突破进化 除了自己的不懈努力外 还要看各种机遇了 刚刚一战之后 丁浩算是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实力 乃是借呼吁三截四截散魔之间 或许比三截散魔强上一点 但却一定不是四截散魔的对手 不过对于丁浩来讲 这种实力已经可以纵横天下 倡议而行了 就在丁浩还在遐想之间 冯兴然的脚步声远远的落入耳机 正了正心神 丁浩安然盘坐着 等候着冯兴然的到来 果然不出丁浩的意料 冯兴然没有往相隔十几帐出的自己的房间而去 笑嘻嘻的直朝着自己的屋内醒来 一到丁浩的房间 冯兴然便笑呵呵的开口道 好消息啊 我爹爹与石宗主独孤宗主一起找了摩月谷的人相谈 他们摩月谷不会再刺激报复了 摇了摇头 丁浩玩耳道 这算是什么好消息 就算你爹爹不找他们摩月谷谈 你以为摩月谷能拿我如何 嘻嘻的一一笑 冯兴然扬眉道 那是 也不看看你是谁的男人 丁浩看着自得满满的冯兴然 嘿嘿勾手道 给我过来 冯兴然面色一红 玉蓉娇羞 扭泥了一下 乖乖的往丁浩走去 第575章刻意算计 两日之后 炼狱魔宗洛林殿内 洛林殿处在最为靠近后山的一片岩石当中 四面依山环水 心游宁静 洛林殿内除了炼狱魔君冯奥天料签以外 便只有丁浩身在其中 不过隐秘在暗处的冯德连几人 丁浩刚刚已经见过 知道他与乔美玲还有另外两人藏身在一边 就等那电王化身的西月魔行踪的长老罗敏样身灵了 不知使用了什么方法 冯德连等人明明隐秘在暗处 却能做到一丝气息都不显露 就连丁浩神士窥探 都无法感应到一分一毫 为了防止电王化身的西月魔行踪的罗敏样起一心 冯奥天已经陆续请了几拨人马进来 说是要商议一番要事 前一日冯奥天将那些人一波波单独请到洛林殿之后 装模作样的紫屑盘问了一番 他们门人弟子与长老可有什么异常 是否有单独行动的迹象 明显以一种查询残杀几宗长老的凶手的目的形式 这么做法 正是为了让西月魔行踪的人过来之后觉得理所当然 也是为了迷惑电王的感觉 让他认为冯奥天请西月魔行踪的过去是正常的做法 打消他的怀疑之心 等候当中的丁浩三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露出了一丝兴奋紧张的神色 练狱魔君逢奥天不断的明着杯中茶水 廖谦原本不断搓手 最后硬是将掌心攥紧 丁浩则是闭目调席 只是额头青脉微微跳动 殿王不同于旁人 自身的修为已经超凡脱俗 更何况百变数千变万化 即使这次练狱魔宗精心布置了下来 众人依然是心怀忐忑 有些不太安心 练狱魔宗散魔虽然不止一个 但单打独斗恐怕没有一人是殿王的对手 这次诸位散魔隐秘暗杵 再加上丁浩相助 还有着正法的夹击 虽然实力远远的超过了殿王 不过若是殿王一心逃离 能否将他留下众人还是没有把握 沉吟了一下 练狱魔君逢奥天正了正心神 开口道 拜会殿王和那西岳魔行踪的一行人进来后 我们不但不能用神念窥探他 就是目光也不能朝他看 免得被他察觉出来 只等他走进殿中的那个圆弧的图形之内 隐匿中的长辈自然会立即发动阵法 到那个时候才好下手杀他 冯奥天这么一说 丁浩与廖千两人都是连连点头 廖千连连深吸一口气 黑黑低声怪笑道 这么多年了 难得有一天能这么折腾着算计超出了我两届的高手 想想便忍不住兴奋啊 丁浩同样点头同意 开口道 电王不同旁人 整个西大陆恐怕就促他实力最强了 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以真面目是人 更是放弃飞升留在修真界 处心积虑的案子发展冤龙殿 目的为何不言而喻 这次他若走脱了 下次这种机会恐怕再也找不到了 是啊 不过电王实力超绝 有没有其他的手段还很难说 能将他诛杀此地最好 即使不能也要重伤于他 让他不敢继续四处作恶 冯奥天面色凝重 沈圣道 只听炼狱魔君冯奥天的语气 丁浩便知道恐怕就连冯奥天自己 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将电王杀死 以自己对于电王的了解 只能用深不可测来形容 即使不为了摆遍魔君软薄像的沉默 电王所作所为已经与自己的目的有了冲突 杀之而后快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过见仙红是到现在还没完全恢复过来 以无极魔宗的实力想要诛杀电王 根本就是没可能的事情 何况电王和自己一般化身万千 还身在暗处 想要找到他都是不易 远远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丁浩三人神情一阵 互相一眼后 立即展现出一副正儿八经的神色 不多时 门外传来了炼狱魔宗带露童子的声音 汪宗主里面请 我们宗主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 昂了一声 西月魔行宗的宗主汪天兽在门前没有停留 带着包括电王在内的两个西月魔行宗的长老脉步行入其中 电王化身的罗敏样腰间的墨浴腰带醒目的注明了他的身份 合体出奇的修为 平平凡凡的相貌没有任何的出奇之处 这些和百变魔君软薄像教导丁浩的百变术要绝一般 劳烦汪宗主清领此地 本宗实在是迫不得已 还请汪宗主包含包含 汪天兽刚入落灵殿 炼狱魔君冯奥天便从座位上站立起来 哈哈一笑后远远开口道 汪天兽笑着摇了摇头 边走边开口道 冯宗主客气了 这些时日发生在断魂山的事情本宗也听说了一二 冯宗主谨慎一些乃是理所当然的 哈哈大笑着又再次坐下 令狱魔君冯奥天开口道 汪宗主了解就好 本宗也是为了各位的安危着想 毕竟已经有了不少的门派都深受其害了 你看摩月谷的官道友还因为这件事情 与丁浩这小子闹得不可开交 都是因为那殿王的从中作梗啊 冯奥天说到这儿的时候 那化身为殿王的罗敏样似乎紧觉得四处张望了一番 稀稀拉拉的眉头皱在一起 似乎心有疑惑 不过好在看了看后 又低头没有露出任何的表情 跟随在宗主汪天兽的身后 缓步汪处于殿中央的那个圆湖出行去 刚刚殿王的举动 都是暗自捏了一把冷汗 还当他发觉出了什么不妥之处呢 虽然三人都没有将眼睛直接落在罗敏样的身上 但是眼角的余光还是时刻注意着殿王的动静 渐渐的 西月魔行宗的宗主汪天兽 已经先且一步进入了楼阁当中的那个圆湖之内 另外一个长老也是紧随其后的落入其中 大殿王低着头 因自身的身份低于汪天兽两人 莫不作声地走在最后 到了那个圆湖所在的区域前 也是毫不在意 处地 西月魔行宗的宗主汪天兽 与那另外一个长老已经脱离的圆湖的区域 而殿王也从圆湖边角 走到了正中心的位置 就在这个时候 徒弟圆湖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圆湖的四周瞬间亮起了五颜六色的光芒 一个个古怪的符咒瞬间从此面浮现出来 一闪一闪地亮着璀璨的光芒 以圆湖为边 变闪之间升起了红彤彤的刚照 刚照上面瞬间将那片区域全然照住 头顶的楼阁上一缕缕的霞光如彩带一边拿飘落下来 将刚照密密麻麻地包了葛街街市时 同一时间 逢得连料千桥美龄 再加上一个二节散魔图园 四节散魔战标 炼狱魔宗所有的散魔级别的高手青囊进出 瞬间便站立在了圆湖的四面 丁浩站立在几人外围 满脸慎重 但心中却忐忑不安 一边担忧着电王能否被阵法困住 另一方面又为炼狱魔宗展现出来的实力暗暗心惊 到了今天 在这个时候丁浩才算真正的对于炼狱魔宗的实力有个深切的认识 除雀阴群带关系不算在内的了千 整个炼狱魔宗还有着一共四个散魔 尤其是与冯德莲同样境界的四节散魔战标 虽然早知道有这个人物的存在 却一直未曾见过 当初成皇与炼狱魔君冯奥天争夺宗主之位 便是因着与战标的关系之称 战标的妻子乃是成皇的长辈亲戚 虽然已经生死多年 战标却因着对于妻子的感情 一直对成皇一脉照顾有加 否则以当初成皇的势力 根本就不敢对于冯奥天的宗主号令杨凤英伟 还敢与冯奥天争夺宗主之位 或许是因为成皇的原因 战标对于众人的态度显得不冷不热 一副臭脸摆着 不过因为是关断浑山炼狱魔宗的安危 战标还十分得清形式的出手 不过对谁都没有好脸色而已 冯 冯宗主 你们这 这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个时候 那些月魔行踪的汪天兽气愤的浑身战斗 指着炼狱魔军冯奥天咆哮道 因实力的原因 冯奥天在这个时候 并不能帮助众人什么忙 只能屈居二线 这是时候面对汪天兽的怒浪滔天 不由赶紧不断地出言解释安抚 在听过冯奥天的一番解释之后 汪天兽显得悲痛欲绝 两眼通红地看着被困在刚照之内的殿王 悲怯道 这么说 真正的罗敏央已经被他杀死了 点了点头 冯奥天知道他心中难过 但还是出言肯定道 不错 第576张肉衫一座 被巨大的刚照困住的殿王 面容忽冷忽暗 在整个刚照内多不而行 看不出在想些什么 徒弟 洛林殿上方的屋顶劈啪一声爆响 宽敞厚实的屋顶骚然四分五裂 广袤无际的苍穹露出一线 透过撕裂般的缝隙 冰昊只见上空黑压压乌云洗顶 一道道的闪电酝酿着 但却没有雷声的香合 看这样子雷电的形成不像是天然景观 应当是洛林殿电中阵法的缘故 就在丁浩瞳目结舌的时候 一道粗大的闪电 攜带着璀璨的明亮 煞石从虚空殿下 趴得透过洛林殿房顶的裂缝 直劈在困住电王的刚照上 被这道闪电一劈 一丝丝的电光如小石一般游走在钢照之上 发出了吱吱吱的电闪之声 电王身在其中 在这道闪电一劈之下 还在舵步而行的身躯一个猎切 身形不稳的差点跌了葛根头 从第一道闪电砸落而下后 一道道闪电如滔滔江水般连绵不绝 一个接着一个的 从灰蒙蒙的天际内落入洛林殿之内 通隆隆的声音 猛然从洛林殿底部发出 丁浩眼看着电王身处的那个圆弧地面 一个得鬼话符般的符号闪亮起来 然后那处地面如水中波纹一般 高低不平地连连抖动起来 处地一朵朵炙热的火焰 从那扭曲抖动的地面溢出 瞬息间便充斥了刚照的四面八方 更是向着身处其中的电王席卷而来 到了这个时候 电王才真的是面色凝重 两眼内露出无比迥亮的神光 徒弟只见一道道的寒光从电王身上发出 电王看起来犹如一个浑身毛细孔 长满了寒芒的刺猬一般 那些寒芒直达半丈左右 完全将电王照如其中 只露出个头颅出来 电芒依然不断砸落 地火躲躲肆虐 可身在当中的电王 浑身刚针一般的寒芒遍布 身躯纷丝不动的再没露出一丝疲态 好一个冤龙殿电王 如此实力果然惊世骇俗 导师没想到你在这种情况下 竟然还能轻松如意的面对 不过我的这个天罡地煞阵 最主要的乃是一个好字 只要你耗费真元抵御阵法的攻击 我的目的便算是达到了 乔美玲咯咯一笑 对着电王得意道 乔美玲这么说 原本会以为电王 肯定会露出点什么惊讶的情绪 哪儿知道电王神情一点变化都没 只是环顾四周 将炼狱魔宗的几大 散魔一个个扫了一遍 最后电王的目光停留在丁浩的面上 还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开口道 别来无恙啊丁浩 不知上次的事情你考虑的如何 只要你我联手 本王保证你无疾魔宗 立即飞黄腾达 冤龙殿的副殿主之位 依然为你准备 摇了摇头 丁浩含笑开口道 这事情已经没了谈下去的必要 本宗不喜在旁人的手下做事 电王的一番好意 本宗心领了 若是电王有功夫 不妨好好考虑一下 该如何破阵安然离开段浑山 否则一切的雄心壮志的都是空谈 面带不屑 电王平淡的看了看乔美玲 出口道 你真以为区区天刚地煞阵 能够困得住本王 他这么一说 就连刚刚还自信满满的乔美玲 心中都有些忐忑了 不由得冷横道 是否能够困住阁下 还需阁下试过才知道 摇了摇头 电王闭目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再次扫拾了众人一眼 开口问道 百变门的百变数可升为万千 从本王出道至今 除了年少的时候功法不嫌熟时 被人试破过两次以外 再也没被人看出过破绽 今日栽在这儿 为时有些大祸不解 不知各位能够给本王解祸 电王这么一说 炼玉魔宗的几个散魔全部闭口不言 丁浩则是黑黑直笑 最终丁浩摇头开口道 你的百变数乃是在下试破的 不过至于方法为何 自然是无可奉告 但并非你露出任何的破绽 若是要论 便应当是天意如此 天意 本王从不信这一套 既然你不愿说 那么本王也没留下的必要了 电王微微一愣 最终神情平淡地说出此话 冷着脸的战标面容阴沉 看着神态安详的电王道 断魂山岂是你想来便来 想走便走的地方 任何人只要在断魂山做出了 对于我们炼玉魔宗不利的事情 都无以例外的需要发出代价 出奇的 电王点了点头 同意道 本王自然是要留下代价才走 话语一落 蓬蓬连着四声爆破 电王的两手两脚瞬间 暴碎成血雨碎片 一股毁灭天地般的气息 骚然从电王的身上激发 一瞬间整个洛灵殿轰然崩塌 避免塌陷了 醋十个大小不等的裂缝 巨大的石柱纷纷爆碎 比人还要大的岩石劈头 朝着洛灵殿内的众人砸来 可身在其中的丁浩等人 却都是一动不动 只是满脸惊骇的望着 刚照之中的电王 一瞬间 电王四肢近毁 自残身躯带动的惊天气息 将那些砸落而下的闪电轨迹 都给搅乱 随着铺天盖地的闪电 不要命的砸落而下 一道道白银般的光线 在虚空当中闪现出来 那些都是空间裂缝 若是一个不好落入其中 恐怕立即陷入不知名的空间 永远无法返回 徒弟 智得一声轻响落在众人耳骨 轻微的声音却让众人心神一阵 混住电王的刚照 随着这么一个吱声 已经裂开了一道细细的缝隙 紧接着一声雷鸣般的声响 轰然从刚照内爆发 原本困住电王的刚照 瞬间爆碎成鸡粉 伴随着点点的碎星的鸡末消失无形 不好 天刚地煞阵已破 乔美玲一声叫呼 声音说不住的震惊与担忧 不用乔美玲再多说什么 众人都知道天刚地煞阵确实已经破了 此阵一破 也意味着束缚电王的力量彻底回去 不过好在电王自残四肢 并然已经受伤不浅 这个时候若要诛杀他 只能屏障着多人的围攻了 若灵电乱十枚差点的猛砸 因着天刚地煞阵已破 力火不再围绕着那片刚照内的区域飙射 而是漫无目的的四面飘飞 上空的闪电也紧随其后 疯狂地直朝着这边砸来 一时间整个区域乱成了一团 练狱魔君逢傲天 一件如此险境发生 当机立断地要求西月魔行踪的宗主汪天兽 与门下的长老迅速撤离 自己则是留下观察四面 刚照一破之后 电王导师并没立即顿出而逃 不过练狱魔宗的几大散魔将他围绕在当中 他就是想要逃离 也没有那么的容易 失去了四肢的电王 整个人已经圆滚滚地成了球状肉球 原来咕咕流动的鲜血 不知何时期已经完全的止住 此时虽然无比的狼狈 但电王依然是面容平静 神情奕奕地看着四周 似乎那严重无比的伤势 根本就没发生他的身上一般 正是因为电王出奇的平静 才让炼狱魔宗的几大散魔有些投鼠忌气 虽然团团将他围住 但一时间却没立即下手 立即动手 百变门除了深化万千的百变术以外 还有可以断织重生的断体术 越是拖下去 他浑身的伤势被压抑住后 越更难对付 非杀走时之中 丁浩涂地爆喝一声 随着丁浩一声爆喝 丁浩取出逆天魔剑 携带着滚滚的浓烈杀气 已经率先动手 大炼狱魔宗的几大散魔 听丁浩这么一说 全部神情一阵 直到看见定丁浩出手之后 才全部没有在犹豫等候下去 同一时间暴风奏雨般的袭击全部发出 没想到连这个你都清楚 我像这个失职 竟然将百变门的要术 告诉外人来对付我 好 很好 电王爆喝道 徒弟 刚刚只是向圆球的电王 浑身一个鼓掌 真得是瞬息肩成了一个肉球 而且随着他身体的鼓掌 在众人的面前他的身躯不断的变大 在众人的攻击还没到来之前 便已经成了十丈大小的肉球 简直就是一座肉山一般 霹雳啪啦的响声轰鸣四侧 整个断魂山都似乎在摇晃一般 肉山一般的圆球 被纷纷嚷嚷的攻击击破 如被放弃了气球一般 急速的萎缩下来 区域间 肉球缩小成正常的体魄 竟然还在一步步的缩小 最终成了一块巴掌大小的肉块 肉块上创痕累累 成了烂肉 电王走了 这个时候 丁浩愧然叹息一声 徒弟开口道 便与魔踪的几个散魔 面面相去 神情复杂 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第577章解开迷雾 站标此人两眼一瞪 浑身作然一紧 便打算追杀而去 不过却被冯德莲的一声慢着拦住 看了看气氛不平的站标 冯德莲微微摇了摇头 开口道 变王的实力大家刚刚也看到了 不但能够破去天罡地煞阵 还在我们这么多人的眼皮低下脱困而出 若论真正的实力 恐怕我们没有任何一人是他的对手 这时追也是追不上了 若真追上了也肯定是他刻意而为 后果更为严重 冯德莲这么一说 站标也恢复冷静 环顾四周以后 才冷冰冰的开口道 既然如此 这里便没有我的事情了 我回去继续闭关了 话语一落 站标信信然的从这处废墟当中飞出 化为一块晚霞般的红光 迅速的再断浑山的后山群内消失无影 眼见站标离开 那桥美玲不断的摇头叹息 道这电王还真个厉害 竟然自残四肢破去天罡地煞阵 这么以来 他给予我们的威胁也就不太大了 丁浩这个时候正两眼熠熠的观察着电王唯一留下的那片烂肉 听到乔美玲这么一说 不由的出声提醒道 乔前辈错了 我刚刚便已经说过 百变门除了百变术以外 还有断体术可以使肢体重生 这种自残四肢的行为 若是换了任何一个修真者 都是难以承受的重伤 只能再次夺体重修 可是电王自残四肢 虽然也算是受了不小的伤势 不过倚仗冤龙殿不小的势力 与断体术的神奇 估计要恢复过来虽然不易 但绝没你所说的那么严重 此话一出 众人都是神情凝重 一时间惊呼不已 都信心地感慨世间 怎会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功法 冯的脸也是颓然叹息一声 忘了忘一片狼藉 完全被摧毁的洛灵殿 出言道 那岂不是说我们费尽心思布置的一次阻击 根本就对电王没有多大的作用了 摇了摇头 丁浩正色道 也不能这么说 若是我所料不差 电王现在定然也是受伤不浅 他最后以身幻化而出的那个肉球 乃是与他有着心神相通的 受了我们合力一级后 他本体必然立即伤上加伤了 最起码现在断魂山不必继续草木皆兵地提防着此人的捣乱 而且短时间内在电王的伤势没恢复起来前 他也不敢继续到处作恶了 丁浩这么一说 众人才大松了一口气 毕竟以丁浩对电王的了解 所说应当是属实 即使几大散魔修为与年龄超越了丁浩 但因着对于百变门一切的不熟悉 也不好推测出电王的状况 丁浩既然说电王短时间内不敢作恶 而且已经受了不小的伤势 众人心中也算是出了口恶气 不再那么的耿耿于怀了 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了吵吵嚷嚷的议论声 极大散魔一愣之间 没有多说什么便全部消失不见 就连了千都说需要好好静上一静 仔细考虑一番事情 等到诸位散魔消失不见之后 炼狱魔君冯奥天也才从身后不远的一片废墟当中 满面灰尘的冯奥天看起来显得有些狼狈 不过精神导是一点不差 看了看四面围上来的一些魔门众人 冯奥天笑着对丁浩解释道 虽然动手之前 我已经安排门人疏散了洛林殿周围的人群 更是刻意隐瞒了此事 但姿势重大动静也是弄得汗天动地 加上夕月魔行踪的汪天寿先行一步离开 那些人应当也清除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丁浩看了看前来的魔门众人越来越多 面色之上都是带着京剧差异猜忌的眼神 点了点头之后 到看样子电王断魂山一行 虽然留下了一点代价 但给断魂山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一面 是啊 一个能够深化万千的人 出现在这么一个复杂而个怀鬼胎的地方 能够搅起多大的破浪 简直就是难以预料 冯奥天感慨道 点了点头 丁浩对于冯奥天此话真格是深表赞同 上次在自己刚刚到达东大陆 为了拯救被陷入重围的 幽冥魔教的火魔一行人 以一人之力挑拨离间东沙西藏的 将那些原本团结一致的道门众人 最后硬实逼迫的杀红了眼 现在听冯奥天这么一说 丁浩一想起当初的事情 开始不由的庆幸电王走得早 否则真格难以料到整个断魂山 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一会儿的功夫 一帮魔门众人 已经在丁浩与冯奥天的面前聚齐 丁浩环顾四周后 发觉这些人便是前两日 在自己与邝天庆一战时的围观之人 不过其中还包括了 剑魔宫与天杀魔宫的两宗之人 与魔月谷的一行人 眼见众人闻训赶来 冯奥天看了看人群当中 悲愤的西月魔行宗的汪天寿 心中略意私负后 好声道 诸位前来此地 想必多多少少已经从汪宗主的口中 得知了一些事情的经过 这次断魂山上发生的那么多的事情 有一些门派门中长老突然的惨死 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一个名叫 冤龙殿的势力捣鬼 或许有些门派也听说过 冤龙殿这个神秘的势力 其中冤龙殿的殿王可以深化万千 变化成我们身旁的任何一人 关于这点本宗已经深有体会 那些莫名深死在断魂山的各派长老 包括摩月谷西月魔行宗 还有和邪宗等门派 这些深死的长老都是出自殿王之手 这一点想必汪宗主也应当清楚明白了 西月魔行宗的宗主汪天寿 听冯奥天这么一说 点了点头 面带悲痛道 不错 殿王将本宗的长老罗敏样朱沙 还化身成了一模一样的一个人 就连本宗与他相处在一起 都丝毫分辨不出个真假 说到这儿 西月魔行宗的汪天寿 望了汪人群当中的摩月谷的观圣天 出言诚恳道 至于上次摩月谷的惨世 定然也同样出自殿王之手 你们与丁宗主之间的事情 纯粹便是一个误会 若是做出了令仇者快意的事情 那岂不是让殿王的奸计得偿 岳魔观圣天到了这个时候 心中对于汪天寿的话语 其实已经信了大半 不过因着仇恨已经结下 他还是面色一片昏暗 微微冷恒了一生 没有多说什么 微微一笑 丁浩神态自若 对于岳魔观圣天的表现 根本就未曾放在眼里 他信也好不信也好 难道自己还会怕他摩月谷不成 不过冯奥天看到汪天寿 竟然如此配合 导师心情愉悦 哈哈大笑了几声后 才正色的道对和邪宗 宗宇飞云宫的两人开口道 两位宗主 上次本宗说定然会给两位一个交代 但现在还需两位给本宗一点时间 这次我们炼狱魔宗 请出了几位隐士不出的前辈出面 加上无极魔宗的丁浩 硬是摆出了天当地煞阵法 还只能将殿王重伤而已 但最终还是被他破阵而出 并未将他拿下或者诛杀 因此本宗恳求两位 再给我们炼狱魔宗一些时间 冯奥天这么一说 传来了一群倒吸冷气的声音 那些魔门众人面面相去 脸上全部露出了惊惧之极的神情 炼狱魔宗的及格隐士不出的高人 加上能够胜过三节散魔的丁浩 摆下了天刚地煞阵来困住殿王 以这种超级豪华的阵容 都不能将殿王拿下 还最终被他给跑了 那殿王的真正实力到底如何的超凡 众人心中已经不敢想象了 纷纷嚷嚷的议论声不绝于耳 那和邪宗的宗主一惊之后 立即反映过来冯奥天的问话 连忙朝着冯奥天微微行了一礼 开口道 冯宗主实在是太过客气了 既然殿王实力如此超绝 冯宗主已经尽心而畏 我们和邪宗自然没有什么好说的 反倒应当是谢过冯宗主才对 飞云宫的公主也是以同样的说法 回复了冯奥天 面对着超出他们想象强大的殿王 这两人便是想要刁难 连自己都没了借口 即使是新高气傲的摩月谷的谷主 官圣天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后 也要心怀忐忑 原本还因着无疾魔宗的丁浩 与冯奥天有些戒敌 但现在因强大的殿王出现 心中这点戒敌都被打消 遥遥朝着炼狱魔君冯奥天行了一礼 愿魔观圣天正色道 冯宗主有心了 若是对付殿王的时候 有用的到我们摩月谷的地方 请冯宗主务必要告诉本人 哈哈一声大笑 冯奥天道 官谷主客气了 若是真的需要官谷主帮忙 本宗自然不会客气 到了这个时候 一直笼罩在众人心中的谜团与猜忌 才算是解开了 第578章才大气粗 断魂山山脚 翠绿的参天大树下 丁浩毅立树底 蒸蒸地看着面前的一个青石 半想 身后大树的阴影下 传来了飘渺个影子暗影的声音 暗影参见丁宗主 不知丁宗主呼唤暗影 有何要事 出神的丁浩一听暗影的声音 便唯唯定定心神 转过身子 看了看隐秘在树音下的暗影 唯唯点了点头之后 才开口道 发生在断魂山上面的事情 想必你飘渺个已经大致清楚了吧 不错 大致的情形已经了解 但是细节方面便只有丁宗主 与炼狱魔宗的几个高大亲子参与者 才心中有数 即使以我们飘渺个的讯息网 也无法全部得知 暗影公声道 沉吟了一下 丁浩开口道 我这次换你前来 便是打算把断魂山的事情 详细地告诉你 另外便是想要问问 三周一岛那边 关于青云宗出没的事情 有没有什么头绪 斟酌了一下后 丁浩将发生在断魂山上的事情 一事不漏地告诉了影子暗影 等说吧之后 才慎重道 你将这边发生的事情 告诉毒魔血魔等人 让他们帮我通知百变魔君软博像 让软博像小心提防一二 我担心电王这次会恼羞成怒后 不再顾忌师门情义 会对百变魔君软博像不利 毕竟百变门的那些事情 都是百变魔君软博像告知于我 听电王的口气似乎异常的气愤 所以让百变魔君软博像 一定要小心提防 暗影明白 只要软博像小心提防 在三周一岛的势力范围 电王即使想要拿软博像报复 恐怕也甚为不易 影子暗影附和道 点了点头 丁浩再次吩咐道 这次断魂山上发生的事情 让我感慨良多 我们无极魔宗现在与冤龙殿仇恨之大 恐怕比起炼狱魔宗还要更胜一仇 以电王身化万千的手段 如果化身为我 或者是无极魔宗的血魔毒魔等人 若在三周一岛搅风搅雨的话 后果简直不可想象 所以你必须将这种可能性通知毒魔血魔 让他们一定谨慎加谨慎 千万不要出现什么叉子 断魂山的这些事情发生后 一想起自己在东大陆所为 丁浩便心有余悸 三周一岛的魔门联盟构成复杂 虽然现在因着利益的关系牢牢的团住 不过若是电王刻意捣乱 那所造成的杀伤力 估计会比冤龙殿直接来攻击还要恐怖 如果魔门联盟分裂 再次互相战成一团 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 无极魔宗肯定也是元气大伤 绝对难以应付将来更为庞大的盗谋相争 暗影明白 这件事定然会以最慎重的提醒送到三周一岛 不让断魂山的事情在三周一岛重演 暗影弓声沉重打道 点头微微一笑 丁浩松了一口气 自嘲道 越是知道百变术的神奇与作用 我越是担忧忐忑不安 不过现在电王重伤盾出断魂山 短时间内应当不会出来作恶了 可我还是放心不下 实在是对电王有些惊惧了 自言自语的自嘲的说到这儿 丁浩正了正心神 笑着问道 好了 这件事不再多提了 三周一岛的情形如何 我是指那清云宗的事情 现在我们飘渺个已经可以肯定 那道门另外一个仙界的神念 应该是藏身在以前的天雷道宗 清云宗到现在也已经到了天雷道宗 目前具体的情况我们飘渺个还弄不清楚 不过你们无极魔宗 以见仙红是血魔猎山为首的几人 也已经往那天雷道宗赶去 最后的结果如何 想必过些时日便会有消息传来 到时暗影会第一时间通知丁宗主 暗影依然是埋头低沉道 自嘲的笑笑 丁浩摇头道 竟然来自于天雷道宗 天雷道宗也算是间接的毁在我们魔门联盟的手中 看样子若那得仙界的神念找到了合适的寄宿体 与我们无极魔宗定然又是不死不休的结果 不过只要现在将那旅神念打散 便一了百了 什么都不会发生了 以见仙红是血魔猎山等人的阵容 我想远来此地的清云宗的一行人 恐怕也讨不到什么便宜 暗影低呼一声 点了点头 丁浩哈哈一笑 开口道 这事情还真难说 毕竟清云宗其需要将那旅神念带走便行了 又不是与三周一岛的魔门势力决一死战 帮我告诉独魔等人 不必与清云宗死拼 如果代价太大的话 便让清云宗将那天雷道宗的仙人带走好了 我们无极魔宗千万不能损耗了根基 话语一落 丁浩想了想 似乎该说的都说了 便开口道 你先行离开吧 三周一岛那边有消息后 你再来寻我 影子暗影什么都没询问 只是恭敬地说了一声事 然后便如空气一般消散在那楚树阴楚 朝着往炼狱魔宗回去的路上行去 丁浩看到在自己的上空 悬浮了一个金碧辉煌 已向白玉琉璃照蓝翡翠制成的轿子 这个古里古怪没有任何车轮的轿子 前面有两个被生两次的洁白飞马拉着 飞马的马鞍用一种黑墨般金属造成 在日光的照耀下显露出柔和的黑色光晕 与洁白的身躯衬托在一起 显得飞马更是神郡不凡 两匹飞马拉着轿子 在虚空当中翩翩而飞 速度竟是极快 但是轿子却平稳到了极点 连一丝的颠簸都没 像是小船漂浮在净水中一般 诧异之下的丁浩 以神念扶摇而上 原本打算看看轿子里面到底是什么一个人物 竟然有着如此排场 可不知那轿子如何制成 丁浩又是神念被阻 无法探入其中 对于轿子内的情形也是无法得知 好奇之下 丁浩低空飞行 也是不急不躁的往断魂山上面的炼狱魔踪而行 但却注视着上空富力堂皇的轿子 不多时 这轿子便飞到了断魂山上 等到了炼狱魔踪的门口之后 两体飞马矫健的身子微微一致 停留了下来 门前一个肥胖的矮子 猛地出现在轿子面前 整个人埋头败下 张口呼道参见宗主 丁浩一见那个胖子后 便立即恍然大悟 按道还当是谁如此大的排场 原本便是号称修真界最为富有的 聚宝宗的宗主高周扬到了 轿子内转来了一声懒洋洋的声音 道起来吧 随着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又是一个胖子从轿子内出现 这个胖子只是肚子略为鼓胀了点 身材高大健硕 面容油光光的 衣着打扮倒霉那轿子般富丽堂皇 只有右手上面一个湛蓝色水晶除物戒指而已 高周扬两眼同龄一般 肩膀宽厚 长得中规中矩 如果不是肚子太大 怎么也无法和股俭这种胖子联系在一起 合体中期的修为在这个高手入云的断魂山显得不太突出 但聚宝宗宗主的身份 比起一些势力强横的门派还要引人注目 一会儿的功法 炼狱魔宗的门口 已经聚集了一些窃窃私语的魔门其他门派中人 高周扬呵呵一声略为有些憨厚的笑容 手中的除物戒指射出了一束蓝色光线 将面前的富丽堂皇的马车收起 那两匹飞马被蓝光一照 瞬间变成了两张纸马 被高周扬大手一挥 便折叠的平平整整的落入戒指当中 随后于周扬才对着身旁恭敬的聚宝宗长老招才道 走吧 带我去找那无极魔宗的丁浩 这个时候 丁浩离炼狱魔宗的门口 还有些距离 旁人虽然看不到丁浩 但丁浩却能凭着高绝的修为 将门口的一切的看到清清楚楚 听到明明白白 一见这巨宝宗的宗主刚到断魂山 竟然不先与炼狱魔宗的冯奥天打声招呼 便直嚷嚷着寻找自己 不由的感觉心中奇怪 按道这巨宝宗的宗主导是挺看到上自己手中的阴阳宝镜 但现在随着丁浩对于阴阳宝镜的了解 自然是肯定不会拿出来交换 在宗主前来之前 我便已经去寻过丁浩 可惜他目前并不在房内 我问了炼狱魔宗的人 他们也不知丁浩到了哪儿 要不宗主先见见炼狱魔宗的冯宗主吧 招财公声道 不了 我们过去等丁浩回来就是 于周扬断然道 然后便不带招财多说什么 便直招里面行去 摇了摇头 丁浩也不再停留 只朝着自己的楼阁行去 倒要看看聚宝宗的宗主清灵断魂山 找自己到底是怎么一个说法 第579章西脉香城 等到丁浩来到自己的住所门前 发现那聚宝宗的宗主高周扬 与那门下的长老招财两人 坐在自己门前的两个石狮子旁边 一幅蓝翡翠般的晶莹剔透的座椅 散发着清凉的冷气 出现在炙热的断魂山上 这两人现在安然坐在哪儿 手中端着凉气嗖嗖的酸梅汤 正笑呵呵的一口口的鸣着 说不出的悠闲惬意 柱子上面除了酸梅汤以外 还摆上了几种稀奇的铃果 一看那脆盈盈的样子便知道不是凡物 旁边不远处的几个炼狱魔宗的门人 手中也拿着这种类型的铃果 正在赞不绝口的大吃特吃 看样子定然是来自于聚宝宗的高周扬所赐 招财看到丁浩从远处龙形虎步的走来 忙朝着身旁的高周扬公升开口道 这便是无极魔宗的宗主丁浩 高周扬同林一般的大眼猛低一睁 笑呵呵的远远招呼道 丁宗主好 今日一见丁宗主才知道什么是少年得意的才俊 天旋大陆的一些道魔巧楚 和丁宗主比起来简直便狗屁不如 两眼熠熠的望着这两人 丁浩皮笑若不笑的嘿嘿道 两位当中是惬意的很 就这么在本宗门前放浪行骸 果然是懂得享受得紧 高周扬朝着旁边的长老招财点了点头 招财二话不说 立即起身将这一番务事收拾干净 恭恭敬敬的站立在高周扬的旁边 两眼看着丁浩 高周扬开门见山 没任何的犹豫到丁宗主可否接一步说话 丁浩望了望远处的几个炼狱魔宗的门人 心中雪亮 点了点头后 指着他身后的大门 笑着道里面请 也不客气 这两人朝着丁浩微微行了衣礼 便往里面行去 等到了这个楼阁的客厅之后 随便找了个椅子坐下后 两人四只眼睛都定在了丁浩的身上 丁浩坐在上位 给自己蒸满了一杯茶水后 立即大大咧咧的开口道 在下知道两位前来之意 不过若是让我割爱让出阴阳宝镜 那便不用多谈了 因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呵呵一笑 聚保宗宗主高周扬摆了摆手 笑着道 丁宗主不必误会 上次门下长老招财太过唐突了 本宗已经教训过他 知道阴阳宝镜已经与丁宗主心神合一后 我便已经放弃了与丁宗主交易的想法 本宗这次到断魂山 虽然还是为阴阳宝镜 不过却并非抱着占用的心思 听他这么一说 反倒是勾起了丁浩的好奇心 挣了正心神 丁浩端着茶杯在手中把握 试探道 既然不是为了占有阴阳宝镜 那高宗主的意思是 看了看四面八方 高周扬青咳了一声 压低声音甚重无比道 这耳说话可方便 露出了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 丁浩对于高周扬的谨慎感觉有些不屑 点了点头后 肯定地说道 在我的地方 你尽管只说 断魂山上面还真的没几个人 能够瞒过我的耳目 来窃听你我的谈话 不 高周扬哑然一呼 然后声音低沉道 丁宗主既然已经得到了阴阳宝镜 应当知晓阴阳宝镜乃是阴阳真人之物吧 此话一出 丁浩悚然动容 懒洋洋的样子瞬间吞去 无比凝重的猛逼腰之一正 露出了一个让高周扬赶紧谨慎的手势 然后在聚宝宗宗主高周扬 与昭才的瞠目结舌当中 竟然飞速地在大厅内布置下了几重静置 最终才大松了一口气 开口道 我刚刚说断魂山 能够瞒过我的耳目 且听你我谈话的人 绝对没有几人 一开始我也认为你所说的东西没什么关系 不过既然你提到了阴阳真人 那便不能让任何人知晓了 聚宝宗宗主高周扬 似乎对于丁浩的谨慎非常满意 连连笑呵呵地点头道 果真无愧是声名在外的无疾魔君丁浩 原本我还当你年少得意 做事会不太稳妥的 现在才算是真正的放心 说到这儿 高周扬的声音不再可以地压抑 笑声道 现在应当没有人 能够再听到我们的谈话了吧 肯定的摇了摇头 丁浩断然道 绝对不会有任何人 能够听到我们三人的话语 这点我丁浩完全可以保证 不知高宗主怎知阴阳真人的名讳 神情徒弟恢复到了一开始的懒散 高周扬侧身已在椅子当中 端着自带的酸梅汤 只用迥亮的两眼望着自己 一口口地吸吮着 最后才神神鬼鬼的怪笑一声 开口道 阴阳真人乃是我们聚宝宗的祖师爷 你说我们聚宝宗怎会不知道他的名讳 丁浩虽然心中早有感觉 但听高周扬说出还是感觉有些惊讶 接连摇了摇头 南南道 我早该猜到了 不然你怎会为了阴阳宝镜 心自走了一趟断浑山 说到这儿 丁浩冷恒一声 蒙弟出声道 即使阴阳真人是你的祖师爷 现在阴阳宝镜既然落在我的手中 你也别想从我手中的去 我们集天西神的后世几宗虽然有些关联 但是我们无极魔宗与你们聚宝宗可没有什么交情 有什么话便尽管只说 我们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 此话一出 聚宝宗宗主高周扬立刻气劫 看着丁浩一副美好处什么都不管的样子 直觉外面对于丁浩的传言还是不进食 除了残暴歹毒以外 应当还要加上吝啬手才才算贴切 直直地看着丁浩半想 最终高周扬连连咳嗽着点头 恨恨地挤出一丝难看的笑容 出声道 这个你只管放心 你们无极魔宗 我们聚宝宗 包括那飘渺阁 咱们几宗都不算外人 那个 我们聚宝宗也算是保有积蓄 自然不会亏待于你 诧异地忘了忘笑的比哭还难看的高周扬 丁浩正色道 你竟然连飘渺阁的事情都清楚 点了点头 高周扬解释道 每一届的飘渺阁与聚宝宗的宗主 都知晓彼此间的关系 而且还有着生意方面的往来 不过这些事情 也只有两宗宗主 与几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才能知晓 一般门人根本就无法得知 聚宝宗与飘渺阁的真正关系 眼见丁浩的惊讶 高周扬一双同龄般的大眼露出得意的神色 黑黑道 其实关于你的事情 飘渺阁的这任格主 早就和我说过 就连你取得阴阳宝镜的事情 事后飘渺阁都与我说过 只是那些日子我一直不在西大陆 所以没有与你谈上一谈 这次我刚刚返回西大陆不多久 便被招财告知了这件事情 他对于那些远古的事情不甚清楚 我唯恐他在断魂山做出什么不妥的事情 只能亲自赶来了 说到这里 高周扬鼓掌的大肚子唯唯一挺 高傲道 他们炼狱魔宗算什么 比起我们及天际神这些嫡妻的门派 所有的门派在远古时期 都不过是倚仗着我们的鼻息生存而已 到现在他们还是彻头彻尾的叛徒 有何资格与我们平起平坐 仙魔两界便是这些叛徒的地盘 不过好在我们的前人已经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名路 只要我们把握住机会 并能重现我们及天际神一脉当初的风采 眼见高周扬激愤的样子 丁浩导师有些惊讶 看不出这高周扬骨子里面竟然如此的高傲 似乎除了当初及天际神的嫡妻一脉 目前天玄大陆包括仙魔界所有的门派 都不能被他放在眼里一般 虽然聚宝宗与飘渺阁乃是两个跨越了四块大陆质固的实力 但一个已富甲天玄闻名 另一个已出卖消息隐秘暗杵 真正的实力到底是否强横却不太清楚 高周扬这种逼你的天下修真者的傲气 倒是不知来与何处 摇了摇头 丁浩不再多想 开口问道 这些不必多谈 你这次前来断魂山 到底有什么事情要说 我是想请你带着阴阳宝镜 在断魂山魔门聚会结束之后 道具取山一行 我们聚宝宗需要借助阴阳宝镜的作用 将祖师爷留下的东西取出来 高周扬正色道 画霸之后 高周扬恨恨恨道 当然 我们聚宝宗自然不会让你白来一趟 自会给予你们无极魔宗准备一些好处 哈哈一声大笑 丁浩荣光焕发 好声道 咱们都是集天气神一脉 高宗主实在是太客气了 既然如此 等聚宝宗是霸 在下并会往聚取山一行 恨恨的横了一声 高周扬起身站立 堆出了一个难看的笑意 开口道 那我们便在聚取山等候丁宗主的大驾了 话语一落 高周扬没有停留 只朝着门外行去 第580张参天祭台 晴空碧蓝如洗 广袤的天际下人影一簇簇的四散开来 围绕在一座参天的祭台之上 八人核爆粗的巨大石柱上面 一圈圈柔和的红色光晕 似水中的连衣一般 一波波的从祭台之上的尖端荡漾至四面八方 祭台之上摆满了血沥沥的野兽师身 各种我们自古以来遵守的传统物品 也全部错落有致的分散四面 参天祭台的下方 乃是炼狱魔君逢奥天 剑魔石风寒雨天杀魔君独孤即灭三人 三人手持烟雾鸟鸟的挤柱香 朝着粗大高耸的参天祭台局生而败 檀香的香味随着柔和的风向四散开来 让闻到檀香的魔门众人 都感觉到了一种肃穆消杀的气息 这次前来断魂山的魔门众人 四面分立全部围绕此处近立 一个个面色慎重 只有两眼偶尔露出一丝兴奋的气息 在断魂山邀请这些人前来的时候 便已经大致地说明了这次魔门聚会的目的 只要应讯而来的魔门众人 都是有着肯定的答复之后 才亲身来到断魂山上 西大陆魔门一直被盗门众人压迫 若非因着魔门三宗的奸挺奥利 恐怕以盗门三宗为首的盗门势力 早已将魔门众人逼迫的四处躲藏了 正是因为盗魔自古势不两立的冲突 才使得千万年的仇恨根深蒂固 现在一件以魔门三宗为首的势力 竟然打算一阵魔门的声誉 将这千百年来的薪酬旧恨一并算上一算 无论是那个魔门门派 都是立即硬核 唯恐落在了旁人的身后 即使是与丁浩有着借地的魔月谷的观圣天一行人 虽然在丁浩的手中吃了点亏 可也同样没有就此离开 依然是留在了断魂山上 魔门众人一直都与桀骜不寻残忍是杀联系在一起 平时没有盗门的威胁 还互相斗嘎不停 从来没有停息过 现在这种机会摆在面前 如果将盗门的势力打压下去 对于参与的门派 将同样有着难以估量的好处 一盘散沙的魔门 一直都是无法真正的团结在一起 现在以魔门三大圣地出面召集起来 导演难得的控制住了各自之间的纠纷 除了魔门三宗的联合威士以外 与将来的可能出现的直接收益 更是有着直接的联系 一个浑身鳞片遍布 腰枝如水桶般的海中蛟龙 丑陋的蛟头之上被贴上几道玉符 被六个炼狱魔宗的童子 抬着他粗大的身子放在了祭台之上 一剑斩下后 蛟头咔嚓落在祭台之上 六个童子立即从容地将蛟头摆放完毕 粗大的蛟身也被盘绕起来 六个童子作罢这些之后 弓身朝着冯奥天三人一礼之后 分两面飞走 此时龙血不可遏止地从祭台顶端 随着参天石柱上面雕刻的纹路 缓缓地往参天石柱下面流去 刺鼻的血腥味 从那祭台之上缓缓地溢出 与漂浮在周围鸟鸟的檀香雾齐相合后 那种刺鼻的血腥味显得更加的浓烈 闻着这种腥味的魔门众人 不但没有露出一丝厌恶恶心的相貌 反倒各个都是精神异议 两眼当中更是露出了兴奋陶醉般的疯狂之色 身在一处岩石旁的丁浩 被这股血腥味一冲 也是感觉心头似乎涌入了无可压抑的雄心壮志一般 仿佛世间任何的困难都不能阻碍自己 略为摆了摆头 丁浩将这股与檀香混合的血腥味 在自己的身体内游走一番后 两眼一光一闪后便恢复了清明 这一刻的功夫 丁浩便感觉到了这种味道 对于骨子内便蕴藏的血腥的诸位摩门众人 有着一丝催发的作用 不过因对于身体并无任何的副作用 而且又是摩门仪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所以丁浩岛也多吸了几口 感受了一番热血沸腾的古怪 参天的石柱 在蛟龙鲜血的横流之下 看起来数目当中多了几分猙獰 就比如原本英俊的男子 面色徒弟多了一道血沥沥的伤疤一般 徒弟 以炼狱魔君冯奥天为首的摩门三宗的宗主 将手中的香火插入了面前的一个鸟鸟的香炉之后 然后便转身回过头来 冯奥天两手背负身后 虎目环顾四周后 身若红中般大声道 诸位摩门同道 今日我摩门三宗邀请诸位齐锯断魂山 只是为了一个目的 便是为了给那些一直欺压围剿我们的道门一个鲜血的打击 千万年以来 以道门三宗为首的道门势力 始终死死的将我们摩门压抑着 在铲除魔孽的口号之下 我们摩门当中有多少同门都被道门灭宗灭门 仿佛天地之间一切的正理 都被道门占据了一般 不给我们留有一线之地 血债必须血偿 我们三宗从始至终便从没放弃过与道门的相斗 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摩门三宗兢兢业业 无时无刻不想着报仇血恨 这次邀请诸位前来 便是需要诸位同道和我们三宗一起 那道门众人的鲜血 来祭拜摩门这么多年战死的阴魂 天上魔君独孤极灭 两眼血丝闪闪 很厉地接过逢奥天的话语 张口抱贺道 剑魔石风寒也是同样点头 沈声道 与其放任道门的横行 不如奋起直扑 用那些道门众人的鲜血 为我们摩门的打下重新崛起的道路 摩门三大宗派的宗主 就这么你一句 我一句的大声疾呼 加之刚刚交龙鲜血与檀香之味的血腥味的充斥 将原本便心中激荡的诸位摩门众人带动的各个义愤填膺 似乎恨不得立即便与道门众人决一死战斑 在丁浩的身旁 冯兴然也是欲全捏得紧紧 看样子被冯奥天三人这么一击 也是同样勾起了内心的激愤 用肩膀撞了撞神情愤愤的冯兴然 丁浩笑盈盈地看着她的欲面涂红 低呼一声道 你激动个什么镜啊 眼见丁浩出声 冯兴然转过头来 悠悠道 据爹爹所说 我娘的生死与道门众人也是有所关系 若非道门一直不断地打压破坏 我娘也不会那么早便去了 脸色一暗 丁浩摇头叹息一声 出言安慰道 不用多想了 从远古时期开始 道魔之战便从没断过 纷乱的修真者之间的争斗 有时比起凡人之间的战斗还要残酷 因为修真者漫长的生命 只要一次仇恨 便有可能结仇促代 甚至数千年的大战 有些事情根本无法避免 我们只有自己看开一点 点了点头 冯欣然莫然道 我自然知道 而且现在道魔相争 已经不单单是为了所修功法的冲突 还有便是因修真资源的越来越贫乏 只要进入了修真者行列 若要精进修为比便无可避免的需要许多外在的因素 这便于天地之间的春暖冬寒的道理一般 爹爹他们这次要与道门相斗 这方面所占的因素才是最大的 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冰浩呵呵道 你能这么想最好不过 无论是我们无极魔宗 还是包括那摩月谷在内的一帮魔门宗派 若说实力自然不及你们魔门三宗 不过如果没有任何的利益 只凭一个魔门的大意 是不可能全部聚在这儿的 说到底 还是那些道门势力 占据了大部分的修真资源 单凭他们一己之力 想要从那些道门手中捞点便宜 简直不可能 也只有跟随在魔门三宗的脚步 才能分一杯羹 默然地点了点头 冯欣然低声道 我自然明白 要不然就凭你将摩月谷的一个月灵损坏 他们摩月谷早就该气愤之下离开段浑山了 思量了一下 丁浩假装无意地笑着问道 若是有一天我与你们炼狱魔宗 因为利益而发生了冲突 你会怎么做 此话一出 冯欣然面色慌乱 心谋焦虑地望着丁浩 急声道 为什么要这么问 你与我炼狱魔宗 会有什么冲突发生啊 你和爹爹都是有着大眼光的人啊 暗自叹息一声 丁浩甘笑着摇了摇头 开口道 我随口问问而已 你不必当真 我想与我们两宗密切的合作 应当不会有什么利益纠纷才对 露出了一个心有余悸的勉强笑容 冯欣然点头道 应当是这样 我们两宗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否则欣然也不知到底应该帮助那一方了 不再答话 丁浩看着夸夸而谈的摩门三宗的宗主 意气风发的他们眼中同样有着难以掩饰的野心 未来如何发展谁都说不准 第581章摩门散修 炼狱魔宗亦是大殿内 熙熙攘攘的摩门众人 分布在大殿的四侧 按照着宗门的实力 势力较大的坐在上席 譬如以炼狱魔宗为首的三大摩门大派 便是处在最上的席位 丁浩与月魔观圣天两人 则是处于下侧 剩下的位置 被大大小小促使得摩门宗派的宗主长老占据 摩门实力为尊 这种依照着宗派的势力而安排的位置 被众人理所当然地接受 也是在这个时候 诸位摩门众人 无论承认不承认 丁浩所在的无极魔宗 确实已经成了摩门三宗以外最大的势力 即使以前公认的第四大势力摩月谷 因着前几天旷天庆与丁浩的一战败北 也隐隐被众人认为摩月谷的实力不及无极魔宗 除了各宗的宗主与长老以来 整个殿内没有多余的人 那些炼狱魔宗的门人童子 也都被遣散出去 就连冯欣然十欲双之流 都无法深入其中 所来断魂山的各大门派宗主 都是带着门下的长老护法而至 只有丁浩孤灵的一个人 但莫得坐在哪儿 低垂着头不知想些什么 在所有人坐定之后 身为号召者的炼狱魔宗冯奥天 看了看店内吵吵嚷嚷的诸位魔门众人 清咳了一声后 白手做了个有话要讲的动作 随着冯奥天一声传遍全店的清咳声 整个店内随即安静下来 虎目环顾四周 冯奥天高鹤道 诸位魔门同道 前日在祭台之上 大家都已经达成了默契 滴血力下了共进共退的誓言 今日这次店内聚会 便是商议一番应对道门的具体步骤 此处应付道门的行动 虽然是由我们三宗组织 但最终如何行动 还需大家都好好想想 到底该然后行动 逢奥天话语一落之后 嘈杂的议论声又重新扬起 不过还没等讨论各所以然 丁浩便眉头一皱 面色不解地向着门外望去 原来在突然之间 丁浩感觉到猝骨不弱的气息 从不远处传来 神势离体之后 丁浩发觉乃是一群穿着不同衣衫 明显是杂牌的魔门散修 聚集在炼狱魔宗的门前 与那些守山的童子交涉 就在丁浩皱眉之间 眼光也落在了坐在上席的冯奥天的身上 只见冯奥天同样面带疑惑地皱着眉头 口唇为不可为地动了动 远在几里外的炼狱魔宗的山门处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丑猛周云两夫妇 两人与那些魔门散修说了一些话语 竟带着他们往这边的意识大便走来 如此景象 丁浩即使未曾发觉 也立即知晓炼狱魔君冯奥天 肯定已经通过了别的办法 得知了外面的状况 刚刚若非他嘴皮子动了动 丑猛与周云两夫妇根本便不会出现 更不敢自作主张地将那些魔门散修往这边迎来 果然 冯奥天皱着眉头又是倾咳了一声 爽朗地笑了笑后 将声道 有一些不请自道的客人到了这儿 本宗让他们前来此地 想看看他们有什么事情 此话一出 刚刚还议论纷纷的魔门众人 全部愕然一愣 不知冯奥天此举何意 就连独孤即灭雨时封寒两人 都朝着冯奥天抛出了疑惑的眼神 唯唯狠了一声 冯奥天开口道 《炼狱魔宗》既然是魔门大派 自然会有魔门宗派的气魄 不能被这些零散的同道嘲笑 导要看看他们为何聚在一起 在这个时候聚在炼狱魔宗 这么一说 众人从冯奥天话语中隐约猜出了点什么 也都是心中莫名其妙 不知那些人前来断魂山 到底所为合适 一会儿的功法 吵嚷的声音出现于殿外 一行二十来人大大咧咧的鱼冠而入 这些人衣着五颜六色的不同样式 修为君士不弱 其中修为最低的也是分神中旗 其中还有一个二节的散魔 与一个度过一次天节的度节中旗的高手 合体旗的高手也有六七个 不过大多都是合体初中旗 合体后旗的只有一个 哈哈 见过冯宗主 我还当冯宗主 会将我们这些孤魂野鬼 都给剧之门外 不允许进入炼狱魔宗呢 当前那个二节的散魔 一身天蓝色的道袍 还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簇格补丁 左眼只剩下一个皮皱皱的缝隙 明显是瞎了不少年 紧盛的右眼转洞之间也是白眼多黑点闪 两手手腕上挂着枯骨窜成的几格骨链 骨链上面还有几个血沥沥的眼珠 看起来便非善泪 冯奥天打了个哈哈 起身微微行了衣礼 爽朗一声大笑后 原来是独木尊者肖两前辈 哈哈 本宗还以为三百年前你已经被 青云宗的散仙反腕白给 哈哈 没想到啊没想到 肖两独木一番 冷恒一声道 就凭他反腕白能耐我何 三百年我们一战后 同时身负重伤 只是反腕白有青云宗的财力支持 只用了百年时间便恢复过来 我孤家寡人一个 比不得上他便只能慢慢熬 比他整整多 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恢复过来 听他这么一说 丁浩暗自感慨着便是一个散修 与一个依附强大势力的区别 据飘渺隔得来的消息 这次前往三周一岛 天雷岛宗的青云宗的人马当中 便包括那青云宗的散仙反腕白 反腕白也是二节的散仙 与肖两实力应当相当 不过一战之后 反腕白通过青云宗的实力 可以短时间的恢复 可肖两便整整多 花了一倍多的时间 这便是散修与强大门派的区别 想到这里 丁浩两眼熠熠的对着这几人 仔细观察了一番 一边看一边摇头 心中直呼散修果然是散修 这些实力不凡的一帮人当中 除了那独木尊者反腕白 与那葛杜杰中期的高手外 只有两人拥有高品质的储物戒指 剩下的全部清一色的储物手镯 甚至还有一个分神奇的高手 还只是佩戴着储物袋 再看看店内坐着的各大宗派的宗主与长老 全部都是衣着鲜艳华丽 手中都是品质上好 散发着各色柔和光晕的储物戒指 光衣服上一些华丽的饰品 都是在修真界价值不菲的物品 至于储物戒指内的东西 自然更不会差到哪儿 这些某门散修 比起在座的各位 就好比一帮人叫花子般寒酸 似乎就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东西 被丁浩这种独辣的赤裸裸的目光一看 这些某门散修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其中那个杜杰中期的高手更是面色唯唯一狠 脸旁通红的瞪着丁浩抱喝道 小子 看什么看 再看信不信我将你的眼珠子挖出来 真正的实力虽然早已到达了超绝高手的地步 可是没有吸收血鬼将威力的丁浩 给予别人的感觉依然不过是合体中期而已 这恼羞成怒的魔门散修 明显极的没注意丁浩身处的高位 此话一出 丁浩不怒返校 哈哈道 有意思 真可是有意思 你们穷成这样管我何事 竟然还不准旁人看了 哈哈 店内其他几宗的宗主 包括炼狱魔君冯奥天三人 都是露出四笑非笑打算看好戏般的表情 一个个没有意思的担忧 反倒有些幸灾乐祸 丁浩知道这些身份高贵的各宗宗主 其实是打心眼里 看不起这些无门无派 连葛修真灵帝作为落脚点都没得散修 否则炼狱魔君冯奥天 也不会一开始知道这些人过来 便眉头皱成一条线 最后引着阴着魔门大派的气度 才勉强将他们迎来了 恶灵真人 你不要放在心上 这人讲话就是这么缺的阴损 你不用和他一般见识 略魔观圣天微微撇了撇嘴 张口道 观圣天话语刚落 一道冷冽的目光 煞时便落在了他的身上 直让他觉得遍体声寒 最终冷恒了一声 别过头去 不敢面对丁浩的冷冽寒光 恶灵真人汤崔自然不会将丁浩看在眼里 眼见丁浩一点不惧自己的威胁 还敢如此的嚣张 不由的抽出了影在长袖子内的有黑的右手 只见他右手无名之余为止已经连根不在 剩余的三根手中悠悠的冒着紫气 指着丁浩怒色道 你一个小辈 怎得如此猖狂 是不是现在的小辈都欠收拾了 面色突然一朗 丁浩反倒又笑了 道你倒是可以试试 丁浩这么一说 不但自己笑了 就连屋内的那些个宗的宗主 也都是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意 包括月魔观圣天都不例外 这个时候 恶灵真人汤崔才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第582章疑点重重 众人的目光让他明白自己似乎惹上了麻烦 不过又细看了一下丁浩的修为 的确还是合体中习 疑惑当中恶灵真人汤崔扭头 忘了忘身为主人的炼狱魔君冯奥天 只见冯奥天露出了一个很是耐人寻味的笑容 却并没出言阻止自己 怒恨一声 右手的三指徒弟射出了三缕淡紫色的纸芒 在淡紫色的纸芒前方 乃是三个张着血口的鬼面 似乎其中蕴藏了一个英灵 以英灵为主体的纸芒灵活性不凡 朝着丁浩射来之间还能不断的变化着方位 最终以品字形的方式 往丁浩的胸前袭去 就在淡紫色的纸芒快要到达丁浩的胸前之时 一股浓烈的杀气揍然从丁浩的体内溢出 变内所有人都感觉到丁浩一煞煎气势风涨 瞬间便达到了众人不可想象的高度 淡然一笑后 丁浩左手曲弹 图灵模指同样从左手的三指当中 溢出了三道悠悠的钢芒 就在那英灵附体的淡紫色的纸芒袭来之前 作然在他们的前方出现 随着扑扑扑的三道声音 淡紫色的纸芒猛地爆裂 三声尖叫的鬼声出现在众人的耳机后 瞬间又消失不见 由丁浩射出的三道有黑的纸芒 将汤催的淡紫色的纸芒回去之后 依然是去世不止 还在虚空当中忽闪忽现 以一种鬼秘的行径方式 迅捷地朝着汤催逼去 刚刚丁浩瞬间爆发出来的强横杀器 已经将汤催立即惊醒 知道自己惹上了不该去惹的人 以刚刚的今天的杀器来看 丁浩的真正实力根本就不是自己能够揣测的 正在暗暗思绪万千的时候 三道指芒一闪显现后 已经停留在自己的面前 不敢多想 一张和人脸一般大小的鬼面徒弟出现 满口的血粒粒的獠牙 长着两个粗大的牛角般的尖角 挡在了汤催的胸前 砰的一声 两者相遇后三道有黑的指芒不在 脸胸前的鬼面在内 汤催毅力的身躯猛逼一个猎妾 狼狈地往后退了一步 差异无比地望着丁浩 汤催不解地连连摇头 口中低呼道 古怪 真是古怪 到了这个时候 冯奥天对着丁浩示意了一下 然后哈哈一声大笑 开口道 好了好了 汤真人不必在意 各位不请自道前来断魂衫 到底所为何事 此时汤催依然大惑不解 紧盯着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怎能以合体中其的修为 硬抗我一招后还有有余力 独目尊者消两百了白手 白眼落在丁浩的身后 然后才黑黑笑道 汤兄你踢到金刚时了 若我所料不差的话 这位便是无极魔君丁浩了 这么一说汤催恍然大悟 理所当然道 原来是无极魔君丁浩 哈哈 难怪 难怪了 萧良扭过头来 大大咧咧的望着炼狱魔君冯奥天 只问道 冯宗主可是不曾将我等当成魔门中人 不 冯奥天一愣 出言问道 尊者为何这么说 本宗可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想法啊 干巴巴的摆着脸 萧良面色一沉 然后气愤道 既然如此 你们炼狱魔宗召集魔门诸位对付道门 为何没有邀请我们这些孤魂野鬼前来断魂山 他这么一说 逢奥天恍然大悟 随后哈哈的干笑了两声 出口道 不是不想 各位居无定所神出鬼没 即使有这个心意 也无法知晓各位的位置 更何况外面传言几位都已经 呵呵 原来如此 身为魔门的一份子 我们这些人都是与道门有着邪海深仇 只是一直顾忌对方的门派失利大 一直无法的偿所愿 这次我们聚在一起 便是也想要参与 不知逢宗主可否允许 萧良面色缓和 黑黑笑着问道 他这么一说 逢奥天望了另外两宗的宗主一眼 随后点了点头 爽快道 当然 既然各位想要出一份力 我们自然欢迎 前来此地的这些魔门散修 虽然人数不多 但实力倒也不凡 尤其是领头的几人 还有一个二截散魔与杜截中期的高手 丁浩默然坐在哪儿 左手把玩着茶杯 两眼熠熠的望着这些人 心中思量着这些人前来断浑山的目的 虽然报仇血恨可能的确是他们的目的之一 毕竟我们当中对于仇恨有着难以想象的执着 不过除了这一点以外 这些人徒弟齐聚断浑山 若说没有旁的想法似乎也难以说的过去 首先这一些人原本便是四散各地的散修 平时一直甚少联系 这次突然一起前来明显是事前有过联系 以这些独自修炼的闭塞 能够知晓这个消息已经不易 还能够联系齐聚到一起更是显得疑点重重 似乎充满了一些阴谋的味道 想到这儿 丁浩无可遏止地想起了刚刚消失不见的殿王 心中涂地一惊 案子猜测不会是冤龙殿的人吧 细想又似乎有些不太像 上次冤龙殿倒断浑山惹时的人马 全部都是个大宗派的叛徒 其中有道有谋 虽然人缘三杂不齐 可浑身佩戴的东西却并没这么窘迫寒酸 而这些散修 从头至尾都是独自修炼 没有加入过什么门派 似乎不太符合 摇了摇头 丁浩没能理清个头绪 便不再继续多想 从这些人进入店内之后 原本纷纷嚷嚷的议论 已经没了任何实质的内容 看样子与丁浩抱有同样疑惑之心的不止一人 在座的各位宗主那一个不是人老成精的人物 在没有搞清楚这些人的来意之前 自然不会将针对道门的具体步骤说出来 话到中途 炼狱魔君逢奥天打了个哈哈 起身笑着开口道 今日时间已经不早 各位宗主这次议论便到此为止吧 各位回去好好想意想该如何行事 过两日继续在此商议 众人知道今日没有实质性的议论 自然是因为莫名出现的这些魔门散修的原因 全部都是心有戚戚的同意 不带炼狱魔君逢奥天多说什么 变笑哈哈的离殿而已 眼见各位宗主离去 逢奥天笑着喜身 吩咐外面的童子道 带这些前辈到南面的一灵院去歇息 独目尊者肖良等人也不多说什么 似乎根本就不知没任何实质性的议论 都是因为自己等人出现的缘故 装傻充愣的还向冯奥天连连道谢 直到这些人全部离开 地内只剩下冯奥天独孤即灭时封寒 还有丁浩四人之后 练狱魔君逢奥天才面色一尘 出声道 这些徒弟不请自盗的前来断浑山 还强烈的要求加入这次针对盗门的事件当中 肯定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的简单 点了点头 时封寒也同样是面色阴郁 审声道 这次断浑山事情果然不小 叶王那一波刚刚停息 这帮人变徒弟出现此地 他们之间会否有着什么联系 独孤即灭两眼不满血丝 冷沙道 依我之见 既然不知他们的意图 反正他们身处在断浑山 干脆一次性全部诛杀 免得爱手爱脚的 此话一出 逢奥天摇头道 不妥 还是先要弄清楚他们的意图为妙 如果没有任何借口便在断浑山上将他们诛杀 倒是显得我们炼狱魔宗心胸狭窄不够大气了 池峰寒也是同意道 不错 他们这股力量也是不小 人数少是少了点 但个个修为不弱 如果他们心怀不轨 我们便将他们当作炮灰牺牲掉 那比我们自己动手更为划算 说到这儿 石峰寒扭头看向丁浩 徒弟出声问道 你小子不要一言不发 可有什么好的意见 唯唯一愣 丁浩苦笑着摇了摇头 道 若是论这些阴谋诡计的事情 我可与你们差得远了 丁浩这么一说 石峰寒面色一争 然后骂道 你小子倒是阴损 你无疾魔踪崛起这么快 比我们能干净多少 论起因狠毒辣 你可比谁都不逊色 冯奥天也是干笑了一声后 笑骂道 臭小子 还在我们面前装什么装 你看这些人和电王的冤龙殿 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如果他们与冤龙殿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算上他们一份也是无法 怕就怕他们心怀不轨 过来便纯粹捣乱 若是如此 真的要让他们全部死在断魂山上一了百了 沉吟一下 丁浩神秘地笑了笑 开口道 他们与冤龙殿到底有没有关系 带我去世上一世 你们暂且不用动手就是 话语一落 丁浩从容起身 向着殿外行去 留下了满心疑惑的冯奥天三人 第583章低头恳求 离开炼狱魔宗的义士大殿之后 丁浩并没有立即前往一灵院 反而安然从容地回到了自己的居所 丁浩从百变魔君阮博相的口中 唯一得知的几个有用的讯息 便是电王即使组建了冤龙殿 背叛了百变门的规定 可对于百变门的传讯方式还保留了几分 上次前往百变门的途中 在海底粉碎了冤龙殿的一个基地 但也是在哪儿 百变魔君阮博相 肯定了冤龙殿的殿王 关于联系门人的联络方式 只是在原来百变门的基础上 略做了一些改变而已 当初那个地下基地的墙壁之上 便有那种联络方式的图案 那时丁浩曾仔细地看过几遍 现在回到了房间后 便想根据自己当初的记忆 将那联络的图案画上一画 在屋内的地面之上 丁浩按照记忆连画了几个图像 最终才满意地盯着一个菱形的图案看着 就当丁浩打算离开 前往一灵院布置的时候 心中微微一动 右手一袖一挥 地面的那些各种图案全部消失不见 半想 门外传来了独目尊者肖良与恶灵真人汤催的声音 肖良在门外哈哈一笑 张口道 丁宗主可在 看了看四面 丁浩淡然一笑 起身朝着门外迎去 张口道 原来是肖前辈啊 哦 还有汤前辈啊 两位前辈怎会有空到我这儿 一边说着 丁浩一边将两位迎入客厅之内 脸上背着虚伪的笑容 肖良哈哈大笑着 盯着丁浩猛看了几眼 然后挑了挑大拇指 张口赞道 丁宗主果然是天纵之才 年纪轻轻便手握大权 实力更是超凡脱俗 实在是我摩门之福啊 皮笑若不笑的撇了撇嘴 丁浩随手端过面前的茶杯 凑着嘴边清明了一口 甘笑道 肖前辈太过奖了 不知两位前辈到这儿找我 所为何事 此话一出 肖良不目闪了闪 对着身旁的恶灵真人汤催笑道 汤老弟便想丁宗主陪可不是吧 肖良这么一说 汤催善善一笑 举粗地点了点头 然后对丁浩道 丁宗主 刚刚在殿上是我唐突了 不知坐在哪儿的是丁宗主 还望丁宗主不必介意 愕然一愣 丁浩哑然道 汤老太客气了 呵呵 那只是小事而已 我们当中这些事情太过平常了 更何况我也没受什么伤势 所以根本便没放在心上 出了一口气 汤催甘笑了两声 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我便先谢过丁宗主了 大感莫名其妙 丁浩不知这两人到底演的是哪一出戏 一时间愣愣地看着两人 心中胡乱地猜测 但怎么也想不到两人找自己为了什么 最终想不出各所以然的丁浩 皱着眉头开门见山道 我想两位找我 不会单单只是为了道歉这么简单吧 更何况刚刚发生的事情汤老并无过错 如果两位有什么话语要说 不妨直说 丁浩话语一落 肖良与汤催面面相去 然后肖良独目翻了翻 扫尸了一下四面 似乎想确定这处区域是否隐秘 雅然失笑 丁浩起身 如油龙一般绕着房间布置了几道结界 然后才重新回到座位上 笑呵呵地望着两人 张口道 现在两位有什么话语 可以尽管说了 我想应当没有任何人能够窥探到这儿了 丁浩这么一说 那独目尊者肖良甘笑了两声 从储物戒指内取出一块灵气逼人 香气弥漫 闪耀着洁白无暇光阴的软玉递给丁浩 开口道 这是玉三 希望兵宗主能够收下 心中的诧异更甚了 玉三乃是一些玉矿内酝酿千年才能够产生的宝物 其中蕴含着极为纯净的天地灵气 更可以直接口服增加修为 或者作为一些丹药的药引 可谓是异常珍贵之物 以这些磨门散修穷的叮当响的窘迫状况 即使有着这种东西 也是应当留着自己使用才对 这销量拿出来送给自己 只让丁浩觉得不可思议到了极点 柔和如温水一般的杰白玉三 虽然摊在了手中 可丁浩却并没有立即收起 反导是面色微微一沉 道 无功不受禄 肖前辈送这东西到我的手中 到底是想要我做什么 甘笑了一声 独木尊者肖两政色道 我们这次前来断魂山 真的只是为了能够参与这次针对盗门的事件 前来此地的摩门散修 无论是谁都与盗门有着不共戴天的邪海深仇 以我们单薄的实力 想要将多年的仇恨以盗门的鲜血偿还 根本不太现实 这些年以来 我们早已深刻地认识到强大宗派的作用 所以在知道了这个消息后 才不请自道的到断魂山来 摆了摆手 丁浩面色突然一朗 张口道 你们各自在天南地北苦修 互相之间甚少往来 按理说根本不会知晓断魂山 我们聚会的大事 更不应当能够聚在一起 还能够掌握到确切的时间到达断魂山 这些疑点 两位能否为我先行解惑 丁浩这么一说 这两人面色一争 露出了异常为难的神色 最终消两尖难地摇了摇头 张口道 我知道你们不信任我们 但我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这些事情我们不能多说 可我们前来断魂山 真的只是想要借助这次摩门的力量 将自己的仇恨了解 神情冷漠 丁浩摇头道 连最基本的这些事情都无法解释清楚 摩门三宗根本就不会相信你们 点了点头 恶灵真人汤催道 这些事情我们也同样清楚 所以才会到这儿找你 希望你能够与三宗宗主美言几句 把我们也算尽这次事件当中 我们不求事后任何的利益分配 只求报仇 但希望你们不要问为何我们会知晓那么多 会突然出现于此地 将那快玉山再次推给了独木尊者萧两 丁浩审声道 我不能答应你什么 这玉山我也不能收 不过你们的话我会考虑一番 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找冯奥天他们说 摇头叹息一声 独木尊者萧两颓然道 这些大门大派 根本就看不起我们这些孤魂野鬼 如果不是因为那么多魔门同道在这儿 恐怕我们连进炼狱魔宗山门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也是听说了你们无几魔宗 有着许多的长老供奉 都是一些魔门散修 才会到这儿找你 听他这么一说 丁浩也算是明白了他们的难处 像炼狱魔宗这些老牌的大派 确实有些看不起这些独自修炼的魔门散修 自己所在的无极魔宗 从头至尾都是吸收任何能够吸收的高手 血魔猎山毒魔绿袍等人 原本便都是独自修炼的散修 而无极魔宗原本便是没落得如风中蜡烛一般 本就没有任何的巨傲门人 想到这里 再想了想这些魔门散修的不凡势力 丁浩不由动了动心思 暗中思量着如果这些人真的和冤龙殿没有任何的关系 或许可以吸收到自己的无极魔宗里面来 这股力量虽然人数少 但修为却个个都不俗 于是丁浩小呵呵的点了点头 朝着两人道 两位的顾忌我也心中明白 不过有些事情我并不能答应 但我会将两位刚刚谈话的诚意 转告给炼狱魔君冯奥天等人 至于他们心中怎么想 便不是我能够揣测的了 此话一出 这两人面色一息 那独目尊者萧两 又再次将那玉三推到丁浩的面前 诚恳道 这玉三乃是我谨慎的一样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 还请丁宗主收下 否则我们真的难以心安 呸呸一笑 丁浩摇了摇头 开口说道 不必了 我只是帮忙传达一两句 根本就不一定能够取得什么作用 所以这玉三根本就不能收 更何况我认为两位比我更需要这东西 我们无极魔宗虽然不大 可在三周一岛也是有着几座大型的矿场 呵呵 这玉三也不是没有 丁浩这么一说 两人互视一眼 汤催面色微微泛红 甘声道 这个 那个 再次呵呵笑了笑 丁浩出口解释道 汤前辈不必多想 在下绝对没有旁的意思 这件事我会和冯宗主说上一说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两位前辈便请回吧 丁浩这么一说 这两人也不好多说什么 护士一眼后同时默然点头 朝着听外行去 就在这两人离开不久之后 丁浩化为一个淡淡的影子 也朝着以灵院的方向无声前去 第584章意外惊喜 断魂山北侧 天灵洞 此处砸草丛生 不算高峻的天灵山上 山腰处挫落有致的布满了 大大小小的天然洞穴 四面环绕着一个浅水潭 一股股的恶臭扑面而来 天灵洞内正常铸留着各类大型的飞禽走兽 新潮的粪便充斥在各类洞穴之内 将整个天灵山都弄得似乎漂浮着一股怪味 这天灵山灵气本就不突出 又没有任何赏心悦目的美景 再加上恶劣的环境 使得那些喜欢衣衫还水修炼的修真者 都是望而却步 这片区域也成了难得的安静场所 上次听逢欣然提过一次之后 丁浩便记得了这块位置 刚刚前往仪灵院 在仪灵院的门口 依照着渊龙殿的传讯方式 留下了那个灵形的图案 更是著名了前来天灵洞仪会 只要那些魔门散修当中 有着渊龙殿的人存在 看到那个传讯标记 就应当会按照指示 前来天灵洞相见 以丁浩深化万千的手段 只要存心套化 自然是什么都能一清二楚 丁浩到了这儿以后 自己都觉得这处的气味有些难闻 神念扩散四处后 没有发觉到任何修真者的气息 知晓这个地方果然如冯欣然所说 乃是一个不受任何人喜欢的所在 等候了半想之后 丁浩微微一笑 暗道果然不出所料 真的有人依讯而来了 心中一动后 丁浩身形嘎吱一阵乱响 面容极度的夸张扭曲后 原本雄伟的身躯布满了有黑的鳞片 瞬息之间 便成为了舌头魔怪的样子 取出了阴阳宝镜照了一下之后 丁浩看到镜子当中的自己呲牙裂嘴 血迹斑斑的大口当中锐利如刀尖的牙齿 还闪耀着仿若金属般的光泽 自觉非常的满意 原本丁浩打算幻化而成电王出来 就连电王一直戴着的鬼面面具 都硬是临时仿制了一副 可后来一想 以电王深化万千的手段 即使有那个面具的存在 恐怕也是不保险 难保电王有别的方式 与这些人见面 而舌头魔怪却没有这种变幻样貌的本事 再加上舌头魔怪特殊的相貌 基本上只要一出现 便能立即被他们肯定不会是假冒的 果然 一悔而的功夫 自己曾经在炼狱魔宗的意识大殿上 见过一面的一个合体中奇的修真者 鬼鬼祟祟的东张西望后 直朝着这片天临山的区域行来 这人中等的身材 头发略微有些花白 左手佩戴着一个浅绿色的储物戒指 看起来异常的谨慎 一路行来不但连连四面而望 还硬是绕着天临山周围走了几圈 才最终往这处赶来 那帮魔门散修当中 能够佩戴储物戒指的寥寥无几 可他便是其中一个 因此丁浩对他倒是有些印象 这人在意识大殿内的时候 便两眼朵朵闪闪的四处观望 仿佛想要把每个人都记在心中一般 不过除此以外 他倒没有什么旁的行为 片刻之后 这人已经出现于天临山 输了一口气后 又开始四面观望起来 看了伴想之后 徒弟低沉道 属下方目 依讯前来天临山 无声无息之间 丁浩化身的舌头魔怪 列着瑞牙密布的森森怪口 出现他的身侧 一双绝辣毫无人性的目光落在此人的身上 斜着脑袋道 跟我来 上次见面的时候 那舌头魔怪讲话便已经够流畅的了 于是丁浩也不用刻意半成结结巴巴了 方目一见出现于此地的竟然是舌头魔怪 立即使命了吞咽了一下口水 惊恐道 原来是使者大人 拜见使者大人 殿王虽然深化万千歹毒莫名 不过若是论起威势 还是毫无人性的舌头魔怪更胜一筹 偌大的冤龙殿内 这舌头魔怪除了殿王的命令以外 谁的话语都不听 若是见了殿王 或许他还会分辨一些真假 但舌头魔怪丑陋的面容一出现 心中除了剩下畏惧外 现在也没了旁的想法了 舌头魔怪毕竟不是纯粹的人类 根本就没任何的人性 加上他超绝的修位 一个不好便有可能被他残忍杀死 所以冤龙殿人 对于舌头魔怪的恐惧 比殿王还要大 战战兢兢的说完这句话以后 方木一声不吭 心怀忐忑的跟随在丁浩的身后 一步步的往前方的天灵洞行去 这个时候 那扑面而来的粪便的乐臭 比起心中恐惧来 显得便为不足道了 等到了潮湿的洞穴当中以后 方木更是神情恭敬到了极点 生怕露出任何的不敬 惹得身旁的这个煞心动手 一会儿的功法 丁浩身躯止住 转过身来 用那双歹毒的两眼盯着方木 问道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禀报使者 肖良与汤催着两个老东西 似乎根本就不卖账 我已经劝说了多次 他们还是不肯与我们合作 方木赶紧出声回答道 獠牙遍布的森森大口一裂 丁浩将应道 找死 其他人如何 冷汗不知不觉当中 已经出现与方木的脸颊 随着方木低头的话语 已经渐渐的往他的下巴汇聚 其他人根本就不知我们冤龙殿的存在 还以为这次散修间的聚会 乃是肖良与汤催着两个老东西召集的 只要肖良与汤催着两个老狗肯就范 这些跟随着一起来到断魂山的散修 应当不会有什么问题 嗡了一声 丁浩默默无语 按道这么一句句的套话 显得有些缓慢了 还不如将他诛杀 用搜魂树将他脑子知道的一切的绝出来 这样简单明了 只是担心怕纳摩门散修当中 不止他一个冤龙殿的人 若是有人联系不到他们 起了疑心可能会打草惊蛇 心中略为思量了一番 张口平淡道 你们到了断魂山上 他们是什么反应 方木投低的更甚了 恭敬道 以逢奥天为首的摩门三宗 根本就不相信我们这些突然出现的散修 原本他们似乎在谈论什么 等我们一到之后 便全部说一些没有任何实质的话语 明显便是将我们排除在外了 说到这儿 方木面色一动 似乎徒弟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连忙再次出声禀报道 禀报使者 那独木尊者肖良与恶灵真人汤催 一回到住所不多久 便神神秘秘的出去 据我事后查探 才知道他们去找了无疾魔宗的丁浩 看样子这两人定然没安什么好心 就在这个时候 方木直觉浑身一僵 周身的经脉真元暂时无法流转 就连原因都如同被用钢钉钉住的蛤蟆一般动弹不得 持者持者不要啊 属下并没做错什么啊 反应过来的方木立即大呼了起来 扑了一下 丁浩右手直插而入方木的身体 一阵扭曲后 左手便落在他的天灵盖之上 就在这个时候 丁浩神念一转 徒弟发觉又是几道身形 从周围鬼鬼祟祟的往这儿赶来 其中有三人合体出奇者 乃是前来段浑山聚会的魔门各宗的长老 还有四个分神中后奇者 竟然身着炼狱魔宗门人的衣服 这些人一路行来同样都是鬼鬼祟祟 和刚刚的方木一般东张西望 互相之间看到彼此之后 全部都是视而不见 等到了这儿后 几人声音低沉 同声道 属下一讯赶来此地 特来拜见殿王 这么一说 丁浩心中一颤 既有欢喜又有恐惧 欢喜的是这次自己无意的一个讯号 竟然迎来了这么多牛头马面出现 恐惧的是冤龙殿的势力真格式无处不在 看样子一直以来 自己包括炼狱魔君等人 全部都小瞧了冤龙殿的能耐了 想到这儿 丁浩心中无比震惊的同时 也暂时停止了立即用搜魂术对待方木了 此时该做的也差不多做好了 丁浩赶紧从储物戒指内 取出了锁英环 摇晃了两下之后 便将方木的原鹰收取 打算事后再宰宰细细的盘问一番冤龙殿的打算 将八尺子蟒换出 迅速地将方木干瘪的尸体仍给八尺子蟒 擦了擦身上的血迹 丁浩看了看似乎没有什么破绽 便迅捷地在里面布下了一个幻阵 一切就绪之后 丁浩以舌头魔怪的相貌 飞速地向着洞外掠去 打算将这些人一网打尽 一个不留 第585章电王算盘 等丁浩从天灵洞内走出 落到了外面之后 便看到了一帮潜伏在暗处的冤龙殿的门人 正互相无视 默默地站立在哪儿 一见丁浩以舌头魔怪的相貌出现于此地 这些人都和刚刚的方木一般 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不过诧异当中还带着几分聚色 处下参见使者 这几人一愣之后 全部公身行拜 板着脸 丁浩兄弟的良言缓缓地扫拾了这些人一圈 最终将升到里面来 那些人彼此之间也不废话 听丁浩这么一说 全部都是默默地跟随在丁浩的身后 往天灵洞逼近 幽暗潮湿的天灵洞内 光线显得有些昏暗 丁浩前行之间没有再回头看这些人一眼 不过心中确实暗暗地提防着 神势修炼到丁浩这种境界 基本上场内各处的景象都已经掌握在了手中 而这些人当中又没有超觉的高手存在 自然无法抵御丁浩的神势窥探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合体出其老者 徒弟止住了步伐 动了动蒜头鼻子 莫名其妙地呼道 怎的会有一股浓浓的血腥味道 他这么一说 其余几人也是停留了脚步 四处张望了一番 虽然没有看见地下的血迹存在 但刚刚丁浩诛杀方木的时候 的确是流有浓郁的血腥味 若是不在意自然无法闻到 不过刻意去秀的话 倒也的确能够察觉出来 殿王前些日子 在断浑山的时候 被炼狱魔宗的几个散魔偷袭受了点伤 难道你们这都不清楚了 丁浩冰冷毫无人性的一声呼叫 浑身浓烈的杀气骤然显现 属下错了 属下错了 被这股杀气一冲 刚刚驻足停下的那人猛然一惊 连声欢呼道 随着这人的惊恐一呼 这些人再也不敢停留与犹豫 全部一步一去的跟随在丁浩的身后 急速的往天灵动的更为幽暗出行去 徒弟 不知谁先行惊呼了一声 慌忙道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一声惊呼出口后 接连不断的惊呼声 连连从这些人的口中 就在这些人全部身陷幻阵当中的时候 从丁浩的身体内 猛然涌射出了几个厉鬼的相貌 七个血鬼将数一出现 便立即以七英式魂阵的方位 分立在幻阵四侧 一刹那便将这些人 全部的笼罩在七英式魂阵之中 刚还只是惊呼的一帮人 一瞬间便开始发出了鬼哭狼嚎般的声音 一个个连连呼叫着使者的名号 大声地恳求着使者的谅解 根本就想不通舌头魔怪 为何会徒弟对自己人下手 可惜丁浩毕竟不是舌头魔怪 这些人若是不死 只要在有冤龙殿的人知晓这件事情 那么这次的事情便无法隐瞒 更何况无论出于什么借口 丁浩也不会放任这些人活着离开 如今已已经净化成血鬼将七英欲动 七英式魂阵 那威力之大根本就不是这些 合体齐的修真者能够抵挡的了 一时三刻之后 丁浩没有耗费多少的功夫 便将这行人尽数的练死在七英式魂阵之中 成为血鬼将不断净化的肥料 在返回断魂山的路上 丁浩通过放牧的原因 已经得到了想要知道的一些 出乎丁浩意料之外的 冤龙殿虽然一直想要收买这些魔门散修 但以独木尊者销量为首的这帮人 却并不卖冤龙殿的账 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得知断魂山上的聚会 还一同聚集在断魂山 的确是来自于冤龙殿提供的消息 一直以来 在断魂山上 我们三宗还没有号召聚会以前 冤龙殿便已经着手 开始收买那些盗魔两宗的败类叛徒 包括一些凌落的散修 经过多年的努力 冤龙殿的确取得了不少的进展 已经陆续续的收服了不少的盗魔两方的零散势力 但还是有一些散修 根本就不卖账 无论冤龙殿如何劝说 都不肯加入冤龙殿 独木尊者销量这些人 正是那些一直不肯归附于冤龙殿的人马 之所以在冤龙殿的高利诱惑之下不肯加入 根本的原因便是这些人根本无法接受 要与盗门众人一切共事的事实 对于这些人来说 与盗门之间的仇恨没有任何婉转的余地 只剩不死不休一条道路 眼见无法将这些人收服 殿王原本打算将他们全部诛杀 但这个时候正好听闻了魔门三宗号召 诸位魔门众人的聚会 便这件消息通知了这些人 以殿王原来的打算 是在自己将断浑山脚成一团混水的时候 以自己化身万千的法诀 来间接地影响魔门三宗的决断 让这帮人顺势地加入这个事件当中 随后他在诛杀独目尊者与恶灵真人 自己化身成为其中两人中的一个 慢慢地掌握住这股力量 通过那些隐移在各宗当中的冤龙殿人 来影响这次魔门聚会 即使不能在这件事魔门聚会当中占据一席之地 也要彻底将这糖水弄得更为混乱 没想到事情的发展 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因为自己识破了他的身份 逼迫的他只能远奔离开断浑山 独目尊者肖良等人 因为不是冤龙殿人 自然不受他的约束 即使他离开了 也是照样地到了断浑山 不过肖良几人 也知道殿王的存在 虽然明知道殿王将断浑山 魔门聚会的事情告诉他们 肯定是没有安什么好心 不过为了报仇血恨 还是义无反顾的前来断浑山 冤龙殿与山上各宗的仇恨 肖良等人自然知晓 所以他们死不松口 怎么也不敢承认与冤龙殿有关 打算以后面对于盗门的行动 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肖良前来寻找自己 也完全是迫不得已知下的无奈之举 当丁浩理清了这一切之后 也不知不觉到达了断浑山 一到山上之后 丁浩便打算立即去找炼狱魔君冯奥天 不过刚刚返回自己的楼阁 便从周围炼狱魔宗门人的口中得知 冯奥天刚刚已经来丁浩的房间找过他 眼见丁浩不在 现在正在旁边冯欣然哪儿 没有犹豫 丁浩只朝着冯欣然那边行去 等到了门口之后 才发觉似乎有些不妥 不有的没有通报 便直接冲进了屋内 冯欣然在他的乡房客厅内 此时正闭目盘膝而坐 笑脸忽红忽白 赤阳宝球在他的胸口 此时绽放着夺目的红侠 三足金乌金黄色的羽毛闪闪发亮 爪子落在赤阳宝球上 一股股通红的电芒 在三足金乌的爪子与赤阳宝球上面显现 冯欣然周身几朵深红的魔艳 正绕着他缓缓的流转 将他整个人衬托得更显红艳 旁边的炼狱魔君冯傲天 这个时候正拿着一块翠绿的玉石 照耀出一圈圈的流光 落在通红的冯欣然的面上 那翠绿色的玉石散发着清凉的气息 将屋内炙热的温度慢慢中和了一些 丁浩刚进入屋内 冯傲天便转过身子 对着丁浩微微点了点头 是以丁浩稍等片刻 随后一波波的银白色的流光 不断的从玉石当中 圈圈的挥洒在冯欣然的身上 将冯欣然通红的胶容 给映照的一片煞白 过了半个时辰之后 围绕在冯欣然周身的极朵火焰 尽数被他给收入了体内 原本红的过分的面颊 也渐渐地恢复了正常 随着屋内的温度渐渐地由高温消退成正常色 冯欣然手中的储物戒指一闪 便将那赤阳宝球收入了其中 三足金屋欢快的一声齐声提叫后 也重新落在了冯欣然的右肩之上 这个时候冯欣然与冯奥天两妇女 也全部都是微微输了一口气 冯欣然睁开了金光乍现的双眼 眼眶内有一圈圈的红光闪耀 这个时候丁浩早已看出 刚刚冯欣然似乎陷入了走火入魔当中 好在冯奥天用那个清凉的玉石 将胜烈的阳火压抑住了 否则一个不好 冯欣然有可能会五脏六腑禁坟 这句肉身完全被阳火烧毁 暗道不会是这些日子 自己不断地传功给他 他又贪图精进后弄成这个地步吧 想到这里 丁浩倒是惊出了一身冷汗 一想到冯欣然的性格 丁浩感觉极度有可能 等看到冯奥天摇头的表情 与冯欣然笑嘻嘻的样子后 才觉得自己还是小瞧了冯欣然的胆大包天 第586章心怀鬼胎 你怎么来了 冯欣然笑盈盈地望着丁浩 丝毫没有劫后余生的觉悟 连连摇头 丁浩愧然叹息一声 张口道 我不是和你说过不要急于求成吗 李真得是胆大包天 如果不是你跌跌帮助 真难以想象你能否度过此劫 妩媚的双眸勾勾的望着丁浩 冯欣然反倒出延安慰道 你不用担心了 下次不会了啊 呵呵 我也就是事 没想到走火入魔果然不是好玩的 他这么一说 冯欣然电闪而至他的身后 一指头敲在他的脑勺上 气横横道 你个臭丫头 还真个是胆大妄为啊 转过头来 冯欣然深深地望了丁浩一眼 审声道 你小子也真是的 明知欣然这丫头什么都敢做 还和他一起瞎闹 冯欣然这么一说 丁浩心虚地连连点头 按道冯欣然果然是定时炸弹 时不时的都会没事搞点事情出来 也难怪冯欣天要将他死死的留在断魂山 若是和自己到三周一倒 自己就没空照顾他 指不定闹出多大的事情呢 眼见丁浩也是心有余悸 冯欣天面色缓了缓 狠狠地瞪了旁边土舌头的冯欣然一眼 随手端过一个茶杯 清明了一口后 笑着开口道 怎么样了 可从独目尊者他们那儿发现了什么 点了点头 丁浩面色疑速 正经为做到 这次发现可大了 不但弄清楚了这些魔门散修的事情 还顺带的拧出了一些潜伏与断魂山上的隐患 丁浩煞有其事的这么一说 连冯欣天都市悚然一惊 沈声道 怎么回事 丁浩微微思量了一下 将大致的情况 向冯欣天说了一遍 冯欣天听罢 整个人将在哪儿 愣了半想之后 才连声道 冤龙殿啊冤龙殿 可样子我们都小瞧了这个势力的实力了 点了点头 丁浩肯定道 不错 我得到的冤龙殿的传讯方式 恐怕要不了多久 便会被殿王改变 毕竟断魂山上 这些冤龙殿的门人突然生死 殿王不会察觉不到不妥 他若是细想一下 应当不难推测出问题 冯欣天一边摇竹手中的孔碑 一边暗暗思量着 半想后才开口道 前来断魂山的天杀魔怪与剑魔工人 只有宗族于几个核心门人 既然我们炼狱魔宗都有冤龙殿人 我想这两宗也不会例外 点头称是 丁浩开口道 我马上将冤龙殿的传讯方式画出来 你告知独孤纪念语时封寒 让他们通知自己宗派之人 让他们依照我刚刚的方式行事 或许还真的能够在冤龙殿还没反应过来 将他们山门中的一些隐患剔除出去 好 我这便通知这两宗宗主 现在三宗同仇敌开 我倒认为把对付冤龙殿 也当做一件大事解决 那些前来断魂山的魔门门派 门中的长老突然又莫名的消失及格 我要赶紧找他们商讨一番 不然指不定又要闹出什么事情 令与魔君冯奥天脸声道 眼见冯奥天急匆匆的便打算离开 丁浩出声道等等 那消两这些魔门散魔 到底该如何处置 愣了愣 冯奥天亚然道 既然他们想要报仇 而由于冤龙殿没什么关系 那便让他们参与进来 等到魔之战开始的时候 让他们做炮灰救世 心中虽然另有想法 但丁浩自然不会说出来 点了点头 丁浩答道 这样最好不过了 等冯奥天离开之后 丁浩立即面色一沉 冷眼望了望旁边的冯欣然 喝道 我告诉了你不止一遍 让你不要急于求成 为何你竟然如此不知死活 但却地望了望丁浩 冯欣然赶紧溺在丁浩的身上 连连摇晃着丁浩的手臂 慌声娇称恳求丁浩不要生气 叹了一口气 丁浩摇头开口道 好了好了 关于你心境不稳的事情 我正在想办法解决 以后不准再贸然行事 否则休怪我以后不再搭理你 丁浩这么一说 冯欣然乖乖点头认错 态度好的不能再好了 摇了摇头 丁浩刚刚才吸收了方木的真元 原本还打算再次读一些给冯欣然的 现在真正是不再放心了 想了想还有别的事情等候着自己 便起身离去 留下冯欣然在房内反思 半想后 丁浩来到那些魔门散修所在的宜林院 站在外面四处看了看 丁浩出声道 无疾魔踪丁浩 求见萧两汤催两位前辈 丁浩话语刚刚落下不久 那独木尊者萧两与汤催两人 已经瞬间出现与外面 朝着丁浩看了一眼 萧两哈哈一笑 开口道 原来是丁宗主 丁宗主怎有空到我们这儿啊 淡然笑了笑 丁浩扬了扬眉头 开口道 正好路过 上次在殿王在下对 汤前辈的恶灵法觉异常的钦佩 特来请汤前辈指点一下心中的疑惑 丁浩声明这些魔门散修 其实内心有些自卑 不过正是因为这种自卑感作祟 越是在人前越是要面子 所以丁浩自然知道该说些什么话 果然 汤催虽然明知道丁浩前来此地 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 不过现在在宜灵殿的门外 丁浩大呼着想要恳求自己的指点 还是感觉心情极好 老脸都油光光的 李念请 李念请 不带肖两多言 汤催已经笑呵呵的带着丁浩 往自己的房间行去 肖两原本还打算说些什么 一见两人已经动身 便也什么没说 笑呵呵的跟在丁浩与汤催的身后 朝着汤催所在的房间行去 一路上 导师看到几个魔门散修 面色诧异的抬头张望了几眼 似乎没有料到丁浩居然会清临此地 毕竟在一世大殿的时候 他们可是眼睁睁的看着丁浩与汤催发生过节 更是占据了一些田姨 这个时候看两人谈笑风生的样子 一时间有些猜测不透是怎么一回事了 等到了汤催的房间之后 不带丁浩多说什么 两人便着手布置了几个结界 将这些布置完毕之后 两人搓着手 眼巴巴的望着丁浩 丁浩在房内坐下之后 自顾做沉思状 似乎在斟酌着干如何开口 不过半天还是同一表情 一直没有开口 丁浩老神在在不着急 这两人可是干巴巴的等得心急如焚 眼见丁浩一副难以启齿的表情 萧良两人的表情慢慢的由兴奋变成了黯然 最终萧良摇头叹息一声 开口道 我早有预料 像我们这么来历不明的出现此地 若我是三宗的宗主 肯定也不会相信 丁宗主肯为了我们这帮孤魂野鬼开口 已经算是尽了莫大的情意 我们非常感激丁宗主的恩情 萧良这么一说 两人都是连连叹息 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明明有着机会可以报仇血恨 但又无法再进一步 这个感觉让等候了多年的他们 感觉心中憋屈之极 微微一笑 丁浩摇头道 两位前辈误会了 事情没有坏到这种地步 冯宗主他们的确不太信任葛魏 不过也没你们想象中 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 三宗还是愿意卖个面子给我的 但是你们毕竟人数太少 这些实力与门人境迁的各大门派相比 的确有些微弱了一些 而你们这些摩门散修 连各自间都没有主从之分 相互没有约束力 三宗担心难以掌控 丁浩这么一说 两人心中是一喜一游 喜的是总算还有点生机 不过摩门散修的确是一盘散沙 和门规森严的任何一个门派都无法相比 事实上确实无法管理 就连萧良两人 都没有权利让那些散修乖乖听话 眼见两人呆愣着 丁浩面有难色 开口道 我倒是有个办法 或许能够解决此事 就怕两位当我丁浩有旁的心思 敲两连道不改 急声道 丁宗主有什么方法不妨直说 我们只有感激 绝不会有别的想法 点了点头 丁浩沉吟了一下 开口道 我认为你们可以先行加入无极魔宗 以无极魔宗的门规约束你们 只要你们在我的麾下 那些问题自然能够解决 虽然我要承担一些风险 但我愿意相信你们不会背着我 搞一些别的事情 等这些事情结束 你们抱了愁血了恨 若是想要无拘无束的离开 我承诺绝对不会阻拦 此话一出 两人一呆 半想 肖两面了难色 开口道 这件事我们两人无法做主 丁宗主能否容我们商议后 再给你一个答复 点了点头 丁浩淡然一笑 开口道 也好 我并不着急 你们好好商议一番吧 话语一落 丁浩便含笑离开了一零点 两人忙着召集各个房间散修 打算好好商议一番 倒也不再起身相送 第587章区域传颂 另于魔宗一世大典之内 今次众人再次集聚一堂 包括一帮魔门散修 也同样由肖两汤催两人带领 占据了一片区域 冯奥天略为激扬的数说了一番后 便将目光抛向了肖两等人身上 思量了一下后 冯奥天扬声道 尊者你们一行人既然打算参与此事 我们也实话实说了吧 以你们这股力量 倒也不小 可正是这股不小的力量没有任何的管束力 所以我们三宗实在是不太放心 你看这该如何是好 独目尊者肖两 看了看笑容满面却默然不语的丁浩一眼 最终硬着头皮道 我们商议过此事 后来想了想 认为如果我们加入无极魔宗 由无极魔宗的丁宗主约束我们 不知三位宗主可愿接受 此话一出 立即在殿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件事情 丁浩指于冯奥天己人 和那肖两等人提过 至于其他门派的宗主长老 对于这件事情 连一点风声都没收到 现在突然听说这么一股势力 想要加入无极魔宗的麾下 一时间都绝不可思议 就在众人都是窃窃私欲的时候 丁浩也是长身而起 哈哈一声大笑道 无极魔宗虽然不是大派 但是好在宗内都是一些散修组成 本宗认为他们入了我们无极魔宗 应当不会与我们下的门人有什么冲突发生 而本宗也有自信 能够约束得了他们的行为 让他们不至于在以后的争斗中 出现无人指挥胡乱行事的尴尬 萧良与汤催护士一眼 同声道 我等势必遵守无极魔宗的门规 并不会擅自行事 段座在上席的炼狱魔宗冯奥天 与其他两宗的宗主交换了一个眼神 最终似乎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 道既然如此 那本宗导也放心了 只要你们在丁浩的麾下 能够在针对盗门的征战当中做出贡献 你们身负的血仇中有长孩的一天 冯奥天这么一说 萧良与汤催等人 都是连声感谢 面色为红地发了一通魔门誓言 到了这个时候 其他魔门众人 自然已经看出了丁浩与冯奥天 包括萧良等人 早已在暗中达成了某种默契 否则不会在意识大殿内 堂而皇之说出这么一番做作的话语 原本那些魔门众人 还都对这帮魔门散修心有顾忌 一直不敢当着他们的面 来谈论一些这次的事情 不过现在眼见冯奥天 开口说出这种话语 加上丁浩又隐晦地做出保证 不由得让这些人 也开始相信这些魔门散修的诚意 确切地说他们并不是相信这些魔门散修 而是相信魔门三宗与丁浩的眼光 既然这些人都承认了魔门散修的诚意 他们自然也是没了什么好说 但是一想到无极魔宗平白又多了这么一批人 却是心中有些惊骇 其中魔月谷的观圣天等人 更是表情难堪无比 原本无极魔宗的实力便已经不凡 隐隐有了大宗派的风范 现在又加入了这么一帮人 可谓是如虎添翼 实力更进一步了 这么以来无极魔宗在这次事情当中的话语 全有重要了几分 以后利益的分配上自然便又能占据莫大的便宜 就在这些人心中万万揣测 一个个衡量着的诗 目光硕硕的望着丁浩与萧两 这些魔门散修的时候 冯奥天已经正经为坐 面容慎重道 诸位魔门同道 据我们炼狱魔宗的消息来看 以盗门三宗的势力 也已经开始着手不至 最近三宗往来频繁 其中更是夹杂了许多盗门的宗派 本宗认为是不宜迟 我们应当早些动手 先行打压一下盗门的气焰 冯奥天这么一说 丁浩微微一愣 按道炼狱魔宗看样子 冯奥天早就一直死死的盯住了盗门三宗 这些消息飘渺个都还没送到自己的手中 冯奥天便已经了如指掌了 看样子冯奥天他们是铁了心要与盗门大战一场了 魔门众人一轮声 瞬间又嗡嗡的响起 西岳墨行宗的宗主汪天寿沉吟了一下 张口询问道 不知冯宗主有何好的计策 我们在座的各位魔门门派 相隔较近的也有千里 远的甚至相隔万里 我们这些门派当中 周围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盗门宗派 若是说全部聚集在一起 集中所有的力量消灭一个盗门宗派 似乎难保自己的宗派实力空虚被灭 所以本人考虑了一些日子 不知这次针对盗门的行动 到底该如何行事 是每个宗派各自为战 一个个消灭周围的盗门实力 还是集中实力 一举摧毁盗门三宗 从容的唯唯一笑 冯奥天子有一股逼逆天行的气势 点了点头 冯奥天正色道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本宗有件事情先向各位宗主交革底 现在我们摩门三宗 已经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跨越区域的传送阵 已经可以大范围内转送 只要在西大陆上 使用传送阵法 可以瞬间将各位传送阵任何异处 冯奥天此话一出 店内所有人都是面色悚然一变 然后不可遏止的惊喜涌入众人的脸颊 包括丁浩都是脸色无比的惊骇 望天手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神情 最终惊呼道 当真如此 如果这样的话 那岂非距离不再是问题 这样针对盗门的把握 最起码高了两成不止 摇了摇头 冯奥天叹息一声 张口道 关于传送阵的事情 想必盗门三宗也已经知晓 毕竟这阵法不是我们魔门发明的 这一点上我们并不占据优势 关键是布置传送阵必须的顺域 乃是极为稀少之物 就连我们炼狱魔宗 因为一直布置这种顺域的功用 也是没有收集几块 根本就不够布置传送阵啊 冯奥天这么一说 众人面面相许 按道你这不是白说吗 即使有布置阵法的方法 没有原料布还是什么都没法 叹息了一声 冯奥天微笑着望着丁浩 似乎解释道 这种传送阵法 就连本宗也刚刚知晓不久 顺域这种玉石极为稀有 而且一直都无人知晓有着如此作用 我们炼狱魔宗虽然没有这处矿场 不过不一定你们所在的区域 炼也同样没有 本宗提出来 就是让各位仔细想想 看看你们的宗派内 是否有这种矿场存在 只要我们先道门一步 将这种顺域搜集到 快一步的布置而成传送阵法 那下面面对道门的行动 我们便能占据颇大的优势 到了现在 如果丁浩还猜不出传送阵法 乃是来自于先魔两界之人的口中 丁浩便也不叫丁浩 细想了一番 丁浩也只是隐约听说过这种顺域的存在 确实没有太大的印象 倒是没想到这种玉石 竟然有着如此大的功用 如果摩门这些宗派 每个山门当中都布置了这么一个阵法 那么完全可以集中最大的力量 给予道门任何一个门派致命一级 如此优势简直想想便觉得可怕 不过这时丁浩又想到了鬼域当中的古传送阵 那古传送阵法的材料也是极其稀少 其中有一些材料都不是自己认识的 而且古传送阵法可以跨大陆 似乎功用更为恐怖 日益思良 丁浩出声问道 岳父这种传送阵能否跨越大陆 面色一愣 冯奥天肯定的摇了摇头 断然道 绝无跨大陆的可能 只能在西大陆传送 每个大陆之间除了海域的阻碍外 还有种种的其他因素 根本就不是这种传送阵能够实现的了的 冯奥天这么一说 丁浩才心中暗暗放下心来 想了想后 丁浩开口道 岳父 我要先行一步离开段浑山了 这种顺域的作用太大了 我想看看能不能搞些顺域出来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 全部落在了丁浩的身上 冯奥天微微一愣后 徒弟喜声道 你知道哪儿有出产这种顺域 摇了摇头 丁浩开口道 不知道 所以我打算到聚宝宗所在的剧曲山走一趟 找聚宝宗的宗主谈一谈 丁浩这么一说 冯奥天表情复杂 最终点了点头道 事事也好 我们也与聚宝宗人交涉过 不过刚刚将打算收购的消息送过去 还不知聚宝宗是什么态度 我知道上次聚宝宗的宗主单独找过你 或许有你出面会好一点 冯奥天这么一说 其他几宗的宗主 包括独孤吉涅与石峰寒两人 也都叮嘱丁浩 若是聚宝宗当真有顺域的存在 他们愿意花费巨资购买 但莫点了点头 丁浩按道看样子为了顺域 自己是必须要立即往聚宝宗走一趟了 以阴阳保镜的原因 丁浩不信聚宝宗有这种顺域敢于藏着掖着不给自己 第588章隆重对待 迟隔多年 丁浩再一次来到了聚取山 聚取山还是老样子 没有太大的变化 有变化的只是丁浩而已 上次来聚取山的时候 丁浩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跟随在冯欣然身旁见识面 今次再来聚取山 丁浩俨然已是无极魔宗的宗主 而且还是被聚宝宗的宗主亲自邀请前来 身份的差距从所获得的待遇上面便能够看得出来 上次前来此地根本就没有任何人注意自己 所有的焦点都在冯欣然的身上 这次到了山脚下 丁浩只是曝出了名号 那童子神情之恭敬 态度之热情 几乎让丁浩难以适应 一悔而的功夫 聚宝宗的长老招财 更是急匆匆的亲自从山上行来 和另外一个长老敬宝 同时恭迎丁浩进山 给足了丁浩颜面 因为现今不是聚宝宗会的日子 所以聚取山并没太多西大陆各大宗派的人马 不过一些零零碎碎的修真者 还是偶尔能看到一两个 看样子道具取山 应当是打算收购什么修真材料链制法宝金丹所用 一路行来 周围郁郁葱葱的景色依旧宜人 在招财敬保两位长老的悉心事后之下 丁浩一点不觉乏味 瞬息时间便已经直达聚取山顶 身形雄壮 不难为徒的聚宝宗宗主高周扬 已经在山顶的必经之地笑呵呵的等候 在他的身旁一字排开了几个聚宝宗的门人 各个都是衣着鲜艳 目光闪烁的打亮着丁浩 眼见丁浩面色平淡的身临此地 高周扬同龄般的大眼猛低一睁 憨憨大笑了两声 快步的朝丁浩迎上 口中喜呼道 丁老弟你可来了 我们可盼望你多时了 这高周扬一声丁老弟喊的是异常的自然亲切 仿佛与自己极其熟悉一般 丁浩只是面色唯唯一争 便也立即笑容满面 口中呼道 劳烦高宗主等候 我可真是心中不安了 呵呵 无极魔宗宗主亲领我们聚宝宗 我们怎敢不隆重对待 高周扬哈哈一笑 张口道 高周扬这么一说 丁浩看到他身后的一些门人 都是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似乎没有料到无极魔宗 怎会引得聚宝宗的宗主亲自来迎 丁浩自然明白那些聚宝宗门人的表情 聚宝宗虽然不是纯粹实力惊人的门派 不过聚宝宗可是跨大陆的修贞商铺第一家 雄厚的财富是天玄大陆任何一个门派都无法比拟的 就连飘渺阁都难以在财富上与聚宝宗抗衡 正是如此 高周扬一直以来 虽然与西大陆的道魔六宗都有着联系 不过骨子里却极为高傲 就在西大陆道魔六宗的宗主清林聚取山 高周扬也不过派招财敬宝当中的艺人迎接而已 自己根本就不屑亲自出面 现在已经高周扬不但派出了招财敬宝两人去迎接丁浩 就连心高气傲的高周扬都是早早的在山顶等候 让这些不明所以的门人都觉得高周扬是不是吃错药了 以无极魔宗的实力怎能劳烦他如此兴师动众 只有深明内情的几人才知道聚宝宗宗主高周扬 之所以如此隆重的恭迎丁浩而来 除了因为有求与丁浩以外 还是因为七脉相传的聚宝宗无极魔宗 乃是远古时期最为鼎盛的势力 高周扬或许敢看不起天旋大陆的任何门派 但对于集天气神留下的门派 却是不感不尽 就在高周扬一边与丁浩谈笑风生的时候 一行人已经渐渐的来到了聚宝宗山顶众楼之间 在聚宝宗的山顶上 其中有五储大楼阁 乃是聚宝宗的交易储 其中陈列了各式各样的修真材料 甚至品质不凡的修真法宝 只要出得起价格 都能够采购 高宗主果然神出鬼没 我们在聚取山已经盘踞了几日 你们聚宝宗都推说宗主不在 现在亲眼见到了高宗主 高宗主是否可以给我清云宗一个答复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冰冷的高呼落入了众人的耳机 丁浩别过头去 一眼看到了两个熟人 其中一身白衫 神态安然自在的美貌女子 便是许久未曾见过 自己都快要忘记的白清星 另外一个面寒如冰 神情冷立的合体出奇的修真者 便是冷面尊者许浩然 除了这两人以外 还有几个分神中后期的修真者 一律都是身着清云宗的道袍 眉心当中隐隐露出一丝傲然的神情 在丁浩的角度 可以看到高周扬脸上露出了一个不屑厌恶的神情 不过等高周扬转过身子的时候 已经满脸堆上了略带一丝憨厚的笑容 呵呵道 本宗这不是刚刚回聚取山不久吗 至于几位的来意 本宗已经心中有数 不过暂时还无法给你们什么答复 还望你们清云宗包含包含 白清星看到高周扬的丁浩后 两眼煞时闪亮了一下 然后微微朝着丁浩举身一礼 淡然道 原来丁宗主也到了聚取山 许久未见 丁宗主圣名赫赫 无极魔宗如日中天 实在令人钦佩 压然摇头一笑 丁浩平静道 白小姐过誉了 无极魔宗小门小派 哪儿比得过你们毅历千年的清云宗啊 好看的嘴角微微一贴 白清星淡然一笑 然后翘目盯着旁边的聚宝宗宗主高周扬 不急不躁道 我们清云宗已经在聚取山等候了一些时日 既然高宗主已经返回聚取山 能否给我们一个期限 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高宗主 才会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复 面料难色 高周扬摇了摇头 张口道 你们所需的东西 乃是极为稀少之物 即使我们聚宝宗 也满足不了你们那么的需求 而且现在东西还不在西大陆 本宗还需联系其他大陆的聚宝宗商号 才能给予你们一个确切的答复 说到这里 高周扬咬了咬牙 开口道 这样吧 我暂时什么都无法答应你们 一个月之后 我们聚宝宗看看还有多少存货 等那个时候再给你们清云宗一个底线 黑黑一笑 丁浩面露好奇的神情 朝着身旁的高周扬问道 高宗主 什么东西这么稀少啊 诧异的望了丁浩一眼 高周扬目光古怪之极 张口呼道 是一种名叫顺域的玉石 最近也不知怎么回事 原本从来没人要的顺域 现在竟然惹得盗谋六宗的各大宗主 都要向我们聚宝宗收购 唉 顺域本就稀少 我们聚宝宗所存也不多 这下就难办了 那一方都得罪不起啊 此话一出 白清新与冷面尊者徐浩然面色齐齐一变 徐浩然看了神情甜静的白清新一眼 唯唯一声冷哼 张口道 顺域我们清云宗是在必得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愿意 而且我们清云宗乃是第一个到达聚宝宗洽 洽谈此事 我知道你们一切利益为先 不过先来后到的规矩可不能不遵守 否则 哼 同龄般的大眼内 一道寒光闪过 瞬间又恢复正常 高周扬憨厚的呵呵一笑 张口道 放心 放心 只要等我们聚宝宗知道了顺域的存货量 自然会给清云宗交底 呵呵 不过两位也不用抱有太大的希望 你们所需的数量 我们聚宝宗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来的 冷漠的点了点头 徐浩然嘴角一贴 露出了一分微笑 点了点头道 有多少我们要多少 不过若是其他一些宗派 徒弟多了大量的顺域 而让我们清云宗知道来源于聚宝宗的话 那高宗主可别怪本人 嘿嘿 听到这里 丁浩虽然神色如常 但心中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时候 连连听着冷面尊者的隐晦威胁 终于忍俊不住的阴冷的哼了哼 丁浩的一声冷恒虽然不大 却恰好能让对面的冷面尊者几人听到 冷恒当中的嘲笑与不满没有遮掩 立即将原本脾气就暴盛的冷面尊者 徐浩然的怒火勾起 小子 你哼什么哼 狂人怕你无极魔宗 我们清云宗可不含糊你 就在白清新张口欲劝徐浩然的时候 他已经怒齿喝出 平静地望着冷面尊者徐浩然 丁浩摇头计讽道 嘿嘿 清云宗的好日子 我看也快要到头来 凭着清云宗名号耀武扬威的你 估计也折腾不出什么 此话一出 冷面尊者徐浩然不顾身旁白清新的连连的眼色 目击而笑道 好 很好 第589章各取所需 只见徐浩然怒笑后 手中树地出现了一把飞剑 二话不说的便是一道寒芒爆线 瞬息间便落在丁浩的面前 摇头失笑 丁浩站立在原地一动不动 只是双眸当中照上了一层寒霜 就在冷面尊者徐浩然 这道寒芒展落在丁浩的身体上的时候 他脸庞上突然显现出错恶的神情 煞时呆了一呆 站立在原地的丁浩 如镜子般破碎 寒芒一过后便消失不见 在冷面尊者的右侧 空气急速的流动 然后一道黑芒闪过 面色平静的丁浩突兀显现出来 左手五指收紧成拳 煞时一团黑色的光团随全骤然爆现 猛地朝着冷面尊者徐浩然轰去 一阵错愕的徐浩然 瞬间感应到了丁浩的攻势 等别过头来的时候 发觉一个如黑日般的光团 带着披靡无敌的煞气 已经直落自己的眼眶 心中骇然之际 冷面尊者徐浩然手中的飞剑刷的银上 自己的身躯也是闪电般的暴退 哐当一声 飞剑被黑芒急破 一下子灵气退进 而黑日一般的光团去世不足 电闪之间直接砸落到 刚刚寄出护身刚照的冷面尊者徐浩然的身上 碰的一声 徐浩然的护身刚照瞬间破裂 徐浩然整个人也是身不由己 背着股大力带着往后飘飞了五丈 就在丁浩打散再行出手的时候 聚宝宗的宗主高周扬猛地出生 手下留情 然后高周扬急匆匆地赶到丁浩的身旁 逼着青云宗之人高周扬朝着丁浩微微竖了一下大拇指 口中却连连恳求道 丁宗主 这儿可是聚取山 你们都是我们聚宝宗的贵客 希望丁宗主能够看着我们聚宝宗的薄面上 不要大动干戈 微微一笑 丁浩平静道 自然不会 若非冷面尊者徐浩然先行出手 本宗怎会如此不适大体 也只有那些不知自己身份的狂妄之辈 才会这么自找苦吃 丁浩话语一落 那青云宗的一些门人 都是面露记恨 各个神情大怒 但却被白清新苦口劝住 远远望去 冷面尊者徐浩然神情萎靡 满脸满身都是鲜血 形同血海利鬼一般可不 朝着丁浩与聚宝宗的宗主高周扬 一场微微行了一礼 白清新神情复杂的看向兵浩 最终淡漠道 我们青云宗即可离开剧曲山 等待高宗主一月之后的消息 丁宗主今日对本宗徐长老的所作所为 我们青云宗字会铭记于心 冷漠的点了点头 丁浩平静道 今日若非在剧曲山之上 若是徐浩然敢于出手 你们休想活着走脱一个 以后有什么想法 本宗字会接着 白清新淡淡的点了点头 再次看了高周扬与丁浩一眼 招呼了青云宗的几个门人一声 一行人带着冷面尊者徐浩然 性性然的网剧曲山脚走去 这些人前脚刚走 丁浩便黑黑冷笑一声 也同样打算往山脚行去 刚刚一直没多说什么的高周扬一愣之后 立即猜出了丁浩的目的 不由苦笑拦住道 算了丁老弟 这些人不过是清云宗的跳梁小丑罢了 你就算跟随他们下手杀了他们 也是没有任何的价值 何必与他们一般见识呢 高周扬这么一说 丁浩凡倒也不好意思下手 将这些人全部诛杀了 而且目前的确还是有着要事代办 不由的点头同意道 即是如此便饶他们一命 我这次前来聚取山 其实除了受你相邀外 还与清云宗有着相同的目的 此话一出 高周扬憨笑点头 但眼神却狡黠道 我心中有数 次面看了一看 高周扬呵呵道 走走 丁老弟 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 还是到里面戏谈吧 聚取山顶 一个隐秘的楼阁内 暗中通向了聚取山腹 丁浩跟随在高周扬的身后 与招财敬保两位长老一起 慢慢的深入了聚取山腹当中 等到了这儿 丁浩才发觉聚取山最最主要的地方 防卫最为森严的区域 原来根本就不是山顶所见的那些楼阁 这山腹内开辟的空间 才是真正的所在 刚刚一入山腹当中 丁浩立即便感应到三波神念窥探在自己的身上 丁浩虽然表面不动声色 但内心却是极为震惊 暗道聚宝宗果然也不简单 世人都说聚宝宗没有高手 只是一群只会做买卖的门派 看样子都是虚传而已 光凭着山腹当中刚刚探来的三波神念 丁浩便可以肯定其中至少有着三格陕仙存在 随着聚宝宗的宗主高周扬一路行来 丁浩才发觉就入眼所见的区域内 便已经布满了大大小小促使种阵法 山腹当中聚宝宗的门人隐秘在暗处 虽然并没有讲话出声 但丁浩却能感受到隐隐的强大气息 此时丁浩心中只觉聚宝宗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心中想想也是 一个修真界的最大商铺 财富任何宗派都无法比你的聚宝宗 能够屹立在修真界多年 如果没有一点屏障 光靠与各大宗派的关系能够傲然至今 确实有些说不过去 也是在这个时候 丁浩才知道为何聚宝宗的宗主高周扬 在前往断魂山的时候 只是开门见山地寻找自己 从头到尾都没找炼狱魔宗逢奥天客气什么 为何各大宗派的宗主清灵聚取山 聚宝宗的宗主也只是派遣招财敬堡当中的一人前来相迎 这种傲气除了来源与高周扬对于远古时期的了解以外 看样子还是有着自己宗派的实力为底的 自己倒是小看了高周扬了 片刻之后高周扬带着丁浩来到了一处名叫狼野洞的时室 时室内宽敞复利 及格硕大的夜明珠将时室内照耀的一片灯火通明 这个时候除了招财敬堡两位长老以外 其他的一些聚宝宗的门人都已经消失不见 高周扬在一个白玉椅子上坐下 朝着丁浩挥了挥手 示意丁浩也不必拘束 等丁浩坐下之后高周扬才笑呵呵道 顺域的确是极为稀少的玉石乃是传送阵不可缺少的原料 不过这种稀少也只是相对于西大陆而已 在南北两块大陆 顺域这种玉石便有着大量的矿场 只要你们无极魔宗需要 这顺域包在我身上 你想要多少 我们聚宝宗都能提供多少 此话一出 丁浩心中一惊 张口询问道 原来如此 这么说来顺域的用途 你们聚宝宗早就知道了 哈哈一声大笑 高周扬自得道 何止是知道 我们聚宝宗与飘渺阁 其实早已经开始使用了 若不是这样 我们聚宝宗与飘渺阁 为何能够在整个天旋大陆 都有着那么大的覆盖面 不 这次丁浩更为震惊了 目光熠熠的望着高周扬 丁浩审声道 这么说你们已经能够跨越各大陆的传送 任何区域都不再有距离了 呵呵笑着摇了摇头 高周扬开口道 不是 顺域的功能无法跨大陆的传送 我们聚宝宗与飘渺阁 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可以跨大陆的传送 不过通过顺域 我们已经可以做到已经能够做许多的事情了 现在随着先魔两届的人降临西大陆 看样子布置传送阵的方法 也是同样流转出来了 否则道魔六宗不会全部要向我们聚宝宗收刮顺域了 点了点头 丁浩黑黑道 很好 咱们七脉乃是自己人 我也不和你客气了 顺域这东西我正好急需 你给我弄些吧 高周扬露出一个早知你会这么说的表情 不过还是笑着点头道 顺域我肯定会给你 保证够你们魔门几派使用 不过却不能通过我们聚宝宗的手 毕竟刚刚冷面尊者徐浩然的样子你也看到了 我可不想我们聚宝宗 因为这件事被盗门围攻 不那你的意思是 丁浩问道 沉吟了一下 高周扬沈声道 我会安排一些南大陆的其他商号的人 带着顺域前往三周一岛的彭丘街区 你们无极魔宗其管去收购好了 反正从始至终我们聚宝宗 不会以任何的形式出现 顺域这种东西 我想到门三宗总会知晓南北两大陆并不欠缺 不过你们无极魔宗却可以率先得到 然后高价出售给门门几宗 这样也能狠狠的赚上一笔 你看如何 丁浩一愣 细想一下后笑咪咪道 那感情好 不过我们要好好讨论一下细节 这件事可不能让门门三宗知晓 随后关于此事的行动细节 两人开始暗暗的商议 无极魔宗想要赚门门几宗的便宜 聚宝宗是不想曝露自己宗派参与的事情 因此两人立即好一阵商谈 第590章漫天开架 据曲山山腹内 一个宽阔无比的时室内 四面的墙壁全部以紫水晶杯气而成 当中一个平整如静见的小水潭 小水潭内的潭水不知是被四面的紫水晶照耀的 还是原本便是紫色 反正远远望去犹如一个紫色的镜子般光滑平整 水潭的紫水就连聚宝宗的宗主 都不知如何形成 怎会出现在聚取山腹 但每代聚宝宗的宗主 都将这个时室当成聚宝宗的境地 据聚宝宗主高周扬所说 这个水潭内无论是什么东西落入其中 都会在瞬间融化 无论是修真者的肉体法宝还是原神 只要落入其中无一例外的全部融进其中 连半点波澜都不会惊奇 丁浩原本不幸 等事过将金刚石与一把上次的自罗浮宗的飞剑抛入其中 眼睁睁的看着两个东西尚未沉入坛底 便被瞬息兼融为紫色一体后 终于不得不幸了 此时除了聚宝宗主高周扬以外 整个宽大无比的时室内 还有着他的两个心腹招财敬保两长老 不过这些只是明显的实力 在丁浩的感应之下 发觉山腹内三个聚宝宗的散鲜的气息 一直牢牢的锁定在这个区域 将四面仔细观察了一番 丁浩最终不解的摇头望着高周扬 一或问道你说祖宗留下的东西 便是在这个水坛之内 你又说只有使用阴阳宝镜 才能够开启得到那些东西 可你能不能告诉我 应当如何利用阴阳宝镜开启这个水坛 苦笑摇了摇头 高周扬两手一摊 无奈道我真的不知 否则也不会不说啊 阴阳宝镜既然已经与你心神合一 你到了这儿难道就不能感觉到点什么 翻了翻白眼 丁浩没好气道你当这儿是什么地方 若是有感觉阴阳宝镜早该有反应了 愣愣地点了点头 聚宝宗宗主同龄般的大眼光芒一闪 笑呵呵开口道 既然阴阳宝镜已经认你为主 按照道理将它应当能够护住你的身体 要不你进子坛里面试试 面色一变 丁浩连连摇头 开玩笑 刚刚这古怪子坛的威力 自己可是亲自试验了一下 即使丁浩在对自己的肉身有信心 也不敢这么冒险的乱碰 丁浩这么一摇头 高周扬苦着一张脸 搭拉着脑袋摸着自己的储物戒指 似乎在暗自思量着什么主意 不过看他愁眉苦脸的样子 似乎也没啥进展 丁浩暗自想了又想 仔细掂量了一番 终于开口道 要不将阴阳宝镜抛进水潭看看 如果你们聚宝宗的传言不错的话 阴阳宝镜应当不会被融化 否则这次境地根本就无法开启 丁浩这么一说 高周扬仔细想了想 发觉也没有旁的好办法 最终咬牙点头道 看样子也只能如此了 嘿嘿笑了笑 丁浩舒展了一口气 从自己的右手掌心内取出了阴阳宝镜 然后证实着聚宝宗主 沈声道 这次冒险很可能会将我辛苦的来的阴阳宝镜回去 除了事成之后你答应我的好处以外 我还需要你给我一样东西 这时高周扬心急如焚 两眼抱睁开直直的望着丁浩的阴阳宝镜 听丁浩这么一说 立即即道 我说丁老弟 你还没动手 便已经敲诈了我们聚宝宗好几笔后 你现在又要做什么 能不能爽快点开始 我要三株宁魂草 必须是百年以上的 你千万别告诉我你们聚宝宗没有 只要你答应我这个要求 我现在立即动手 丁浩淡然一笑 悠哉悠哉的开口道 灵魂草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怪草 一般只生长在最为宽阔的坟场林木 秉承于天地的阴气而生 灵魂草正常情况之下 从生到死只有五日的光景 不过中途如果有人含冤而死 恰好又在灵魂草的旁边的话 那这人的魂魄便会被灵魂草吸收 只有吸收了魂魄的灵魂草 才能够继续地存好下去 一个魂魄若是经历时间的事情较多 被灵魂草吸收后 则可以提供灵魂草一年到十年的寿命 只有不断地遇到这种寒冤而死的魂魄 才能保证灵魂草的存活 原本灵魂草便是罕见的怪草 吸收颇多魂魄而存活百年的灵魂草 更是稀少到了极点 传说中这种灵魂草与轮回果 有着异曲同工的妙用 灵魂草吸收死者的魂魄而活 若是被修真者服用 则可以直接提高修真者的阅历与心境 不过比起轮回果的神奇 灵魂草还是有所不及 就算一株百年的灵魂草 也只能增加促十年的阅历 而且没有轮回果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 就算如此 这种神奇的灵魂草在修真界 也是传说中的天价之物 正常情况下有价无事 即使有这种东西也不会出售 自从上次逢欣然涂地走火入魔以后 冰号便心有余悸 苦苦地思量了许久 才终于想起来提高心境 除了神物一般的轮回果以外 还有这次次一等的灵魂草 其他人或许没有灵魂草 但冰号不相信聚宝宗会没这种东西 如果这个时候不狠狠地敲诈高周扬 以后再想从他手中得到这些有价无事的东西 恐怕便是千难万难的事了 此时高周扬额头上轻轻一跳一跳 字牙咧嘴地望着丁号 气狠狠地憋了半天 才最终咬牙切齿地开口道 我答应你 还不快些行动 话语一落 高周扬满脸肉痛到了极点 连连深吸了好几口气 才勉强挤出了几分虚伪的微笑 一双铜铃大眼 直直地盯着丁号手心的阴阳宝镜 一煞也不该放松 既然条件已经谈妥 丁号心中在暗自思量了一番 原本还打算再敲诈一番高周扬 不过看他刚刚随时都有发狂的征兆 为了不将他逼迫的狗急跳墙 倒也放心了其他想法 面容瞬间恢复了冷酷 双眸平静无比地望着面前的紫色水潭 丁号右手一线淡淡光调 攜带着浑身的滚滚针圆 缓缓地渡入阴阳宝镜当中 左手不知何时起 已经握住了三枚悬音煞雷 三枚悬音煞雷在丁号的手心缓缓转动 互相碰撞之间还发出叮叮的声响 全神贯注地盯着丁号右手阴阳宝镜的聚宝宗主高周扬 眼睛无意地一瞥后 徒弟看到丁号左手转动着的三枚悬音煞雷 当时便惊骇得魂飞魄散 一个猎妾靠在身后的紫色金墙上 结结巴巴道 丁丁宗主你拿那玩意出来做什么 一个不慎大家都要完蛋 那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眼见一瞥 丁号恍然大悟地笑着开口道 哦 这个啊 放心吧没什么关系的 这东西我经常使用 不会出什么叉子的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如果你们聚宝宗在这个地方 突然对我施毒手夺宝杀人的话 我迫不得已只能和你们玉石聚焚了 小心点总是好的 高大哥您千万别介意啊 丁号这一句高大哥 叫得聚宝宗的宗主高周扬简直哭笑不得 从丁号道具取衫 还一直没有给自己过好脸色 现在突然叫了一句高大哥 却是手中转动着悬音煞雷 实在让他不知该哭还是该笑了 虽然脸色无比的难看 但高周扬还是颤颤张口道 我说丁老弟 你可别吓唬哥哥啊 赶快把那东西收起来吧 哥哥对你的诚意明月可见啊 现在集天气神就算我们几脉 中大陆的开启可还需要你手中掌握的三宝呢 哥哥就是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这时候动你啊 嘿嘿一声怪笑 丁号笑秘秘的将三枚悬音煞雷收起 一本正经道 瞧高大哥你吓得 小弟不过是和你看个玩笑而已啊 不要当真 不要当真啊 我还指望高大哥答应我们无极魔宗的法宝和修真材料 与那三株百年的宁魂草呢 怎会如此不是抬举呢 呵呵 高大哥不会当真了吧 没当真 没当真 哥哥身体不好 以后丁老弟可别再这么吓唬哥哥了啊 聚宝宗宗主高周扬心中把丁号从头骂到尾 但张口还是笑呵呵的 丁号淡然一笑 平静道 那就好 现在便是是阴阳宝静能否抵御子坛的溶解了 聚宝宗三个散仙 一直时刻的注意这边的情况 不管有没有狂的心思 在这个聚取山的山腹内 一切都在聚宝宗的掌握当中 丁号自然要多存一个心思 如果不够谨慎 说不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第591章谈中之变 阴阳宝静吸收了丁号的真元后 黄光越来越盛 照耀的整个紫水晶气城的山洞内都是一片金灿灿 丁号平息宁神 表情冷漠平静 以神欲动着阴阳宝静 一寸寸的开水往那阁子坛当中移去 聚宝宗宗主高周扬 与那招财敬宝两个长老 刚刚下出了一身冷汗 此时一见丁号动手 也顾不得再想别的 全部都是两眼涂征 直勾勾将目光随着阴阳宝静游走 黄光大圣的阴阳宝静 就在即将与子坛相遇之时 作然在虚空凝制 随后水闻一般的黄光 犹如流水一般涌入子坛当中 原本平整光滑的子坛 被这水闻一般的黄光衣涌入 瞬息间荡漾起了一圈圈的涟漪 紫色的涟漪在飘荡之间 将动态的滋容映照在 周围的紫水晶上面 煞时将整个时势 变成一片紫色光影的海洋 看起来美伦美奂 就在丁号与聚宝宗的宗主一愣之间 那平静的子坛瞬间 如狂暴的野兽般沸腾起来 一瞬间 在丁号面前的子坛 仿佛成了遇到龙卷风般的大海 汹涌的浪涛猛地掀起 直排虚空 当中一波大浪猛地形成 瞬间将阴阳宝镜卷入了其中 阴阳宝镜被子坛卷入后 丁号几人眼睛发直 全部凝聚在阴阳宝镜之上 好在阴阳宝镜总算 没有辜负几人的众望 没有在子坛当中立即融化 与阴阳宝镜有着心神联系的丁号 在宝镜刚刚被卷入子坛当中以后 那种联系便更为清晰 丁号可以清晰地感应到阴阳宝镜的欢乐 原本只是紫色的坛水 随着阴阳宝镜的落入 紫色当中涂地混杂了金灿灿的黄色 两种颜色原本混在一起 慢慢地各聚一方 当阴阳宝镜沉入坛底 众人再也看不到阴阳宝镜的静体的时候 刚刚还汹涌如猛兽一般的深坛 静渐渐地安静平息下来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整个深坛便恢复了平静 坛面依然是光滑如镜面 只是原本只是紫色的坛水 现在变成了紫黄两种颜色 这两种颜色遍布在深坛当中 渐渐地演化成了几个大小不等形式各样的图形 其中紫色为底 黄色为线 这种丁浩所不知的图形一出现之后 高周阳三人互相望了一眼 目光当中同时出现惊喜交加的神采 招财更是那那惊呼道 是足语 足语出现了 招财这么一说 高周阳三人也都是面色无比的兴奋 口中喃喃的低声说着什么 不过丁浩却一个字都听不懂 一会儿的功夫 整个水潭布满了那种由黄线绕成的文字 而就在这个时候 阴阳宝镜哐当一声排空而出 瞬间落入了丁浩的手心 千万个乱七八糟的文字 煞石浇灰成一股记忆流泉 一下子全部涌入了丁浩的脑海 虽然不认识这种文字 但丁浩却知道自己已经全然记住了 阴阳宝敬意离开那个水潭 丁浩在望那个水潭的时候 发觉水面连一丝波动都不再有 疑惑当中丁浩从储物戒指内 取出一个金石 随手的让那个水潭面抛去 当当当 让几人目瞪口袋的时候 金石落在了水潭面 竟然连连反弹跳了跳 一丝水纹都未惊喜 最终金石在水潭面上放着一动不动 丁浩几人忽视一眼后 难耐心中的惊骇 接连是了一番后 才真正的发觉刚刚还融化万物的水潭 现在已经成了一大片固体 确切的说应当是成了不满那种族语的巨大金石 不带丁浩多说什么 聚宝宗宗主高周扬面色一沉 朝着身后的招财敬宝两人开口道 你们先行离开 给本宗在门外守护 招财敬宝两人眼见宗主吩咐 念念不舍的望着水潭的目光瞬间收回 然后朝着高周扬微微恭升行了衣礼 赶紧依着吩咐退出时事 一代招财敬宝两人离开 高周扬同龄般的大眼放光 骤然飞升而起 落在了水潭上面 手中拿着一个预解 对着面前的文字刷刷记录着什么 中途时 高周扬徒弟发觉丁浩还在 连忙笑呵呵道 丁老弟稍等片刻 稍等片刻 摇了摇头 丁浩知道一时三刻内他肯定记录不完 不由得自顾的盘膝而坐 脑子电光连闪 暗暗思量着刚刚涌入自己脑海当中的足处 到底是什么意思 虽然丁浩不知那种文字的意思 不过光是看了看对面的水潭上那些文字一眼 丁浩便知道自己脑子的东西 和目前水潭上面以皇光绕成所谓聚宝宗的族语乃是一模一样 不知到过了多久 在丁浩一阵沉思后苏醒 徒弟发觉对面水潭内那由黄线绕成的聚宝宗所谓的族语已经消失不见 坛面又再次完全成了紫色 聚宝宗的宗主高周扬 此时自得满满的看着面前的紫檀 眼中一片若有所思的神情 等感觉到丁浩的注视目光以后 才笑呵呵的开口道 阴阳宝静不愧是我们祖宗阴阳真人留下的至宝 也只有他才能够开启这块境地 得到我们阴阳宝宗阴阳宝剑的下半部 此话一出丁浩心中猛然一惊 但表情却淡然平静地询问道 高大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似乎紫檀又重新恢复正常了 呵呵一笑 高周扬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紫色水檀 开口笑着说道 无妨 以后紫檀的也没什么作用了 反正阴阳宝剑的下半部我已经抄露下来了 眼见疑惑不解的模样 高周扬略意沉吟 最后正色道 既然丁老弟手持我们阴阳宝宗的阴阳宝镜 按照祖讯来说丁老弟便是我们聚宝宗的财神 也不算是外人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我们聚宝宗原本便是阴阳宝宗 只是因为集天七神受到魔两界的背叛 为了免得引起这两界的注意 才不得不改名聚宝宗 你们无极魔宗曾经强横的时候 闹得天玄大陆生灵涂炭 横扫天下无人可敌 为何最终会涂地陨落 便是因为这个原因 面色瞬间一变 丁老心中变闪而过颇多的想法 最终才诞生问道 我们无极魔宗被天玄大陆到魔两方联合回去 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功法的原因 摇了摇头 聚宝宗正经为作 难得的宁众道 功法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已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你们是你天魔君留下的一脉 先魔两界绝不会允许集天七神留下的门派崛起 那个时候你们无极魔宗虽然横扫天下修真界 却不知道那个时候先魔两界的结界并没完全的封死 以此空间乱流的出现缝隙 导致先魔两界几人神念到达了天玄大陆 最终便导致了你们无极魔宗成为了道魔众派之敌 后来曾经一度强横的幽冥魔教嗜血魔教包括万毒门 不都是昙花一现后同样被灭 幽冥魔教现在还好一些 虽然现在归缩在幽冥洞 不过至少还算一个门派 嗜血魔教直接从一个号号打宗 变成了一个一脉单传的门派了 现在只剩下血魔猎山一人存留世间 至于万毒门 现在也是在南大陆偷偷摸摸存活着 连传宗至宝万毒射魂灵都消失不见 全兵老祖留下的玄冰殿 目前在北大陆虽然实力不弱 不过玄冰寒玉尺不在 估计这任宗主连自己是集天七神一脉都不一定知道 能不能和我们联合起来 看样子还需你通过玄天真人冷存雨 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寄起点什么了 近日的情况与那个世代和其相似啊 不过这次我们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 因为中大陆的开启离不开启天七宝 虽然集天七神留下的七脉已经许多梅落了 但这次至少七脉又重新聚齐了 有了阴阳宝境在 仅剩下的万毒尊者的万毒射魂灵定然也能知道 重现我们集天七脉辉煌的时候终于到了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聚宝宗定然要再次恢复阴阳宝宗的本来名号 高周阳鼓壮着肚子 一连串的话语说来 从原本的失落低沉到现在的意气风发豪情壮志 看得丁浩的是目瞪口呆 不过通过高周阳的这一番话语 也终于让丁浩对于集天七神留下的七脉有了个更为深切的印象 至于万年年无极魔宗的突然被灭 丁浩也是更为清楚的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第592章大传特传 高周阳说了一堆话语 但还是未能将丁浩心中的疑惑全部解除 等丁浩将高周阳的这一番话消化完毕之后 又再次询问道 你刚刚所说我是你们阴阳宝宗的财神与阴阳宝剑是怎么一回事 问了一下 高周阳恍然大悟的哈哈道 我们阴阳宝宗有幸 只要手持阴阳宝镜者 如果不是阴阳宝宗的宗主 便是阴阳宝宗的财神 如果阴阳宝镜在宗主手中 则是由宗主兼任财神 不过若阴阳宝镜不在宗主手中 则是由手持阴阳宝镜者作为财神 如果阴阳宝镜不曾出现 财神之位则是悬空着 阴阳宝镜有着搜寻宝物的巨大作用 所以手持阴阳宝镜者便是财神 历代来财神都是阴阳宝宗之人 有着督察门人搜集宝物的种种使命 不过既然你是无极魔宗的宗主 我们阴阳宝宗其能让你挂上一个名号 实质的权利却不会给你 至于阴阳宝镜则是我们祖师爷阴阳真人传下的修炼宝典 阴阳宝镜的上半部记载的 都是一些修炼的功法 包括一些寻宝观器的窍门 而阴阳宝镜的下半部 记载的则是几样攻击力破大的法学 与一些阴阳宝宗的独有的正法 一直以来我们阴阳宝宗之所以门人不善争斗 便是因为只有一身的修为真源 但却无相合的强大攻击法觉 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得到了阴阳宝剑的下半部 我们阴阳宝宗这种局面将会打破 以后聚宝宗在世人的眼中 将不单单只是一个财富雄厚的交易之地 此话一出丁浩心中悚然一惊 按道难怪聚宝宗门人对于修炼都是不太感兴趣 原来便是因为阴阳宝剑的下半部不存的缘故 细想一些也是即使苦苦修炼了一身真源 若没有攻击强横的法觉 一身的修为等同于白白修炼 和那些同等修为者实力完全无比体敌 苦苦修炼的确也是没有太大作用 心中一转丁浩呵呵一笑 开口道高大哥 我对于你们阴阳宝宗的那种族语有些兴趣 不知高大哥可愿意传授这门语言 高周扬狡狭地微笑着看了丁浩一眼 点了点头 爽快地从储物戒指内掏出了一个预解 随手丢给丁浩道 这个预解里面有着对于族语的注视 但是阴阳宝剑乃是我们阴阳宝宗的法觉宝典 我是不会给你观言的 丁浩接过高周扬帝过来的预解 扫了一眼后 但笑着开口道高大哥多心了 我只是对于这种文字感觉好奇而已 我刚刚只是扫了水潭一眼 可不知那上面写到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 点了点头 高周扬撞死心情极好 呵呵大笑地拍了拍丁浩的肩膀 朗声道 走走 我们这便离开此地 今日你帮了我们阴阳宝宗一个大忙 我自然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之前答应你的条件 马上就兑现给你 高周扬这么一说 丁浩心中狂喜 但表面上却神态淡漠 笑着开口道 那便有劳高大哥操心了 一样已有灵气的极品法宝 七样上品法宝 十六样中品法宝 七十样下品法宝 极品金十一千块 上品金十五万块 物钢石十五块 玄心铁八块 赤岩金两桶 玄极岩玉六块 除此之外还包括百年明魂草三珠 还一些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 看着这些东西一一落入自己的储物戒指 丁浩一双明亮的大眼笑的 眯成了一条线 口中一声声的高大哥也是叫的更为热情 对于阴阳宝宗来说 开启禁地后得到的阴阳宝典 对于他们有着难以估量的好处 这些交给丁浩的报酬 比起阴阳宝剑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 对于丁浩来说 那高洲阳所给的族语的注释欲解 在丁浩竹字翻译了几字后 已经知道记载自己脑子里面的阴阳宝宗的族语记忆 乃是完整的阴阳宝剑的 而非原本他想象中的下半部 不但得到了阴阳宝宗完整的阴阳宝剑 还获得了这么一笔丰厚的收入 除此以外高洲阳所答应的顺域也即将送到三周一岛的彭丘街区 这些加起来简直让丁浩感觉如浮云端般美好 从第一次随同冯欣然道具取山的时候 丁浩便有过狠狠地收刮聚宝宗的打算 可在丁浩知道了聚宝宗与无极魔宗的关系后 还一度认为无法下手 那知道天上就这么掉下了馅饼 现在的情况 已经算是彻底圆了丁浩早期的梦想 与高洲阳又半真半假的数说了一番后 一道白光闪波 丁浩借助与聚宝宗的传送阵 直接来到了三周一岛的彭丘街区 丁浩目前所处的一个商铺 并没有挂着聚宝宗的牌子 相反乃是一个彭丘街区上极为普通的商铺 但就是这么一个商铺地下室内 却藏着一个贯通聚宝宗各大区域的传送阵法 从这个商铺走出以后 丁浩并没急着立刻返回龙银虎小山 而是迅捷了直达炼狱魔宗所在的彭丘街区的商铺 见到那个肥胖如肉山的固检以后 丁浩立即将三株百年的宁魂草给了顾检 让顾检派人迅速地将宁魂草送到冯欣然的手中 除此以外 丁浩也向顾继数说了关于顺域的事情 丁浩告诉顺域自己有门道搞道 不过还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而且可能需要大价钱收购 顾检对于此事也已经知晓 连说一定会立即通知断魂山 无论顺域是什么价格 只要出现了魔门几宗地会不顾一切的收购 关于顾检疑或丁浩为何会这么快到达三周一岛的事情 丁浩只说在聚宝宗并未停留 只是上去聊了几句便离开了 顾检自然知道丁浩的飞行速度绝伦修真戒 所以听丁浩解释后 也并没有怎么怀疑 彭秋道 龙吟山 无极魔殿内 丁浩的回山 将龙吟山的一帮无极魔宗的门人 都给纷纷惊出 雀魔猎山 火云尊者向阳天 包括独魔绿袍等人 当然还有被丁浩留在龙吟山 媚态无边的魔姬 至于见仙红氏 依然是在龙吟山山腹内闭关苦修 即使丁浩返回也无法影响他分毫 直到众人坐定之后 丁浩才微笑着询问雀魔猎山 烈老 关于那青云宗在天雷道宗搜寻天雷道宗的散鲜衣饰 不知最后的结果如何 烈山此时已经度过第一次天劫 浑身隐约有着一股淡然的血腥味 两个眼珠子有石炸和之间都会变成血红色 魔门巨凶的威势根本无法掩饰 烈山眉头一皱 凝重道 为了避免青云宗狗急跳墙 我们一开始并未拼尽全力 到最后狭路相逢的时候 却涂地出现一个岔子 那随着青云宗到达天雷道宗的有一个名叫施若兰的女子 不知你还有没有影响 丁浩微微一愣 脑子内涂地涌现了当初天雷道宗时的一幕 施若兰乃是原本的天雷道宗的宗主施若海的女儿 这个女子给予丁浩的影响乃是坚强鹦鹉 有着男儿的铮铮铁骨 当初为了快要覆灭的天雷道宗差点打算玉石俱焚 点了点头 丁浩审声道 我记得这个女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却摩猎山正经为坐 神态淡漠道 在最后关键的时候 可能明知急迫 那个天雷道宗仙界下来的那人的神念 或许是寄宿在了施若兰的身上 在一刹那的时间 施若兰强行汇聚了整个天雷山的天地灵气 然后一道雷电光芒闪过 包括青云宗那些人在内的一行人 全部消失不见 然后在玄州边界处 有魂计格的弟子 发现了这行人的踪迹 两者相隔三百里的距离 据见先红是猜测所说 施若兰恐怕正是天雷道宗的 那个先人所需的最好寄宿之体 施若兰甘心身死让那人神念附体 最后那人占据了施若兰的身体后 扭转天地灵气使出了瞬移之术 就这么带着青云宗人离开了危机之地 却摩猎山画坝之后 丁浩面容殷勤不定久久无语 过了半想之后 丁浩才神情安然地点了点头 随后从除物戒指内 取出了敲诈聚宝宗的一堆财物 摆放在众人的面前 口气淡漠道 从今日起 我会将那些的来的法宝 与修真材料发放下去 让每个无极魔宗的弟子 都有着称深的法宝使用 除此以外 无极魔宗的一些奇功功法 这次也一并传授下去 让所有的门人除了无极魔宫的 吞噬功法外 每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选取擅长的功法修炼 丁浩图第一番话语说出 惊得众人全部一呆 这时众人心中全部疑惑莫名 不过更多的还是兴奋与激动 第593章无极魔宗 无极魔宗 作为及天七神匿天魔君 留下的最为强横的一脉 除了修炼所用的无极魔宫 与最为基础的无极魔剑爵 无极魔幻身法 与无极魔旨以外 另有攻击力惊人的无极九术 无极九术当中 还不包括九幽鬼魅爵 玄冰魔宴爵 练习爵七英式魂阵 九幽鬼魅爵是只有宗主 才有资格三言的深法绝学 玄冰魔宴爵乃是得之于 一个特殊的门派 因为修炼的条件极为苛刻 所以目前也只有 丁浩英机缘逢巧才能修炼 练习爵是掩盖自己气息的法爵 本来就不是攻击法爵 自然也不算在其中 七英式魂阵也是只有宗主 才能有资格修习 虽然强横罢爵 不过确切地说乃是阵法 也不是无极九术之一 真正的无极九术分别包括 诸神灭天爵 图灵魔旨 幽冥鬼旨 施魔术 无极魔魂裂 魔光透影术 灵煞事魔爵 魔艳爵 魔秒爵 其中除了诸神灭天爵 与图灵魔旨以外 剩下的无极七术 都是可以由门人修炼的 不过一直以来 冰浩只是传授了幽冥鬼旨而已 另外六术至今没有传授的原因 一方面是石尘未到 丁浩感觉没有必要着急 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 这六术才是当初鼎盛 时期无极魔宗的招牌功法 只要这六术一出 有些事情便意味着可能无法隐瞒了 这次经过了聚宝宗的异行后 有些事情基本已经明朗化 丁浩目前也明白自己的处境 既然连聚宝宗阴阳宝剑都已经出事 似乎也意味着集天七神的脊脉 已经无需再遮遮掩掩的不能见人了 至于以后面对什么 谁都无法预料 能够更进一步提高宗派的势力 自然还是越早越好 仙魔两界之人已经神识下来 古传颂阵法的出现 包括仙人的瞬移之术的显露 已经可以预料将来会有更多的仙魔法觉出现 既然如此 无极魔宗的无极九术中的另外六术 也到了丁浩可以公布的时候了 六术之一的施魔术 乃是用活生生的修真者 通过促十种修真材料 经历干天烈火地壳蒸火旋魔 因果三种火焰焚烧后 然后再吸纳冤魂百葛锻造百日而成的施魔 将活生生的修真者炼制成施魔后 施魔保有修真者纯粹的战斗天性与记忆 与炼制者完全可以达到心神相通 越是修为高深的修真者 活生生炼制成施魔的实力才会越难缠 施魔术修成最高级别后 一共可以炼制三个施魔 施魔浑身坚硬若铁力大无穷 更能够完全发挥活着实的所有功法 乃是不折不扣的一大臂膀 这施魔术比天师上人英无畅的 非施炼制麻烦了许多 但却比非施多了灵制 而且保留了本身的功法与修为 只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修真者 炼制成施魔的失败几率却非常之高 往往三种火焰一个焚烧 施魔还没修成便已经魂魄脆弱的化为灰烬 施魔术与七阴式魂阵有些异曲同工之处 只是施魔无法进化 不能像血阴一般组成大阵 身体纯粹的实质化 也不可以像血阴一般借乎与虚实之间 缺少了血阴的种种妙用 正是因为这些不足之处 冰浩才有了七阴式魂阵以后 放弃了施魔术的修炼 六术之一的无极魔魂炼 乃是一种保命的功法 和自残身体逃顿千里的法觉有些相似 不过因为炼制魔魂不易 所以没有那么多弊端 欲修炼无极魔魂术 首先需要捉住一个和自己修为相当的修真者 使用密法将他的魂魄搜出后 通过天蝉杀赤炎精等罕见的修真材料 将那魂魄养在体内半年炼制成魔魂 魔魂一成之后 如果自己遇到了致命一级 可以通过使用无极魔魂裂 让魔魂抵御住自己所受的所有的伤害 或者是通过无极魔魂裂 一瞬间顿出千里之外 瞬间反噬的力道全部由魔魂所承受 不过魔魂无论是保命抵御一级 还是远顿出千里之外 只能是使用一次 一次过后魔魂毁灭 自己保全了一命 若想要下次保命 只有再次捉住一个和自己修为相当的修真者 花费半年的功法重新养成一个魔魂才行 六处之一的魔光透影术 同样是一种歹毒的功法 若与人对敌时 知道了对手就藏身在自己周围百里之内 而身边又有敌人的头发血液之类的贴身之物 可以通过魔光透影术 自耗自己的两成真元 用敌人的头发血液为瘾 不但能探测到他的藏身之地 还能突然将两成真元的攻击 猝不及防地打在敌人身上 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不过若是无法肯定对手就在百里之内 那这招使出后便不起作用 反倒是自费真元 若是能够肯定的话 对手则使有八九中招 很难躲避的了 而且也瞬间曝露出对方的藏身位置 能够让失术者从容追杀 六数之一的灵煞是魔爵 乃是以36个厉鬼为影子 通过近50种修真材料与秘法 将36个厉鬼练成灵煞 36个灵煞练成后可以组成新魔王 以无极魔宫配合灵煞组成的新魔王与对手作战 可以将对手的一次攻击完全吸收入新魔王 配合无极魔宫使用时 加上自己的攻击 可以瞬间以自己与对方的合力反击对手 端地是毒辣霸道 不过若是对手实力比自己强横太多 那以灵煞组成的新魔王 包括36个灵煞都会一次毁灭 而且新魔王使用一次后 根据36个灵煞承受的一级的强弱 会必须借助那些炼制材料来补充 灵煞受伤后必须用那炼制的材料 为时才能再次恢复 六数之魔厌绝魔秒绝 其实乃是相差不大的功法 修炼者只能选修两者当中的一种 如果修炼者本身乃是火性肢体或者水性肢体 将可以发挥出这两种法觉的最大威力 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即使不是 若是努力修炼 也一样可以达到两种功法的超强威力 地底万丈处 藏着焰火与秒火 焰火炙热带火毒 秒火酷寒带冰毒 以魔焰绝与魔秒绝的方法 深入地底万丈找寻到这两种火焰后 使用秘法吸纳这两种火焰之炼入体内 快则促越慢则促年 若是能够安然修炼成功 一旦与人对敌时 举手投足之间 无论是法宝还是身体 所发出的功绩都将带有焰火与秒火的特性 只要敌人修为不比自己高出太多 与自己相斗时一旦中了焰毒 没有阴性法宝的护身 基本一时三刻便五脏六腑 包括元阴禁焚 中了秒毒同样如此 如果没有阳性法宝的护身 同样被寒毒冰死 虽然这两种功法不能兼修 但若是两个无极魔宗的门人 一人身具一种功法 与人对敌的话 使用魔厌绝与魔秒绝联手 实力瞬间暴增三倍不止 可谓是一等一的歹毒邪恶的功法 无极九术隐秘的六术中 目前丁浩只修炼了魔光透影术而已 吃魔术威力虽然不凡 但比不过七英式魂阵 无极魔魂列虽然不凡 但是想要找一个和丁浩同等修为的高手练成魔魂 简直就是难比登天 而且丁浩不喜这种被动的方式 就是真有一个同等境界的高手被抓住 丁浩肯定还是选择吞噬他的真元补充自己的实力 灵煞式魔诀一直是丁浩打算修炼的功法 奈何所需修真材料打五十种 一直以来都没有凑齐 好在丁浩心黑地从聚宝宗敲诈了一笔 总算是全部凑齐了 近日正打算修炼此诀 至于魔艳诀与魔秒诀 丁浩因为修炼了水火交融的玄兵魔艳诀的缘故 加上自身不是火性与水性之体 便没有修炼 丁浩正经为作 面色凝重地将这无极酒树为伪到来之后 周围无极魔宗的各大凶魔 全部都是眼睛放光 一个个鼻息粗重地盯着丁浩 这些人一个个犹如新昏入洞房的新郎一般 巨大的兴奋喜悦加着不安与焦虑 更多是热情与期盼 一刹那 丁浩的储物戒指仿佛变成了引力万千斤的地心慈母 牢牢地粘住了这几人的眼珠子 轻咳了一声 丁浩慎重无比的依次拿出了六个预解 在几人的面前一个个的摆开 平静地望了望完全失态的几人 沈生道 没错 这无极六数你们都可以修习 而且从现在起 只要门人有天赋 你们还必须悉心传授 我这次聚保综艺行 将所需的材料已经搜刮了一些 若是修炼当中材料不够 你们可以将所需的材料统计出来 我会想办法搞到 丁浩话语一落 周围魔门聚兄 已经惊喜的目瞪口呆 口中娜娜自语 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了 第594章崛起新秀 这隐秘的无极六数中 除了魔光透影术以外 其他几样都需要特殊材料来炼制 目前的无极魔宗虽然所藏丰富 得自语泰玄宝藏内的财物还有不少 不过因为材料太过繁多 一时还是无法全部聚集完全 好在无极魔宗靠着鹏丘街区不远 鹏丘街区乃是三周一岛最为热闹的交易场所 只要悉心去搜集 还是能够找到许多缺少的修炼材料的 更何况现在丁浩也算是聚宝宗的财神 虽然只是有名无实 可向聚宝宗购买这些材料的话 聚宝宗应当会尽力满足 丁浩抛出这么一个重磅炸雷后 门内的那些长老一个个全然愣了半想 然后不顾身份的将无极六数 包括丁浩取出的敲诈巨宝宗的修真材料瞬间瓜分 随后与丁浩打了声招呼后 便急匆匆地离去 在丁浩神念的覆盖下 这几个长老的行踪一览无遗 其中一部分回到自己的修炼地后 立即取出欲捡仔细研读 另一部分则是向鹏丘街区迅速地飞去 应当是打算搜集所差的材料来修炼某术 火云尊者向阳天一离开之后 便直往海域的方向飞奔而去 因海域内存在直达地底的缝隙 看样子他似乎打算修炼魔艳绝 因为火云尊者向阳天原本便是火性肢体 以他如今的修为加上火性肢体 修炼魔艳绝应当极为迅速 而且魔艳绝与魔秒绝的修炼 所需要的修真材料数目最少 原本还吵吵嚷嚷的一帮人 徒弟四散开来 整个殿内只剩下了魔机与毒魔两人了 魔机并非无极魔宗之人 这些功法他自然无法修习 毒魔王意涵则是有些尴尬 虽然他是老早便加入了无极魔宗的老人 但是因为一身毒工的原因 不能修炼无极魔宗的基础魔宗 也正是如此 这无极六数当中 有些必须无极魔宗为底子的法觉 他无法修炼 他能够修炼的法觉材料所需太大 其他几人兴冲冲的去搜集材料了 他也没有参合 或许是因为魂纪格格主苗采封的缘故 现在的毒魔王意涵对于自身的实力 已经看得不是太重 现在无极魔宗高手如云 他专修毒工比改修无极魔工还要有作用 抬头看了毒魔王意涵一眼 丁浩微笑着开口问道 这些人立即离开 说明了三周一岛最近应当没什么大事发生 不过我还是需要麻烦王老 帮我将最近的形势述说一番 谈笑点了点头 美丽若女子的毒魔一笑展露出百般的美姿 艳丽无边之色 即使比起旁边魅太惊人的魔机都不落下风 从清云宗的那行人离开之后 三周一岛难得地陷入了瓶颈当中 其中以邪王牵线 联合了海皇宗与魔龙宫包括其他大陆势力的一帮人 不知什么原因 也隐移在暗处 没有了任何行动 据我猜测 这些人或许知道了盗魔之战将至 打算等我们无极魔宗参战后 与盗门战阁不可开交的时候暗算我们 上次你让飘渺阁送来了殿王的消息 让百变魔君阮博向小星殿王报复 这消息我们通知了阮博向后 他也非常在意 不过到现在还相当平静 并没什么事情发生 至于无极魔宗周围的大大小小的门派 以联盟的势力加上无极魔宗门人的努力 从来都没停止过争斗 不过现在年轻一辈高手展露不少 意气风发的他们野心勃勃的四处行动 导致让我们这些老人都省心了不少 听他这么一说 丁浩导致极感兴趣 黑黑笑道 什么年轻高手 这些事情我这个做宗主的都不知道 朝着丁浩翻了个白眼 独魔开口道 你一年当中有几天是在无极魔宗 门内的一些琐碎之事 你什么时候关心过 你若是这些事都知道了 那才叫奇怪呢 扭了扭脖子 丁浩善善干笑了两声 看到魔机魅态无边地朝着自己 抛来一记魅眼后 丁浩心中一荡 压住心中的想法被王毅寒问道 有哪些年轻高手出现 现在我们无极魔宗内 有着三煞四修罗 三煞你都熟悉 四修罗乃是按修罗灵须名 厌修罗谢芳华 或修罗烙训 读修罗牧田 四修罗牧前处于分神奇出中左右 四人功力进展训捷 除了那厌修罗谢芳华 乃是最早跟随着下场川长老 加入无极魔宗的外 其他三人都是后来进入无极魔宗的 按修罗灵须名与人对敌 喜欢根据天时地利来隐秘自己的踪迹 往往能够借助于周围的环境偷袭对方 所以称为暗修罗 厌修罗谢芳华长相美貌 加上身上法宝不少 实力也是惊人 至于火修罗烙训 因为与火云尊者向阳天乃是同样的火性之体 一开始便被向阳天收为了土地 悉心调教之下 一身火功也是不弱 读魔王意涵呵呵笑着 面带自豪之色 似乎为无极魔宗这些出现的俊才感到骄傲 心中一动 丁浩嘿嘿笑着问道 那读修罗牧田是不是王老你的徒人 笑着摇了摇头 读魔王意涵开口道 非也 你不要以为他名号里面带葛独字 便认为出自我的手中 我告诉他这个独 是指心肠歹独出手狠独的意思 只要落在他手中的人 从来就没有一个狐轮的 与人对战属于赶尽杀绝的类型 而且比较极端 所以才被称为独修罗 哑然失笑 丁浩乐道 这小子倒是有我当年的风范 点了点头 独魔王意涵开口道 不错 牧田便是以你为榜样 他当初加入无极魔宗的时候 便是由我负责盘查的 我问他为何入宗 他便说因为你丁浩是无极魔宗的宗主 呵呵 你小子凶名大圣 倒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王意涵这么一说 丁浩微微一争 然后嘿嘿大笑着点头 随后话锋一转 问道 四修罗说过了 你说三煞我都认识 是那三人 没等独魔王意涵开口 旁边一直没插口 似乎有些不耐的魔机笑隐隐地叫声道 血煞血灵 乃是血魔猎山的清传弟子 目前分神后期的修为 凶煞张力 乃是长老张衡的孙人 同样是分神后期的修为 隐煞胡说 这人就不多说了 谁都知道他与你关系最为亲近 朝着魔机含笑点了点头 丁浩小呵呵道 不错 难怪你说不用介绍了 这三人的确应当出头 以他们的修为与心性 若是再无极魔宗不出头 那当真没有天理了 独魔王意涵面色唯唯一争 沈声道 血灵与张力两人 我便不多说了 至于这胡说之所以被称为隐煞 乃是因为他平时从不险山露水 但每次出手办事 都是滴水不漏一丝痕迹都不留下 为人形势虽然刻意低调 但那种潜在的能量却无可估量 说到这儿 独魔王意涵话风一顿 两眼直视丁浩 沈声道 你可知为何魔机说了 血灵与张力的修为 为何偏偏没提胡说的修为吗 丁浩微微一愣 望了望嘴角带着勾魂笑意的魔机一眼 哑然问道 为何 因为胡说虽然从外表看来 乃是分神中奇的修为 但我却在无意当中见过他一面后 知道他真正的实力 其实已经到了合体出席 后来我将疑惑告诉独魔 才知道你们无疾魔宗 还有一门叫做练习诀的法门 魔机轻笑一声 欲淳为吐道 心中一惊 丁浩喜不自禁道 这小子 没想到竟然已经到了合体出席 即使比起我来也不过慢上了一点 眼见丁浩欢喜的神情 独魔诧异的望了望丁浩 开口道 胡说无论资质与心性都是不凡 更难得的是他还懂得收敛锋芒 但即使如此也难以掩饰他的超绝修为 但也是因为他超绝的修炼速度 让他已经渐渐的有些走火入魔的症状了 虽然白天胡说永远一副带人平静谦和的样子 但据血魔猎山所说 他注意到胡说隔三差五的变在黑夜到极远之地 将一些修真者捉来 胡生生的切成一片片的肉块 然后剁成肉将自己躺在其中发泄 如此行径太过血腥暴力 让猎山担心他这是走火入魔的前兆 不过因为胡无数乃是最早跟随你的人 所以几大供奉虽心中有数 但却没有多说什么 只想等你回来后 由你亲自解决 不然我们担心他会控制不住自己入魔而死 王毅涵这么一说 丁浩心中震惊无比 也是在这个时候 丁浩脑子猛地记起了一件事 当初炼狱魔宗的一个长老 曾经见到胡硕的时候 说他与一个赤城宗的叛徒 胡不归长得八九分相似 最后胡不归被赤城宗人所杀 这件事当初丁浩便留意了 现在想来应当与胡硕有关 点了点头 丁浩起身开口 我这便找胡硕谈上一谈 第五百九十五章杀人越货 龙银山壁萧崖上 丁浩在见到胡硕后 一眼便看出了胡硕果然已经到了合体出奇 到目前为止 剔除掉血鬼僵的作用 丁浩本身的实力也不过是合体中期而已 胡硕能够达到如此地步 可谓是超出了丁浩的预料 不过细想一下倒也不是没可能 丁浩一直兼修自身与血鬼僵的进化 其间还包括八赤紫莽的连续境阶 自己还能到达合体中期 胡硕没有那么多东西需要顾忌 一心一意地提高自己的实力 又无需面对错乱复杂的琐碎之事 能够达到现在的境界 似乎也说得过去 从丁浩进入无极魔宗后 胡硕便是与丁浩最为交心的一人 胡硕与丁浩的交好 甚至还早与他师父成岭 后来丁浩离开段浑山四处游历 胡硕则是帮助丁浩观测无极魔宗的一切 在危机的时候联系冯欣然 帮助无极魔宗解为了多次 在那个时候丁浩便知道胡硕此人绝对是个人才 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胡硕懂得隐忍藏风 在不知不觉当中提高自己的修为 处于对于胡硕的信任 丁浩虽然后来与他见面次数不多 但每次都会给他上好的修炼精实与修炼功法 就连最早的幽名鬼子的修炼法诀 也是传授与他 正是因为丁浩的帮助 加上他自身的不断努力 胡硕才会在众人的眼底 慢慢地达到现在的境界 按照胡硕的速度 假以时日恐怕绿袍独魔这些老一辈的强者 都会被他超过 一如既往的平凡 一如既往的安然 胡硕在毕肖崖偏僻的一角的岩石上端坐着 漠然地看着面前的雾矮浮沉 两眼当中一片空洞的灰色 丁浩无声无息地出现与胡硕的身后 看了半想倾壳了一声后 胡硕才悚然惊醒 一瞬间取出了一把古仆碧蓝色的上品飞剑 骚然回转身子 正打算闪电初级的时候 猛地察觉出竟然是丁浩 神情一松 空洞的两眼重现了几分神采 胡硕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开口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刚回来不久 丁浩两眼紧盯着胡硕 但笑着开口道 从当初藏书店开始 丁浩与胡硕之间便有着一种到不明的感觉 胡硕在外人面前虽然称呼丁浩宗主 可在背地里面 两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处于一开始的那种关系 正如丁浩知道胡硕有着隐秘的事情一般 胡硕也知道丁浩的性格虽然冷酷是沙 但对自己人一旦交心 却是极为信任维护 近日胡硕明显感觉到了丁浩两眼当中的神色不同寻常 胡硕愣了愣 深深地看了丁浩几眼 然后别过头去 看着茫茫的雾气 感受着大风的袭面 逼沉道 你今日专门找我 是有什么话想和我谈吧 点了点头 丁浩也不遮掩 直接开门见山道 胡不归是你什么人 此话一出 胡硕背着丁浩的身躯微微一阵 沉默半想之后 胡硕叹息一声 逼沉道 是我父亲 丁浩漠然地走向胡硕 等到了胡硕所在的岩石后 同样地迎着苍茫的雾矮坐下 碧硝岩乃是龙吟山一个雾气最上的悬崖 对面不远处便是呼啸山 苍茫无边的雾矮 在寒风的吹拂下 无边无际地飘荡着 像一段琥珀色的青纱 像白皙的云年 乳白色的雾矮翻腾飘散 将碧硝岩笼罩在一片茫茫白色当中 我想听听你的往事 丁浩长发迎风飞舞 面对着茫茫天际沈声道 胡硕两眼空洞 嘴角泛着苦涩之极的笑容 自嘲道 这是个非常俗套故事 我父亲胡不归当初是赤成宗一个青年才俊 后来与我母亲相恋 原本才子家人当时一件美事 可我母亲的师哥 同样也是倾慕着他 而这个人又是赤成宗一个大人物的孙职人 加上这人修为不凡心肠歹毒 最终我父亲与母亲 全部都遭了殃 我母亲被他淋入后 魂魄至今被他收着 至今不知是否入了轮回 我父亲被他偷袭后 为了护住我离开 最终原神爆裂而神势俱灭 我唯恐他会最终找到我 又害怕他们赤成宗的势大 不敢进入道门的任何一个门派修炼 当初无极魔宗虽然示弱 但至少也在断魂山上 有着炼狱魔宗的庇护 于是为了躲避大祸 便只能投身魔门 原本打算苦修报仇 可直到入了无极魔宗后 被当时没落的无极魔宗彻底打击了 于是意志消沉浑浑噩噩的得过且过 胡硕简单的一番话 道尽了他遗失的疾苦 听得丁浩也是心中略为有些酸涩 一想到自己的母亲还被囚禁在神骁道宗 再想了想胡硕所受的更大的痛苦 丁浩不由地理解了 为何进步迅捷的胡硕 在旁人面前神态一直淡漠的胡硕 为何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跑到极远之地用极为是杀的残暴 来释放发泄自己的心中的无边愤懑了 此时丁浩陷入沉默当中 而胡硕则是两眼泪如泉涌 仰天惨笑道 越是实力进步 越是能切身地感觉到报仇的机会临近 我越是心情激荡无法控制 在人前一直淡漠的我 有谁知道我想要毁灭赤成宗的一切 想要将那仇人剥皮抽骨油煎火焚 终有一日我会将我这么多年的痛苦 以十倍百倍地回报给他 我相信这一日已经不远了 那人是谁 丁浩看着苍茫的云涌 平静地问道 赤成宗昆水真人西门晕 当初他已经合体出席 现在不知道什么境界 不过这些年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不知道他现在是闭关还是干什么 胡硕提起仇人之名 面容扭曲 牙齿咬得嘎吱直响 随后胡硕看了丁浩冷酷的笑容后 心中一转后赶紧出声道 西门晕着人 我会亲手杀了他 你千万不要替我出手 否则我会记恨你一辈子 摇头哑然失笑 丁浩看着胡硕直直的眼神 点头答应道 好吧 我会留给你处理 丁浩在知道了胡说的往事后 也算是明白了为何随着他的修为大进 会压抑不住心魔的原因了 只要等他将西门晕诛杀 那他的心魔自解 以后便不会继续做那种歇斯蒂的事情了 略为安慰了他几句 丁浩将一直秘而不宣的无极六数 也让他记录了一遍 便从容地离开 离开这儿以后 丁浩带着万鬼式魂帆 王鬼玉走了一趟 来到了那个恶鬼丛生的禁地之后 丁浩利用万鬼式魂帆 捉住了近五十个头生双脚的最为凶利的恶鬼 其他一些凶恶的小鬼 也一股脑儿地捉了近五百指放进了万鬼式魂帆 等再次返回龙吟山以后 丁浩以最为凶利的三十六指恶鬼为影子 配合着近五十种修真材料 闭关一个半月以后 将三十六指恶鬼炼成灵煞 随后根据灵煞修成了无极六数的灵煞式魔爵 在丁浩出关以后 从读魔王一喊哪儿 隔之了虎云尊者向阳天 已经从地底返回 以火性肢体顺利地修成了魔艳爵 随后向阳天以自己的体悟 向包括他图人烙训在内的一帮无极魔宗的弟子传授了经验 更是安排他们潜入地底万丈去吸收焰火 读魔王一喊告知丁浩 聚宝宗的门人 已经派人送来了消息 说他们已经安排了南大陆的一个商团 带着许多罕见的金石前来彭秋岛一家商库内出售 其中便包括了那种西大陆最为缺少的顺域 这个商团并非聚宝宗的商号 属于被聚宝宗诱骗前来的 就连数量不少的顺域也是临时加上的 目前独魔已经代表无极魔宗 与这家商铺正在洽谈收购的细节 将这一行人给牢牢地稳住了 彭秋街区也有一些其他宗派的门人 不过却没有任何人知道这家商团 竟然带着各大宗派梦寐以求的顺域前来西大陆 丁浩听霸独魔的叙说后 沉默半想之后 才淡然道既然来到了三周一岛 便是已经到了我们的地盘 马上抽掉我们门中的高手 将这个商团的所有人全部诛杀 一个都不能留下 顺域的事情 绝不允许那么快泄露出去 独魔王一含为为愣了愣 然后才开口道 这个商铺乃是受聚宝宗相邀才来到三周一岛的 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有些不大合适 摇了摇头 丁浩审声道 没关系 我与聚宝宗的宗主高周扬已经谈过了 这个商团的人灭掉后 除了顺域全部归我们以外 剩下的东西我们五五分成 不过咱们动手的时候一点要小心 不能让旁人看出出自我们之收 最好能够嫁祸给其他宗派 比如天杀魔宫或者剑魔宫 毕竟三周一岛乃是我们无极魔宗的地盘 若非顺域实在关联太大 我们定然不能这么做 不过既然做了 一定要干净妥当 独魔王亦喊点了点头 沉吟了一下后 开口道 这件事便交给胡说安排吧 若说滴水不漏的做见不得的光的事 他会弄得连一点蛛丝马迹都不留下 恶然一愣 冰浩笑着点头道 你让他安排吧 胡说的事情你们便不用管了 至于他半夜会做一些极度残忍暴力的事情 你们就当看不见好了 恩 我心中有数了 王亦喊点了点头 什么都没有多问 第596章栽赃嫁祸 取出万鬼是魂翻地给读魔王一函 丁浩道 翻内现有恶鬼进五百个 如果有门人修炼灵煞是魔爵 便将里面的恶鬼取了给他们用 不过修炼灵煞是魔爵所需的材料太多 我这儿剩下的余料也不多了 谁要是想要修炼 原料自己到鹏丘街区收集 差的太多的材料 你便直接到聚宝宗的商铺找哪儿的负责人洽谈 含笑着点了点头 独魔王一含笑道 没问题 片刻之后 丁浩找到了百变魔君软薄像 等再见到软薄像的时候 丁浩发觉他神清气爽 怡然自得地正在湖边看着灵光闪烁的湖面 远处软轻衣素雅如鲜的轻衣在一块岩石上 匆匆地细直撵着一个鱼竿 正在享受着垂钓的乐趣 夕阳的照耀之下 这个场景显得如此的和谐温馨 让丁浩一时间愣了半想 足足过了半炷香的时间 丁浩才从这种画面所带的感慨中苏醒 缓缓地走到了软薄像的身旁 正在享受着天伦之乐的软薄像 眼见丁浩脉步行来 嘴角带着亲切的笑意 懒洋洋地问道 你小子又来做什么 现在在这种安静的地方 我感觉是我修真以来最平静自如的日子 你们无极魔踪的眼光不错 我那好徒人修炼速度极快 现在已经快到原因期了 不用再为纷扰的厮杀奔波担忧 每天看着日升日落 闲来叫教徒人陪陪女儿 实在是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事情了 软薄像这么一番话 说得丁浩又争住了 看了看远处软轻衣抛来的凝视的美目 丁浩一时间心中思绪如潮 最终愧然叹息一声 道 你倒是真的潇洒自在 不过恐怕我很难能享受到如此空间的日子了 说吧 这次找我又什么事情 软薄像一愣之后 沉申问道 顿了顿心神 丁浩微微一笑 开口道 你既然喜欢这种生活 便不用飞声魔戒了 上次我已经和你说过 先魔两戒并不好混 上次我只是对于现今的状况有所怀疑 不过如今已经肯定了这种猜测 唯唯一愣 百变魔君软薄像露出了心动的神采 目光炯炯地望着丁浩 沉申道 若我不飞声魔戒 等到渡过三次天劫后 我到了大圣旗浑身已经成了半魔之体 长期逗留修真戒 没有魔灵之气的吸纳 我不但修为无法再进一步 而且最终只能自爆而亡 殿王最终逗留修真戒 不还是选择了三劫时转修的散魔 否则等他渡劫后不走 一样是落得灭亡的下场 黑黑一笑 丁浩开口道 今时不同往日 这点你不必担忧 一直以来到了大圣旗者 都是迫不及待的飞声仙魔两戒 但是如果刻意想留下的 也不是没有办法 殿王之所以转修散魔 那是因为修真戒没有仙魔灵气 让他继续修炼 关于这点你无需担忧 我自然会有办法解决 而且我也打算了度三次天劫后 战留修真戒 丁浩这番话说出之后 百变魔君摇头苦笑 只觉丁浩的做法匪夷所思 随后丁浩关于一些隐秘之事 略为向殿王述说了一番后 他才真正的动容大惊 现在关于纷乱的大事 不但殿王早已知晓 道慕六宗的各宗宗主也都心中有数 既然如此 这秘密也越来越不是秘密 将这些事情告知于百变魔君阮博相 似乎也没什么不妥之处 在殿王答应下来之后 丁浩心中一松 便与弹雅若先的阮青衣扯了一番话语 阮青衣体贴入围 非常善解人意的什么都不询问 只与丁浩说一些这边的趣事 比如小林与阮博相图二的一些好笑之事 直到丁浩感应盗魔君到了此处 以神念呼唤自己的时候 才与两妇女告辞离开 见盗魔君之后 丁浩从他的口中 知晓了胡硕带人将那南大陆商团所有人马 又到鹏丘街区的南侧洛云谷全部诛杀后 回到鹏丘街区正打算接收这个商团所有的物资的时候 却徒弟发觉另有三个这个商团的落网之人 与一个陌生人交谈 好在胡硕心细如发 硬是察觉到那人竟是邪王伪装 然后便硬说邪王带人灭了这个商团之人 立即开始出手围攻邪王 当时随胡硕一起去的人 包括了虎云尊者向阳天与绿袍老祖 虎云尊者刚刚修成了魔艳绝 与绿袍老祖胡硕三人联手 立即与邪王站了起来 邪王虽然是已经度过一次天节的高手 但是面对三人的联手也无可奈何 尤其是虎云尊者刚刚修成的魔艳绝 更是让邪王顾忌非常 因为这儿是无疾魔宗的地盘 邪王不敢久留 便迅速脱离战圈 只朝着那海域奔去了 胡硕见邪王往海域逃 担心邪王可能在海域龙魔宫海皇宗 哪儿有些根基 便让迅速赶到的魔机禀报丁浩此事 而他自己则是带着刚刚赶到的血魔猎山等人 继续朝着邪王逃离的方向追击而去 等到魔机将事情的经过数说了一番后 丁浩与魔机立即动手 飞速地往海域的方向追去 口中却是对魔机问道 邪王是从北大陆返回的 这个商团之人却来自于南大陆 按照道理应当没有瓜葛才对 他们怎会联系起来的 魔机一愣 开口道 教主想得太多了 据胡硕所说 邪王与那南大陆三人离开澎丘街区 似乎是在洽谈什么交易 他们本身应当没有什么瓜葛 点了点头 丁浩审声道 东西可全部到手 哥哥娇笑几声 魔机向着丁浩抛了一记魅眼 道自然已经拿到了 就连那南大陆仅剩的三个商铺之人 都被火云尊者向阳天 一不小心用魔咽诀给碰到了 其中两个五脏六腑禁坟历死当场 剩余一个身上似乎有着一件阴性的法宝 不过看样子也支撑不了多久 被邪王托叶着飞速逃窜 更是加速了他火毒的恶化 魔机这么一说 丁浩黑黑音笑了两人 开口道 虽然出了点意外 但胡说办事果然思绪严密 只要东西到手了 商团之人死光 这件事我们便全部推到 邪王与他所带的北大陆的势力上 现在既然他往龙魔宫的方向逃 连龙魔宫与海黄宗也一并算上 我们无疾魔宗代表南大陆的商团 去讨伐这帮敢于在我们的地盘 为非作歹的一帮匪徒 魔机魅态万千地瞥了丁浩一眼 逼笑道 教主现在是越来越坏了 哈哈一声大笑 丁浩拍了拍魔机的龙臀 不顾魔机娇瞻的白眼 吩咐道 你先反龙迎山 让独魔将我们无疾魔宗的高手召集起来 一同往海域走一趟 这次既然邪王往海域方向逃窜 自然是与龙魔宫海黄宗有瓜葛 我们即使正义之士 自然要大肆讨伐一番 至于我们联盟当中的其他门派 便不用通知人 让他们好好防御好虎啸山变形了 魔机顺从地点了点头 跌声跌气道 奴家这么卖力 教主怎么奖励奴家啊 捏了捏魔机俏力的柔润圆臀 丁浩笑呵呵道 小蹄子 等这事结束了 我便喂饱你 北目几欲滴出水来 魔机痴痴一笑 然后凑到丁浩的脸颊黏了一口 随后变化为一道青色光影 瞬间向着龙银山的方向飞逝 丁浩笑容恋去 恢复到冷静无波之境 同样辨认出方向 直朝着海域龙魔宫所在的方向飞奔而去 等丁浩赶上胡说的时候 发觉胡说与绿袍梦远见几人待在一起 看到丁浩前来 立即上前行了衣礼 开口恭声道 属下半事不周 请宗主恕罪 叫着摇了摇头 丁浩审声道 你能够做到如此地步 已经算是极为不易了 就算本宗亲自出手 也未必能够弄得这么妥当 你有何罪之有 话到这儿 丁浩语气微微一顿 开口道 列老呢 列老与向老速度较为快捷 已经先行一步追及邪王去了 胡说审声道 面容微微一争 丁浩皱眉道 邪王带着一人跑 速度还能这么快捷当真不易了 叫着摇了摇头 胡说手中变戏法的多了一个交叹般的人头 开口道 最后一人也已经在这儿了 现在邪王没有约束 飞得快些也是正常 朝着胡说满意的点头一笑 丁浩道 很好 第597章坦然面对 碧蓝色的大海一望无际 排空的巨浪层层叠叠拍打着高耸的巨岩 犹如一个葛凶猛的暴兽 在丁浩一行人赶到海域上空的时候 发现薛摩猎山与火云尊者向阳天两人 正傲然立在一个尖锐如剑柄般的深褐色巨岩之上 眼见丁浩与胡说一帮人赶到 火云尊者向阳天提升招手 等到丁浩等人到了那块巨岩之上后 猎山抬手一指下面的汹涌海面 沈声道 邪王刚刚顿入海底 看样子必然是逃亡海皇宗或者魔龙宫 里面乃是这两个宗派的地盘 我们不敢贸然进入 所以在这儿等候你们的到来 点了点头 丁浩目光深邃地望着蔚蓝色的海洋 心中略为思量 开口道 毫无疑问 邪王定然已经与海皇宗魔龙宫勾结在了一起 此时逃往这儿 海域当中到底蕴含了多少凶险 当真有些说不准 还好你们没贸然跟进 环顾四周 丁浩发觉此时无忌魔宗一共来了五十多人 以这种实力进入海域却有不妥 于是丁浩沉吟了一下 道 暂且在这儿等候一番 等到我们的门人到来之后 我们再找这两宗兴师问罪 两炷香功夫后 以独魔为首的一帮无疾魔宗的门人 浩浩荡荡的从棚秋导赶了过来 其中包括名和三兄天师上人共三百余人 就连见仙红氏 竟然都动身到了此地 让丁浩感觉颇为惊讶 一帮人到了之后 丁浩怪异地打亮了见仙红氏一眼 张口调笑道 你老人家怎也想起来出来走走了 俊朗的红氏副手而立 雄伟的身躯一件简单的白袍果体 凌乱的长发用一白绸带挽住 随意地劈在腰间 随随便变得往哪儿一站 便如一把出窍的巨剑一般 给人一股庞大的压力 每次见到红氏 丁浩都能够感觉到 他的气势一次比一次强 看样子借助与龙银山的天地灵气 他的修为渐渐地快要全部恢复了 婉儿一笑 红氏深深地看了丁浩一眼 道 我怎么就不能出来走走 你小子似乎修为又有增进 以你的神速修为 恐怕要不了多久 我都不是你的敌手了 贴了贴嘴 丁浩笑着摇头道 我还早得很 至少我遇到电王 连一丝取胜的机会都没 只能抱头逃窜一条路 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红氏缓步度到丁浩的身旁 看着下方排空的巨浪 张口道 此人的强恨我也有所耳闻 既然和我一样都是有七节的散仙 倒是可堪一战 原本我还认为整个修真界 再也没有人能够与我一战了 看样子倒是我夜郎自大了 心中思量了一下 丁浩望着红氏 沉思道 目前电王乃是五节的修位 你现在恢复到什么地步了 可有把握胜他 此话一出 红氏闭目沉默了一下 然后两眼瞬间绽放出 冲破苍穹般的无尽战役 仰天道 不好说 要战过才知道 但是我有信心 即使电王比我实力强上一点半点 我也有信心胜他 点了点头 丁浩知道红氏这么说不但不是狂妄 而且已经相当谦虚了 以红氏的绝世剑法 加上千百年来的大战经验 和他胜过电王一筹的神势 就算他实力略为差上一点 也完全能够通过这些方面弥补 只是现在丁浩并不知 红氏恢复到什么地步而已 若是现在红氏恢复与电王一般的五节之境 电王遇到红氏时有八九吻书不赢 就在冰浩心中暗暗揣测的时候 耳中听到了天师上人 殷无昌的阴沉声 什么人 给我出来 殷无昌话语一落 哭桑棒般的法宝猛逼扬起 朝着他脚下的一块荡漾着的水文砸去 纳除水文猛逼激烈地扭动了一番 然后瞬间扭曲 一个贼美鼠眼尖嘴猴塞的修摩者 徒弟从哪儿出现 张口赶紧道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我认识你们宗主的 殷无昌不懈地殷笑一声 沈声道 你是什么身份 也配认识我们宗主 鬼鬼祟祟在哪儿到底想要做什么 顺着话语往哪儿一望 丁浩露出了一个啼笑皆非的笑容 张口拦住了殷无昌 笑道 林洪宇 你在这儿做什么 曾经被丁浩救过一命的林洪宇 一看到远处的丁浩出生 赶紧连滚带爬地掠到丁浩身旁 露出一个谄媚之极的讨好笑容 开口道 丁宗主啊 我是来报信的 上次遇到丁宗主还不知丁宗主的身份 没想到你果然是无极魔宗的丁宗主啊 皱了皱眉头 丁浩不耐道 报什么信 有屁快放 眼见丁浩不耐 林洪于一惊 连忙一连串地说道 现在海里的所有门派 都被海皇宗与龙魔宫通知 说你带着无极魔宗的门人 打算将海里的所有修真门派回去 所以现在海里面已经闹翻了天 都在义愤填膺打算与你们决一死战 面色微微一变 丁浩心中急速思量了一番 然后看了看这边无极魔宗的一般人 张口询问道 据我所知 这片海域之内也就龙魔宫与海皇宗势力较大 你们海底的修真者一共有多少 修为在初翘旗以上的有多少 林洪于苦苦皱眉 掰着食指算了算 产生到 加上海皇宗龙魔宫一共两千多修真者 其中修为在初翘旗以上的大概有八百个 你们就四百人 根本就没胜算啊 咱们快跑吧 面色略为一变 丁浩当机立断吩咐道 除了摩基独魔以外 到达合体其修为者都留下 剩余的门人立即返回到玄州边界的东洋崖 让玄州的魂纪阁与摩云宗门人派人来源 摩基尼与独魔立即火速返回彭丘岛 让摩门联盟的高手从各方往玄州的东洋崖调遣 丁浩话语一落 摩基与独魔两人 迅速地带着绝大多数人马返回 丁浩看了看深处的地势 略为皱眉道 这儿太过靠近海域中央 岸边的巨岩若是形势不妙 我们即可退回玄州东洋崖 以我们这些人的修为如果回身飞退 任海域当中高手再多 只要形成不了包围圈 也无法将我们拦截住 丁浩话语一落 一帮人后撤百丈 到达了岸边的几块巨岩上 此时丁浩环顾四周以后 心中猛然一惊 没想到无极魔宗竟然已经有了近20个合体骑的修为者了 光是这儿便有20个合体骑者 鬼域当中还有部分的无极魔宗的门人前修 消化吞噬的真元 如果算上哪儿岂不是更多了 想到这儿 丁浩再一次为无极魔宗的强横感慨 丁宗主 我 我该怎么办 林洪玉被英无畅英笑着丁柱 只感到心中发毛 想想马上可能面对的阵势 心中直发毛 按道自己不要命的过来报信 可是算下了血本了 丁浩总不会将自己卖了吧 唯唯一笑 丁浩面带淡然的笑容 出声安慰道 你不必担忧 看样子以后还离你是待不住了 若是你愿意的话 可以到三周一岛修炼 本宗这次成你的人情 自然不会亏待你 林洪玉拼了老命 下了大血本通风报信 就是为了等丁浩这句话 现在一听丁浩的保证 立即笑得连眼睛都没了 口中连连道 愿意愿意 就在这时 红石低头望着汹涌的海水 口中淡淡道 来了 一会儿的功法 原本聚浪排空汹涌翻角的海水 涂地平静下来 夕阳之下 灵光闪耀的海面一片风平浪静 极净得有些诡异 不屑地冷恒一声 丁浩猛地立笑一声 笑声穿惊烈时 瞬间以立笑将平静的海面 再次激荡地沸腾 一圈圈的连衣荡漾开来 一个葛身着奇装异服的修真者 渐渐地从海里浮现 将丁浩等人面前一望无际的海面充斥 炸雷一般的爆喝声 猛地在海面响起 然后身材高大的海皇宗的宗主唐远海 伴随着两个海皇宗白须修长的二三节散线 踏着水面一步步地朝着丁浩这边走来 唐远海目光愿度地紧盯着丁浩 徒弟出声道 我仁唐明阳可是死在你的手中 点了点头 丁浩坦然道 不错 不但你儿子死在我的手中 上次海皇宗的天崩地裂般的巨大动静 也是由我弄出来的 很好 近日本宗变为明阳与死在那场震荡当中的门人报仇血恨 唐远海面容抽动 略显争鸣道 丁浩一愣 然后笑笑道 我求之不得 不过凭你却不配我出手 第598章刮目相看 丁浩这句话导是实话 唐远海合体骑的修为 的确还不配与丁浩一战 就连与他一同前来的两个海皇宗的二三节散仙 如果单打独斗的话 遇到丁浩同样是胜算不大 不过海皇宗的宗主唐远海 自然不是打算与丁浩单打独斗 否则那两个二三节的散仙 也不会跟在他的左右了 就在唐远海步步紧逼面带着不屑冷笑丁浩的时候 一声且慢从海平面上响起 随后那么龙宫的行云智越重而出 面容凝重地来到了丁浩等人的面前 上次在前往断浑山的路上 行云智与自己一战 差点被自己当即诛杀 到如今依然是未曾恢复 整个人脸旁笼罩在一层浅灰色当中 一副病奄奄的模样 不知是在丁浩的手中受了打击 还是行云智成熟的缘故 现在的行云智浑身那种巨傲的气息 已经荡然无存 一眼看却平静得有些怪异 正打算找丁浩算账的唐元海 听行云智这么一呼 眉头一皱 不悦地开口问道 你拦我做什么 行云智并未答话唐元海 而是冷静地望着丁浩 淡淡地询问道 丁宗主带着浩浩荡荡的大批人马 前来我们这块海域 到底想要做什么 可是我们这块区域 妨碍了无极魔宗扩张的步伐了 哑然失笑 丁浩摇头道 行少公主收效了 本宗前来此地所为何事 你们应当心中有数才对 既然你们赶到三周一岛上面杀人越货 自然知道我们无极魔宗不会善罢甘休了 丁浩这么一说 行云智露出了一个诧异的神色 扭头看了看自己身后的魔龙宫的门人 皱眉问道 我们魔龙宫可有人到三周一岛上走动 一个管家模样的老者迎上 肯定道 绝对没有 本宫任何人都未曾离开海域 满意地点了点头 行云智平静地望着海皇宗的唐元海 张口询问道 唐宗主可有门人在这两日离开海域 有些恶然地望了望行云智 唐元海似乎重新了认识行云智一般 愣了一煞后 断然摇头道 本宗绝无任何人离开海域 转过头来 行云智盯着丁浩道 丁宗主你也看到了 本人与唐宗主既然这么说了 我们这块海域绝对就没人曾离开过 丁宗主若是打算大肆进军海域 不妨明着前来 没有必要使出这种含血喷人的勾当 啪啪啪 丁浩笑着连拍了三下手掌 一边拍一边叫好 等所有人的目光全部聚在自己的身上以后 才笑呵呵道 这才多久没见啊 行少公主竟然便会这么自作聪明了 看样子上次一役后 行少公主受伤不轻啊 丁浩此话一出 一直面色平静的行云志眼中杀鸡大圣 然后瞬间恋去 平静道 现在丁宗主能否告诉我们 是不是打算侵犯这片海域 他身后的那一帮的海域各宗的修真者 刚刚便已经被行云志的一番话给说的怒火冲天 现在听行云志这么一讲 义愤填膺的都大声吆喝起来 什么誓死抵抗赶走侵犯者的口号被喊得正耳欲聋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现在的行云志虽然一身修为大姐 但是嘴皮子的功夫倒是趋向了圆滑 竟然显得更加难对付了一点 淡淡地笑了笑 丁浩张口道 你们海皇宗与魔龙宫联合邪王 到我们三周一岛将受聚宝宗邀请前来的南大陆的商团诛杀 更是挤得大量物资而去 这些本宗都是亲眼所见 就连最终邪王逃向正儿我们这些人都看到一清二楚 现在本宗明确地告诉你们 这件事只与海皇宗魔龙宫有关 和这片海域内的其他门派没有关系 只要你们两宗将邪王与那批抢来的物资交出 这件事本宗便不再追究 否则你们海皇宗与魔龙宫便等候我们三周一岛的报复吧 丁浩这句话一说 海域里面的那些其他门派 有一些人眼中露出了犹豫与退缩的眼神 但就在这个时候 行云志不屑地冷笑道 丁宗主这种分而破之的计策用的是否太过明显了 你当我们海里的门派 会上你的当不成 魔龙宫与海皇宗一灭 其他门派便只能认你们宰割 你倒是打得如意算盘 不错 我们要团结 绝不能任无极魔宗分化击溃 海皇宗的唐元海一愣之后 也是瞬间反应过来 连忙张口大呼道 这两人这么一说 原本还有些犹豫与退缩的其他门派之人 似乎也瞬间醒悟了过来 一个个都是再次神情坚定 愤怒地望着丁浩一帮人 点了点头 丁浩抬手指着唐元海与行云志 笑着开口道 很好 本宗的警告已经送到 若是你们不将邪王交出 别怪本宗不留情面 话到这里 丁浩宁笑一声 对着那些海里的其他门派众人道 还有你们 如果不是好歹地要与海皇宗龙魔宫一并送死 本宗自然也会一并成全你们 你们好自为之吧 话语一落 丁浩回身看着那些神态不屑的无疾魔宗的一帮门人 张口道 我们走 眼见丁浩要走 行云志报呼一声 开口道 只要今日将这些人留下 三周一岛群龙无首便不足为据了 以我们海域的力量 就算进入三周一岛都是轻而易举 既然旁人已经先行不易 难道我们还要放任他们离开不成吗 不能 成百上千的报喝回答声 猛地在海域里面响起 将海面震荡的一片摇曳 那些被行云志挑拨成功的一些海域里面的修真者 一方面因恐惧无疾魔宗的实力而打算先行出手 另一方面也被行云志口中的 禁军三周一岛的豪情壮志给激荡了 各个都是神情愤怒与激动 从那茫茫的大海里面飞起 或是踏着海面 或是排空飞行 直朝着丁浩等人追来 不过也并非所有人都受行云志挑拨 一些势力最大的门派中 不乏心智高绝之辈 那些人一个个面色沉浸地立在海域当中 选择了寂然不动作看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眼见这些人从海域内追击上来 丁浩不惊反喜 朝着血木猎山等一帮长老点了点头 这些人原本快捷的速度 在旁人不注意的时候微微慢了几拍 让那些原本无望追赶的那些人 猛地看到了追击的希望 于是一边刻意放缓了飞行的步伐 另一边死命的追赶 刚刚飞奔了一刻 涂地剑鲜红是面色显现出一丝异样的神采 扭头对着身后的丁浩道 我们的正前方 有一行十人出现 看样子乃是龙魔宫的人 那些人有三魔三个 剩下的七人都是合体骑者 这些实力虽然不能抗衡我们 但是却可以阻碍我们的行进速度 走还是不走这片长空 面色微微一变 丁浩心道难怪刚刚自己未曾看到魔龙宫的高手出现 就连魔龙宫神秘的公主都没有看到 原来是到了这儿拦截 倒是打得好算盘 也是自己侵蚀了海域里的门派 这片区域乃是海皇宗魔龙宫的地盘 他们能够避过自己的耳目到达此地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是一想刚刚离开的一帮无疾魔宫的人马 心中思量一下 倒是放下心来 以龙魔宫的这点势力 想要拦住刚刚近三百人的无疾魔宫之人 无疑是躺壁当车 所以丁浩对刚刚离开的独魔一行人倒也并不担心 原路不便 如果绕过这片区域 我们将多浪费时间 我就不信这些人 能够将我们挡住 更何况还有你在 没有什么好担忧的 丁浩心中沉吟了一下 张口道 见仙红是玩耳一笑 没有多说什么 悠然自得地跟随在前方的一马当先的血魔猎山的身后 往哪儿飞奔 一柱香的功法 前方龙魔宫一行十人傲然立在虚空 他们所在的那片虚空乌云压顶 每个人脚下都踏着一团黑压压的云朵 十人以一个扇形的位置站立 正好将丁浩等人的驱路挡住 当前一人身材瘦小 合体后期的修为 身穿魔龙宫公主的道袍 相貌依稀与行云至有几分相似 定然便是魔龙宫的公主行四海了 此时他正神态淡漠地注视着越来越近的丁浩等人 两手微微合拢 两手朝着身旁的几人做了几个手势 不知为何 一见这神秘的行四海 丁浩便感觉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 但细想之后却又没有任何的印象 第599章巅峰之战 龙魔宫一行十人 脚踏黑压压的乌云 以扇形的方向将丁浩一行人的驱路拦截 龙魔宫公主行四海淡漠地望着丁浩一行人 徒弟微笑道 这片海域虽然不大 但也不是你们想来便来 想走便走的地方 丁浩宁目四顾 发现这龙魔宫十人 脚下踏着的黑云内 隐溺着诡秘的威胁气息 周梅打亮了下 丁浩知道这十人应当以扇形的方向 借助那脚下的乌云组成了什么阵法 想到身后上有海中百千个海中之人追逐 丁浩当机立断 猛然开口道 冲进去 话语一落 丁浩已经一马当先地飞速往前冲去 手中的逆天魔剑早已落在了手中 七只血鬼将的力量一一地吸入体内后 丁浩浑身浓烈地杀气达到了顶峰 到了那行四海的面前时 逆天魔剑骤然绽放出黑日般滚荡的浓墨魔器 但剑体却犹如划破苍穹的闪电 煞石便带着丁浩直射行四海 就在这个时候 行四海从容地唯唯一笑 身躯猛地落入那扇形阵法当中 一瞬间 那龙魔宫时人脚底的乌云急剧滚动 将那片区域完全笼罩在阴沉昏暗当中 深入其中的丁浩 煞石便发觉入眼茫茫一片昏暗的黑色 竟然连自己的神念都无法穿越而过 四面八方除了滚滚流动的乌云以外 再也看不到任何的东西 而以里面藏着的一帮龙魔宫的高手 就连丁浩都不敢在视线不及的情况下胡乱行动 就在丁浩茫然不觉之间 一道直达苍穹的剑盲暴射而出 一柄参天巨剑带着横扫八荒六合的气魄 以灵力的无尽剑气 将四面八方的所有乌云瞬间抵挡开来 剑鲜红是依然副手而立 嘴角带着依然自得的笑容 浑身的无穷战意冲天而起 两眼神光溢溢地望着面前的行四海 笑呵呵道五截三魔的神念布置的狼邪幻境 却有不可思议的妙用 可惜你碰到了我 说吧你到底是谁 行四海此时悚然变色 两眼不可思议地望着剑鲜红是 口中娜娜道不可能 你怎能将我的神念换成的空间破去 我倒要问问你到底是谁 西大陆何时有了如此高手 丁浩心中一动 右手手心的阴阳宝静猛地出现 朝着行四海一照之后 大惊失色道 殿王原来是你 难怪刚刚第一次见到行四海的时候 丁浩心中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当时细想之后又感觉从来未曾见过 原来竟然是这么一回事 看样子自己的感觉果然不差 仰天一声大笑 红氏跃跃欲试道 原来你便是殿王 难怪难怪 随着红氏的话语落下 参天的天商界 瞬间如银河般的繁星一般 闪亮起点点的光耀 然后红氏复杂的右手扬起 朝着化身为殿王的行四海轻轻一指 天商界犹如九天流星 扑页着一条银色光亮的尾巴 携带开天辟地的神威 朝着殿王连同他在内的一帮龙魔宫的门人劈去 天商界一动 晴空当中霹雳啪啦地响起了惊雷闪电 闪电如龙蛇一般缠绕在天商界之上 一道道维斯般的细白的光线 在天商界的虚空处残生 眼见的人都知道那维斯一般的光线乃是空间缝隙 在这一集之后就这么不可思议的产生了 电王神情无比凝重 就在天商界刚动之时 已经嘶吼一声身体猛低鼓杖成百丈巨人 这百丈巨人一般的电王两脚落在下方的一处山峰上 只见他两手连连挥舞 一个猝石杖的漩涡出现 庞大的犀利将周围所有的物体都往里面卷 就连这儿那些合体骑的修真者 身形都是摇摇欲坠 似乎对于这股漩涡的犀利抵御的有所艰难 以电王为中心 周围天昏地暗飞沙走时 里人还要搭上许多的灵巡石 包括几人合围才能抱住的参天大树 同样被连根拔起 落进了漩涡当中 那个漩涡吸收了庞大的东西后 旋转的速度缓慢了几分 但里面空荡的漩涡已经被巨石大树 变成了一个五十丈的庞然大物 随着电王的动作 朝着直批下来的天商巨箭撞去 两者相遇后 造成了犹如太阳暴碎般的刺目光芒 毁天灭地的动静 将方圆百里的地面造成了一阵阵的地震 强横的余波江周围合体骑的高手 直接冲击出了百仗开外 就连丁浩也是同样不由自主地退后了七八步 才稳住了身躯 惊天动地的一级 毁灭的气息仿佛要将世间所有的一切摧毁一般 这种威势让丁浩心中第一次充满了渺小感 也是在这个时候 丁浩才知道五节的散摩散现意味着什么 这种威势之大简直不下于百葛修珍高手的联手一级 难怪上次殿王面对炼狱魔宗的众人围攻 竟然还能够从容地逃开 以他这种实力修真界果然没有几人能够匹敌 不过殿王虽强 可红氏却偏偏更是战役无穷 一直以挑战强者为理念的剑仙红氏 早在千百年前便是无敌之境 现在虽然实力不曾恢复到巅峰 可面对殿王依然毫不疲软 尘埃落定之后 无论是殿王还是剑仙红氏 都没有露出任何的体态 红氏气定神弦 天商剑已经成了正常的大小 此刻正被他攥在手中 百仗巨人的殿王也是恢复了瘦弱的形四海的模样 两只眼睛内殿王暗闪 不断地算计着神魔 在红氏的一级之后 刚刚龙魔宫促时人组成的扇形之状土崩瓦解 除了三个散魔站在殿王身后十丈外 其他龙魔宫的促人远远避开了 红氏怡然自得地笑看着殿王 然后从容地提剑往殿王一步步地走去 身上的无穷战役毕露无遗 殿王面容凝滞 嘴角抽动了一下 徒弟出声道 这次本王失策了 倒是没有料到无极魔宗还有这么一个人物 不过以海域的力量 加上协王北大陆两个门派的高手 你们三周一岛的势力依然无法抵御 转身看了看身后的一帮龙魔宫之人 殿王吩咐道 让开吧 话语一落 殿王与那些龙魔宫的门人 将原本错落有之的阵法散开 聚成一团后 向着北侧并龙转移 这个时候 在丁浩的神识当中 已经感觉到身后海域当中的大帮人马 快要到了此地 心中急速地思量了一下 丁浩扬声道 且慢离开 你能够代替得了整个海域吗 以及是冤龙殿殿王 只要我将你的身份揭开 你的如意算盘如何能够展开 行云智与唐元海难道会任你百步不成 冷然一笑 殿王身行一指 道本王身为冤龙殿殿王的事情 云智早已知晓 他原本便是本王的亲生儿子 他有什么不答应的 至于唐元海 先别说你的话 他信不信了 就算信了你的话 他的儿子死在你的手中 你说他会如何选择 话到这里 殿王哈哈一声狂笑 张口道 现在你算是看到了本王的大半实力 即使比起盗魔六宗的任何一派都不成多让 以本王的手段 早晚能够得尝所愿 如果再在执迷不悟的话 那么你们无极魔宗的好日子便走到尽头了 此时此刻 丁浩知道身后的海域众人马上便要到来 无懈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与无极魔宗的一帮人 迅速地直朝着玄州的方向飞去 速度上面再也没有刻意停顿 各个都知道形势不利 速度都是提到了极限 等到丁浩赶到东洋洋的时候 三周一岛魔门联盟的众人 已经陆陆续续地开始往这儿赶来 丁浩粗略地猝了一番 发觉总人数已经进千 密密麻麻的修真者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片人的海洋 知道形势危机的丁浩 朝着身后的胡硕望了一眼 张考问道 到手的顺域呢 此时正忙着安排那些来人的胡硕 听丁浩一说后唯唯一愣 然后拿出一个朱红的储物戒指 递给丁浩笑着说 宗主打算借助外力 黑黑一笑 丁浩张考道 自然是借助外力 这次我们赢定了 任他殿王千算万算 他也不一定要得到顺域的巨大作用 只要他们这些人敢来三周一岛 我会让他承受难以想象的代价 招了招手 丁浩将无疾魔宗与一帮联盟当中的头领召集起来 开口道 这次敌人势力之强 我想比起上次还要胜上一筹 以我们联盟的力量虽然也能够抵御 但是我们的实力来之不易 所以本宗还要快速地走上一趟断浑山 将强远带到三周一岛 魔云宗宗主戴天行唯唯一愣 然后诧异地问道 快速地走一趟断浑山 现在攻击来势汹汹 你还能赶得及将强远带来不成 肯定地点了点头 丁浩神秘地唯唯一笑 道 当然 我会很快回来 超出你想象之外的快 知道内情的无疾魔宗的一帮人 听到丁浩这么一说 立即露出了一个会议的笑容 刚刚绷紧的心弦 因为丁浩这句话也是慢慢松弛了一下 不带戴天行多问 丁浩便又赶紧说道 这东阳崖乃是玄州与海域最为临近的地方 原本这海域来人 肯定不敢大举进军三周一岛 现在多了殿王与邪王这两个变数 倒是很有可能赶来 不过海域当中修真者数千 想要赶来此地也不是那么容易 我肯定他们同样需要一点时间准备 你们便占居此地 如果他们真的赶快 你们便小心防御 实在顶不住的话可以早些撤回彭丘岛 等到我们援军来到之时 定然要将海域与邪王带来的北大陆势力彻底摧毁 丁浩这么一说 众人都是表示同意 三周一到的这帮魔门联盟之人 这些年每时每刻都在争斗当中度过 不但势力越来越大 就连门人的战斗欲望也是同样的强烈 所以眼间大战临近 不但未曾露出任何的胆怯 反倒各个都是跃跃欲试的幸福 外人离开之后 丁浩信信道 事态谨记 这次要便宜魔门各大门派了 王老将我们门人修炼无极六数所需的材料列给我 这次到断魂山 顺域虽然可以提供给他们 但是我也不能空手而回 总要让他们付出点东西的 不然这次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了 玩耳的撇了撇嘴 独魔王意涵一边拿出一个预检地给丁浩 一边笑着开口道 老实说 我们无极魔宗现在最紧缺的便是修炼无极六数的物资了 只要能够筹集出那些修真材料 这顺域就给他们好了 反正早晚他们也会打听到其他大陆有顺域的出产 早些卖他们个人情也不错 点头称事后 丁浩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仔细地叮嘱了众人一番 便以最快捷的速度直奔三周一岛的鹏丘街区 等丁浩来到了那个隐秘的聚宝宗的商铺后 二话不说便找到了这儿的主事者 张口便大大咧咧地吩咐道 我需要使用宗内的传送阵法 那个小老头呵呵笑道 宗主有训 财神大人的话语 我们都会尽力满足 不知财神打算到哪儿 他这么一说 丁浩微微一愣 感情这传送阵不止能够道具取山啊 微微一愣后 丁浩笑着道 我想去断魂山 可以吗 老头微微一笑 开口道 没问题 第六百张星效面痛 丁浩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到了断魂山北侧七百里的一个山洞之内 这儿看样子也是聚宝宗的一个据点 不过山洞内并没刻意地装扮过 里面也只有两个童子守卫着 没有多说什么 事态紧急的丁浩一到这儿 便立即直奔断魂山 等丁浩到了断魂山 找到炼狱魔君冯奥天之时 冯奥天诧异的简直无与伦比 满脸不可思议地问道 你怎的徒弟到了断魂山 前些日子顾剑还告知我 你已经返回了三周一到呢 嘿嘿一笑 丁浩开口道 那传送阵法 聚宝宗已经开始使用了 我也是沾了聚宝宗的光 所以才能快捷地到达此处 这么一说 炼狱魔君冯奥天面色微微一愣 然后点头道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既然如此 那就是说聚宝宗有顺域存在了 为何我们派人到聚宝宗收购 他们聚宝宗却左右推迟 到现在还没有答复给我们 摇头笑了笑 丁浩开口道 聚宝宗倒是有些顺域 不过远远低于我们的需求 而且道门三宗也正在向他们施加压力 所以他们就那么点东西 根本就不敢拿出来给任何一方 丁浩这么一解释 冯奥天点头称是道 也对 这两日我仔细地询问过一些人 才知道顺域是多么稀缺的东西 原本我还当能够使用顺域 将我们各大宗派的联系贯通起来 看样子导致我异想天开了 哈哈一声大笑 丁浩笑呵呵道 岳父你不是异想天开 老实说这次我来断浑山 便是有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告诉你 哦 冯奥天眉头一挑 感兴趣地望着丁浩 笑着问道 坏消息是什么 面色一沉 丁浩宁重道 坏消息便是电王的实力 远远比我们想象当中来得大 此时我们三周一岛正在被电王的势力所威胁 行事极度不利 一提到电王 冯奥天立即神情肃然 同样沉声问道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丁浩将事情的经过数说了一番后 就连冯奥天都市吸了一口冷气 连连惊叹道 这电王果然是一个不识人物 他修得既然是魔宫 若是和我们走一条路 那到门三宗就真的不足为惧 可现在既然已经撕破脸皮 这种实力对于我们的威胁太大 一定要第一时间剔除掉 对于这点丁浩也是心有余悸 点头同意道 不错 所以我这次急着到段浑山 便是打算请岳父出面 联络那些被电王所杀害的门人的门派 一起到三周一岛 给予电王所怂恿的海域力量 一次彻底的打击 说到这儿 丁浩微微一愣 张口问道 那些魔门联盟中的人 现在还没离开段浑山吗 点了点头 冯奥天审声道 不错 这些日子还在讨论如何与盗门开战 包括如何能够取得顺域 这种极其稀少的玉石 所以除了几个门中有些要事的门派外 大多促人都没离开段浑山 面色一愣 丁浩笑呵呵道 那刚刚好 这次我带来的好消息便是我们无忌魔宗花费巨大力气 从其他地方得到了顺域 足够我们魔门那些大派在自己的宗内布置一个传颂阵 此话一出 冯奥天神情一阵 张口惊呼道 果然是好消息 这些顺域你有多少 我们炼狱魔宗需要许多 除了断魂山外 其他地方也同样需要传颂阵的配合 趁着旁人不在 你先给我足够的顺域 免得带会儿不好分配 神情恶然一愣 丁浩暗道 这冯奥天当真是够直接的 面露苦涩的笑容 丁浩有些为难道 岳父 老实说这顺域得了不少 可是你没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充足 估计也就够给各大宗派在自己的山门布置一座传颂阵 如果你想将炼狱魔宗的传颂阵布置到西大陆各地 那肯定是不够的 盯着丁浩多看几眼 冯奥天笑呵呵地道 我知道顺域不会太多 你能够弄得这些已经完全出乎我意料了 不过以咱爷俩的关系 我们炼狱魔宗自然要多占一些 我女儿都便宜你了 臭小子怎么也要让我享受一些特权啊 最起码要比天杀魔宫与剑魔宫多两成才行 心中急速地思量了一番 丁浩勉为其难咬牙道 好吧 我多给你三成顺域 可以让你多布置两个传颂阵 再多我便拿不出了 不过我们无疾魔宗也不能白白忙活一场 我们无疾魔宗现在缺少一些修真材料 我知道你们炼狱魔宗所藏丰富 你可要弄点给我 哈哈一声大笑 冯奥天满意道 没问题 这些事情你和欣然商谈吧 我想你也不会失责大张口 比起顺域的珍贵来 那些修真材料倒也不算什么 走走走 我去召集各大宗派之人 我们立即到意识大殿内商议此事 丁浩心中安息 顺域现在看起来珍贵无比 等到以后你们知道其他大陆这种玉石产量许多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心疼今日放出去的那些稀少的修真材料 一会儿的功夫 无疾魔宗的意识大殿之内 已经坐满了面色兴奋无比的各种之人 那些人一个个眼睛发亮 犹如吃了春药的壮汉一般 看着丁浩的目光让丁浩不寒而栗 算是加入了无疾魔宗的那帮魔门散修 以独木尊者萧两为头领与丁浩坐在了一起 这些人没有宗派的烦恼 对于顺域这种东西倒也没有那么大的需要 只是一边等候着其他人的聚集 一边向丁浩述说着这些日子的状况 在丁浩离开之后 这些人明显地感觉到自己不受重视 虽然炼狱魔君冯奥天 因为丁浩的原因并为难为他们 不过散修就是散修 那些个大宗派的宗主 即使实力不及他们 可因为有着强横的门派基础 一个个高傲的根本就不搭理他们 丁浩一走 他们仿佛又被孤立起来了 一些议论知识冯奥天就算是通知了他们 也只是走走场面而已 所以这次见到丁浩之后 没有丁浩要求 这些人便开始主动恳求丁浩带着他们 看样子在断魂山 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 他们自己也是显得有些尴尬 等到所有宗派的宗主都已经到齐之后 冯奥天轻轻嗓子 扬声道 事情大体大家都知道了 丁浩不负众望 终于以无极魔宗的力量 得到了极其稀少的顺域 现在在西大陆这顺域有价无事 无极魔宗辛苦忙活了这些日子 我们坐收现成 肯定也要付出点什么 丁浩倾壳一声打断了冯奥天的话语 笑呵呵的张口道 本来与我们现在的关系 我们无极魔宗实在不该向大家要求什么 不过大家也知道三周一岛上面的魔门联盟 还包括另外几家 这次大家一起出力 如果我们无极魔宗什么都不说 就将顺域交给各位 那些人怕是有些怨言 看着那些点头称实的宗主 丁浩一顿之后 才接着开口道 所以本宗的意思也就让大家弄点修真材料表示表示 至于极品金石与各种法宝这类的东西 我们一概不要 丁浩心道不让你们出点穴 想要白拿我的东西怎么可能 如果不是需要借助你们的力量去打击海域的势力 这次断然不会那么轻易地放过你们 丁浩左手拿出装着顺域的储物戒指 右手拿着独魔地给的修炼无极六数所缺的修真材料 先是假模价样地给冯奥天当面交付了一些顺域 然后冯奥天同样在丁浩列出的修真材料上面 从自己的储物戒指内挑出了几样 说是炼狱魔宗愿意支付的 随后轮到天沙魔君独孤即灭与剑魔石丰寒的时候 两人也都是爽快地取出自己门派藏有的修真材料给丁浩 来换取应当得到的顺域原料 人老曾经的各大门派的宗主 眼尖无比地看到石丰寒因为拿出的修真材料较多 丁浩在递给他顺域的时候 也是明显比天沙魔君独孤即灭多了许多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 让剩下的众人都是心中血量 然后等轮到自己的时候 硬是死命的绞尽脑子的将自己宗爱存有的修真材料送给丁浩 生怕自己得到的顺域会比旁人少了一点半点 眼见大批大批无极魔宗其缺的修真材料 一个个的落入自己的储物戒指内 丁浩心中舒爽的简直想要用力抱着那些宗主大声感谢两句 可表面上还要假装成衣服非常肉痛顺域的样子 那些后来的宗主 一见丁浩的这个模样 还当是顺域已经不足 一个个不但将身上仅有的东西投出 还垂胸顿足的保证等回宗后 一定将宗内还剩下的修真材料取出给丁浩 这么一来 丁浩心中的爽快更胜 但压抑笑容的面容却更显古怪 于是后来者更是卖力地掏出自己宗派的存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